小公爷 那是方一山方大人的女儿方秦 对于方一山这个人 秦天没有什么印象 而他没有印象的人 在朝堂上的官职肯定是不高的 秦天浅笑 暗道 这方一山的女儿长相虽然不好 但却十分地聪明伶俐 一张嘴说的那几个权贵之女 一旦办法没有 很聪明 秦天突然有点动摇了 想再给方秦一次机会 不过又抬头看了一眼方秦的脸 那一颗雾子显得越发的谎言起来 若是男子 脸上长一颗雾子 倒也没什么 可一个女人脸上长一颗雾子 总让人觉得别扭 秦天摇了摇头 最终还是决定作罢 他倒不是那种以貌取人的人 只是太子妃的人选 这样貌必定是要看得过去的 一众女子还在相互攀谈 刚才的小插曲并没有几个人注意 秦天仍旧在不停地观察着 这样观察了一遍之后 有一小半人被他给排除了去 不过他并没有点破 这种事情当面点破是不好的 他只需要把最后的名单 交给李世民就行了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 那些姑娘等得已经有点不耐烦 秦天自然也看出了这点 所以就在这些姑娘爆发之前 秦天走了过去 让诸位姑娘久等了 实在不好意思 那边我已经命人把一些桌椅准备好了 大家去那里吧 听到还准备的有桌椅 那些姑娘都很是好奇 但并没有多问 跟着秦天就走了过去 过去后 他们果然看到了一些桌椅 请大家就坐 一众姑娘坐下 秦天又道 太子喜欢画画 所以现在 我想请诸位姑娘画一幅自己最擅长的画 这也算是考核的一个项目 请吧 秦天简单地说了一下 然后便明白 把画画所需要的工具给拿了过去 这些女子都出身不错 哪怕是普通官员的女儿 那也算是大家闺秀的 所以这秦奇书画什么的 差不多都会 听到秦天的画后 他们也没有怎么迟疑 直接就画了起来 有的人想法比较简单 就真的只画自己擅长的 这样不会出现什么错误 但有的人略有心机一点 画的是秦天意 或者是李承前喜欢的一些东西 这样的话 他们觉得更容易引起人的好感 这些姑娘画画的时候 秦天就坐在前面等着 时间慢慢 很快就有人画好了 秦天抬头一看 见他最先画好的 赫然正是那个方琴 秦天有点奇怪 这个方琴画的还挺快啊 不过画好之后 秦天并没有急着去收 要等其他人都画好后 他才会去收 或者移住箱以后 时间慢慢 其他人陆陆续续地 完成了自己的画作 秦天见此 嘴角露出了一丝浅笑 没过多久 那些坐在草丛之间 画画的一名女子 突然大叫了一声 蛇 有蛇 声音落下 一众女子纷纷惊叫躲闪 几条花白蛇在草丛里 来回仓皇地爬着 那些女子越发地惊恐起来 各个花容失色 秦天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而就在他略有点失望的时候 那方秦却是眼眉一眠 一脚把爬过来的一条蛇 给踩了下去 这一脚下去之后 那条蛇挣扎了几下 但最终还是被方秦给踩死了 他很镇定 并没有因为几条蛇 而有丝毫的惊慌 秦天看到他的这个举动之后 心头又是一动 按道好胆识 好气魄 要知道 能够临危不乱的人 这个世上并不多 很多男人都做不到这种镇定 可是方秦这样的女人 竟然能 她的这种情况 真的让男人很是喜欢 秦天都有点喜欢她的这种气魄 一瞬间 秦天下意识地 要忘记这个女人脸上的物质 男人有时候 真的会在意一个女人的容貌 但当一个男人 对一个女人 有了足够了解之后 这个女人身上其他的品德 会让男人慢慢忽略她的容貌 男人有时候 也是求女子有才德的 秦天对方秦越来越有好感 从这两件事情上 他决定再给方秦一次机会 不管如何 他这样的女人 的确是有科取之处的 几条蛇被跑来的侍卫给抓走了 整个现场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一些女人 现在还被吓得脸色发白 画作继续 很快所有人都画完了 不过有几个人 可能被吓得太厉害了 绘画水准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 一些画工 真的相差很大 画作陆陆续续地收了上来 秦天一张一张地看着 有的人画作是真的不错 虽然比不上 大唐如今的那几个著名画家 但也看得过去 有的人画就得相当的一般了 让人怀疑 他们到底有没有 受过良好的绘画教育 作为世家 权贵 哪怕是普通官员的女儿 怎么能不会画画呢 秦天摇头 很快 他就看到了方琴的画 这个最先画完 而且在其他方面 表现得很是不错女子的画 秦天还是很好奇的 可是 当秦天看到方琴的画后 整个人的脸色就变了一下 画作很一般 可以说 画是十分粗糙 不过 若只是画作一般 秦天也不会变脸 关键 还在这幅画的内容上 这幅画画了一个池塘 池塘里画了一片荷叶 荷叶上画着一只青蛙 旁边画了一根棍 而这根棍 正在戳着只青蛙 看到这么一幅画 很多人第一眼想到的 肯定就是一戳一蹦的了 而这一戳一蹦的 正是当年秦天去向唐蓉提亲时候 胡乱写的一首诗 虽然没有明显 但方琴的这幅画 多少有一点暗讽秦天的意思 秦天看着那幅画 许久之后 脸色才终于恢复正常 她差点被这么一幅画给激怒 不过现在 她已经平静了下来 而且平静之后 还露出了一丝浅笑 这个方琴 还真是个有意思的女人啊 秦天突然明白了方琴的情况 如果她真的有一太子妃的话 断不会画这么一幅画 可她画了这么一幅画 那也就说明 她并不想当这个太子妃 她做的一切 都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被淘汰出局 黄昏将目的时候 秦天对这些女子的考核 才算是终于结束 结束后 这些女子陆陆续续地回家 虽然 她们都很想知道自己的结果 又没有入选 但她们也都很清楚 若她们表现得急切 去问秦天的话 给秦天的印象肯定不好 印象不好 秦天自然不会让她们入选 所以 她们也只能 耐着心中好奇 陆续回家 秦天这里 也回到了府上 九公主已经在等着她了 秦天把今天的情况 跟九公主说了一下 九公主听完 思虑了片刻 道 这些人中 有两个人的表现 最是让人觉得满意 秦天笑了笑 我也觉得 有两个人最合适 不知道我们说的 是不是一样的 九公主道 我说的这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世家女崔婷 另外一个是官幻之女方秦 九公主自然也是 看中一些女子的身世的 不过听了方秦的表现后 她倒也觉得 方秦此人也是可以的 崔婷除了世家女的身份外 再有就是比较端庄 其他个方面 也都十分的不错 镇定功夫和胆识气魄这方面 不如方秦 不过相比较其他人 真的是好很多的 方秦嘛 胆识气魄以及聪慧 都是其他人比不了的 唯一不好的 就是样貌 九公主这样说完 秦天点点头 公主殿下 跟我想的一样 这两个人 可以说是个有千秋 不过这个方秦 我觉得她并不想成为太子妃 所以故意捣乱 我准备派人去调查一下 看看这个方秦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普通人家婚嫁 都要把双方的条件 什么的给摸清楚 太子要娶太子妃 这太子妃的情况 自然也是要调查清楚才行的 对于秦天的这个想法 九公主是赞同的 不过很快 九公主又笑了笑 我对这个方秦 倒是好奇得很 这样吧 明天我直接去方衣衫的府上 亲自见一见这个方秦 作为太子的姑姑 对这事上心也 属于正常的情况 秦天点点头 九公主若是有心 自然没有问题 两个人就方秦的情况 讨论完后 就又说了一些其他人的情况 最后 选出了四个人 这四个人中 就有方秦和崔婷 其他两个人 都是这些人中 相对来说不错的 不仅样貌不错 其他方面也都说得过去 不过最后怎么选 还得看李世民 和长孙皇后 两个人怎么想 至于方秦嘛 报肯定是要报上去的 不过秦天准备缓一缓 等九公主见过方秦之后 再做打算 两个人聊了许久 不知不觉 天色已晚 春夜很暖 风声听来 都像是一首曲子 秦天搂着九公主 就倒在了床上 次日 长安城的天气 显得有些阴沉 仿佛一场大雨 将至 一大早 九公主便坐着马车 向方一山的府上赶去 方府并不算很大 在长安城 只能算是一般的府邸 当然 比很多普通百姓的家 是要好很多的 九公主来了之后 直接就走了进去 像她这样身份的人 门卫自然是不敢让她等的 九公主进来之后 立马就有人去通病了 老爷 老爷 方一山看到下人这般匆忙 也没就宁了起来 道 何事 老爷 九公主来了 九 公主 听到九公主来了 方一山整个人都有点猛 她在朝中只是一个小官员 平时几乎没有多大的存在感 九公主这样身份的人 怎么会来她府上 不过 方一山到底是聪明人 等她慢慢平静下来后 她多少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去告诉小姐 让她赶紧装扮一下 说着 方一山便急匆匆迎了出来 九公主是秦天的夫人 秦天负责太子妃人选的事情 九公主此来 怕是要帮秦天做一些调查吧 自己女儿昨天的表现 她觉得还是不错的 如此引起一些注意 也是正常 方一山跑了出去 很快就看到了九公主 下官拜见公主殿下 隔着老远 方一山就行礼起来 九公主挥了挥手 道 方大人免礼吧 本公主不是来看你的 你女儿方秦何在 小女还在收拾 九公主可在客厅稍等 小女很快就来 方一山刚说完这话 九公主整个人都拧起了眉头 仿佛一股暴力之气 扑面而来 不用 带本公主去她闺房 九公主的话不容置疑 方一山暗道不妙 可是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连忙带着九公主 去方秦的房间 方秦这里 得知九公主来了 便连忙化妆 不过她还没有化完 九公主就进来了 而九公主进来之后 看到化了一般妆容的方秦 顿时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方秦的画像她此前是看过的 跟现在的方秦 完全不一样吗 看来秦驸马说的是对的 你这个姑娘 是真的不想当太子妃啊 九公主很少称呼秦天驸马 不过在一些需要威严的场合 她是会这样说的 而看到方秦这个样子 秦天说的自然也就是对的了 方秦见自己的情况被识破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只能连忙向九公主道 请九公主恕罪 九公主道 既然你不想嫁给太子妃 又何必一定要去参加呢 朝廷好像也没有逼着 让你去参加吧 太子妃人选这个 本来就是愿意的参加 不愿意的不参加 这方秦参加了 可又不愿意嫁给太子 这就让人觉得有点奇怪了 而这个时候 方秦也察觉事情有点严重 如果实话实说 那蜀王里克就会有麻烦了 蜀王有麻烦 他们方家的麻烦会更大 九公主恕罪 其实是家父逼着我去的 家父在朝中多年没有显贵 因此想着 让我去竞选太子妃 不过 我不想当太子妃 所以就给自己弄丑了 这个理由没有任何的问题 九公主也没有疑心 她只是又看了一眼方秦 没有半丑的方秦 容貌之美 绝不输给那个崔婷 这样的美人 还真的挺负合太子妃人选的 可惜她不想当太子妃 方秦的闺房能闻到一股香味 九公主犹豫了一下 问道 现在你已经被揭穿了 本公主起来问你 你还要参加太子妃的竞选吗 本来 方秦半丑 不想嫁给太子 已经有点侮辱太子的意思了 竟然敢看不起太子 作为太子的姑姑 九公主应该是生气的 任何人胆敢侵略皇室 都应该受到惩罚 不过 这个方秦的真容 真的给人一种说不出的舒服感觉 而且 她的胆识和气魄 也都让人很喜欢 所以思来想去 九公主还是决定给方秦一次机会 方秦是个聪明人 那里不明白九公主的意思 如果自己答应了还好说 九公主既往不救 可若是不答应 九公主少不得要给她一点颜色瞧瞧 皇室的尊严 不容人侵犯 而方秦这里 还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昨天一场闹 自己的表现 应该还算入人眼 不然九公主不会亲自跑一趟 而自己的表现有点突出 九公主又亲自跑了一趟 蜀王李克只怕是很快就会知晓 自己搞小动作的事情 他若知道自己故意伴丑 不想嫁给太子李承前 那蜀王李克会怎么做 虽然这个李克年纪不大 但城府之身 连他方秦都觉得有点可怕 自己的父亲 怕是要遭殃嘛 所以 现如今的情况 他好像没有选择 九公主把目光投了过来 方秦的心突然一痛 他有一种 要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的感觉 那种感觉 和被父母硬生生拆散鸳鸯是一样的 公主殿下 我愿意参加太子妃的竞选 她只能选择答应 而她现在唯一希望的 就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看她不上 这样 就算蜀王李克找麻烦 也没有用 九公主听到这个之后 才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好 很快 会有人来给你重新画像的 说完 九公主便转身离开了 在一个这样的地方 九公主完全可以非常地高冷 甚至不用给任何人面子 坐着马车离开的时候 天空之中突然一声惊雷 紧接着就下起雨来 春雨不是很大 春雷却是很响 天气因此凉爽了许多 长安城的街头仍旧人来人往 几个孩童兴奋地在雨中狂奔 与此同时 方府这里 九公主刚走 蜀王李克的人 就来喊方一山了 昨天的事情 蜀王李克已经知道了 得知这个 方一山有点紧张 女儿 这可如何是好 方情道 爹爹去了之后 就这样说方一山 听完自己女儿的话后 这才连忙向蜀王李克的釜底赶去 来到王府的时候 雨还在下个不停 蜀王府显得有些清新 几只小鸟在屋檐下 叽叽喳喳地叫着 来到客厅 方一山给蜀王李克行礼 李克却是翻了个白眼 一副很不爽的样子 方大人 有些事情 你是不是应该给本王解释一下 李克的语气冷冷的 越发让人能够明白 他是真的很不爽 方一山却是一愣 道 不知道王爷说的什么事情 李克宁眉 何道 方一山 你以为本王是好哄骗的吗 让你女儿去参加太子妃的选举 你看看 你和你女儿都做了什么 竟然在脸上画了一个物子 你这个样子 能让本王相信你是真的在帮本王吗 此时李克的语气不是冷的 是有些愤怒的 他讨厌被人欺骗 更讨厌被人玩弄 而现在方一山的行为 就是在玩弄他 欺骗他 方一山却神色平静 道 原来王爷说的是 这件事情 只是王爷这样说 就有点误会下官了 哦 误会你了 这么说来 你女儿是有意竞选太子妃了 方一山点点头 正是 而且现在的情况 我女儿竞选成太子妃的机会很高 因为下官来之前 九公主来了一趟 方一山把九公主来他家的事情说了一下 蜀王李克听到这个 微微一愣 这个时候 方一山继续说道 其实这是小女的欲情故纵之策 那么多权贵 世家的小姐 去争夺太子妃之位 小女除了样貌之外 还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 想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自然是要与别人不一样才行的 所以 小女半了丑 但半丑还不行啊 半丑的确可以引起注意 但晴天肯定不会给太子选一个丑女人 所以就要 露出一点破绽出来 小女与那些权贵之女争吵 才死了一条蛇 这些都会让晴天对她刮目相看 而后 等九公主来的时候 再是以真面目 这事情不就成了 方一山把方秦交给她的话 跟蜀王李克说了一遍 李克听完之后 也没微动 紧接着 神色才终于舒缓了一些 方秦是不是真的 这样想这样做的 李克表示怀疑 不过 现如今 她的目的多少也算是达到了 所以她才不会过分追究方秦之前的意图 她只看最后的结果 原来是这个样子 看来是本王误会方大人了 好 既然你女儿入选了 那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等你女儿成了太子妃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吧 她让方秦去当太子妃 就是让方秦去当卧底的 而这个卧底 还要有一番 作为才行 方一山连忙点头 道 知道 自然知道 等小女成了太子妃 一来为王爷提供消息 二来 也会引诱太子 让太子做错事 好让圣上罢免了她的太子之位 所谓皇权之争 要的就是这些而已 方一山也算人到中年了 在朝堂臣服的时间不短 很多事情 自然也都看得透彻和明白 蜀王李克 想让他女儿做的事情 他都清楚 李克听到方一山 这么一番话后 这才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好 明白就好 两个人又嘀嘀咕咕说了一通 这样说完之后 方一山 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连忙恢复 蜀王李克这里 嘴角露出了一丝倾笑 如果方秦能够成为太子妃的话 那太子想要高枕无忧 恐怕就难了 有方秦 这样的女人在 她非得把里程前 从太子的宝座上给拉下来不可 几天之后 秦天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这才终于 把那四个人的详细情况 给送到皇宫里来 来到皇宫之后 她直接被引到了 长孙皇后的寝宫 而她来的时候 李世民和李承前都在 秦爱卿 可是太子妃的人选有着落了 秦天汉手 随即把那四个人的名单 给交了上去 圣上 这几个女子 都是十分地出类拔萃的 不管是在样貌上 还是品行等等 不过到底选那个 还要胜上决断 几个女子的画像 李世民看了一眼 看过之后 李世民觉得 秦天的眼光不错 这几个女子的样貌 的确都算得上是极好的 然后她又看了一下 这些人的绅士 除了方秦的稍微差一点 其他的三个人都差不多 而这样看过之后 让她选 却是有点为难 皇后 你给个意见吧 长孙皇后点点头 看过之后思虑了一番 道 我看这崔家女就不错 出身世家 而且样貌品行都好 长孙皇后 是想让李承前的太子之位 更加稳固的 有世家在背后作为后盾 太子的地位 将会无人可以撼动 毕竟世家的根基很厚 不过 长孙皇后提议催停后 李世民却是眉头微宁 他讨厌世家 讨厌世家想要左右皇权 他也讨厌世家的那种高冷态度 他一直都在打压世家 如果让世家的女子 成为了太子妃 那世家只怕会发展得更加壮大吧 这种情况不是李世民想要看到的 如果说真要排除的话 他肯定最先排除崔庭 长孙皇后是个十分八面玲珑的人 他很快就注意到了李世民神思的变化 而且很快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 明白之后 长孙皇后画风一转 道 我看这花颜姑娘也不错 花颜姑娘乃是权贵之女 她们花家在大堂也算是十分有实力的 财力十分雄厚 有她花家做太子的后盾也是不错 对于这个 李世民倒是比较满意 因为花家只是财力雄厚而已 在朝堂之上反倒不是很张扬 这样的人对大堂没有多少威胁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这样商议着 都好也都不好 李承前站在旁边 心里有点不大喜欢 自己的太子妃 却要别人来决定 多少让人觉得有点不舒服 先生 你觉得这几个女子当中 那个适合当太子妃 就在李世民和长孙皇后两个人 这样议论着的时候 李承前问了一句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一愣 就把目光投向了晴天 晴天这里 却是有点尴尬 这是圣上和皇后的事情 臣不敢多言 李承前道 不过是听听先生意见罢了 你就说说嘛 晴天苦笑 但并没有说 这里 李世民才是老大 李世民不开口 他哪里敢说 他只是笑了笑 这是为太子选太子妃 太子妃不妨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这话算是说到了李承前的心坎上 而李世民和长孙皇后 也突然意识到这一点 虽说太子的婚姻大事 是他们两个做父母决定的 但他们多少考虑一点太子的感受 也是应该 如今晴天都这样说了 李世民便笑了笑 太子 你觉得那个合适啊 李承前把那几个姑娘看了一眼 看过之后 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方晴 道 父皇 这方晴样貌不俗 而晨一眼看了便喜欢 不如就选他吧 很多时候 这选对象靠的就是个演员 李承前一眼就喜欢上了方晴 谁也没有办法 只不过 李承前这样说完之后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两个人 却是犹豫了一下 虽说给太子选妃 把人选给扩大了一些 普通官员的女子也可以参加 但他们还真没有想过 给太子娶一个普通女子 那侧妃可以 太子妃就不行 毕竟他们还是要考虑门当户对的 他们讨厌世家 可又要按照一些世家的规矩来办事 秦爱卿啊 这方晴是什么情况 众多普通官员之女 权贵之女当中 晴天选了四个人 而只选了一个普通官员之女 那这个女子 肯定是有一些过人之处的 他很想知道 晴天为何把这个方晴给选了上来 晴天这里 道 圣上 这方晴之所以被选上 是因为臣觉得 他的胆识和气魄不错 而且十分的聪慧 若是能够成为太子妃的话 兴许能帮太子很多 晴天把有关方晴在考核上的一些表现 跟李世民和长孙皇后说了一下 听到他与其他权贵之女的争锋 连长孙皇后 都有点佩服他的伶牙俐齿 以及他看事情的透彻 他只怕早料到那些人 不敢把事情闹大 所以才不惧怕他们的吧 而一个女子 面对让人害怕的蛇 他竟然能够镇定自若 一脚才死 这也不是其他人能够相比的 这样的女子 的确有着让人喜欢的因素 李世民考虑了一下 一个普通女子 对李承前实力的稳固 没有多少帮助 但是 这却可以避免外妻专权啊 而这个女子 明显有一股坚韧的特性 这正是李承前 多少或缺的一些东西 如果有这个女子 在背后帮忙 李承前兴许能够快速地成长起来 皇后 我看这方情也还不错 既然太子一眼 就看上了她 那就选她如何 李世民征询长孙皇后的意见 长孙皇后心里多少有点不情愿 毕竟一个普通女子 对太子的帮助毕竟有限 一个庞大的世家 亦或者是家族 对太子才能够起到决定性的帮助 如果有一天 太子遇到了麻烦 一个小小的方情 能帮到她什么忙 此时的长孙皇后 更多的还是从一个母亲出发的 她不看取方情 对大唐有什么帮助 她只想看看 对自己的儿子有什么帮助 一向都很实大体 而且理智的长孙皇后 突然想任性一下 只是当她看到李世民 和李承前两个人的眼神之后 她突然叹了一口气 自己的儿子 好像真的喜欢这个方情 圣上觉得可以 那就选她吧 李世民点点头 吩咐下去 册封方情为太子妃 这世上的事情 有很多都是很奇妙的 想嫁的嫁不成 不想嫁的 反而嫁了 方情不想当这个太子妃 可最后偏偏成了太子妃 她可能是不喜欢太子的 这点情点很清楚 不过在皇家这里 女人好像从来没有选择 不管她是不是喜欢太子 只要太子喜欢她就行了 她就得成为太子的女人 晴天是和李承前一起离开皇宫的 先生 这个方情 真的如画中这么漂亮吗 晴天苦笑 啊 太子殿下 方情姑娘的真正样貌 九公主见到过 说实话 我还没有见过 听到这话 李承前一愣 简直觉得不能理解 先生负责选太子妃 怎么连方情的样貌都没有见过 晴天怂怂间 把方情的事情跟太子说了一下 这件事情 说了可能会让太子李承前有一点挫败感 不过在晴天看来 说了也无妨 李承前听完之后 愣了一下 这方情一开始 并不想嫁给本太子吗 从他故意把自己扮丑 应该是这样的 李承前脸色微变 有一点自尊心受挫的感觉 任何一个男人 听到这样的消息 只怕都会觉得失落 这简直就是 对一个男人的侮辱 更何况 李承前还是太子 作为太子 其他女人只怕争着抢着想要嫁给她 可那方情竟然不想 这就让人觉得有点不一样了 不过很快 李承前便又恢复了过来 有意思 还从来没有那个女人 不想当太子妃呢 她激起了我的斗志 我会让她慢慢爱上我的 太子很无聊 难得发生这样一件事情 她觉得很有趣 让一个人慢慢爱上自己 好像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晴天看到太子这个样子 倒是笑着点了点头 想让一个女人 爱上自己的办法很多 其中最为有效的一个 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如果李承前真的能够因为这个而改变的话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两个人这样说了一些后 便各自回家了 太子妃的消息 很快在长安城传开 那些世家女 权贵之女 一直都在等消息 再加上她们的消息比较灵通 所以 这件事情 她们最先知道 而当她们知道 方情成为了太子妃的时候 她们这些人 顿时就梦了 这怎么可能 太子妃怎么能是那个丑八怪 真是气死人了 这简直就是 在侮辱我们这些世家女和权贵女嘛 圣上选谁不行 竟然选一个普通官员的女儿 难道圣上是觉得 我们这些人不如一个普通女子吗 而且还是个丑八怪 真是奇怪了 太子怎么会喜欢一个丑八怪 如今方情成了太子妃 我们之前教训她的事情 她会不会记恨我们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想法和担忧 有的嫉妒 有的害怕被报复 有的简直觉得 这是个玩笑 方情成为太子妃简直是长安城最大的玩笑 而与此同时 她们也把很多人都给记恨上了 一些世家 却也从这件事情当中 隐隐嗅出了一些危险的气味 一直以来 天子的妃子啊 皇子的妃子什么的 都离不开她们世家的女人 可是这一次太子妃的人选 李世民却选了一个普通官员之女 这预示着李世民 只怕已经特别忌惮她们世家了 而且 李世民还有点不怕得罪她们世家 不然李世民绝对不敢这般坚决的决定 想想也对 自从科举改革之后 朝中的寒门子弟越来越多 多得 简直可以跟她们世家抗衡了 而李世民手中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如此 李世民那里 还用顾及她们这些世家的感受 如今 面对这样一个选择 就算她们想找李世民一点事情 只怕也是无能为力 无法改变局面的 她们所能做的 只能是隐忍了 作为世家 她们有很深厚的根基 只要有一个合适的机会 想要翻身 还是很容易的 消息传到方府的时候 已经是这天中午了 工人传过来的 方秦跪着接下了圣旨 看着那个圣旨 方秦整个人都梦了 她以为自己身份低微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 应该不会选她的 这样 就算她没有被选上 李克也没有任何办法 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她竟然就这样 成为了太子妃 她今后再无追寻幸福的权力 她再也不能找一个 自己喜欢的男人了 那一刻 她突然很想哭 想要大声地痛哭一场 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失落过 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伤心过 那一刻 她突然恨上了人 恨上了蜀王李克 如果不是李克的话 她又怎么会落得今天这种地步 李克 你想要争夺皇位 我偏偏让你争夺不得 方秦在心里暗骂了一句 她很快便分析好了形势 那李克只不过把她方秦 当成了牺牲品 当成了被利用的工具而已 如果李克成为了天子 那她方秦已经嫁给了太子李成前 那她也只能跟着太子成为阶下囚 李克从来不会考虑她的幸福 她想要活着 好好地活着就只能跟李成前一起 把所有想要争夺皇权的人都给击垮才行 那样 她才可以成为高高在上的皇后 也许当了皇后仍旧是寂寞的 但却无人敢轻视她 失去了一些东西的时候 肯定是要用其他的一些东西来弥补的 李克 你打错了算盘 方秦拿着圣旨回到了房间 有些事情是不能跟任何人说的 哪怕她老爹都是不能 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消息也很快传到了蜀王李克这里 听到方秦成为了太子妃 李克有点喜出望外 她并不觉得那天方一山说的是真的 可如今方秦真的成为了太子妃 她就多少有点怀疑自己的判断了 难道这真的只是方秦的策略 方秦成为太子妃 蜀王李克应该高兴才对的 只是当她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心里却总有一股不安的情绪浮现 可她完全不知道这种不安来自那里 她从来不把一个女人看得有多重要 虽然她一直都在利用女人 太子的婚事算是告一段落 此后册封啊 婚礼啊什么的都会陆续进行 而就在牧春时候 武安终于回到了他们吐蕃的王城 回来之后 武安把她在大唐 遭到的不公平待遇 给松赞干部说了一下 此时的松赞干部 已经看起来更加的成熟了一些 她的眼眉之间 也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坚毅来 听完武安说的那些情况 她的神色就变得有些冷峻 大唐未免也欺人太甚了一点 就算不嫁公主 也不至于这般羞辱我吐蕃使臣 说着 松赞干部望向其他人道 诸位爱卿 被于此事 你们可有什么想法 语调平平 但却带着无尽的威严 这是一个作为赞谱该有的气势 松赞干部说完 朝中立马就有人站了出来 赞谱陛下 唐朝欺人太甚 我吐蕃现在实力强悍 倒也不用怕他们 陛下让他们知道 我们的厉害才行 就是 就是 大唐以为 我们还是以前那样 弱不禁风吗 不 我们已经不是羔羊了 我们是狼 是虎豹 我们要给大唐教训 让他们明白 尊重我们吐蕃 没错 没错 我们也是时候找一下存在感了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吐蕃 一众文成武将激愤地说着 松赞干部听完之后 嘴角就露出了一丝淡笑 他很年轻 他的心很狂野 他觉得 吐蕃已经强大到 不用再去害怕大唐了 他也觉得 他们吐蕃的确应该给大唐一点教训 免得大唐还以为他们好欺负 所以 就在这些人说完之后 松赞干部点了点头 好 吩咐下去 快速集合五万兵马 发兵松州城 我要在那里打开大唐的一道口子 听到松赞干部真的要与大唐开战 一众武将顿时兴奋地不能自已 赞普鹦鹉 赞普鹦鹉 吐蕃必胜 吐蕃必胜 吐蕃这里 为对大唐用兵做着准备 长安城 对于吐蕃的一些行动 还全然未知 甚至在李世民他们这些人看来 他们已经用阅兵来让吐蕃的使臣知道了他们大唐的厉害 吐蕃应该会知难而退 他们不觉得吐蕃会用兵 而此时的长安城 花已开始凋零 天气渐渐有了热议 太子的婚事已经结束 一切都仿佛进入到了正常的状态之中 而就在这个时候 这天早朝 许敬宗突然站了出来 圣上 臣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听到许敬宗这话 李世民撇了撇嘴 道 徐爱卿有什么就说吧 许敬宗道 圣上 是这样的 圣上登基已经有六年了 但却不曾扩充后宫 如今圣上的子嗣 也不算特别的兴旺 连先皇的都是不如 这实在是不行的 所以陈之鉴 是不是给圣上选一些秀女进宫 为我大唐开枝散叶 李世民刚登基的时候 也是要选秀女的 不过被魏征给阻止了 甚至还把后宫的很多宫女给放了出去 以至于这么多年 李世民都没有选过秀女 就算真的要新的女人 也是找人偷偷送进皇宫里来的 不过如今 李世民已经登基六年 现在也已经是贞观七年了 作为天子 六七年不扩充后宫 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现在 就算魏征觉得李世民并不缺女人 他也不好站出来反对 毕竟 这不仅仅是天子贪图女色的事情 而是事关皇家子嗣延续的事情 如果子嗣不够兴旺 这个朝代相对来说就要危险了 一般来说 天子的子嗣少 这个国家差不多就离灭亡不远了 不管是唐朝宋朝 亦或者是明朝 清朝 都印证了这一点 朝代削弱 子嗣肯定是不兴旺的 很多时候 都需要从其他皇室子弟中 来选接班人 许静宗的话说完 李世民的心头顿时一喜 作为天子 作为一个男人 谁不喜欢女人 李世民也喜欢女人 而且越新鲜得越好 特别是看到 太子李成前娶妻之后 李世民更是对其他女子 产生了一股炽烈的欲念 不过 虽然心里特别想要选一些秀女 但李世民并没有表现出 特别强烈的欲望来 他只是扫了一眼群臣 随后问道 诸位爱卿觉得呢 李世民问 其他大臣相互张望 很快就有人站了出来 扩充后宫 增加子嗣是朝廷大事 不可荒废 臣觉得 圣上的确应该选一些秀女进宫了 圣上 臣也觉得 应该选一些秀女进宫 已经这个时候了 他们这些人 真的没有理由拒绝 李世民见大家都同意 心里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就又有一点小心烦 好 那这事就交给许静宗来办吧 不过话说前面 虽说是选秀女 但也不可不知节制 更不可肆意妄为 不然被朕知晓 绝不轻饶 事情是要办的 但话 也得说才行 李世民这样安排下去后 其他人倒也没有什么意见 选秀女这事 对李世民来说是好事 对民间的一些女子来说 恐怕就不是了 所以 这是毁民生 很多爱惜羽毛的官员 都不怎么想接这样的差事 也只有像许静宗这样 不怕留下骂名的人 而且又想讨好李世民的人 才会去做这种事情 这样安排后 今天的早朝便算是结束了 晴天对于此事 倒也没有什么要说的 退朝之后 就离开了皇宫 而长孙无忌 却是在退朝之后 悄然去了 长孙皇后的寝宫 如今要给李世民选秀女 朝中大部分人 都不觉得这有什么 但作为皇后的哥哥 他却是有一些忧虑和担心的 他相信长孙皇后听到之后 也肯定会十分的担心 万一李世民 遇到了一个 让他痴迷到不行的女人 怎么办 那个时候 皇后的位置 他们还能保住吗 太子的太子之位 还安全吗 这样的事情 发生的概率很小 但虽然发生的概率很小 却是有可能发生的 再英雄的男人 也过不了美人关啊 更何况李世民 还是个比较贪图女色的人 对于选秀女的事情 长孙皇后还不知道 长孙无忌来的时候 她的心情还很不错 哥哥怎么来了 长孙皇后很奇怪 因为一般 只有有事情的时候 长孙无忌才会来找她 长孙无忌的脸色有点差 出事了 长孙皇后神色一动 道 出了什么事情 圣上要选秀女了 听到这个的时候 长孙皇后出事并未在意 道 圣上登基多年 不曾选过秀女 如今要选秀女 也是正常 作为女人 自然不希望自己的男人 有很多女人 不过李世民是天子 她自然是例外的 长孙皇后作为后宫之主 道不想学隋文帝的独孤皇后 限制隋文帝 在其他女人身上的自由 毕竟独孤皇后最后的下场 已经说明了一切 她心里虽然有点不是滋味 但并非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长孙无忌 见自己妹妹这个样子 一声轻叹 道 女人是把刀 同时也是一块蜜 圣上若是喜欢这块蜜 你的位置还能保住吗 如今的后宫 相对平衡 你能够掌控一切 可如果来了其他人的话 就生出了变数 也不是哥哥看不上你的能力 实在是女色这个 男人一旦痴迷 任谁都不管用的 那咒王当年就不宠信自己的皇后吗 可有了苏打几之后呢 还不是把自己的皇后给弄死了 哥哥不希望后宫出现变数 你明白吗 长孙无忌说的语重心长 长孙皇后听完之后 也没顿时就凝了起来 他自然清楚 长孙无忌说的这些都是有道理的 只是之前他没有想到而已 而如今明白了 他的心中顿生一股担忧和怒火来 好端端的 圣上怎么会想起选秀女 那魏征就没有跳出来反对吗 长孙无忌道 这是许敬宗提出来的 这许敬宗之前被圣上派去调查案子 结果案子没有调查出来 反而出了丑 所以这段时间一直没有被重用 他便想用这个来讨圣上欢心 至于反对 圣上登基六七年了 都不曾选秀女 如今后宫凋零 谁敢反对 对于许敬宗的一些小心思 长孙无忌还是很清楚的 不过这种事情 刚好说到李世民的心坎上 就是清楚 他们也反对不得呀 听到是许敬宗出的主意 长孙皇后顿时咬住了嘴唇 眼神之中露出了一抹狠色 这个许敬宗 还真是找死 说着 长孙皇后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哥哥 道 哥哥 这是你说应该怎么办 绝不能让圣上选太多的秀女啊 秀女少了 威胁自然就少一些 而后 再加上他在后宫的一些手段 将那些秀女给控制住 应该不难 只是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让李世民 不选那么多秀女 长孙无忌沉思片刻 道 想让圣上不选那么多秀女 除非许敬宗办的这是不漂亮 让人诟病 如此自然会有人站出来弹劾 长孙皇后想了想 啊 那就陷害一下许敬宗吧 长孙无忌看了一眼长孙皇后 随即便明白了长孙皇后的意思 像这种事情 女人向来是很擅长的 好 你在这里等消息吧 这是交给我了 很多事情 长孙皇后是不能做的 她不能让李世民对她感到厌烦 所以很多见不得光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长孙无忌帮忙给做的 天子要选秀女的事情 很快在长安城传开了 而对于这个消息 有的人兴奋 有的人则担忧 兴奋的是觉得自家女儿 心虚有机会入宫 而一旦被李世民灵信 他们便有可能飞黄腾达 担忧的则是一些妙龄女子 他们害怕被抢选了去 他们有很多 其实并不想进攻 进攻拼的就是运气 万一运气不好 一直都没有被灵信 那他们 恐怕就要等到人老朱皇 才能够出宫了 而那个时候的他们 早已经把青春耗费 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竞争力和吸引力 他们那里还能找到好男人 所以 他们有点害怕 在这个消息传开之后 长安城就显得有些亢奋 仿佛任何只要有人的地方 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说谁家的姑娘不错之类的 谁家的姑娘提前定了轻傻的 反正不易而足 而这个时候 作为负责李世民选秀女 这件大事的许静宗 也没有闲着 他想要通过这件事情 来博取李世民的欢心 不过 想要博取李世民的欢心 只是给李世民选秀女还不行 必须给李世民选他喜欢的秀女才行 所以 从接下这个任务开始 许静宗便把所有能派出去的人 都给派了出去 找 去给我找 把大唐所有漂亮的女人 都给我找出来 一定要给我找到最漂亮的 想要让李世民开心 除了美女之外 别无他法 如果他能够给李世民 找一个角色美女 而且 李世民很喜欢这个角色美女 那他以后 就可以等着飞黄腾达了 而许静宗这样吩咐下去后 他的府上也没有闲着 这天 他刚从外面回到府上 就有下人急匆匆跑了进来 老爷 今天有好多人来找您 送的礼物还不少呢 都特别的值钱 下人一脸的兴奋 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亦或者 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其他人 给他们送这么多的礼物 许静宗一听这个 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他嘴角露出一丝淡笑 道 他们人呢 都在客厅等着呢 许静宗点点头 而后向客厅走去 刚找到客厅外面 客厅里面的人 就已经听到了动静 不等许静宗开口 他们这些人 立马就从客厅冲了出来 哎呀 许大人 真是让我们好等啊 许大人 你回来了 那可真是太好了 小小礼物 不成敬意啊 许大人 一众人嘀嘀咕咕的献殷勤 他们有一些人的官职 比许静宗的都高 但现在 他们都在讨好许静宗 这种感觉 让许静宗很爽 而这个时候 许静宗却是浅浅一笑 啊 诸位的好意在下领了 只是不知 你们此来我府上 所为何事啊 虽然已经知道了 这些人此来的意图 但许静宗还是问了一句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他肯定是要好好享受一下 被人囚着和追捧的感觉的 而许静宗这么开口之后 那些人立马就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 许大人 事情是这样的 我家有小女 年方十八 正是妙龄啊 许配给圣上 再合适不过了 许大人 我家女儿才十六岁 长得那是貌若天仙 简直美得不行 给圣上如何 许大人 我家的女儿二十三岁 长得那是风韵至极啊 圣上肯定会喜欢的 这个人说完 其他人顿时侧目 宁眉 哼 二十三岁了 竟然还想嫁给圣上 真是可笑 就是 就是 听说你女儿已经成亲了吧 怎么还能嫁给圣上 是啊 难不成你以前的 那个女婿死了 可我怎么前天还在街上遇到她 几个人说着 那个被人挤兑的人哼了一声 你们懂什么 小女与之前的那个女婿 已经合离了 她现在自然有资格嫁给圣上 倒是你张大人 听说你女儿已经跟陆相公有了婚约 怎么还要嫁给圣上 哼 婚约作废 就那个陆相公 怎么配得上我女儿 哟哟 可之前不知道是谁到处炫耀自己的未来女婿 说她如何如何好 肯定飞黄腾达之类的 很快 一群人就吵了起来 整个徐府的客厅乱成了一团 他们现在 并没有在求许静踪 他们只是在挤兑对付 打压对方 点滴对方 很热闹 但这并不是许静踪想要的 诸位大人 要吵 就去其他地方吵吧 许静踪隐隐有点不喜 转身准备离开 其他人看到这个 那里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于是连忙把许静踪给围了起来 许大人陌生气 我们此来 就是希望许大人 能够为我们的女儿 开方便之门 即是即是 希望许大人 能够让我们的女儿 进宫做秀女 小小礼物 不成敬意 若是事成 必有重献 这些官员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女儿 进宫当秀女 可以说是把面子 都给放下了 当然 他们的地位 也不是真的特别高 不然只是进宫当秀女而已 还真不用 这样求着许静踪 他们要么比许静踪低 就算高 也只是高一点 作用不大 此时 他们态度恭敬 言辞恳切 倒真的 让许静踪舒服了一会 再加上礼物送到了手里 许静踪顿时露出浅笑来 诸位的事情 好办也好办 只是进宫当秀女而已 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这得不得圣上宠幸 我可就不敢打宝票了 只是多几个秀女而已 对许静踪来说 并不算什么 毕竟在他看来 给李世民选的秀女越多 李世民怕是越喜欢 而这些人中 他们的女儿 也都算是大家闺秀了 小家避遇了 进了宫 倒也不至于让李世民讨厌 听到许静踪这样说 这些人顿时松了一口气 于是又跟许静踪嘀咕咕 说了一通之后 才终于离开 这些人离开之后 立马有人小跑着进了府 大人 有绝带美人啊 这个下人跑进来后 就兴奋地说了起来 现在的他们 到处搜罗美人 只要能看到美人 他们能兴奋地上天 许静踪一听有美人 顿时坐了起来 道 哦 有角色美人 不知这美人何在啊 下人道 老爷 那美人就在大唐医馆啊 大唐医馆 许静踪一愣 那可是晴天的地盘 那个地方有美人出现 只怕事情不好办 不过 现如今他为了讨好李世民 倒也不怕事 想了想后 又问道 那美人是谁啊 该不会是贬素问吧 虽说许静踪胆子变大了 但若 真是贬素问 他觉得自己 还是打消这个念头的好 一来 贬素问是孙思淼的弟子 李世民都对孙思淼 敬忠又加 谁敢动孙思淼的弟子 而且 那贬素问与晴天 九公主等人的关系都不错 他若动了贬素问 他就把这两个人给彻底得罪了 如此 事情不好善了 那下人听到这话 连忙摇头 不是贬素问 小的也知道那贬素问不是好动的 岂敢打他的主意 小的说的是另外一个姑娘 我已经打听好了 这个姑娘叫温柔 是个极其漂亮 而且十分惹人恋爱的姑娘 她是外地来的 因为生了病 所以现在在大唐医馆进行治疗 我们若是要把她献给圣上的话 可以等她病好 离开大唐医馆之后 找到她下人嘀嘀咕咕的 把自己的计划说了一通 她也不傻 大唐医馆那种地方 晴天的地盘 这种事情本来就不能被人知道不说 晴天又是那种户短的人 得罪了晴天 怕也没有好果子吃 许静宗听下人说完之后 略意思虑 觉得不错 于是点了点头 好 你按照你说的去办 不过我要先看看 这个美人到底值不值得我们这样做 下人的眼光 有时候不怎么好 随便一个有几分姿色的 都会被他们给说成天香国色 他要看过之后 才能够决定 对于此 下人确实很自信 老爷放心吧 肯定是美人 不信你去看 许静宗撇了撇嘴 我自然会去看 这天下午 快黄昏的时候 天气正式舒爽 许静宗坐着马车来到了大唐医馆 此时的大唐医馆已经扩建 比至以前更不知大了多少倍 如今从这里走出来的大夫已经很多 而且 他们这些人都已经去往各地行医救人 这是大唐医馆成立的宗旨 而这个宗旨从来没有变过 大唐医馆的病人很多 人来人往 许静宗来了之后 扫了一圈 见外面没有温柔的样子 于是就要往里面走 但这个时候 一名学徒突然拦住了他 里面乃医疗重地 外人不得入内 医馆有一馆的规矩 有些地方是病人呆的 其他人不得入内 如今许静宗想要进的地方 就是病人呆的地方 学徒自然是要拦住他的 而被学徒拦住之后 许静宗就拧起了眉头 兴许 是这几天听惯了 别人对自己的奉承 突然听到有人 不顺自己的意 他就有点不喜 眼眉微宁 许静宗瞪了一眼那名学徒 冷冷道 无奈许静宗 学徒撇了撇嘴 无奈许静宗 许静宗怎么无奈了 许静宗一愣 突然有一种 对牛弹琴的感觉 干咳了两声 许静宗道 我是许静宗 学徒呕了一声 有一点恍恶 道 原来是你无奈啊 可你无奈 跟我有什么关系 而且 这是病人呆的地方 看你样子好像没病 学徒好像并不知道 许静宗是谁 这可把许静宗给弄得 想要发火了 不过 这大唐医馆乃是晴天开的 他也不敢在这里太过放肆了 所以强压心中怒火 许静宗道 我有病 而且病得很重 我要进去找一下 扁素问扁姑娘 让他给看看 本官认识他 许静宗说了一个本官 那学徒这个时候 才终于神色微动 不过随之 就又露出了疑惑的表情来 你真的有病 真的有病 学徒犹豫了一下 又问道 你真认识我们的馆主 真的认识 我跟晴天小公爷 还是同僚和朋友呢 听到这话 学徒才终于松了口 道 那你进去找吧 许静宗没想到 这个学徒这么好骗 心里暗自轻笑了一声 随即便进了医馆里面 医馆里面 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房间 这些都是病房 不同的病人 会被安排到不同的病房里去 并且有专门对应的大夫 为他们进行治疗 抑护着看护 而这些 都是晴天设计的 而且 是按照后世那种医院的情况来设计的 有病房 有大夫 也有护士 所以进来之后 可以看到一些病人在活动筋骨 旁边站着一个护士 护士就在病人周围食部内活动 如果病人出现了什么意外 护士可以立马赶过去帮忙 其他大夫在忙来忙去地走着 几个病人在晒太阳 聊天 徐静宗还是第一次来到大唐医馆的内部 看到这些之后 他有些震惊 真没有想到 晴天还真有本事 把这么大的一个医馆 给弄得井井有条 这个医馆很大 病人一下子能容纳几百人 大夫和护士也有好多 而这么大的一个医馆 却没有出现混乱的问题 真的是很令人敬佩的 徐静宗心里暗暗想着 紧接着就有点头疼了 医馆这么大 他到那里去找温柔姑娘 徐静宗四下打量 来回找着 时间过得很快 眼看黄昏已快来临 而就在徐静宗左右寻不到温柔 内心极度愤怒不喜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 前面的一个病房外面 竟然趴着不少男病人 这些男病人有年轻的 有中年的 也有几个上了年纪的 他们趴在门口 窗户处 不停地向里面张望 而且张望的时候 眼神发光 嘴里流着口水 连那上了年纪的 都不例外 突然看到几个屁股 就这样趴着门上 窗户上扭着 徐静宗顿时嫌弃地撇了撇嘴 不过很快 他便意识到情况不对 这些人都是病人 可此时却顾不得自己的病 来偷窥病房里面的人 那这病房里面的人 只怕肯定很冒美吗 而之所以猜测里面的人冒美 是因为这些男人的情况 让人一看就知道 他们什么德行 而能够如此冒美 以至于这些病人 都要痴迷的 那么除了温柔 还能有谁 一念间 徐静宗顿时大喜 于是顾不得形象 他也连忙小跑着走了过去 挤了一个位置后 便向里面张望 病房的布局都一样 里面不算很大 但放一两张床 站几个人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而在病房里面的一张病床上 依着一个美人 美人脸颊白皙 容貌秀丽 此时正在看书 对于外面的情况 好像视若无睹 而他看书的样子 让人突然想到了一个词 岁月静好 如果能够跟这样的美人 在一个房间里 就这样看书 都应该是一件 让人觉得很幸福 很幸福的事情了吧 许静宗撅着屁股 突然看得痴迷了 他没有想到 世上竟然有这样的美人 像温柔这样的美人 只怕这个世上 任何的男人看到之后 都会忍不住痴迷的吧 至少他许静宗痴迷了 在那一刻 他想的不再是 把这个美人献给李世民 而是想把这个美人 据为己有 漂亮的女人 就跟好的艺术品是一样的 都会让人想要霸占 许静宗想要霸占这个美人 此时什么李世民的秀女 什么飞黄腾达 全被他给抛到了脑后 他甚至想要一脚踹开门 立马把这个美人给带走 那种致命的吸引力 让他都快要失去理智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门突然枝鸦一声开了 一个一脸横肉 脸上带着愤怒的护士 走了出来 看 看 看 什么什么看 你们这一句男人要不要脸 本姑娘有那么好看吗 我告诉你们 你们在看本姑娘 本姑娘也是不会 对你们这些人 有任何想法的 护士面对争鸣之色 许静宗突然想呕吐 谁他妈会对这样的一个女人 有想法 其他几个病人 有几个已经干呕了起来 不过他们干呕的时候 却是连忙躲闪开了 不然被这样的一个女人缠上 他们下半辈子 恐怕就要毁了 许静宗犹豫了一下 随之便恢复了理智 他知道 在这大唐医馆 还是不要闹事得好 不然真的不好收拾 其他人都已经后退着离开了 许静宗也只能转身离去 虽然有点不舍 而他在转身离去的时候 脑海之中 已经想好了偷人的办法 不管怎么样 他是一定要把温柔 这个美人给偷了的 而且必须偷到 自己的家里才行 而就在许静宗离开的时候 那个护士还在后面 骂骂咧咧 一群丑男人 本姑娘可看不上你们 一脸横肉的护士 有点气呼呼的 似乎觉得那些男人 就这样偷窥他 实在是对他的极大侮辱 他把那些男人赶跑之后 转身回到了房间里来 这个时候 温柔已经放下了书 聪明如他 自然知道 那些男人是要做什么的 小黎 让你给亲小公爷 送的信送到了吗 肥胖护士 叫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他点点头 已经送到了 这样说着 小黎心里 却是生出了疑惑来 这个叫温柔的姑娘 来他们医馆有几天了 但他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 这个女人 跟他们的亲小公爷 有什么关系 他很好奇 但又不敢多问 其实他们这些人 说是护士 其实也就是一群丫鬟 经过了训练之后 被安排到这里照顾病人的 而作为丫鬟 他们那里敢多嘴询问 经过这几天的相处 他更是发现这个温柔 虽然表面十分的和善 但有时候的气势 却也十分逼人 令人不敢接近 小黎并没有多说其他 温柔也没有再问 只是点了点头 黄昏将近的时候 晴天才终于回到府上 而他刚到府上 唐蓉就急匆匆走了来 相公 你回来了 晴天汉首 夫人 今天府上可有发生什么事情 唐蓉道 有人给你送来了一封信 听到有人送来一封信 晴天有点意外 因为很少有人给他写信 这个时候 唐蓉已经把信拿了出来 晴天拆开来看 看过后 也没微宁 相公 谁写的信 怎么了 晴天笑了笑 一个叫温柔的女子写来的信 她说 她是我的远方表亲 本来是想来投靠我的 结果半途生了病 如今在大唐医馆养病 不过 我却不知我还有个远方表妹 等明天我去问问阿姐吧 她兴许是知道的 听到只是一个远方表妹生病了 唐蓉这才松了一口气 并没有把这个当回事 明天去问问也好 如果真是远方表妹 那可要好好招待 人家才行 晴天汉手 接着看了一眼唐蓉 突然把她搂进了怀里 干什么 你说我干什么 讨厌黄昏落尽 夜色很美 次日一早 晴天便去了马州的府上 秦飞燕现如今在家相夫轿子 秦家的生意倒是少打理了 不过如今很多事情 也不用她亲力亲为 见晴天来了 秦飞燕有点奇怪 弟弟怎么来了 晴天把昨天收到的那封信交给了秦飞燕 道 阿姐 我们秦家有这么一个远方表妹吗 秦飞燕把信看了一遍 接着又想了一下 道 我们母亲家里 倒是有一个姓温的亲戚 地方和这个温姑娘的来处也相同 想来不会有假吧 他们秦家 早已不与其他人来往 有没有什么亲戚 倒还真不好说 而在秦飞燕看来 人家既然找来了 他们若是不认 反倒让人觉得 他们秦家有权有势了 不认穷亲戚了 这要是传出去 是要被人戳几两骨的 所以 虽然并不是十分的确定 但为了秦家名声 这个亲戚还是要认的 秦飞燕把情况跟秦天说了一下 秦天觉得也有道理 反正就算这个温柔投靠他秦天 也不过多一双筷子的事情 与他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想了想后 秦天便点了点头 如此的话 那我就去一趟大唐医馆 看看这个温柔姑娘吧 好 去了之后 注意一下形象 别让人家觉得 我们仗势欺人 看他不起 阿姐放心便是 与秦飞燕说好之后 秦天便直接去了大唐医馆 来到大唐医馆后 扁素问便迎了过来 秦大哥怎么来了 秦天把情况跟扁素问说了一下 扁素问听到 温柔是秦天的远房表妹 愣了一下 紧接着才笑道 真没想到 秦大哥还有这么漂亮的表妹 哦 听你的意思 这温柔很漂亮了 扁素问道 岂只是漂亮 简直是很漂亮 任何男人见了他都得被勾走魂魄 秦天撇嘴 觉得扁素问有点言过其词 不过内心深处又隐隐有点好奇 想要看看这个连扁素问都说是美人的女子 到底长什么样子 走 我看看 扁素问在前面领路 不多时便来到了温柔的病房 秦天进去的时候 温柔并不认得他 你是 这个时候 旁边的小黎连忙说道 温姑娘 这个就是秦小公也 被小黎这么一提醒 温柔顿时露出欣喜神色 道 原来是秦大哥 是表妹我眼拙了 没认出秦大哥来 听到温柔这话 小黎愣了一下 她一直好奇 温柔和秦天什么关系 原来是表兄妹的关系 秦天这里 摆了摆手 道 你我此前从来没有见过面 认不出 我来也是正常 表妹一人来 京城的吗 家里可还有什么人 虽然秦飞燕 让她把这个表妹给认下来 但秦天素来谨慎 所以还是想要打听清楚的 温柔这里 倒也没有疑心 道 家母半年前去世了 她说 我在京城还有个亲戚 要我来投靠 我来到长安城后 才得知 表哥已经这般显贵了 本想一早就去找您的 不曾想 路上偶感了风寒 所以只能先来这里看病 等好了再去拜访 温柔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下 并没有怎么卖惨 但她就这么开口之后 给人的感觉 就很让人想要联系 秦天又问了几个家常问题 温柔都回答得不错 并无丝毫让人疑心的地方 秦天见此 点了点头 道 表妹既然来到了长安城 那以后 秦府就是你的家了 我回去之后 便派人接你回府疗养 温柔道 多谢表哥收留 不过 还是想等病好了之后 再去秦府 那个时候 表哥可派人再来 毕竟这里什么都方便吗 带病进府 难免让主人觉得晦气 就算秦天不介意 只怕府上的 其他人会介意 他本来就是投靠 自然是要把事情 都想得清楚一点才行 对于此 秦天也没有怎么坚持 点头就同意了 时间慢慢 长安城的天气 越来越热 而就在这个时候 温柔的病终于好了 好之前 他派人给秦天送去了一封信 把情况跟秦天说了一下 秦天接到消息后 便派人去接温柔过府 温柔这里 也算是心病出狱 所以病好之后 秦天的人来接他之前 他突然很想 在京城到处逛逛 来长安城有一段时间了 他还没有领略过 长安城的繁华热闹呢 所以 他把情况跟小黎说了之后 便一个人出了大唐医馆 在长安城闲逛起来 温柔是个很漂亮的女人 漂亮到 无论她走到那里 都能够吸引一大批人的目光 她在街上走着 不时引来一些男人的侧目 而对于此 她好像一点都不在意 仍旧自己逛着 不过 就在她这样 在长安城闲逛的时候 突然有几个人出现 拦住了她 你们是什么人 温柔有点惊慌 那几个人笑了笑 姑娘模样不错 正好入宫当秀女 跟我们走吧 温柔一听是当秀女 立马不要逃跑 她可不想进宫当秀女 不过 那几个人早已经把她给包围了 她想要逃 那里是容易的 一名男子伸手抓住了她 紧接着不由分说 就带到了一辆马车上 很快 马车扬长而去 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什么停顿 发生在极短的时间里 大街上很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那辆马车便已经不见了踪影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大街之上 有几个人顿时慌了神 不好 刚才被带走的 好像是温柔姑娘 公子 让我们来接温柔姑娘 如今她却被人带走 这可如何是好 我们跟上去 你们快去通病公子 免得酿出祸事来 几个人是受了晴天吩咐 来接温柔回秦府的 只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来到大唐医馆后 并没有发现温柔 而且被告知温柔逛街去了 他们受命而来 自然是要找到温柔的 只是他们刚找到温柔 温柔就被带走了 这样商量好后 几个人去追捷 走温柔的那辆马车 另外一个人 则去寻找晴天 把情况跟晴天说一下 下人急匆匆跑去 他找到晴天的时候 晴天正跟成畜末 御迟宝林他们在一起喝酒 晴大哥 你那个表妹 真的很漂亮 多大了呀 我都后悔去妻妻找了 你妹妹小蝶 几个人嘀嘀咕咕地说着 下人跑来的时候 喘着大气 公子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听到这话 晴天也没微眠 问道 怎么了 公子 我们今天去找温柔小姐 谁知道 她事先离开了大唐医馆 等我们找到她的时候 她就被几个人 给掳掠到了马车上 听说 那几个人 好像是帮圣上选秀女的 这 这可如何是好啊 温柔被人选上秀女带走了 晴天语气有点生冷 许静宗要选秀女这事 她不反对 但似许静宗 这般选秀女 未免也太张狂了一些 这个时候 成畜末等几个人 也有点生气 这选秀女的事情是要自愿才行的 那许静宗这般掳掠 真是可恶 关键是把秦大哥的表妹给掳掠了去啊 这个简直不能忍 就是 就是 秦大哥 我们去找许静宗要人 几个人都很气愤 晴天也没拧着 她是个很理智的人 如果去抢秀女的话 那铁定就是大罪了 虽说李世民不会重罚她 但肯定也不会轻了 只是 这温柔是来投靠自己的 若是就这样 被选成了秀女进了宫 只怕别人要说她晴天的 不是了吧 利用亲戚 来为自己谋取一些好处什么的 那些人肯定会把她说得很难听 而且 自己若是什么都不做 岂不是要伤了温柔的心 虽然她晴天对温柔 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但温柔的模样 真的是很惹人恋爱的 此时又被成畜末等人这么一怂恿 晴天顿时也生出一股豪气来 她奶奶的 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不干她干谁 干了 说着 晴天带着成畜末 他们几个人 就要去找人算账 而他们刚走出去没多远 那个跟随马车的人 也急匆匆地跑了回来 公子 公子 怎么样 温柔被掳掠到了那里 公子 那温柔姑娘 被直接带到了许静宗的府上 听到温柔 被带到了许静宗的府上 晴天眼眉威宁 一般选上的秀女 都是要带到指定的地方的 绝不可能带到许静宗的府上 可如今 温柔却被带到了许静宗的府上 这是什么情况 只怕是个男人 都能够想明白吧 要玩李世民的女人 如果是其他女人 以晴天的理智 肯定是要忍一下 等事情发生后 再去弹劾 如此 许静宗就彻底完了 但现如今 被掳掠去的女人是温柔 那她就不能任由事情发展下去了 思虑片刻之后 晴天立马带着程楚墨 御迟宝林他们 向许静宗的府上赶去 他奶奶的许静宗 真是人老了 色星美老啊 等见了她 我非得教训她一顿不可 赶去的途中 程楚墨气愤的大骂 那温柔那么漂亮的一个姑娘 她连见都还没有见呢 竟然被许静宗给撕藏了起来 不弄死许静宗 怎么能行 就是 就是 待会那许静宗 要是对温柔姑娘做了什么 我们非得弄死她不可 几个人说着 晴天心头一沉 不由得又紧张了一些 一鞭子抽打在马屁股上后 晴天的速度 顿时又快了许多 程楚墨和御迟宝林他们几个人 在后面看到晴天这个样子 相互忘了一下 晴大哥这是怎么了 她该不会是担心温柔姑娘吧 可能是喜欢上温柔姑娘了 几个人在后面嘀咕着 晴天虽然快了他们一步 但他们说的话 晴天都还能听到 而听到之后 晴天顿时就凝了凝眉头 还不快点跟上 磨蹭什么呢 来了 来了 晴大哥等等我们 长安的天气虽然已经热了 但还是让人觉得很舒服的 并没有热到 让人受不了的地步 而一些地方 盈盈已经能够听到缠鸣之声 温柔听到了缠鸣 而且是断断续续的缠鸣 只是此时的缠鸣 却让她的心有些烦躁 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她就待在大唐医馆不出来了 她被人捆绑着 嘴也被堵着了 她现在完全动弹不得 而她也不知道 接下来自己要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她知道 美人向来命途多舛 只是人长得美 是她的错吗 缠鸣突然停了 紧接着 她所在的房门 吱压一声开了 然后她便看到了一个中年男子 这个中年男子留着短短的胡须 看起来还是颇为英俊的 只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见到这样的人 温柔根本不会因为她的样貌 而有丝毫的安定 呜呜呜 温柔不停地挣扎着 嘴里发着浑浊的声音 那男子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眼睛却是一刻 不曾从温柔的身上离开 美 真的是太美了 美的不可芳物 不可芳物啊 许静宗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美人 以至于现在的她 都有点痴了 痴狂地不成样子 她伸手摸了一下美人的脸蛋 光滑 细腻 如同刚包了壳的鸡蛋 那感觉 就只能用酸爽来形容 美人美人 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 说着 许静宗终于忍不住要扑过去 有美人在这里 若只是看看摸摸 那未免有点不够过瘾 只有跟美人发生点什么 才能够让人觉得 不枉此生 而此时的许静宗 就想跟美人发生点什么 呜呜呜 温柔挣扎得越发厉害起来 只是她被捆绑着 那里挣扎得过许静宗 眼看 许静宗就要把温柔的衣服 给撕扯开来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嘈杂的声音 许静宗停了下来 侧耳听了听 但她并没有听出来是什么 而此时 美人雪白的肌肤 已经露了出来 许静宗再也顾不得其他 再次把精力 投入到对美人的征服中来 对于男人来说 征服女人给他们的成就感 从来都是最大的 可就在许静宗对温柔进行 撕扯着的时候 方面突然啪的一下开了 门被开得很暴力 显然不是被人推开的 而就在门开之后 许静宗还没来得及转身 一个拳头突然朝着她的脸颊 就抽打了过去 畜生 我打死你这个畜生 一拳过去 直接把许静宗的牙齿都给打掉了 她整个人也突然倒飞了出去 这一拳 力道很大 大的 都有点超出想象 砰 一声巨响之后 许静宗突然就摔倒在了地上 而直到这个时候 她才看清来人 秦天 你 你好大胆子 竟然敢打我 不等许静宗说完 秦天一口吐沫就拖了过去 紧接着对许静宗就又是拳打脚踢 打得许静宗嗷嗷直叫 来人 快来人 快来人 许静宗要喊府上的家丁 他的家丁也来了 只是 他的那些家丁都被程楚墨和玉齿宝林他们给拦住了 有他们几个人在 许静宗的家丁根本就闯不过来 他们只能一边挨打 一边听着他们家老爷的哀嚎之声 而无能为力 我叫你喊 我叫你喊 秦天恶狠狠地骂着 手脚并用 每一拳每一脚的力道 也都大得出奇 那许静宗本来还在谩骂 还在喊人 但随着自己身上疼痛的感觉越来越重 他就开始变成求人了 饶命 饶命 小公爷饶命 秦天这样达到许静宗求饶之后 才终于作罢 这件事情 的确是许静宗做的不多 但许静宗到底是朝中官员 而且 其实也算是元老级别的人物 只是他运气不好 跟他同一时期的人都升迁了 就他没有怎么变化 不过就算如此 要真杀了这样的人 事情也不耗善了 所以打一顿 教训一下差不多就行了 秦天停下来后 帮温柔解开了绳子 温柔获得自由后 顿时哭得梨花带雨 而且直接扑到了秦天怀里 他紧紧地搂着秦天 也不说话 就只是不停地哭着 眼泪哗哗地流 温柔的身材不错 胸前该大得很大 秦天被他这样抱着 那种感觉可以说是十分明显的 他的脸颊 微微有点发红 许静宗躺在地上 看到这一幕后 顿时是又生气又嫉妒 自己好不容易弄来的美人 还没怎么碰呢 就进了秦天的怀抱 这算什么事吗 许静宗眼眉微宁 一股杀气迸发而出 不过 好汉不吃眼前亏 他现在仍旧躺在地上哼哼唧唧地 至于报复的事情 他要等一等 许府的家丁被教训完后 乘处莫他们从外面跑了进来 看到秦天怀里的温柔 几个人顿时有点心照不宣 哎呀 哎呀呀 好漂亮的一个美人啊 秦大哥 你好肤浅 就是 就是 让我们几个兄弟 好生羡慕啊 几个人就是开玩笑的一说 温柔却是突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连忙从秦天的怀里挣扎开了 他这么挣扎开的时候 秦天觉得 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 心里空落落的 不过很快 秦天便恢复了过来 他看了一眼乘处莫等人 您没到 人已经就到了 走吧 秦怀玉点了点头 成处莫却是在离开的时候 狠狠地朝许敬宗踢了一脚 王八蛋 又这样 骂了一句之后 他才终于追上秦天他们 扬长而去 许甫终于安静了下来 那些家丁躺在外面动弹不得 许敬宗躺着屋里动弹不得 你奶奶的秦天 我要让你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就在这个时候 许敬宗的声音从屋里传了出来 声音带着无尽的愤怒 只是这声音又显得有点沙哑 听起来 仿佛咽喉处有一口痰给堵住了似的 让人觉得十分的难受 秦天 你等着 你给我等着 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 你竟然敢抢我许敬宗的女人 我要弄死你 正是中午时候 李世民还在御书房忙碌 一名太监急匆匆跑了进来 圣上许敬宗求见 听到许敬宗来了 李世民的心里突然生出一些兴奋来 许敬宗肯定是给他找到了一些美女啊 所以才来的 不过 虽然心里十分的兴奋 李世民表面表现的却很是平静 让他进来吧 太监犹豫了一下 道 圣上 许敬宗得被抬进来 抬着一个人来见天子 是不礼貌的 所以 太子得事先把情况跟李世民说清楚了 抬进来 李世民听了之后一愣 隐隐觉得事情不妙 如果是给自己送美人的话 应该不是这种情况 想了想 李世民就摆了摆手 抬进来就抬进来吧 这个时候太监才终于领命退去 不多时 就把浑身包裹得十分臃肿的许敬宗给抬了进来 而许敬宗刚被抬进来 就哭嚷起来 圣上啊 您可要替臣做主 李世民打亮着眼前的人 问道 你是许敬宗 许敬宗顿时哑然 随之又哭了起来 圣上 臣就是许敬宗啊 臣 被人给打了 李世民坐了下来 看了看许敬宗 道 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许敬宗道 圣上 事情是这样的 臣不是为圣上负责选秀女的事情吗 今天臣选了一个极其漂亮 简直没有任何一个女人 能比得过她的漂亮的一个女子 臣本来是想把这个女子送入宫来的 可谁曾想 这个温柔姑娘 此前在大唐医馆治病 被晴天给看上了 臣选上这个温柔姑娘后 还没来得及给圣上宁送入宫中 就被晴天给抢了去 晴天这 这简直是在打圣上的脸啊 许敬宗说着 就又哭哭啼啼起来 李世民的脸色 却是变得越发难看 随后 更是冷冷问道 晴天抢了秀女 是啊 圣上 而且那个秀女 是所有秀女中最漂亮的 只怕她可以称之为 我们大唐第一美人了 晴天色迷心窍啊 胆子大的不行 抢了人不说 还把臣给打了 许敬宗还想再说 却被李世民给打断了 可恶 实在可恶 李世民气得咬牙切齿 自己的秀女啊 晴天竟然敢抢 这个世上 敢抢皇帝的女人 晴天算是第一个了 愤怒 愤怒 李世民极其地愤怒 不过这种事情 他也不可能听信 许敬宗一家之言 好了 此事朕已经明白了 朕会处理 你退去吧 圣上 那晴天 许敬宗还想再问 李世民却是不耐烦地 瞪了他一眼 一下子把他瞪得 后退了几步 连忙退了去 许敬宗离开之后 李世民却是再也没有 心思批阅奏折 他在御书房 来回回地走着 那个叫温柔的姑娘 真的貌若天仙 犹如仙女下凡吗 他突然很想见见 那个叫温柔的姑娘 明天早朝 他要问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长安城下雨了 牧春初下的雨 不算特别地大 但也不小 雨哗啦啦地下着 一阵风吹来 大殿上显得清爽了许多 群臣站在大殿上 只是每个人的脸色 都有点紧张 他们很明显 察觉到了 李世民与以往的不同 今天的李世民有心事 而且 他好像还有点生气 如今只是没有爆发出来而已 但作为天子 他们很清楚 李世民的怒火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来 他们有点担心 有点害怕 害怕他们谁突然的一句话 就把李世民给点爆了 早朝就这样继续进行着 外面的雨 还在哗啦啦地下着 直到快结束的时候 李世民才终于 把目光投向晴天 而此时的晴天神色如此 好像根本没有做什么 对不起李世民的事情 看到晴天这个样子 李世民的怒火 顿时又上窜了一些 抢了自己的女人 竟然还这般理直气壮 他晴天那来的资格 秦爱卿 听说 你把许静踪给打了 抢了自己女人的事情 到底有点丢人 李世民问的 还是比较含蓄委婉的 而李世民说出这话之后 朝中顿时引起了一阵骚动 什么 晴天把许静踪给打了 这是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 晴天打许静踪做什么 怪不得今天没见许静踪来上朝 原来是被打了 看样子 被打得还不轻啊 许静踪深得圣宠 晴天竟然敢打他 呵呵 晴天不照样深得圣宠 我现在只好奇 他为何要打许静踪 这些官员小声地嘀咕着 李世民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晴天站在大殿上 并无丝毫紧张神色 道 圣上 臣的确打了许静踪 因为这个许静踪不是人啊 听到这话 李世民撇嘴 暗想你才不是人 敢抢我李世民的女人 不过 李世民还是强压心头怒火 问道 这许静踪 怎么就不是人了 回圣上 臣有一个远房表妹 从外地来京城 前来投靠微臣 可谁曾想 这许静踪见我这个表妹长得貌美 便起了歹毒之心 于是他便以为 圣上选秀女为名头 强行把我表妹给掳掠了去 可结果呢 他却把我表妹拉到了他的府上 想要金屋藏娇 若非臣及时赶到 只怕就难保 我表面清白了 说到这里 晴天又道 圣上若是不幸 可问程触墨 他们几个人 当时他们几个人 可是跟着陈一齐闯进了许府的 我们闯进去的时候 许静踪正对我表面进行撕扯 简直禽兽不如啊 李世民不在乎 程触墨这几个人的证词 他只是突然拧起了眉头 如果真是给自己的秀女 那许静踪 为何要私藏在自己府上 这完全不符合规矩 唯一的可能就是 晴天说的是真的 那许静踪真的想借着选秀女的事情 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他可听说 许静踪这个人好色得很 竟然跟自己儿子同用一个女人 而如果事情是真的 那许静踪就是贼喊捉贼了 晴天的一番话 让李世民觉得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至少许静踪说的 肯定不全都是真的 不过 对于晴天所说的情况 李世民也不全信 他决定找那个温柔来问清楚 他作为当事人 对于事情肯定是一清二楚的 不过 李世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 朝中不少人 突然纷纷站了出来 圣上 臣要弹劾许静踪 这个许静踪 仗着为圣上选秀女的职权 大肆收受贿赂 有些人想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宫 就得给许静踪送好多钱财才行 这简直是在 打着圣上的名义敛财啊 这样的人绝不能轻饶 圣上 臣也要弹劾许静踪 这个许静踪 为了给圣上选秀女 把很多已经定了亲事的人都给拆散了 这简直天理不容 圣上 臣也要弹劾许静踪朝堂之上 一下子跳出了好多 弹劾许静踪的 晴天一愣 这种情况是他没有料到的 本来他觉得就自己跟许静踪有仇 可没想到许静踪竟然得罪了这么多人 他不明白事情的原委 不过 有人弹劾许静踪 对他来说是好事 别人开口的时候 晴天就沉默不言了 站在前面的长孙无忌 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淡笑 这些人自然都是他安排的 想要让李世民打消选取秀女的主意 自然就要诬陷许静踪 有些贿赂的事情 甚至都是他长孙无忌给安排的 毕竟要有证据才行 而让长孙无忌没有料到的是 晴天会奏许静踪 如此一来 晴天对答许静踪的解释 反而帮了他大忙 如此他在合适的时候 让自己的他站出来弹劾许静踪 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弹劾的声音一个接着一个 李世民也是没有想到回事这种情况 只是让许静踪给自己选秀女而已 怎么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这个许静踪啊 李世民忍不住在心里暗骂了一句 本来选秀女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他要做好了 自己就有女人了 结果倒好 许静踪闹出了这么多事情来 引起了官员的不满 现在连他们也都开始弹劾起来 这让李世民 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了 不过很快 李世民便挥了挥手 来人去把许静踪叫来 正要问问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样说完 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 于是又道 对了 把那个温柔也叫来 正要看看他们 谁说的是真的 工人领命退去 晴天站在大殿 在大殿上仍旧神色平静 对于接下来的对峙 他并无丝毫的担忧 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担忧的 他说的都是真的 事情也的确就是这个样子的 外面的雨 还在哗啦啦地下着 而且好像又大了一些 风吹来凉嗖嗖的 时间就这样过着 有点慢 许久之后 许静踪才被人给抬进大殿 众人看到许静踪的模样后 都忍不住择舍起来 真没有想到 许大人竟然成了这个样子 许大人俊美的样貌 怕是要不存了吧 谁说不是 肯定是不存了的 这被打的都成猪头了 要不是知道他就是许静踪 我还真认不出来他 许静踪仗势欺人 大家对他都没有什么好感 所以现在自然对他冷嘲热讽 躺在地上的许静踪 突然觉得很委屈 而且委屈得想哭 自己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可这些昔日同僚 竟然还这样对他 真是让他好伤心好伤心 紧接着 许静踪就突然哭了起来 圣上啊 您可要替臣做主啊 不等许静踪把话说完 李世民顿时打断了他 道 许静踪 朕来问你 那温柔姑娘 是你给朕选的秀女吗 许静踪连忙点头 道 圣上 那温柔真是臣给您选的秀女啊 千真万确 不敢有假 可恨这个晴天 见色起义 把把温柔给抢了去 李世民脸色冰冷 继续问道 那温柔既然是朕的秀女 为何跑到了你的府上 晴天是在许静踪的府上 教训的许静踪这事 是千真万确的 许静踪绝对反驳不得 这话说完 许静踪顿时就有点傻眼了 大殿之上 突然十分的安静 气氛有点尴尬 许久之后 许静踪才终于开口 道 圣上 事情是这样的 那温柔的确是 臣准备献给圣上是秀女 不过因为这个温柔太过漂亮 臣觉得 应该立马献给圣上 所以找到她后 并没有让她去指定的地方 臣是想着 直接给您送进宫来的 是臣一时太过心急了 请圣上恕罪 许静踪还算是有点极致的 她想出来的这个理由也还想 因为立马 要送个李世民 所以就先带到了自己的府上 哪怕李世民一点不信 她说的这个理由 也给了李世民一点台阶下 也给了她一些缓和的余地 她把过错 推到了自己心急上 但这个的罪名 跟私藏秀女相比 真的是差远了 而就在许静踪说完这个之后 她又开口道 圣上 那个温柔 分明就是 被秦天给抢去的 当时陈青岩所见 那秦天搂住温柔 那个亲密啊 沉都不忍看 嘖嘖 一想到温柔是圣上是秀女 许静踪虽然受伤了 但现在的眼神 还是很到位的 嘴也不停地嘖嘖舌 给人的感觉 当时的情况 真的是有点不堪入目 而她这么说完 李世民的脸色 顿时就又变得难看起来 这简直是在 打她李世民的脸啊 就算那个秀女 自己还没有见 但只要是秀女 那就是她李世民的女啊 这个秦天 真是可恶 秦天自然感觉到了 李世民情绪的变化 于是连忙说道 圣上 那温柔是陈表妹 她当时被许静踪给吓坏了 陈可没有搂她 只是安抚她一下而已 哼 可笑 你晴天什么时候 多了一个表妹 不要以为我们都是好骗的 分明就是你见到温柔 长得漂亮 想要据为己有 可你就忘了 那温柔是圣上的秀女 岂是你能够霸占的 许静踪句不离 温柔是李世民的秀女 她就是要让李世民 记恨秦天 许静踪是个聪明人 她知道 如何让李世民对秦天产生愤怒 再好的天子 再好的男人 面对自己女人 被其他男人抢走的局面 都不可能再冷静 亦或者宽容 就像任何男人 都不能接受自己的女人 给自己戴绿帽子 是一个道理 李世民也不能例外 只要许静踪一直说 秦天抢了李世民的秀女 李世民就会觉得被打脸 会想要教训秦天 以此来找回自己的面子 许静踪明白这个道理 而听到许静踪所言之后的 秦天和长孙无忌他们 也都明白这个道理 他们隐隐觉得 事情有点难办 长孙无忌也没威宁 随之他便在朝中做了个暗示 很快 那些之前弹劾许静踪的人 就又站了出来 圣上 我看抢了秀女的 应该是许静踪才对吧 那秀女可是从他府上带走的 就是 就是 肯定是这个许静踪 要对那温柔姑娘做点什么 结果被秦天给救下了 不错 不错 温柔从许静踪的府上离开 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谁说不是 这个许静踪 真是太让人恶心了 连圣上的女人 都敢打小心眼 圣上让他负责选秀女的事情 不知道有多少秀女 是被许静踪给私藏过的呢 许静踪借着选秀女的事情 贪污受贿 实在可恶 请圣上言成 请圣上言成 一时间 朝堂之上 敌对许静踪的人很多 有一些是受了长孙无忌指使的 有一些就是看不惯许静踪的 所作所为的 而就在这么多人 敌对许静踪的时候 许静踪的额头 也渐渐冒出汗水来 一个晴天 已经很难对付了 如今朝中这么多人弹劾他 他的情况真的很不妙 他很纳闷 这些人 他好像也没有得罪过吧 怎么这些人 许静踪心里 倒又突然生出一股希望来 他上前一步 望向李世民道 圣上 陈冤枉 陈冤枉啊 那温柔的确是成为你选的秀女 根本不是晴天的什么表妹 试想一下 如果那温柔是晴天的表妹 那么温柔来到京城之后 就算生病 也不太可能去大唐医馆吧 直接去秦府多好 分明就是晴天得知温柔貌美 想要据为己有 圣上若是不幸 可派人把那温柔叫上来 与他当面对质 便知实情 知臣所言不假 温柔是晴天表妹这事 在晴天看来是真的 许静踪这样做 简直就是在座无用功 不过 晴天很快便意识到情况不妙 那温柔长得极其貌美 任何一个男人见了 都会心生喜欢 李世民也是男人 他看到温柔之后 也肯定会喜欢 如此 只要温柔来了 李世民喜欢了 那温柔就铁定要进后宫 而李世民得了这么一个美人 怕是不会再对许静踪 做什么惩罚了吧 反倒是自己 有点危险了 可如今 工人已经去叫温柔了 他想阻止 也是不能啊 情况有点不妙 大殿十分地寂静 气氛也十分地凝重 渐渐炎热的天气 让整个大殿都显得有点闷 大家都在等 等温柔的到来 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都跟温柔有关系 他们现在都十分地好奇 这个叫温柔的女子 到底有多漂亮 竟然能让许静踪和晴天 做出这种事情来 他们都觉得 许静踪所言不真 他肯定是 想要私藏秀女的 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子 才能够让他们 做出这般色胆包天的事情 等 等 大家都在等 许久之后 派出去的工人 才急匆匆地跑回来 圣上 温柔姑娘带到 花音落下 整个大殿顿时越发安静下来 大家仿佛都要屏住呼吸 然后好来看看 那个温柔姑娘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子 而就在这种寂静之下 一名女子 从大殿外面 款款走来 她走得不快 但又不是很慢 她微微低着头 但又不是很低 她的任何一个动作 都仿佛是计量好的 她从一些官员旁边 走过的时候 一股香味 就这样扑面来 让男人的骨头 都仿佛要酥了 寂静 寂静 越发地寂静 大家看到温柔之后 整个人都仿佛要沦陷了 他们从来没有 见过这么美的美人 这样的美人 简直有一股 让男人痴迷的魔力 而这魔力 足以让男人 为他做出任何疯狂的事情 大家终于明白 终于明白 为何许静宗和秦天慧 为他做出那样的事情了 许静宗为他不惜得罪李世民 私藏他 秦天为了他 也许静宗 他们如果遇到了那些情况 怕也是会这样做的吧 大家的眼睛 直直地盯着温柔 有一些人的定力不行 都已经流下了口水 而李世民 则在看到温柔之后 屁股忍不住抬了起来 差一点就要站起来 不过他到底是天子 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后 他连忙又坐了下来 不过他的眼神 却是片刻都没有 离开过温柔的身上 他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漂亮的女人 作为天子 他见过的美女 也算是不少的了 各种各样的都有 可像温柔这样的 他却还是第一次见 他有点震撼天公造物 世上怎么会有 这么漂亮的女人 他的肌肤好白 他的眼眸像天上的星星 能够让人痴迷 沉沦 沉沦 现如今的李世民 已经完全沉沦在了 温柔的身上 如果不是因为这是大殿 他只怕早就 急不可待地冲过去 然后把温柔搂进怀里 好好地联系一番了 大殿仍就是沉寂的 直到温柔开口 名女 温柔拜见圣上 声音很好听 如同夜音歌唱 听得整个人浑身酥麻 酸爽不已 一众臣子 顿时觉得 耳朵都是舒服的 他们忍不住地 想要用手去掏一下耳朵 因为他们的耳朵有点痒 麻麻地痒 李世民差点失态 他镇定之后 才终于望向温柔 道 起来吧 为了你 镇的朝堂都快乱了 镇起来问你 你是晴天的表妹吗 李世民作为帝王 这话却问得轻柔了许多 好像面对温柔这样的美人 他根本就不舍得大声呵斥 而对于李世民这样的态度 朝中群臣 好像并没有觉得 有什么问题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温柔 他们想知道温柔的答案 很奇怪 所有人的心里 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好像有点嫉妒 好像又不是 怎么天底下的好事 都让晴天遇到了 他们真希望 这个温柔 不是晴天的表妹啊 而此时的温柔 神色显得有点慌张 眼神微微地向晴天那里看了看 好像有一点惧怕 紧接着才又开口道 回 圣上话 明女 是晴天的表妹 温柔承认了 可是他的眼神和语气 都好像回答得有点勉强 好像是被晴天教导之后 才这样说的 众人心里多少都觉得自己 明白了一点什么 连李世民 自己都明白了一点 而许静宗则直接跳了出来 圣上 他说谎 他不是晴天的表妹 那天 我亲眼见晴天搂住了他 圣上明察 许静宗仍旧坚持这一点 只要晴天搂了温柔 那他就是对温柔不敬了 而晴天这里 神色却是微微一宁 刚才温柔的态度 很有问题 虽然他承认是自己的表妹 但他的话实在是太让人起疑了 晴天隐隐觉得有点不安 李世民看着朝堂上的情况 他是个聪明人 对于这件事情 他多少 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好了 此时正不准备追究 温柔 正且问你 你愿意入宫吗 这是 许静宗可能是不对的 他真的对温柔产生了一些非分之想 不过他能为自己找到温柔这样的美人 他也不好 对许静宗怎么样 而且 接下来一些选秀女的事情 还需要许静宗继续帮忙 这事已经臭了 此时除了许静宗 怕是没有其他人愿意接手 其他人不接手 就没人给他选秀女了 温柔可能也不是晴天的表妹 可能真的 就只是认识而已 晴天看不惯许静宗 所以出手救了人 不过 晴天救了秀女 却不献给自己 而且还教温柔说 是她的表妹 未免有点过分了一点 不过 没有惩罚许静宗 自然也就不好惩罚晴天了 他现在只想知道温柔的想法 而此时温柔 表现得有点纠结 他又看了一眼晴天 紧接着才说到 名女 听圣上安排 他并不反对入宫 李世民心头一喜 随后点点头 好 那就就入宫吧 温柔硬下 而后被人带进了后宫 对于这个 大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在大家看来 温柔根本就没有其他选择 如今 晴天为了他已经惹上了麻烦 如果他不同意入宫的话 李世民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那个时候 恐怕就要有人遭殃了 在大家看来 温柔完全是为了晴天 所以才这样做的 而晴天 却是宁眉 心头的不安 越发地激烈起来 他觉得自己完全是被人利用了 这个温柔 如果真的是自己表妹的话 应该不会出现今天这种情况 他明显在误导其他人 让其他人觉得 他说的这些都是被自己给教导的 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安 但晴天并没有表露出来 他站在大殿上 神色平静 好像不起一点波澜 大殿又恢复了安静 大家相互张望 都有一点惆怅 美人虽美 但并不是他们的 大家都在等着下潮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工人突然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爆 急爆 边关急爆 听到边关急爆 群臣神色顿时沉重 对于之前的事情 好像再无丝毫顾念 李世民也不再想自己的美人 连忙问道 边关出了何事 工人道 圣上 松州城传来消息 吐蕃最近异动频繁 正在向各部调集兵马 怕是要与我大唐作战 松州都督特来请求圣上决断 工人这话说完 朝中群臣顿时就议论开了 什么 吐蕃要对我大唐开战 他敢 我大唐这般厉害 吐蕃有什么实力与我开战 之前我大唐已经震慑住他们了 他们肯定不敢 可能是要对吐蕃魂开战吧 吐蕃魂夹在我大唐和吐蕃之间 吐蕃要对我大唐开战 最好的办法 自然是灭掉吐蕃魂 扫清障碍 我看也是 吐蕃的异动 不用管他们就是了 对于吐蕃是否要对大唐动手 朝中群臣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在他们看来 也是要对吐蕃魂用兵 不过 群臣这般议论 李世民却并没有武断 他看了看朝中群臣 接着问道 弗基亚 你觉得吐蕃是否要对我大唐用兵 长孙无忌 本来正在思虑温柔入宫的事情 所以显得有点失神 此时被李世民询问 他有点愕然 但他很快就又反应了过来 连忙说道 圣上 吐蕃乃狼子野心之国 就算他如今 要对吐蕃魂用兵 但很快 还是会对我大唐用兵的 所以臣的意思 我们大唐要有所防范才行 温柔的事情 并没有影响到长孙无忌的思路 他很快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而长孙无忌这么一说 朝中立马有人相应 圣上 长孙大人所言不差 吐蕃狼子野心 必须防范才行啊 就是 就是 必须防范 李世民点点头 又望了一眼李靖 道 魏国公 你觉得呢 此时整个大唐 若论谁最会打仗 也就李靖和秦天两个人了 他现在不想问秦天 所以就问了李靖 李靖思虑片刻 道 圣上 臣觉得 吐蕃怕是会直接袭击我大唐 所以为了谨慎起见 当尽快集合兵马 兵发松州城才行 听到李靖这话 众人一愣 李世民更是连忙问道 魏国公 何以你觉得 吐蕃会直接对我大唐动手 李世民很不解 李靖说 吐蕃会对大唐动手 朝中群臣都觉得很奇怪 李世民也觉得奇怪 他们大唐很强大 就算灭不掉吐蕃 但也绝不至于输给吐蕃 吐蕃没有绝对的胜算 如此怎么可能对他们大唐动手 而且 他们之间还有吐蕃魂在 而吐蕃魂 已经认他们大唐为宗主国了 万一吐蕃魂对吐蕃动手 吐蕃就更没有胜算了 李世民询问 李靖浅笑 道 圣上 事情很简单 第一 吐蕃的野心很大 松赞干部的目标 只怕从一开始 就是我们大唐 第二 之前马球比试的时候 我们羞辱了吐蕃的使臣 那松赞干部 是个要面子的人 若是以前 他还会忍 但如今吐蕃空前强大 他们怕就不会忍了 再有就是 他们若是对吐蕃魂动手 反而又多了一个敌人 吐蕃魂虽小 但将士却十分地彪悍 吐蕃招惹了吐蕃魂 我们大唐若是出手帮吐蕃魂的话 那吐蕃毫无胜算 松赞干部绝非笨蛋 想来应该会直接派兵 直逼我大唐松州城 作为大唐战神 李靖分析战局的能力很强 就只从吐蕃有异象这方面 他便猜测 吐蕃会直接对大唐用兵 而李靖这样说完之后 朝中群臣的议论 很快就变了方向 魏国公所言有理 吐蕃现如今野心勃勃 肯定会对我们大唐动手啊 不错 我大唐羞辱了他们 他们要动手 也肯定是对我们大唐动手 对吐蕃魂用兵的话 不过徒增敌人罢了 他们肯定会对我们大唐动手 群臣又都觉得 吐蕃会对他们大唐动手 而就在群臣这样说着的时候 一些人也开始想对策起来 圣上 吐蕃要对我大唐用兵 真是岂有此理 这简直就是浮游汉大数 不过就算如此 我大唐也不可大意 应该尽快派兵支援松州城才行 是啊 松州城才不过一万兵嘛 他们怕是阻挡不住吐蕃多长时间 圣上 必须尽快派兵松州城 我们要狠狠地打击一下吐蕃 让他们知道 我们大唐兵马的厉害 即是 即是 发兵松州城 群臣说着 李世民思虑片刻之后 也点了点头 诸位爱卿言之有理 就算吐蕃不对我大唐用兵 我大唐也应该尽快派兵松州 以防不测 如此 那就命牛静达带领三万兵马 前往松州城 抵挡吐蕃兵马吧 户部要尽快 把兵马所需粮草给准备好 不得有误 李世民这样说完 户部官员立马站了出来 道 圣上 三万兵马人数不少 所需粮草众多 但此时正是粮食丰收之前 我户部所存粮草不多 想要足够粮草 只能从民间购买 但这个时候的粮食价格不便宜 而户部一时间拿不出这么多钱财 事宜此事 不好办 还请圣上宽限几天 一般情况下 粮食的价格 在新粮下来之前是最贵的 因为这个时候 已经是一个循环了 粮食基本上所剩不多 价钱自然也就贵了 新粮下来之后 粮食的价格会相应地下降许多 因此 如今户部拿不出三万兵马所需粮草 也算正常 而最近一段时间 李世民又在招兵买马 想要报高沟离之筹 所以 用的军需也不少 户部的钱就更有点不足了 李世民也知道这些情况 所以听到户部官员说的这些后 李世民也不由地拧起了眉头 没有粮草 这一仗就不好打呀 在兵马动身之前 他们必须筹备好足够的粮草才行 只是这粮草 可不是好筹备的 李世民贩筹 朝中群臣 顿时也就跟着贩筹起来 这 这可如何是好 没有粮草 这仗不好打呀 谁说不是 而离心脉丰收 还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而这些新粮弄好 恐怕也要一个月 如此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而运输又需要时间 等两个多月后 粮食运到了松州城 只怕黄花菜都凉了 不错 不错 必须尽快筹击粮草才行 可户部没钱啊 这怎么办 大家犯男 晴天站在大殿上面 神色显得有点平静 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 在听这件事情 他还在思考温柔的事情 这个女人到底什么来头 竟然把他晴天 都给算计进来了 他晴天还没怎么摔过跟头呢 温柔这个女人 是他的第一次 他必须弄清楚 想明白才行 就因为他的一个眼神 一句话 他晴天现在 竟然被李世民不待见了 女人 真是祸水啊 特别是漂亮的女人 心里这样想着 晴天自然也就表现得 跟其他人不一样了 而李世民正为难着 低头一看 见晴天竟然一点不发愁 心里顿时就有点不乐 他们这些人为这是犯男的不行 你晴天倒好 抱了朕的秀女不说 现在还不替朕分佑 这怎么能行 李世民越想 心里越不平衡 于是 就在群臣议论纷纷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李世民挥了挥手 道 互不缺钱这事 就交给秦爱卿去办吧 秦爱卿作为上书令 互不的事情 也是你的事情 秦爱卿 你意下如何 李世民询问 直到所有人都把目光 投过来的时候 晴天才终于反应过来 圣上 说什么 晴天没听清理世民说了什么 而他这么开口之后 李世民的脸色 顿时就变得有点难看了 互不缺钱 你这个上书令 是不是应该想想办法 毕竟我大唐要打仗 没有钱来 购买粮草可不行啊 这是难不住你 郑看就你了吧 必须在三天之内 帮郑把所需粮草 用的钱给筹集到 李世民这话 已经不给晴天 什么选择的机会了 而晴天听完之后 脸颊就有点发紫 他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 但三天之内 筹集到三万兵马 所需粮草的钱 未免太为难他了 他就是把秦家的 可用资产拿出来 怕也不是很够 三万人打仗 所需要的钱才是巨大的 而且 他也不会把自己的钱拿出来 圣上 三天时间太短 晴天想要五天 李世民给晴天三天时间 但晴天想要讨价还价 李世民神色威宁 虽然他知道 晴天很厉害 赚钱的办法很多 但三天时间 筹集三万兵马 所需要的粮草 有时候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很多时候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很多人赚钱是困难的 晴天自然也不容易 想了想 李世民道 五天时间 你能筹集到 三万兵马 所需要的粮草吗 所有人都把目光 投向了晴天 因为在他们看来 五天时间 筹集到那么多粮草 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哪怕是晴天 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吧 晴天却是神色平静 淡淡一笑 道 圣上 陈若是完不成任务 提头来剑 听到提头来剑 整个大殿顿时喧嚣了一下 他们好像被晴天的这话给震惊到了 这是虽然很重要 但就算完不成 晴天也不用提头来剑吧 这可是大殿之上 绝无虚言的 可晴天却说了这样的话 李世民好像也没想到晴天这样说 不过晴天既然这样说了 他心里多少就有了一些信心 点了点头 道 好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五天之后 正希望能够看到三万兵马所需的粮草 这样说完之后 早朝就结束了 虽然吐蕃要与他们大唐打仗 这是很重要 但这是毕竟还没有发生 而且在早朝上 把该安排的事情 也都已经给安排了 所以他并不需要再为这件事情操心 而后宫之中 有温柔这个美人 他是有一点迫不及待的 这样的妙龄少女 长得又这么漂亮 他若不赶紧收尾己用的话 那未免就太亏了一些 李世民急匆匆地 向后宫赶去 群臣陆续地离开大殿 长孙无忌的神色有点难看 眉头凝着 仿佛一直不曾松开 他没有想到 千算万算 结果还是让一个美女进了后宫 而且这个美女太美了 美帝连她都有点把持不住 而李世民自然更加地把持不住 如此 后宫之中 怕又要再起风云了 自己妹妹的情况 有点不妙 他离开大殿之后 便直接出了皇宫 坐上马车回家 对于其他事情 一概不怎么在意 秦天刚要离开 就被程咬金和秦书宝他们给拦住了 你小子 是不是想找死啊 不过筹集粮草罢了 用得着说剃头 来见这样的话吗 秦书宝宁眉 对于秦天这种装逼的行为 很是不喜欢 朝堂上 任何事情都应该谨慎 而不是成能 就算李世民 不会真的要他性命 但秦天的行为 也会让李世民为难 那个时候 对秦天的影响 和李世民的影响 真的挺不好的 在他觉得 秦天的行为 就是在恶心人 不仅恶心李世民 也恶心他自己 程咬金站在旁边撇了撇嘴 嘿嘿一笑 我说一国公 你也太小看 你这个一责吧 如果他没有绝对的把握 你以为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吗 程咬金更为了解秦天一些 知道秦天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 如果秦天没有把握 他怎么可能在大殿上 说出这话来 程咬金这么一说 秦天就笑了笑 但并没有承认 也没有反对 不过他的这么一笑 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 秦书宝神色微动 程咬金已经啪的一巴掌 打在了秦天的肩膀上 问道 你小子是不是真的想到了赚钱的办法 好才如程咬金 自然很是好奇 秦天赚钱的办法 虽然这是为朝廷筹集粮草 但如果能让他也捞一点的好处的话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 秦天淡笑 自然是想到了赚钱办法的 不过这次 恐怕没有好处给诸位了 听到这个 程咬金就撇了撇嘴 道 你小子说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没有好处 我们就不关心了吗 说得好像我们以前 就只是为了图你好处似的 说着 程咬金又翻了个白眼 好似秦天说这话 简直就是对他的侮辱 秦书宝这里 却是松了一口气 道 好了 你有办法就行 说一说 看看我们有没有可以帮忙的 办法也简单 这世上的有钱人 在什么人身上 最喜欢花钱 你们知道吗 秦天询问 而且颇为神秘 嘴角淡笑 秦书宝宝眉沉思 片刻之后 却是摇了摇头 他不知道有钱人 喜欢在什么人身上花钱 或者他是知道的 但被秦天突然这样问 一时间有点没反应过来 不过这个时候 程咬金却是黑黑一笑 自然是喜欢在女人身上 花钱了 有的男人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 一至千金都不算什么的 你小子到底打了什么主意 程咬金这样一说 秦书宝他们 好像明白了一点什么 这个时代 男人的却有着崇高的地位 但面对自己喜欢的女人 他们也是甘愿俯首的 比如说那个温柔 只怕他可以让很多男人 为他做各种事情 不错 不错 漂亮的女人 的确是有这样的能力的 女人 男人最喜欢在女人身上花钱 御池宝跟着附和了一句 然后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了秦天 的确 男人很乐意为自己喜欢的女人花钱 但秦天的这个思路 怎么为大唐筹备购买粮草的钱呢 大家很好奇 秦天神色平静 浅浅一笑 到事情也简单 长安城青楼很多 里面的姑娘也是很多 而且 他们每个姑娘 都有不少喜欢他们的恩客 如果我们搞一个花魁大赛 然后让人投钱 为他们拉票 那你说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赚够钱了 男人喜欢为女人花钱 而他们需要很多这样的女人 而整个长安城 这样的女人 只有青楼里的那些女子 这些女人的恩客 有钱人多的是 让他们出钱拉票什么的 自然不成什么问题 对于有钱人来说 他们有时候要的就是个面子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他们就是要为自己支持的人拉票 让他成为花魁 这样 等他们在找这些女子的时候 他们就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 那种征服的感觉 男人的却愿意为自己的相好花钱 而且 越是富有的男人 越愿意花钱 但秦天这样说完后 程咬金他们 还是觉得有问题 办法是好的 但这些青楼 凭什么为我们赚钱啊 青楼里的女子是要赚钱的 让他们选花魁 让他们的相好花钱给朝廷 他们愿意才怪 而且 如果这些青楼不够积极的话 那些有钱的男人 也不会大把大把的花钱 所以 程咬金觉得 秦天的办法是好的 但不太现实 秦天却是浅笑 道 卢国公是不是觉得这个办法不太好实现 程咬金点点头 不错 的确是不好实现 秦天道 如此 那我就要让卢国公看看我的本事了 我们去尚书省吧 然后派人把大唐长安所有青楼的老宝都给叫来 我要跟他们说一下情况 程咬金几个人相互张望 有点好奇 秦天怎么说服这些人 难不成要用墙吗 这样说好后 几个人便直接去了尚书省 来到尚书省后 秦天派人去长安城各家青楼通知 但凡接到通知 不来的 一律言成 这样吩咐下去后 那些青楼 想必不会有人赶不来 几个人在尚书省等着 期间吃了一点午饭 过了正午后没多久 各家青楼的老宝这才急匆匆地赶了来 尚书省是一个很庄重的地方 平日里没来过什么女人 而这些老宝虽然上了年纪 但到底是风流过的 所以进来之后 一下子就把尚书省的气氛给改变了许多 哎呀 张妈妈 好久不见了 你家的那个红莹姑娘怎么样 琴可还弹得好 红莹姑娘以前在长安城很有名 弹琴一绝 可惜后来喜欢了一个书生 但两个人没有在一起 红莹伤心之下 就断了一根手指 此后就很难再弹琴 这话 显然是暗讽 我家红莹姑娘现在啊 不弹琴了 不过人家 现在学舞 那舞姿的曼妙 可让不少男人喜欢呢 倒是你们家琴舞姑娘 听说瘸了 现在还能跳舞吗 张妈妈针锋相对 那个老宝脸色顿时就变得难看起来 两个人这样说着 谁也不肯让谁 旁边其他人 有看热闹的 有平静等待的 也有轻摇团扇的 毕竟天气渐热了 尚书省的一处小院里 颇有些春光乍蟹 哎呀 你们说秦小公爷叫我们来 是做什么啊 就是 就是 而且还把我们大家都叫来了 这到底是要做什么啊 我青楼还有好多事情 我一刻不在啊 那些姑娘非得出事不可 秦小公爷怎么还不来 一开始 大家还互相挤兑 但随着时间流逝 他们渐渐就有点不耐烦 紧张和着急起来 而这个时候 小院的一棵树上 突然传来了缠鸣 已经快要入下了 秦大人道 就在他们这样嚷嚷着的时候 一名牙役高声喊了一下 随即 便见秦天和程咬金他们 从外面走了来 而这些老宝 虽然身份低微 但到底是见惯了大市面 以及各种权贵的人 倒也没有表现得特别惊慌 只是给秦天他们行了一礼 而后 就有人开口询问起来 秦小公爷 你派人把我们这些人叫来 到底所谓何事啊 就是 就是 我们都很忙的 可没时间在这里耗着 秦小公爷 快说是什么事吧 一群女人叽叽喳喳地说着 他们虽然上了年纪 但声音还是很悦耳的 秦天却是挥了挥手 懒得听他们 这些人叽叽喳喳地乱叫 叫你们来 是有一件事情 要跟你们说一下 朝廷准备举办一个花魁大赛 你们这些青楼 每家青楼要选出十名女子 来参加竞选 如果谁家的姑娘夺得了花魁 朝廷会为花魁 和这家青楼颁发一个称号 而且可以免去他们一年的赋税 以及各种各样的好处 秦天先是简单地说了一些 他这么说完之后 这些青楼老保的眼睛 顿时就发光起来 他们青楼的确是暴利行业 但他们要交纳的赋税 也是很高的 一年几乎三分之一的钱 都交了赋税 如果可以免去一年赋税 那他们赚钱肯定会很多 而且 有了花魁 那肯定能吸引更多的男人 来他们青楼消费 这对他们来说 绝对是一件好事 选花魁啊 这个好 我家的诗诗姑娘 那可是才艺双绝 肯定能得花魁 说的就跟我们家小玉姑娘差似的 这花魁啊 肯定是我们家小玉姑娘 你们的什么诗诗姑娘 小玉姑娘 也不行 绝对没有我们家小婉姑娘好 我们家小婉姑娘 有才又有貌 长安城的公子都为了她 那可是挤破了头的 一众老保就这样说着 秦天见他们这么积极 脸色露出了一丝浅笑 程咬金等人相顾一笑 也都觉得这是有门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老保突然站了出来 问道 秦小公爷 不知道这花魁大赛怎么比 这花魁又怎么选啊 有人这么一问之后 其他人顿时都安静了下来 把目光投向了秦天 秦天道 简单 到时候 我们会在长安城的一个地方 设下擂台 所有参赛的姑娘 都可以上台 进行节目表演 而那个时候 我们朝廷会卖票 谁得到的票数最多 谁就是花魁了 朝廷卖票 不知这票是什么情况 这些老保 那都是人精 只听了秦天这么一句话后 他们就立马察觉 这其中恐怕有猫腻 他们必须弄清楚才行 一张票十贯钱 支持谁 就买票支持 最后统计一下 谁家姑娘得到的票数高 谁就是花魁 刚才说的那些福利 这家青楼就可以享用了 这个对得到了花魁的青楼来说 绝对是暴利 不过 其他青楼的人 立马就有点不愿意了 秦小公爷 我们家的姑娘也表演节目了 这朝廷赚的钱怎么分 就是 就是 我们的姑娘平日里表演 那也都是有钱的 谁都不是笨蛋 大家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 秦天这分明 就是在用他们青楼的姑娘赚钱啊 虽说得到了花魁 于他们青楼而言 也是很有利的 但花魁 不是谁都能够得到 如果最后他们 没有得到花魁 也没有其他好处 那这几天 他们岂不是在 白白浪费时间 有这个时间 让他们的姑娘 多陪几个客人 也比他们 这样来的效益 要高很多 所以 这些青楼里的老宝 都不怎么乐意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 本来觉得秦天的办法 挺不错的程咬金 这个时候 也微微撇起了嘴 秦天却仍旧神色平静 好像这种情况 他早已经料到 诸位不要着急 本侯自然不会让你们 白白地做这些事情 所有收入 按照你们所得的票数 分三成利润 给你们 也就是说 如果有一票的话 朝廷得七贯钱 你们得三贯钱 如此 你们也是大有赚头的 这个一说之后 这些青楼老宝 便开始算计起来 朝廷要七成 他们要三成 朝廷相对来说要的很多 而朝廷什么也没有做 不过想到朝廷 要减免一年赋税 他们又觉得还可以 而就算 他们没有得到花魁 就只是 分这三成利润 对他们来说 也比平日里 要更为赚钱一些 要知道 越是有竞争的时候 那些恩客越是喜欢大手笔的花钱 因为这个时候 关乎他们的面子 他们这些人在青楼做事 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 两个恩客为了抢一个女人 不停地增加筹码 不过 这种事情虽然有 但并常见 如今朝廷出面 让这种事情发生 那他们怎么能错过 最为重要的 还是花魁 他们要争一下 因此 就算让他们放弃 他们也不会放弃 有了利润 这事就能做了 而且可以毫无顾忌地做 小公爷要是这样说 那这事就好办了 没错 我们同意 我们都同意 不知道这花魁大赛 什么时候开始 需要几天时间啊 大家询问 晴天笑道 花魁大赛要三天后开始 毕竟前期有很多事情 需要准备一下 而且 这事也要宣传 你们这些青楼里 有大恩客的 也趁着这段时间拉拢一下 像花魁大赛这种事情 如果真的要开始的话 明天就可以开始 不过晴天很清楚 如果这个消息传得不够广的话 就引不起别人的重视 如此 自然也就没有多少人 来支持这些风尘女子了 最好的办法 自然就是用几天时间 来宣传推广一下 而且 也给这些青楼一些准备 他们为了最后的花魁 只怕也是愿意花钱的 而他们在算计过之后 肯定会给自己一个底线 到时候 他们自己 都会大把大把地 把钱拿出来 支持自己的人 说白了 就是拖 他们要找拖 然后来支持他们的姑娘 至于怎么支持 支持谁 这些都是他们回去之后 要商量考虑的 这些 不是晴天要管的 他只需要等着就行了 这些老宝听到花魁大赛 三天后开始 都松了一口气 三天时间 足够他们做很多的准备了 这样说完之后 这些人才陆陆续续地离开 而他们刚离开 程咬金就兴奋起来了 好小子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 不错 不错 这个办法好啊 那些男人为了自己的女人 怕是会大把大把地出钱 谁说不是 看来五天时间 筹集到所需要的粮草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说什么来着 小天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 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 高福 高世连从皇宫回到府上之后 就派人密切注意晴天的动向 他要看看 晴天怎么在五天时间里 筹集到朝廷所需要的粮草 如果晴天不能筹集到 那他可就要剃头来见了 就算李世民不会杀他 也绝不会轻饶了他 很快 高世连便得到了消息 一名下人急匆匆跑了进来 道 老爷 晴天那边有情况了 高世连神色微动 问道 什么情况 那晴天把长安城所有青楼老宝 都叫到了尚书省 不过具体什么事情 属下不知 把所有老宝都叫到了尚书省 高世连一愣 似乎没有料到会是这种情况 要知道 尚书省是解决六部事情的地方 平日里连一些地方官员 都没有资格进去 晴天到好 直接把青楼里的老宝给请了去 那些老宝都是些什么人 那些都是低贱之人 他们有什么资格去尚书省 不过很快 高世连就露出了一丝冷笑 好你个晴天 原来你是这么一个老不正经的人 好 好 明天早朝 看我怎么弹劾你 晴天的行为 严重的有问题 不过现在的晴天 根本不知道高世连的想法 他在安排好那些老宝之后 便离开尚书省 回到了府上 只是他回到府上之后 府上的气氛有点不对 九公主的眼眉拧着 似乎带着一股无尽杀气 旁边的唐蓉和卢花娘 也皆是如此 好像有大敌来临 几位夫人 你们这是 怎么了 晴天觉得很奇怪 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九公主哼了一声 好你个晴天啊 你说说 你都做了什么事情 府上已经有我们三个了 你还要纠缠那些封臣女子 晴天一脸的无辜 几位夫人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完全是子虚乌有 什么封臣女子 哼 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你把那么多老宝 叫到尚书省做什么 不是为了那些封臣女子吗 这事 在长安城算是一件大事了 传得还是很快的 九公主和卢花娘 唐蓉她们都已经知道了 晴天听了之后 却是冤枉 于是连忙把事情 跟他们解释了一下 这样说完 才又开口道 几位夫人 我可真是冤枉啊 圣上要我筹钱 我只能用这种办法了 听到是这么一回事 九公主她们 才算是杀气削减了一些 黄昏的时候 长安城下了一场雨 这并不是一场很大的雨 后半夜的时候 雨已经停了 次日 晴天去上早朝的时候 长安城的空气很是清新 让人觉得十分的舒服 皇宫门前 一些官员早已经来了 晴天来的时候 他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闲聊 偶尔也会向晴天这边望上眼 显然他们讨论的话题 跟晴天有关系 不过晴天并没有听到他们说的什么 而晴天也不怎么在意 就只是在旁边等着 时间慢慢 太阳渐渐升起 长安城的温度高了起来 群臣本来都在闲聊 可是这个时候 他们的眼眉却是凝了起来 按照以前的规矩 太阳升起来之前 他们已经在大殿上 开始商讨事情了 可今天 他们竟然还没有进殿 这种情况 实在是少见的 怎么回事 早朝咋还不开始 就是 就是 如果圣上不想让上早朝的话 应该会派工人 来吩咐的吧 谁说不是 大家嘀嘀咕咕地说着 觉得奇怪 也有点怨言 长孙无忌 却是神色冷峻 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却是清清楚楚的 昨天晚上 他就已经知道了 李世民夜宿温柔那里 后半夜都还没有休息 如此 李世民能早早地来上早朝才怪 不过 他并没有开口 而是向旁边的人 暗示了一下 有些事情 他不方便说 但其他人却是方便的 很快 皇宫门前 那些议论的大臣 就知道了怎么回事 他们知道怎么回事之后 一开始是觉得能够理解 作为一个男人嘛 有了那么漂亮的女人 而且还是第一次 整个晚上肯定是会乐此不疲的 他们都是 有过这类经验的人 有这种情况 也是正常 不过很快 当他们想到李世民 压在了温柔那样美女身上的时候 他们的心里 就有点不舒服了 虽然他们是臣子 但他们也是男人 男人都是有一些嫉妒的 他们不喜欢看到 同类得到其他漂亮的女人 当然 他们不会用这个理由 他们要用其他的理由才行 圣上怎么能这样 怎么能这样 就是 就是 臣民女色 绝非民君所为啊 圣上 堕落了呀 这不行 绝对不行 没错 不行 作为天子 必须力经图治啊 我大唐正危机四伏啊 片刻间 群臣激愤 他们好像对于李世民的这个样子 很是不满 觉得李世民 简直不配做一个皇帝 大家声讨着 声讨着 内心都生出了一些不爽 而就在他们这样高声说着的时候 皇宫大门这才终于开了 一名太监站出来后 扯着弓压伤喊道 进宫 上殿工人喊完之后 群臣相互张望 脸上仍旧带着愤怒之色 而后 他们便陆陆续续地进了大殿 皇宫 大殿 李世民已经来了 不过他显得有点疲倦 整个人的眼神四开半开 微微眯着 群臣进殿之后 他这才强打起精神 道 诸位爱卿 有事奏事 没事退朝 他这样说完 朝中群臣便陆陆续续地说了起来 可能是有点嫉妒李世民抱得美人归 而且还玩了一宿 所以 群臣今天早上的事情有点多 说了一个又一个 甚至连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拿了出来 一开始 李世民还能忍受 可到了后面 他就有点困得不行了 整个人都觉得昏昏沉沉的 但朝中大臣并无要结束的意思 仍旧在说着 圣上 公布袁外郎受伤了 臣提议应该把他点换了 圣上 山东之地 又有一小谷流明 大带百师来人 圣上 江南又有群臣说着 李世民却已经离睡着没多远了 现在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 能够让他从困意中苏醒过来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高世联突然站了出来 并且高声大喊道 圣上 臣要弹劾 声音很大 李世民突然栽了一下额头 紧接着他就醒了 不过仍旧有点昏迷 他揉了揉眼睛 仔细辨认了一下后 才认清是高世联的声音 高 高爱清何事 要弹劾谁 一听到高世联的声音 李世民就觉得自己 差不多知道 他要弹劾谁了 而事情也的确就是这样 高世联道 圣上 臣要弹劾晴天 果然是他 李世民心里想着 然后就有点异性阑珊 因为每次高世联弹劾晴天 都不会成功 这次显然应该也不会 不过 他还是随便地问了一句 弹劾晴天什么啊 圣上 晴天做出了一件 羞辱我朝廷脸面的事情 就在昨天 他竟然让全长安城的老宝 都去了尚书省 那可是六部议论事情的地方 他却让老宝去 这简直是我朝廷耻辱 那种地方 是清楼里的人能进的吗 请圣上言成晴天 这事 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 就在高世联这样说完之后 其他人也都立马站了出来 而且表现得十分一份填膺 圣上 这是秦大人做的不对啊 现在是让清楼的人去尚书省 那以后 是不是要让他们来到大殿上了 这太有损我大唐的脸面了 请圣上言成晴天 这是 必须给一个说法和结果 请圣上言成晴天 群臣说着 各个声音激烈 李世民本来还是有困意的 可是一听高世联说的事情后 顿时困意全无 他用一种很好奇的眼光 看着晴天 他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李志如晴天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秦爱卿 高世联说的可是真的 你真的把清楼老宝 叫到了尚书省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晴天 而晴天的脸色有点难看 他觉得自己有点失策 这种事情 去其他地方也是可以的 但他当时可能因为温柔的事情 没有仔细考虑 直接就把人叫到了尚书省 以至于发生了现在被人弹劳的事情 而且是群起弹劳 这事 他的确做得有点不对 圣上 却有此事 晴天这话出口 整个大殿顿时又起喧嚣 好啊 好啊 果然有这种事情 晴天 你完了 作为堂堂朝廷官员 你竟然让那等下贱之人去尚书省 你还真是够可以了 晴天 你真是把我朝廷的脸面都给丢尽了 朝中官员不停地指责晴天 旁边的高士连看到这种情况 有点得意地露出了一丝冷笑 李世民坐在龙椅之上 此时睡意全无 晴天既然真的做出了这种事情 他简直不敢置信 他的眼眉凝着 眼神之中仿佛带着一股子杀气 晴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实在搞不懂 好端端的 晴天 把那些青楼老宝 叫到尚书省做什么 晴天这里 虽然被人诋毁 心里也有一点后悔不安 但他的神情还算平静 被李世民问候 这才连忙说道 圣上 此事的确是晨的错 是晨疏忽了 没有考虑那么多 至于为何把这些老宝交到尚书省 自然是为了 帮我大唐筹集打仗的粮草 此事 还非得他们不可 听到是为了筹集粮草 一众群臣和李世民 都有点不解 找青楼的人 就能够筹集到粮草了 李世民望向晴天 问道 筹集粮草 如何筹集粮草 晴天道 圣上 几天之后 陈准备在长安城 举办一次花魁大赛 到时候 各青楼的女子都有参加 而想要选出花魁 那些恩客就得花钱买票 如此 我们也就有钱购买粮草了 晴天解释的不多 但他只这么简单地 说了一番之后 大家顿时就都明白了晴天的意思 男人啊 最是喜欢在女人身上花钱 而李世民更是了解这个 现如今 他就感同身受 那个温柔 真是让他喜欢得不得了 不管是在床上 还是不在床上 如果现在这个女人 有什么要求的话 他说不定真的会不惜一切代价 为他绊倒 女人都是有一股魔力的 能够让男人为之生 为之死 晴天要利用那些女人 来赚男人的钱 自然是很好赚的 为了让自己喜欢的女人 成为花魁 那些有钱人 肯定是会大把大把地砸钱吧 这个世上的有钱人 不是其他人能够理解的 钱对他们来说 不是用来满足吃穿住用型的 而是用来满足身心愉悦和面子的 为了这些东西 花大把大把的钱 他们也都不会有丝毫的心疼 这个办法不错 只是 就在这个时候 高世连又跳了出来 圣上 不要听晴天瞎说 这个办法怎么可能赚的钱 那些人不会傻乎乎地掏钱的 还有 晴天到底把那些老宝 交到了上书省 这有损我大唐脸面 必须严惩 高世连不依不饶 晴天站在大殿之上 并没有丝毫的辩驳 哪怕他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 但他到底还是疏忽了 接下来的命运如何 全靠李世民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程耀金站了出来 圣上 晴天这事 的确做得有点欠缺考虑 但当时的情况 也是特殊 还请圣上莫要责罚晴天 这时 玉池公和秦淑宝他们 也都站了出来 替晴天求情 那高世连和其他人 想要严惩晴天 他们怎么能够看着 晴天孤军奋战 该保晴天的时候 他们还是要保的 程耀金 秦淑宝 他们这些人 在朝中的分量 绝对不是高世连能比的 他们这样 开口之后 朝中对晴天的指责 倒是少了许多 李世民坐在龙椅之上 沉着脸 许久之后 才终于开口道 这件事情 朕就给你晴天一次机会 如果能够筹集到 梁草所需钱财 这是朕就不怪罪你了 可若是 你没能筹集到钱财 到时候可要接受惩罚 李世民心里 并不怎么想惩罚晴天 不过这件事情 他也不好袒护 只能这样说 算是给彼此一个台阶 晴天这里连忙硬了下来 高世连看到这种情况 心里有点闷闷不乐 希望晴天的这个办法 弄不到多少钱才来 空气清新 长安城一如既往的繁华和热闹 长安城的各处青楼那里 已经有点嘈杂喧闹了 一众红粉女子 叽叽喳喳地说着 很是兴奋 真的吗 朝廷竟然要选花魁 听说当选了花魁 有很多好处呢 成了花魁 那就成了长安城第一美人 这长安城第一美人 只怕会有很多王孙公子 前来结交吧 风尘女子 也是有自己追求的 既然入了这一行 自然希望可以做到 这一行的翘楚 因为他们很清楚 他们这一行 就是一个讲究名头的行业 谁的名气大 谁就赚钱 谁在自家的青楼里面 就有话语权 如果他们能够成为花魁的话 以后就是他们的老宝 见了他们 也不敢轻易得罪 因为他们是摇钱术 谁都不会去得罪 自己的摇钱术 风尘女子都动了心 开始纷纷寻找自己的恩客 希望他们到时候能够帮忙 与此同时 各家青楼 也都开始推出一些 能够吸引恩客的办法 比如说 有的青楼就规定 只要是支持他们家某一个姑娘 所花钱财前三名的人 可以在他们青楼 免费消费一个月 这对于很多恩客来说 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优惠了 要知道 青楼可是销金窟 一个月一个人在这里的花费 可以说是巨大的 可能比他们一次的花费还要高 如此的话 这些恩客 就算这一次选花魁 花了很多钱 对他们来说也不算是吃亏的 而青楼推出这样的政策之后 那些恩客 自然也就舍得花钱了 因为他们 在支持自己喜欢的姑娘的同时 又不吃亏嘛 大家都是聪明人 有钱的人相对来说 会更聪明一些 而聪明人 都不会做赔本的买卖 当然 青楼也是聪明的 他们也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每家青楼 为了拉拢到有钱的恩客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他们都在不停地想着办法 出着主意 很快 整件事情在长安城传开了 长安城内 花魁大赛很快传开 而且很快成为了整个长安城百姓都十分关注的事情 如果大唐有头条的话 这绝对算得上是大唐的头条新闻 而且是 人人都议论的新闻 而花魁大赛的热闹 让很多人都忽略了李世民的一些私生活 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长孙无忌再次进宫了 不过 他并没有去御书房 而是来到了长孙皇后的寝宫 自从温柔进宫之后 长孙皇后的脸色就有点不好看 整个人也都显得十分的疲倦 哪怕长孙无忌来了 也并无多少改变 长孙无忌的脸色也不好看 哥哥 圣上已经连续三天 留宿温柔那里了 前天更是直接给她封了妃子 照这样下去 我这个皇后的位置可就危险了呀 不可否认 长孙皇后很得李世民的喜欢 她也有那种能够帮李世民的能力 也许 李世民永远都不会废除她这个皇后 甚至对她的爱也不会减弱 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 他们不仅仅有那种男女之情 他们的情感已经深到了亲人之间 但作为女人 面对这种情况 内心总会有一点不安的 而所谓帝王 有时候又是那样的狠心 汉武帝当年那么喜欢魏子夫 可后来还不是建议私迁了 更别说之前被汉武帝嚷嚷着 要金屋藏娇的阿娇了 长孙皇后担心 长孙无忌也没凝重 这个许静宗 真是可恶 还有这个温柔 竟然能把圣上迷的神魂颠倒的 简直不可思议 整件事情 有点超出他们的控制 以至于发生了现如今的情况 长孙无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挫败过 如果没有温柔的出现 就凭借他做出的那些安排 绝对能让许静宗一败涂地 许静宗只要败了 这选秀女的事情 也就会不了了之 可因为温柔这个绝顶美女的出现 让许静宗免于受难 现如今 他不仅继续为李世民选秀女 李世民现在还有了 温柔这个能够让他痴迷的女子 整件事情 真的出了他的意料 两个人内心不安 愤怒 这个温柔 真是晴天表妹吗 长孙皇后问了一句 语气之中是带着愤怒的 但却让人听不出 他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长孙无忌轻声一笑 这个连我自己都没有打听出来 想来晴天也不清楚 你问这个做什么 如果这个温柔不是晴天的表妹 可那天早朝上她的话 却是有一些容易让圣上 对晴天产生质疑的感觉的 晴天是个聪明人 她肯定会有所察觉 如此 晴天对这个温柔 怕也是会提防的 如果可以跟晴天联手 弄清楚温柔 兴许会好一些 长孙皇后想从晴天这里入手 有了晴天的帮忙 她会更有底气一些 但长孙无忌在听完之后 却是摇了摇头 妹妹 很多事情是不能与外人道的 这个 只能我们自己来面对 你知道吗 在这个世上 有很多事情 都是不能指望其他人的 后宫的很多事情 更是如此 如果那个温柔 真是晴天表妹的话 晴天可以说是 安插了一枚棋子在宫里 如此 她怕是会跟他们作对吧 没有人面对权利 还会无动于衷 晴天也不例外 所以 这是不能指望晴天 长孙皇后 好像明白了一点什么 大哥 那你说怎么办 圣上如此沉迷温柔 对他们来说 绝对不算什么好事 长孙无忌沉思 许久之后 危险到你的人 都必须死 说着 她才身上掏出了一个小瓶子 小瓶子里面 有几个药丸 这些都是慢性药 吃了之后 女人想要怀孕就很难 我们不可能一下子 就杀死温柔 不然圣上怀疑 是要调查的 只要温柔不怀孕 你的地位 就绝对是安全的 长孙皇后 生有好几个皇子 而且李承前还是太子 就凭借这些 他的地位 就无人能够撼动 只要温柔无子 就算李世民爱他痴狂 想要让温柔成为皇后 也是不能 因为现如今的长孙皇后 没有过错 而且朝中群臣都会反对的 如果温柔有子的话 反而会生出变数来 所以现在 他们需要温柔生不了孩子 面对那一瓶药 长孙皇后犹豫了一下 她并非那种心狠不辣之人 但片刻后 她还是接了下来 因为她知道 在这后宫之中 想要保住自己的地位 有时候就需要做一些 歹毒的事情来 她是女人 她也是这后宫之主 她不允许任何人 动摇她的地位 对了 这要只能用在温柔身上 其他妃子不要用 如果李世民的女人 都不怀孕的话 那李世民肯定是要怀疑的 而只是温柔一个人不怀疑 那还没什么 长孙无忌这么一说 长孙皇后就明白过来了 她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 两个人这样算计了一番之后 长孙无忌便离开了皇宫 只是 她虽然离开了皇宫 心里仍旧隐隐有一点不安 这个温柔的出现 真的让他们长孙家起了变数 而就在长孙无忌他们注意到 李世民在温柔那里乐此不疲的时候 杨妃这里 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杨妃是隋阳帝之女 也是深得李世民宠爱的 她的儿子李克 更是很像李世民 当然也有点像隋阳帝 颇有点雄才大略 她的儿子 也是争夺皇权的热门之一 她也一直在为自己的儿子寻找机会 入了这后宫 所面对的日子和事情 无非也就是争权夺利 为了自己的儿子 她自然是要做的 温柔的出现 让她也隐隐感觉到了危机 但她并没有做任何事情 她之中嘴角露出了一丝淡笑 观音碧呀观音碧 你不是这后宫之主吗 现在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来维护你这个后宫之主的地位和权利 观音碧是长孙皇后的字 不过平时可没人敢叫 就是李世民也多不说的 但私下 杨妃却很喜欢这样叫她 而在杨妃看来 温柔的出现 正好可以让长孙皇后与温柔两虎相斗 她在旁边渔翁得利 李世民接连灵性了温柔好几天 在这几天时间里 李世民的心理眼里只有温柔一个人 对于其他后宫的女人 她连看都没有看 她仿佛要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浪费在温柔身上 而且还乐此不疲 不过 因为花魁大赛的事情 长安城的百姓没有什么人在意这个 就是朝中的很多官员 也都不怎么在乎这个 可就在这个时候 长安城 李远景的府邸 王爷 如今李世民对温柔已经十分痴迷了 恨不能时时刻刻都跟他在一起 一名探子把皇宫的情况跟李远景说了一下 李远景听完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个世上 英雄难过美人观 温柔是个美人 李世民也过不了他这一关 说着这话的时候 李远景的心头突然一痛 这个温柔是他发现的美人 为了能够完成自己的大业 他对温柔进行了极其严格的训练 而经过训练的温柔 整个人变得更加能够吸引男人 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大业 这样的美人李远景 肯定是要自己留着的 如今 看着自己喜欢的女人 在李世民的膝下成欢 他还真有点难以接受 不过很快 他便又恢复了平静 要完成大业 必须除去晴天 这个人的存在 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变数 本来想着李世民会对晴天疏远的 不曾想事情并不是很顺利 竟然发生了 吐蕃对我大唐用兵的事情 李远景有气 他让温柔 假装是晴天的表妹 就是要离见李世民和晴天的关系 但他们的第一次出手 显然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 李远景说着 片刻之后 又开口道 告诉温柔 让他蛊惑李世民 让李世民属于朝政 还有 想办法让晴天去打仗 晴天打仗很厉害 让他去打仗 有可能就是让晴天立功 但是 在李远景看来 打仗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谁也不清楚 自己是不是能够取胜 是不是能够活着回来 打仗是一件死亡概率很大的事情 晴天也许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万一他死在了战场上呢 还有就是 晴天离开了长安城 他的很多事情做起来也才方便 李远景这样吩咐了一下之后 很快就有人硬了下来 他们在皇宫里安插的还有人 要把李远景的意思传递给温柔 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这是李远景的恶毒计 而有了这个计策 他相信 要弄死晴天 应该没有什么困难的 李远景这样安排下去后 温柔很快就得到了这个消息 而他得到这个消息后 并没有着急 要让晴天去打仗 必须要有合适的机会 在机会没有来临之前 他们要做的就是隐忍 他相信李远景也是这样想的 一个有野心的人 在条件没有完全附和自己的时候 就要学会隐忍 三天时间过得很快 花魁大赛终于开始了 天气已经有点炎热的感觉 所以花魁大赛的场地 就安排在了长安城东的一个地方 这里相对凉快一些 而且有不少的阁楼 站在阁楼上面 可以把下面的比赛 看得一清二楚 而这些阁楼里的好位置 更是一早就被一些打管显贵 有钱人给定了下来 有钱人 有权的人 就是有这样的能力 只要是他们想要的 他们就一定能够得到 特别是这些用钱和权力 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更是如此 而那些没能定到好位置的人 就只能围着擂台转悠了 当然 想要围着擂台转悠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要来到这里观看比赛 是要花钱买门票的 晴天现在需要钱 那么 但凡是能够弄到钱的手段 他都会用 门票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 一张门票并不算特别的贵 也就一贯钱 但能够看到一百多名漂亮的女人 在擂台上表演才艺 一贯钱 对于那些有能力的人来说 绝对是物有所值的 而来的人很多 就这一贯钱的门票 就让晴天他们收入颇风了 因为参加花魁大赛的姑娘很多 有差不多一百来人 如果一个一个地来表演的话 未免就太耗费时间了 所以 在整个擂台现场 一共设下了八个擂台 这样的话 会相对快一些 这天一早 整个比赛现场 就已经有点人满为患了 大家在这里等着 吵着 熙熙攘攘的 晨时的时候 比赛开始 八名姑娘同时上了擂台 表演才艺 而这八个姑娘一上台 立马就有人开始为他们投票起来 一张票的价格不低 但为他们投票的人 也还算可以 当然 也只是还算可以 并不是特别的多 因为这几个姑娘 并不是那些青楼里的头牌 要知道 头牌都是要压轴的 他们要先看看其他人的才艺 这样知己知彼 才能够百战百胜 不是头牌 他们的恩科大手比的也不多 就算偶尔有一两个大手比的恩科 也绝不至于能够改变什么 高士连也是带着人来的 他就坐在某一个阁楼的窗前 看到并没有多少人买票支持那些姑娘 高士连的嘴角就露出了一丝冷笑 晴天啊晴天 你把这些人想得也太傻了吧 就这样的 你还想让他们掏钱 真是可笑 可笑啊 高士连觉得 晴天这个办法不行 就算卖门票的钱不少 但想要支撑这么一场战事 绝对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 就在高士连这样想着的时候 其他青楼里的姑娘 陆陆续续的上场了 这些姑娘 有一些都是名气很大的 恩科很多的 他们一上场 就有人开始支持起来 我支持一百票 一百票就是一千贯钱 绝对不少了 我支持两百票 我支持三百票 有名气的风尘女子一出场 那钱哗啦啦的就来了 高士连站在阁楼上 看到这种情况之后 顿时瞪大了双眼 这些人 都是傻瓜嘛 他们 对钱 就来得这么容易 高士连一直觉得自己挺有钱的 现在他有点怀疑这个 这个世上 从来都不缺有钱人 而有钱人做的事情 很多时候 其他人也不能理解 对于很多人来说 有钱人今天在一个女人身上花的钱 足够他们一家人 很舒服地过一辈子了 但这些有钱人 在扔出去这些钱的时候 却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他们的境界不一样 对于有钱人来说 他们今天扔出去的钱 可能就跟很多普通人 遇到乞丐打赏的那点钱是一样的 这点钱对他们来说 就是普通人打赏乞丐的钱 随着越来越厉害的头牌 出来表演才艺 那些恩客头的钱 也是越来越多 而为了得到花魁 各家青楼也都自己花钱买票 他们早已经算计过了 就算他们自己买票 他们也是不亏本的 既然不亏本 那何不博一下呢 很多时候 生意只要不亏本 其实就可以做 投入的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豆腐的有 争一口气的也有 想要面子的也有 而想要这些 就要砸钱 狠狠地砸钱 比是从早上开始 一直到黄昏快要落尽的时候 才终于结束 最终的花魁 是一个长安城 很有名的风尘女子 不过对于这个 秦天是不在意的 他只在乎 今天他们一共赚了多少钱 在一个仓库里面 此时已经堆满了各种铜钱 以及其他金饼什么的 满满一屋子 让人看了之后 心里都忍不住要发扬 这可都是钱啊 有了这些钱 他们想买什么都能买到 秦天命人清算了一下 除去分给各家青楼的利润后 剩下的钱来购买粮草 完全是绰绰有余的 你小子还真是够可以的 用这个办法 一下子就把我们需要的粮草 给弄到了 程耀金拍了一下秦天的肩膀 兴奋之情 异于言表 秦天笑了笑 如今钱财够了 接下来的事情也就好办了 命人去购买粮草吧 边关战士 等不得 程耀金点头 然后就又吩咐了下去 很快 这个消息就在长安城的 一些人那里传开了 皇宫 御书房 李世民刚从温柔那里回来 他这几天有点疲惫 而且可以说疲惫的不成样子 坐在御书房的椅子上 批阅奏折 他都有一种 想要昏昏欲睡的感觉 现如今 连他自己都觉得 自己有点过于沉迷女色了 李世民啊 李世民 你啊 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李世民自言自语地说着 然后打了个哈欠 可是这样说了一句之后 他的心里忍不住 就又想起了温柔 那个漂亮的女人 还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 他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磨人的小妖精 才离开一刻 他此时的心就忍不住有些不安和慌乱起来 不安的 让他想要立马再扑到温柔的怀里 圣上 外面的花魁大赛有结果了 工人从外面进来 见李世民拖着下巴发呆 没有批阅奏折 斗胆就说了一句 李世民嗷了一声 片刻之后 才终于明白工人说的是什么 而他明白之后 饶有兴趣地问道 哦 有结果了 晴天可筹集够了粮草所需的钱财 李世民也不在乎花魁是谁 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 花魁是不是名副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这个就是砸钱的活动 谁的钱多 谁就赢呗 他只在乎他们有没有赚到钱 工人笑了笑 道 圣上 秦小公爷还真是好办法 那些青楼里的姑娘一出场啊 那些人的钱就跟捡的一样 刷刷地就扔了出来 那钱啊 来得真快 就跟抢的似的 花魁大赛结束啊 我们的钱就筹集够了 听说还有剩余的工人嘀嘀咕咕地说着 李世民听到 钱财这么容易就筹集够了 也是一乐 在他看来 秦天的这个办法 能筹集到钱不假 筹集到不少也有可能 但筹集到足够粮草所需 甚至还有剩余 那就有点不太可能了 他甚至都没有想过 可如今的结果是 钱财真的就这样筹集够了 难道男人为了女人 真的可以做出很多事情来吗 不可思议 李世民觉得 这件事情太不可思议了 秦天怎么就掌握住了这些男人的心理 不过 李世民也没有过分地在意这件事情 如今粮草的钱财筹集到了 那购买粮草 就是很快的事情 几天时间 牛静达的兵马 应该也已经调集得差不多了 大唐的兵马 快速地赶往松州城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样想着 李世民终于松了一口气 心里也舒服了许多 这么一舒服 李世民也就没有心情 在御书房继续待着了 直接就丢下御书房的奏折 向温柔那里赶去 有好事 心情爽 李世民觉得政务什么的 真不算啥了 皇宫这里 李世民去找温柔 高士连回到府上之后 却已经是气得不行了 今天的情况 他是从头看到尾的 看到最后的时候 他整个人的脸色都是白的 他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看到最后的 有很多时刻 他都是想一走了之的 可他竟然坚持了下来 心里的那种不舒服 让他恨得咬牙切齿 可恶 可恶啊 晴天怎么每次都能够成功 可恶 可恶对于今天发生的这件事情 高士连简直不能忍受 他内心的愤怒 就像是一团火 想要把他整个人都给燃烧了 可是 不管他在府上怎么发脾气 他都无法改变 晴天已经筹集到了购买 粮草所需要的钱财这件事情 怎么会这样呢 这不可能啊 太不可能了 高士连有些失神地坐在椅子上 嘴里不停地嘀咕着 对于今天发生的事情 他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那些有钱人的钱 真的多得花不完吗 竟然在这些女人身上 这般舍得 他完全嘀咕了女人的魅力 也完全不明白 有钱人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到现在 他都不敢相信 今天发生的那些事情是真的 高士连很不爽 而整个长安城的很多地方 很多百姓 却仍旧在讨论着花魁大赛的事情 讨论着那个姑娘才艺双绝 讨论着那个恩客一致千金 令人震撼 五天时间内 晴天如期筹集到了三万兵马所需要的粮草 而粮草背棋之后 牛静达也已经调集好了三万精兵 于是不作迟疑 牛静达带着粮草和兵马 便直逼松州城而去 吐蕃的道路不好走 他们应该能在吐蕃的兵马赶到松州之前 赶到松州 而在牛静达看来 松州有一万兵马 他手里有三万兵马 吐蕃的五万兵马 应该是奈何 他不得的 只要他去了 要击败吐蕃兵马 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的 三万兵马浩浩荡荡地向松州城进发 长安城这里的百姓 并没有受到战事的影响 他们虽然也有讨论松州的情况 但他们说 这件事情的语气就像是在讨论一件 跟他们没有丝毫关系的八卦新闻 长安城依旧地热闹 李世民在温柔这里 越发地痴迷起来 不过 朝中的一些严官发现之后 也会劝说一两句 而这些严官劝说之后 李世民倒是会有所收敛 但一两天后 还是会犯 时间就这样过着 转眼之间便到了初夏 初夏的长安城热得很 蝉鸣锅造得不停 李远景这里 一名下人拎着一个笼子 急匆匆跑了来 王爷 您要的东西找到了 夏人说着 把笼子放在了桌子上 打开笼子上的黑布 可以看到 里面有一只很漂亮的八哥 八哥站在笼子里 向四周打量着 会说话了吗 夏人点点头 回王爷话 会说话了 而且说的还很好听呢 会说那句话吗 会说 已经教会了 好 让他说一个 夏人点点头 然后望着那个八哥逗弄到 圣上万岁 那八哥听到这话之后 顿了一下 李远景也没微宁 正要发怒 那八哥突然就开口道 圣上万岁 圣上万岁 八哥一连喊了好几声 那夏人连忙扔了一些骨子进去 八哥喜欢的就吃了起来 王爷 怎么样 夏人颇有讨好之意 李远景满意地点了点头 道 不错 还真会说这一句话 很可以 把这只八哥给温柔送去 让他用这个 继续拉拢李世民的欢心 作为男人 李远景很清楚李世民的一些情况 如果只是靠美色呀 靠在床上的那些功夫 李世民早晚都会厌倦温柔的 作为一个女人 要有很多可以讨男人欢心的本事才行 男人猎奇 那么 温柔若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李世民肯定会喜欢的 而且 一句圣上万岁 也可以让李世民看到 温柔对他的心意 男人 有时候就是会对对自己好的女人更好 李远景这样吩咐下去之后 那个夏人很快就硬了下来 很快 这只会说话的八哥 就被人给送进了皇宫 温柔那里 黄昏后 李世民终于把所有的事情 都给处理得差不多了 因为大唐很快要发生战事 李世民这段时间也不敢闲着 所以 没有以前来找温柔的时间多了 当然 也有一个原因 一个男人对于任何一个女人 都是有新鲜度的 当这个新鲜感渐渐降低之后 自然也就会把一些事情的侧重发生改变 现在的李世民 又多少恢复到了那个 把精力放在正式上的人 而这种情况 并不是李远景想要看到的 这也是李远景为何要送给温柔八哥的意思 离开御书房后 李世民便直接去了温柔的寝宫 这一整天没见温柔 李世民的心里还真是有点想他的 来到寝宫的时候 李世民并没有看到温柔 而是先看到了温柔挂在房间最显眼地方的那个鸟笼 以及鸟笼里面的哪只八哥 八哥很漂亮 李世民以前也是见过八哥的 他见温柔养了一只鸟 很是好奇 不过 作为天子 还真没有对一只鸟有多大兴趣 所以李世民并没有太过在意这个 他浅笑之后 便要去里面找温柔 这个时候 跟温柔发生点什么 才是他最最想要的 不过 就在李世民准备饶过那个笼子的时候 那只八哥突然开口了 圣上万岁 圣上万岁听到这个声音 李世民一愣 紧接着就顿住了脚步 他望着那只八哥 笑了笑 是你在叫吗 圣上万岁 圣上万岁 八哥又叫了起来 李世民见此顿时大喜 好一只聪明的鸟啊 刚说了一句 已经听到动静的温柔从里面走了出来 圣上 您可算是来了 切身等得您好苦吗 说着 温柔就直接扑到了李世民的怀里 李世民被温柔这么一抱 再闻到他身上的香味 顿时就沉沦了下去 整个人都不舍得从温柔身上离开 爱飞 你的身上真香 圣上 两个人一天未见面 忍不住就有点激动 一番缠绵过后 那只八哥 就又在旁边叫了起来 圣上万岁 圣上万岁 刚才的一切 八哥都看在眼里 此时八哥这样喊叫 仿佛是在为李世民的强悍 而高呼呐喊 听得李世民心头 顿时如同吃了蜜一样的甜 爱飞 你这八哥聪明得很啊 很合朕的心意 听到这话 温柔连忙笑道 见到圣上一时激动 反倒把这事给忘了 圣上 这是臣妾专门为您找的八哥 圣上要是批阅奏折累了 就可以逗弄他一下 兴许心情会好很多呢 李世民把温柔又搂进了怀里 笑道 爱飞说得极是 说得极是啊 有爱飞的这只八哥 以后朕就不无聊疲惫了 那圣上喜欢臣妾 给您找的这只八哥吗 温柔有点撒娇似的问了一句 那声音听得整个人耳朵都要酥了 李世民连连点头 喜欢 喜欢 爱飞给朕的东西 朕当然希望 爱飞能为朕找到这个 也说明爱飞用了心啊 朕当然喜欢 肯用心的人 哪怕这个理由 有点普通无奇 但还是会让人觉得幸福 尽而喜欢的 这个世上 最重要的 就是用心 一个人如果对你用心了 那他就是喜欢你 李世民觉得自己 得到了温柔的心 虽然是天子 但李世民还是很清楚一些事情的 比如说温柔入宫 并不是真的想要入宫 他可能只是别无选择罢了 因为温柔是晴天的表妹 他如果不入宫的话 很多事情都不好办 这个是温柔后来 告诉李世民的 他真是晴天表妹 不管李世民信或者不信 反正温柔就是这样说的 而温柔需要一个身份 一个可以在后宫更有地位的身份 作为晴天的表妹 就很不错 再有就是 他成为了晴天的表妹 晴天从他这里得不到什么好处 其他人还会觉得 晴天有意通过后宫来争权夺利 那个时候 长孙家怕是要提防晴天了 为晴天寻找几个仇人对手 也是李远景很想看到的 而如今 温柔为了讨得他的欢心 专门买了一只巴格回来 这样的行动 就让李世民觉得 温柔是真的爱上了他 这样的感觉 让他李世民突然很有成就感 对温柔的爱 也不由地加深了许多 李世民更爱温柔 这平时与温柔的互动 自然也就多了一些 朝堂上的事情 反而少了许多 这天 李世民更是跟温柔在一起嬉笑玩乐 而没有上朝 朝堂之上 百官左等右等 就是没能等到李世民的到来 怎么回事 圣上已经许久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了 谁说不是 都已经这个时候了 圣上怎么还不上朝 听说 圣上最近越发痴迷温柔啊 红颜祸水啊 难道我大唐也要像随朝那样 二世而亡吗 这个温柔 真是我大唐之害 长孙无忌 要让温柔的名声差 自然会让一些人 在合适的时候 说一些合适的话 比如说 现在李世民没有上朝 李世民不上朝 就是因为受到了温柔的蛊惑 那么现在 把这话说出来 朝中群臣就会把李世民不上朝这件事情 归咎在温柔身上 进而 对温柔产生一些敌意和厌恶 对温柔厌恶 就凭借朝中一些人的暴脾气 肯定是要对温柔下手的 长孙无忌站在大殿之上 听着群臣的议论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他们长孙家族 已经在后宫做主多年 那温柔才来多久 就想蹬鼻子上脸吗 真是可笑 议论之声越来越多 朝中群臣越发生气 就在这个时候 魏征突然跳了出来 如今我大唐事务繁忙 圣上却不来上朝 这实在是不妥 不妥 我要去见圣上 而等谁若想来 跟来便是 说着 魏征一人当先 直接要向后宫冲去 其他群臣虽然义愤填膺 但胆子还没有大到这种地步 所以 在魏征喊了一声之后 朝中群臣 也仍旧只是议论 并无要跟随的意思 魏征顿了一下 有点意外 听这些臣子的意思 他们好像挺想去找李世民 具体温柔的 这些人也应该很积极地相应吧 可现在的情况是 他们没有一个人跟着自己来 这就有点尴尬了 可他已经跳了出来 再退回去 怕是会被人耻笑的 一念起 魏征也只能硬着头皮 向后宫冲去 不过 他刚要去后宫 一名工人就拦住了他 道 魏大人 这后宫您可不能进 您有什么事情 传达给老奴 老奴去找圣上说 就是了 被一名太监给拦住 魏征顿时就不洗起来 骂道 朝堂之上的事情 是你这个太监应该管的吗 让开 说着 魏征就向里面闯去 那太监被魏征这般羞辱 心中也顿生怒气 他是太监不假 但他好歹在后宫 也是有身份的人 被魏征这样羞辱 实在有些忍不过去 一怒之下 他伸手就推了一下魏征 魏征一个不慎 直接被那名工人 给推得倒在了地上 哎呀 哎呀 魏征被工人推倒之后 在地上不停地挨压喊叫着 朝中群臣本来对于去后宫 但此时看到这一幕 都不由得有点生气 他们都是朝廷官员 是最收入尊重的人 后宫太监 哪怕地位很高 在他们这些人的眼里 也只是低等人 如今低等人 把他们高等人给推到了 这简直就是 在打他们的脸啊 若是任由这件事情发生 而他们 又无动于衷的话 那以后那些后宫的太监 会对他们越来越轻视 对他们轻视 就是藐视他们手中的权利 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够容忍的 一怒起 一名官员忍不住喊了起来 去后宫 找圣上 这个官员喊了一声之后 其他人也都连忙喊了起来 随之 他们便一窝蜂地冲了过去 那些想拦住他们的太监 现如今 那里还敢动手 谁敢上前拦截 立马就会被他们这些人 给摁住在地上打 朝中武将可是不少 他们这些太监算个毛啊 几个拦路的太监 很快就被打得鼻青脸肿 只有求饶的份 很快 这些人在魏征的带领下 便冲入了后宫 后宫 凉亭之中 李世民与温柔正在饮酒嬉闹 那只八个如今跟李世民 已经私混熟了 就是站在李世民的手臂上 也不会飞走 而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传来吵吵闹闹的声音来 怎么回事 李世民有点奇怪 后宫之中 一向平静 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声音 而这个时候 一名工人已经急匆匆跑了来 道 圣上 大事不好了 您不上朝 朝中的那些大臣 在魏征的带领下 闯进来了 这 这可如何是好 听到那些官员闯进了后宫 李世民第一反应就是愤怒 特别的愤怒 不过想到是因为自己没有上朝 他又隐隐有一点担心 这件事情 错在他 李世民到底是一个明君 哪怕一时 被美色冲昏了头脑 但很多事情 并不糊涂 明白怎么回事后 他顿时越发有点不安起来 而旁边的八哥 很不合时宜地 又叫了起来 圣上万岁 圣上万岁 八哥这么一叫 李世民顿时宁眉 这要是被群臣看到 自己玩八哥 怕是要被他们说成是玩物丧志吧 一念起 李世民顿时把八哥捂进了衣袖之中 天气有点热 梁亭这里还算好一点 一众群臣进来之后 就看到李世民的衣袖不停地动着 他们这些人 消息都不算闭塞 李世民得到了一只会说话的八哥这时 他们都是知道的 此时龙子在 鸟雀没有了 显然八个被李世民给藏了起来 魏征是个聪明人 而且是个很聪明的人 他所表现出来的不怕死 也只是表现出来罢了 他是李建成的人 只有这个样子 他才能够很好地活下去 有些人 可以学会明哲保身 但他这样的 就不能 他若是学着明哲保身 什么事情都迎合李世民 那他就离死不远了 而他这样的聪明人 在这个时候 自然不会鲁莽行事 他看了一眼李世民 而这个时候 李世民正经微作 怒视魏征 喝道 魏征 你好大胆子 如此这般擅闯后宫 难不成你要造反吗 李世民把所有矛头 都指向了魏征 其他群臣听到这句话后 心里顿时就松了一口气 他们虽然都跟着跑来了 但还真不想 跟李世民针锋相对 如果有人挑头 那自然再好不过了 而如今 李世民为他们找了一个头 而李世民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很清楚 跟一个人为敌 比跟一群人为敌 要容易得多 只要能够将魏征击退 其他人自然也就好说了 不过 李世民这般怒喝魏征 并没有起到丝毫的反应 魏征大意凛然 完全不惧 把胸膛又挺了一下之后 道 圣上 臣之所以来 是因为最近朝中的事情 实在是太过繁忙了 很多重要的事情 没有圣上不行了 既然圣上在后宫 那臣就只好来后宫 跟圣上商议事情了 聪明如未争 并没有像以前那样 不管不顾的 跟李世民针锋相对 他竟然也迂回了一下 而他现在说来 这里是因为有重要的事情 李世民就是想惩罚他 也是不能了 有重要的事情 肯定是要先说重要的事情的 李世民心里憋着一股气 可又没出仨 只能强忍着 问道 哦 如今我大唐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魏征看了一眼旁边的那些人 这些人神色微动 很快便明白了魏征的意图 于是很快 他们这些人便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地说了起来 很多事情 其实都是他们准备在今天早朝上说的 如今在这里说 也是一样 有一些事情 是他们临时想到的 如今他们也说了 李世民跟他们说着 讨论着 表面虽然十分的平静 心里却是有点着急 因为他衣袖里的八哥 还在不停地晃动挣扎 天气有点热 如果不能够将八哥尽快地放出来 他们恐怕会被闷死的 李世民担心 可未争他们这些人 仍旧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地说着 每一件事情都要好好地讨论 整个议论仿佛没有了尽头 时间就这样慢慢过着 太阳渐渐地就到了头顶 天气更热了一些 李世民衣袖里的八哥 渐渐不怎么挣扎了 而且很快 就又平静了下来 魏征等人 仍旧在继续说着 李世民心里却是有点怒火 可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若是发作 之前所有的忍耐 可就都白费了 事情说着 直到快中午的时候 才终于说完 他们都已经看到了 李世民衣袖里八哥的情况 他们也都清楚 那个八哥已经死了 虽然他们没有达到 劝谏李世民的目的 但八哥的死 应该会让李世民明白 不上早朝 是要付出代价的吧 大家心照不宣 都没有怎么说 见八哥死后 也就没有再继续寻找话题 圣上 事情都已经说得差不多了 时间也不早了 明天我们早朝上再继续说 陈等告退 魏征告退 其他人也都连忙跟着离开 梁亭这里 终于安静了下来 而魏征等人刚走 李世民就把自己的八哥拿了出来 只是这个时候 这只八哥躺在桌子上 是一下都不动弹了 他被闷死了 在这样的炎热天气 他被闷死 是很正常的情况 看到八哥死了 李世民的脸色 变得十分难看 魏征 可恶 实在可恶 他心爱的八哥 就这样死了 对魏征 李世民的厌恶 又加深了一些 而旁边的温柔 神色微动 八哥死了 他讨好李世民的东西 就没有了 而今天这么一闹 李世民怕是 又要历经图治了 而这绝不是 李元景想要看到的 他的目的没有达到 而他绝不想看到 这种事情发生 想着 温柔突然一下子 就哭了起来 圣上 圣上 臣妾的八哥 怎么就这样死了 这可是臣妾 对圣上的一片心意啊 没想到就这样死了 温柔哭得梨花带雨 女人哭的时候 最是能够惹人恋爱 而漂亮的女人哭泣 就让人觉得心疼了 温柔这么一哭 李世民顿时怜惜不已 忍不住就把温柔 抱进了怀里 每人不哭 你的心意震动明白 温柔哭嚷着 道 那圣上要替臣妾的八哥报仇 李世民也没微动 道 爱妃 那些大臣也是为了我大唐 这事就这么算了 放心 朕对你的爱只多不少 李世民到底是李世民 已然悔悟的他 自然不会因为温柔的几句话 就对魏征动手 温柔看到这个之后 倒是愣了一下 他觉得自己 还是低估了李世民 也有点高估了自己的魅力 的确 李世民这个男人 是喜欢他的 甚至是迷恋他的 但同时 李世民对于很多事情 仍旧也是清醒的 他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可以做 温柔的心 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如果这个样子的话 李远景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他们要迷惑李世民啊 这事 他只怕是办不成的 必须让李远景来做 温柔并没有再说 什么教训未争的话 而是顺着李世民说了下去 圣上真乃千古明君 是臣妾有点小家子气了 圣上以后说什么 就是什么 臣妾都听圣上的 爱非能之阵 真好 魏征挑头闯进后宫的事情 很快在长安城传开了 李远景听闻此事之后 也没顿时就威宁起来 因为魏征挑头闯进后宫 他用来让李世民玩物丧志的八个死了 李世民又开始历经图治起来 他此前的努力就这样复制流水了 可恶 李远景暗骂了一句 随即就吩咐了下去 找魏征的一些罪证 我要找人弹劾他 一直以来都是作为阎官的魏征弹劾其他人 从来没有人弹劾过他 因为一旦得罪了魏征 他可是要舍命弹劾的 谁也受不了魏征这种不怕死的人弹劾 但现在李远景要找人弹劾魏征 而想要找到魏征的一些可以弹劾的事情 也并非什么难事 几天之后 在天气渐渐更热了一些的时候 李远景的探子就已经有了消息 探子回来之后 把调查到的情况跟李远景说了一下 李远景听完之后 神色微微一动 随即就笑了起来 好 好 真没想到 这个魏征竟然在做这种事情 他竟然在做这个 那要弹劾他 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立马下去安排 明天早朝 我要让魏征好看 出下天气 长安城突然下了一场雨 一场很大的雨 与哗啦啦地下着 朝堂之上 群臣意识 与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 魏征站在大殿上 不时地也会发出一两句议论 他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就在早朝这样进行着的时候 一名叫无言的官员站了出来 圣上 臣要弹劾魏征 这话出口 整个大殿顿时安静 但这种安静并没有持续太久 很快 大殿就开始喧嚣起来 什么 竟然有他弹劾魏征 真是有意思了 有人弹劾魏征 谁说不是 这个人是不是吃错药了 魏征也是他能弹劾的吗 大家都为无言的情况给震惊到了 大家都有点惊诧 竟然有人要弹劾魏征 一直以来 都是魏征弹劾其他人吧 大家就这样议论着 李世民的心里 却是突然有点兴奋 魏征以前弹劾其他人 又时常找他的毛病 这让他很是不爽 可面对魏征这个言官 他又只能忍着 如今好不容易有人弹劾魏征 他倒要看看这个人 要弹劾魏征什么 吴爱卿 你要弹劾魏征什么 李世民问了一句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吴言 魏征这里却是十分平静 好像身正不怕影子鞋 他根本不担心 吴言说出的那些情况 而此时 吴言连忙说道 圣上 臣要弹劾魏征有不臣之心 听到不臣之心四个字的时候 李世民的眼眉微宁 隐隐有一点不安 哦 吴大人 我魏征有何不臣之心啊 魏征怒视吴言 他连李世民都不怕 自然不会怕一个小小的吴言 吴言哼哼一笑 道 你有何不臣之心 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 说着 吴言望向李世民 道 圣上 魏征作为圣上的臣子 可是却在府上供奉着 废太子李建成的牌位 甚至还保留着当年的一些东西 似他这个样子 是不是有不臣之心 话罢 大殿顿时喧嚣 晴天站在前面 眼眉微宁 李建成作为废太子 到现在都没有被李世民给平反 如今的李建成 仍旧是要谋反 然后被他李世民给擒拿杀死的 而这样的一个人 连大唐的宗庙之内都不曾有牌位 魏征道好 直接在府上给李建成设下了一个牌位 他这不是明显 让人疑心吗 当然 晴天很清楚 魏征这样的人 不太可能有异心 反李世民也不太可能 他如今之所以供奉李建成的牌位 可能只是觉得李建成有冤 再有就是 作为李建成的救部 他却投靠了李世民 他内心愧疚 不忍李建成没有牌位 只是 他这样做 实在是太危险了 晴天的脸色有点难看 朝廷之上 各种声音不时传来 什么 魏征竟然立有废太子的牌位 他这是要造反啊 这个魏征 还真是好大胆子 不过这是不太可能吧 魏征也是个聪明人 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出来 震惊的有 质疑的也有 不相信的也有 而魏征站在大殿之上 却是像失了魂魄的人一样 一下子梦了 李世民这里 眼眸凝着 杀气有些浓郁 一直以来 他最为担心的 就是自己玄武门杀凶逼附的事情 这是他人生的一大污点 他一直都想忘记这件事情 不仅他自己忘记 他也想让世上的所有人都忘记 可是 魏征竟然为李建成设有牌位 这就有点让人难以忍受了 这几年 他忍受着魏征在朝堂上上蹿下跳的到处弹劾 就是为了自己的名声 可他都已经这般忍受了 魏征竟然还这样对他 这让他很伤心 同时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怒 就像一个人 一直都把另外一个人当朋友 可突然有一天 这个人发现 另外一个人 根本没把他当回事一样 他被人给背叛了 而且背叛得很厉害 这另外一个人 不仅没把他当朋友 还跟他的仇人关系很好 愤怒 愤怒 李世民咬牙切齿 他望着魏征 冷冷道 魏征 可有此事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魏征 魏征的脸色有些苍白 他并没有立马回答 他有点犹豫 他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应该承认 亦或者不承认 有些事情 必须考虑清楚才行 大殿又安静了下来 大家都在等魏征的回答 而大家也都很清楚 如果想要知道结果的话 直接派人去一趟魏征的府上就行了 这事 魏征只要做了 就别想隐瞒 时间慢慢 魏征的额头 渐渐冒出了汗水 许久之后 魏征才终于上前一步 道 回圣上话 臣的确在府上为废太子李建成 设下了一个牌位 魏征承认了 他好像没有其他选择 那牌位如今还在 只要李世民派人去搜一下就知道了 而魏征这样承认之后 整个大殿顿时一片喧哗 众人显然震惊不已 回圣上话 臣的确在府上 为废太子李建成 设下了一个牌位 魏征没有选择 他这么开口之后 大殿之上顿时喧哗一片 不过 就在群臣还没来得及声讨魏征的时候 李世民已经忍不住喝道 好你个魏征 朕自认带你不薄 你却做出这等事情来 你好让朕伤心啊 来人 将魏征打入大牢 听候发落 他已经不想听魏征的任何辩解了 那种被人背叛的心痛 让他摒弃了一切解释 李世民一声怒喝 很快有人出来 把魏征给压了下去 而面对这样的惩罚 魏征并没有多说什么 任由人把他给压了进去 他魏征 也不是没有进过大牢的人 从李建成被杀的那一刻开始 他的性命 其实早就应该不存在了 如今能够活到这个时候 他觉得自己赚了 魏征被带了下去 大殿之上依旧喧哗 李世民怒视群臣 而后挥手喝道 退朝 雨还在哗啦啦地下着 退朝之后 群臣陆陆续续地离开 天气不好 但是关魏征的消息 却是很快在长安城传开了 后宫的温柔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 这一切都是李远景的杰作 如今 魏征被关押进了大牢 他们也算是出了一口气 而以后没有人来管李世民 凭借着他的本事 要李世民颓废堕落 应该不难吧 李远景的府邸 王爷 魏征被圣上给压入了大牢 李远景微微抬起了头 紧接着露出了一丝浅笑 好好 本王就知道 这次一定能弹劾到魏征 这就是与本王作对的下场 以后没有了魏征 那李世民 还不得慢慢堕落下去 李远景很兴奋 他这样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之后 又很快吩咐下去 道 给温柔传话 让他按照我们的计划 继续行事 莫 于是并不见减弱 晴天离开皇宫的时候 李继和秦叔宝他们几个人 相互望了一眼 随即便向同一个方向赶去 看到他们几个人这个样子 晴天多少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魏征在投靠大唐之前 也是瓦刚寨的议员 跟李继 秦叔宝 程咬金他们的关系不错 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善雄性 现在自然不想再失去魏征 当年李建成被杀 他们就为魏征求过情 如今魏征发生了这种事情 他们自然不会置之不理 他们几个人怕是要去商量 营救魏征的办法 晴天一声长叹 他就不明白了 既然已经投靠了李世民 又为何还要对李建成念念不忘 就算他对李建成念念不忘 也没有必要表现出来吧 藏在心里就好了呀 这个世上 最不容易被人察觉的 就是人心了 只要忍着 谁能知道他的心里到底是什么 愚蠢 实在是愚蠢 简直是愚不可及 晴天摇了摇头 然后坐着马车 往府上赶去 酒楼 这是长安城一家十分普通的酒楼 这样的酒楼 长安城有很多 而这家酒楼平日里根本不会被人注意 但今天 这里却一下子来了好几个 潮中重量级的人物 他们这几个人来了之后 先是沉默不语 都只是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酒 酒并不是什么好酒 喝起来的时候 还有点酸 若是以前 他们肯定立马就要大吵大骂起来了 但今天 他们好像根本就没有喝出来 窗外的雨 还在哗啦啦地下着 仿佛不准备停了 趁机许酒之后 程咬金才终于开口 这个魏老道 真是找死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既然已经投降了圣上 干嘛还要立李建成的牌位 程咬金骂骂咧咧的 他觉得魏征简直就是个笨蛋 中途不是二主 他们既然投靠了李世民 成为了李世民的忠臣 那就要为李世民做事 怎么还能再继续想着李建成呢 如今此事被李世民发现了 他那般生气 这让他们怎么救吗 程咬金说了一句 秦叔宝脸色也有点难看 他也觉得魏征的做法有点不对 他们这些人都是经历过随末大乱的 在那段时期 他们也时常投靠人 就比如说秦叔宝 他以前是随朝的人 后来到了瓦岗寨 又曾经投靠过王世冲 再后来投降了大唐 他们虽然不停地投靠人 但投靠了一个 就肯定是要忠心的 绝没有像魏征那样 投靠了一个人 还想着以前的主子 这样的话 谁受得了 魏征以前也投靠过其他人 怎么他就偏偏立了李建成的牌位 愚蠢 真是愚蠢 如今给了人把柄 他的小命怕都保不住了 几个人相互张望 最后把目光都投向了李建 作为他们以前的军师 像这种事情 他们还得指望李建 英国公 你说现在怎么办 这魏征 我们就还是不救 一个瓦岗寨的老兄弟问了一句 李建神色威宁 就肯定是要救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救 魏征做出了这种事情 圣上愤怒至极 就算我们这些人去求情 怕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吧 他们这些人在朝中都是很有地位的 很多事情 李世民都会给他们面子 但这件事情 他们去求情 怕是不会有什么效果 当年玄武门之变后 他们已经替魏征求过情了 本以为魏征会一心为李世民办事 没想到如今发生了这个 如此 他们那还有脸在去求情 而且 他们这些人越是去求情 那李世民怕是越发会觉得 魏征想要谋反 越发的不会放过魏征吧 天子都有忌惮之心 他们瓦岗摘在朝中 也是一波不弱的势力 要说李世民不忌惮他们 好像不太可能 虽然 他们没有刻意的结党营私 但关系到一些利益的时候 他们还是会凝聚在一起 人嘛 在这个世上混 讲究的 就是人情世故 没有是绝对不行的 李继这话说完 其他人相互张望 一时间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他们求情无用 那怎么就魏征啊 魏征是一定要救的 关键看怎么救 李继把问题抛出来后 大家相互张望 一时间 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说英国公 我们这些人里面 救你鬼主意最多 怎么救 你给想个办法 李继沉思 许久之后 却是露出了一丝苦笑 如果是李建成刚被杀的时候 这事兴许还好办一点 我们第一次救 都好说 可如今玄武门之变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魏征还念念不忘废太子 那样的话 这事就不好办了 李继也不知道该怎么救魏征 程咬金见此 撇了撇嘴 道 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 早知道你也没有办法 我们就把秦天叫来了 他肯定有主意 因为是他们瓦钢寨弟兄商量事情 所以他们 没有叫秦天来 但现在他们都想不出好的解决办法 程咬金自然也就想起了秦天 而他这么一说 秦叔宝立马就跟着点了点头 这是 小天我看是行的 其他人也都连连点头 在他们的心里 秦天的确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他们解决不了的事情 秦天说不定是能够给解决的 不错 不错 我们去找秦天吧 就是 就是 去找秦天 让他给想主意 大家说着 就要去秦天的府上 不过这个时候 李继却站了出来 道 不要急 就算要去找秦天 也不能我们一群人都去 一国公 卢国公 你们两个人去一趟秦天府上吧 我们等消息 就是了 他们瓦钢寨 肯定是受李世民忌惮的 如果再这样到处招摇 未免有点惹人起坏心 所以 找秦天这事做得低调一些就心理 秦淑宝和程咬金 跟秦天的关系最好 让他们两个人去找秦天 也不会引起什么人的怀疑 对于此 大家也没有什么意见 程咬金和秦淑宝两个人 点头就印了下来 这样说好之后 秦淑宝和程咬金两个人 起码冒雨 向秦天的府上赶去 与此同时 李继他们 则陆陆续续地回家 长安的雨 还在哗啦啦地下着 温度有所降低 让人觉得清爽了许多 秦天回到府上之后没多久 秦淑宝和程咬金两个人就来了 义父 卢国公 你们怎么来了 因为知道程咬金他们去商议 就魏征的办法 所以秦天对他们来找自己 所为何是多少有一点猜测 只是他很奇怪 有李继 这样的人在 他们应该能想出办法来的吧 为何还要来找自己 为了魏征的事情 秦淑宝说了一句 他是那种有什么就说什么的人 程咬金这里 倒是随意一些 直接就拉住了秦天的手 进了客厅 道小天啊 魏征跟我们的关系 你是知道的 他虽然得罪了不少人 但我们不能不救 你得赶快想个办法 把他得救出来才行 果然是为了魏征的事情 秦天心里苦笑 问道 英国公也想不出办法来吗 程咬金发了个白眼 撇嘴道 别提他了 一点办法都想不出来 你小子必须想出救魏征的办法 秦天道 卢国公有点为难我了 魏大人自己找死 谁也救不了他 这么说来 你也没有办法 英国公都没有办法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也没有办法 秦天也不知道该怎么救魏征 程咬金和秦叔宝两个人 看到这个之后 脸色都有点难看 也都有点失落 本来以为有秦天在 他们要救魏征也不难 可没有想到的是 秦天也不知道怎么救 难道魏征 这次真的在劫难逃了 秦天怂怂间 没有说什么 雨还在哗啦啦地吓着 程咬金和秦叔宝两个人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 两个人都有点伤感 秦天回屋 九公主已经在等着他了 你真没有救魏征的办法 秦叔宝和程咬金两个人 来这里的目的 九公主已经知道了 秦天笑了笑 办法自然是有的 不过魏征以前不知收敛 连废太子李建成的牌位都敢立 如果不让他吃点苦头 他怕是不长教训 就让他在大牢里多待几天吧 等差不多了 再救他 听秦天这样说 九公主撇了撇嘴 道 让魏征吃苦头是可以的 可万一圣上等不及要杀他 你说怎么办 放心吧 不会的 一来魏征的罪名并不算很大 圣上不会要他性命 再有就是 圣上没有立马杀了他 说明圣上还是很理智的 他也知道其中的一些缘由 不想杀了魏征 魏征恐怕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既然做不出来 那这个罪名就不大 李世民自然也就不会杀他 九公主已经明白了秦天的意思 他点了点头 圣上的确不会杀了魏征 可想要救他 也不容易吧 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我们就不好救 但长孙皇后去救 可就好救了 等过几天 让唐蓉进宫一趟吧 唐蓉跟长孙皇后的关系不错 让他进宫去 按照秦天的一些计划行事 要救魏征 应该不难 秦天把情况说了一下 九公主听完之后 觉得还可以 于是就点了点头 长安成的雨停了 程咬金他们 还在位怎么救魏征发愁 魏征的家人 也在四处求人帮忙 只是 这一次 魏征纯粹就是自己找死 大家谁也不敢沾惹 所以 也就只能静而远之了 再加上 魏征本来就得罪了很多人 在朝中并无多少同僚 如此 肯出手的人 也就更少了 长安百姓议论纷纷 都觉得魏征这次 怕是插翅难逃了 唉 你们说 魏大人这是何苦呢 李建成都已经死了 还为他立什么牌位 就是 就是 现在都说他谋反 他连辩驳的机会都没有 看来 魏大人是真的活不成了 雨停之后几天 长安城的天气 变得有点燥热起来 这日子 让人觉得不怎么舒服 一些大户人家 也只能在自语屋的时候 才会感觉到一些凉爽 而就在这样的天气下 已经许久没有进宫的唐蓉 突然进宫了 进宫之后 他便直接来到了皇后的寝宫 长孙皇后平日里在后宫 也没有什么人来玩 看到唐蓉来了 他倒是有点意外 也有点欣喜 两个人在宫里闲聊 唐蓉把秦天动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都给长孙皇后给带来了 不过更多的 还是一些给李治的小玩具 如今的李治很是年幼 正是喜欢玩的年纪 秦天的那些玩具 都十分有趣好玩 李治拿到之后 喜欢得不得了 他年纪虽小 再已经开始接受 比较严格的教育了 如此难得有东西玩 自然兴奋得不行 两个人就这样说着 不知不觉 话题就扯到了魏征这里 当然 唐蓉来就是为了魏征的事情 就算长孙皇后不提 他也是会慢慢扯到上面来的 皇后 真不知道那魏征怎么回事 怎么就做出了这种事情来 现在圣上 把他关押在大牢 也够他受的了 只是简单的一个评价 长孙皇后听完之后 并没有多想什么 他点了点头 显然也是认同唐蓉的这话的 魏征在自己府上 历历建成的牌位 的确有点找死的感觉 他也觉得魏征该死 有谋反倾向 而这个时候 唐蓉又假装无意说道 听说魏征之前 闷死了圣上的八哥 如今他有今天 也是报应 连圣上的八哥都敢闷死 这话说完 唐蓉就又插开了话题 不过 长孙皇后 却是突然眼眉威名 没有再注意 唐蓉接下来说的什么 他突然想到了很多事情 如今后宫之中 最受宠的是温柔 而李世民的那只八哥 是温柔给的 魏征让李世民闷死了那只八哥 就等于是得罪了温柔 而有魏征在 李世民也不至于 太过沉溺于美色 李世民不沉迷美色 温柔想要蛊惑李世民 也就不太可能了 如此他这个皇后 才也更有机会 仍旧做这后宫之主 可如果魏征死了 那谁还有那个胆识 来监督李世民 突然之间 长孙皇后觉得 魏征不能死 至少在温柔 还继续宠惯后宫的情况下 魏征还不能死 这个不怕死的人 还有用 而一个人只要还有用 他就有活下去的价值 长孙皇后想通了很多事情 而想通之后 他便觉得自己 恐怕要做点什么了 唐蓉在快中午的时候离开了 整个过程 他也只是稍微聊了几句味噌而已 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而唐蓉离开皇宫之后 长孙皇后便直接来到了御书房 御书房 窗外有水流之声 里面还是相当清爽的 李世民在御书房批阅奏奏折 虽然他跟温柔在一起的时间很长 但现如今的他 并不算特别的荒废政务 见到长孙皇后来了 李世民有点意外 紧接着又突然意识到 自从温柔入宫之后 他好像还从来没有去过皇后的寝宫 不由得他的内心生出一丝内疚来 哪怕他现在十分的宠密温柔 但他也只是喜欢温柔的美色罢了 而要说感情 他跟长孙皇后的感情 才是最为深厚的 皇后怎么来了 长孙皇后笑了笑 道 圣上 臣妾此来 是有件事 想问一下圣上 哦 什么事情啊 李世民有点好奇 他不知道长孙皇后 有什么要问自己 长孙皇后道 圣上 臣妾想要问一下 您准备怎么处置未争 听到长孙皇后 竟然是为了魏征来 李世民的神色 就微微动了一下 对于魏征 那天在早朝上 他的确是十分生气的 不过后来他又想了一下 觉得这个魏征 虽然做出了那种事情来 但要说他有谋反之心 却还不太可能 如此 他也就没有急着处置魏征 不过 至于是放了魏征 还是怎么处置他 他还没有考虑清楚 要知道 如果放了魏征 魏征就等于是众人别人怀念李建成 为李建成立牌位 这对于他的统治很不利 他肯定是要以井效尤的 可如何处置魏征 才最为恰当 又不好拿捏 如此 也就只有先把魏征给关进大牢里面了 皇后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李世民抬头 看着长孙皇后 很是好奇地询问 长孙皇后神色平静 道 圣上 您是千古明君 是要做到心胸宽广的 臣妾觉得 魏征虽然有罪 但罪不至死 圣上若是要惩罚他的话 还是不要伤他性命的好 说到这里 长孙皇后又道 圣上此前忍了魏征这么久 若是在这个时候没能忍住 岂不是功亏一篑 而且 大家也会认为 圣上是因为厌恶魏征 才会利用这个机会除去他 长孙皇后说得不急不缓 李世民听完之后 并没有表态 而这个时候 长孙皇后又继续说道 还有就是 圣上 玄武门之变 已经过去多年了 废太子李建成 仍旧是谋反之人 仍旧也是建民 庶人 可他到底是我大唐的皇室子弟 他这个样子 多少会让人觉得 圣上毫无亲情 也毫无仁慈之心 宽广之心 所以臣妾觉得 圣上不如借着这次的机会 给李建成追风 让世人看到圣上的胸怀 长孙皇后就这样说着 他很了解李世民 知道李世民心里 最担心害怕的是什么 也知道李世民 最想看到那种情况 作为天子 难免会有一些虚荣之心 为了能够在以后的史书上 有一个好名声 很多事情 他都是会做的 魏征这个样子都忍了 那以后的史书上 必定又是一番佳话吧 李世民本来没有想过 要饶了魏征的 但现在 听了长孙皇后的一番话后 他觉得自己 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放了魏征 为李建成他们追风 不过在此之前 他需要见一见魏征 听他好好说一下 他不希望放一个 对自己仍旧不忠心的人 夏日的天气有些炎热 大牢里的气味有点难闻 让人有一些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任何一个地方的大牢 在夏天好像都一样 很少有人会去考虑犯人的人权 自然也就不会考虑 他们是不是住得舒服了 犯人 能活着 就已经很不错了 死了正好 在古代的大牢里面 很多犯人有时候 并不是被拉到菜市口砍头才死的 很大一部分人 其实都是在大牢里生病死的 而对于这样的犯人 很多狱族也乐于看到这种情况 魏征虽然以前是御史大夫 但他被押入大牢之后 他的待遇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他的牢房有点脏乱 气味弥漫着 让人觉得想要呕吐 魏征在这里已经忍受了几天 他有点受不了 可面对如今这种情况 他也一点办法没有 他有点后悔 后悔自己怎么就做出了这种事情来 这几年间 他已经对李世民有了更大的信心 他觉得 李世民是一定可以 开创一个贞观盛世的 他对李世民的忠心 已经无庸置疑了 而之所以立李建成的牌位 是因为他觉得愧对李建成 觉得李建成就这样死了 还被李世民冤枉 未免太过无辜了一些 如今的李建成没有牌位 他便想给李建成立一个 一来 报答李建成对他的知欲知恩 二来 也是想让自己的心安一点 他到底是做了内疚的事情的 只是这件事情 竟然被其他人给发现了 以至于他现在有了牢狱之灾 而他对李世民 还是很了解的 李世民是个仁慈的人 但这仁慈是对百姓而言的 而对于敌人 他会比任何人都要残忍 如果他认定自己就是谋反的话 他肯定不会饶了自己 不安 不安 不安的情绪蔓延开来 再加上大牢里闷热的天气 魏征越发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他想要大声地呼喊 可是在这样的牢房里 他竟然没有丝毫想要嘶喊的勇气 闷热 绝望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脚步声 魏征的心头又突然沉了一下 也许 自己的日子到头了吧 李世民终于要对他动手了 很快 他便看到了来人 那是一个太监 李世民身边的太监 魏大人 圣上轩你进宫 随我来吧 太监的态度一般 不算好 也不算坏 他这么说完之后 挥手命人打开了牢房 然后便静止地走在了前面 魏征的心扑通扑通 直跳 但随着他走出牢房之后 他的脸色就又变得坚毅起来 这是他该有的姿态 人在暗处 可以懦弱可以有自己软弱的一面 但一旦走出来 就要有勇敢面对世上任何困难的决心 要不怕死 皇宫还是那个皇宫 魏征跟着工人进入了御书房 李世民没有在批阅奏折 他在等魏征 醉臣魏征 拜见圣上 魏征匍匐在地 向李世民行了一礼 李世民看着魏征 久久不言 而魏征也没有开口 两个人就这个样子 一个人坐在龙椅上望着另外一个人 而另外一个人跪倒在地 没有抬头 御书房的气氛有点凝重 有点怪异 许久 许久之后 魏征再次开口道 醉臣魏征 拜见圣上 而就在魏征这么开口之后 李世民顿时破口大骂 魏征 郑可有亏待你 为何要这样对朕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做 让朕很伤心李世民嘀嘀咕咕地骂了一通 也质问了一通 在李世民痛骂的时候 魏征并没有开口 直到李世民骂得差不多了 魏征这才终于开口道 圣上 臣知罪 李世民怒施魏征 道 你知罪 你知何罪 魏征道 圣上 臣本罪人 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 臣就应该死了 是圣上给了臣继续活下去的机会 臣这条命 早就已经是圣上的了 为了圣上 臣早已罔顾生死 只求圣上能够成为一代明君 我大唐能够开创一个盛世局面 臣一心一意 只为圣上 只为大唐 哼 只为朕 只为大唐 可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做的那些 是为了朕 为了大唐吗 听到魏征这么一番话后 李世民更是怒不可接 本来还想饶了魏征一命的 结果现在又起了杀心 因为 魏征做的这些 简直就是 把他李世民 当成了傻子 可他李世民不是傻子 魏征神色平静 道 臣为李建成设下牌位 的确是臣的罪 不过 臣这样做 没有其他意思 只是希望 圣上能够心有所安 这话出口 李世民的脸色 顿时就变得争鸣起来 他自然明白 魏征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李世民做出了杀胸逼腹的事情 他内心肯定是不安的吧 夜里肯定睡不着觉吧 如此 魏李建成立下牌位 多少可以让人心安一点 魏征背叛了李建成 心里不安 他知道 李世民肯定比他更不安 御书房的气氛 顿时又变得凝重起来 仿佛一瞬间 这里就杀气弥漫起来 李世民的眼眸凝着 他就这样看着魏征 而魏征却把胸膛挺了得更厉害了一些 时间就这样过着 许久之后 李世民才终于开口道 正会为李建成追风的 也会让他的牌位入宗词 虽然很弃魏征的这种情况 但他还是做出了这个选择 一来 长孙皇后让他表现仁慈和宽容之心 为李建成做点什么 好让百姓 对他更加爱戴 是他早已经准备做的 再有 他已经明白了魏征的意思 他虽然为李建成立下了牌位 还找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 但他现在对自己是忠心的 只要忠心就行了 忠心的人就能用 治理国家 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人在讨厌 但只要他有本事 能够让大唐更加的繁荣 那么他李世民一个人的喜好厌恶 又算得了什么 魏征愣了一下 他似乎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他甚至已经想过 从容赴死了 可李世民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显然不会要他性命了 御书房的气氛 突然松懈了许多 魏征整个人仿佛都要在那一刻 瘫在地上 他的命总算是保住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李世民又鸣眉魏征 道 朕虽为李建成追风 你的死罪也可免去 但活罪却是难逃 对于此 魏征早已经有所预料 所以并不算特别的紧张 陈岭圣上责罚 李世民点点头 然后对魏征进行了一番责罚 这一番责罚相对来说并不是很严重 也就是把魏征的官职降低了一些 但仍就是严官 可对朝中的一些事情 进行弹劾批评 再有就是 罚了他一年的俸怒 魏征不像程咬金这些人 平日里还做生意 他也没有多少战功 所以平时府上花销所需 全靠俸怒 罚他一年俸怒 对魏征来说也不算小了 至少这段时间 他们府上的人要节俭许多 这样惩罚之后 李世民就让魏征离开了皇宫 魏征离开皇宫之后 便急匆匆地往府上赶去 而就在魏征离开皇宫不久 这个消息就已经在长安城传开了 后宫的长孙皇后 最先得知这个消息 听闻魏征已经回府了 长孙皇后这里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有魏征在 那温柔 想要蛊惑李世民 也就不容易了 李世民但凡有一点 沉迷女色的样子 魏征就会带人 冲进后宫里来吧 也许魏征不能帮他 彻底解决了温柔 但至少给温柔增加了一些困难 让温柔多一些对手 如此 他在后宫之中的地位 才无人可以撼动 长孙皇后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温柔也已经听闻了 而他在知道 李世民并没有杀了魏征 甚至对魏征都没有怎么惩罚的时候 温柔的脸色就变得有点难看 本来想着 就算李世民不杀魏征 也肯定不会留魏征在京城了 可现在 魏征仍旧在京城 仍旧是阎官 这样的话 他和李远景的计划想要实施 恐怕仍旧会有难度 可恶 怎么会这样 温柔几乎能够想到 李远景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的愤怒样子 他们所有的努力 又功亏一篑了 接下来 他们怕事又要从头开始 李远景肯定是愤怒的 天气炎热 这天下午 程咬金他们 结伴到了秦天的府上 你小子 不错 不错呀 一来 程咬金就称赞起秦天来 称赞的秦天心头微尘 好像有什么危险要发生似的 卢国公 此话从何而来啊 程咬金撇了撇嘴 道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魏征那老道 能够活着离开大牢 肯定是你出手帮的忙 你让唐荣进宫的事情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他们这些人 都在皇宫里面 安插有人手 皇宫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要知道也不难 唐荣平日里不怎么进宫 这一次突然进宫了 然后魏征就活过来了 那怎么回事 他们不用脑子去想 也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吧 一众人对秦天说着 秦天苦笑 突然觉得有些事情 好像并不怎么容易引麻 夏日 天气炎热 大唐北方薛颜驼 薛颜驼本来只是一个 很小的国家 一直以来都受突厥的控制 说白了 他们就是突厥的一个附庸国 只是 突厥被李世民给灭掉之后 他们便摆脱了突厥控制 渐渐成为大唐北方 最有实力的一个国家 薛颜驼和突厥一样 也是有很多部落组成的 而现如今 他们的可汗是珍珠可汗 珍珠可汗掌控薛颜驼的时间 并不是很长 也就几年时间 在这几年时间里 因为没有了突厥的控制和压榨 他们的发展相对来说 迅速了许多 在珍珠可汗的带领下 薛颜驼的实力 也可以说是空前强大的 各部落的兵马加起来 有十几万只重 像这样的一只兵马 在珍珠可汗看来 是完全可以做出一番大事业来的 哪怕面对大唐 他们也完全不用忌惮 不过这个时候 薛颜驼内部 却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薛颜驼王宫 珍珠可汗的办公之处 一名轻瘦男子 站在珍珠可汗旁边 珍珠可汗有点胖 三十几岁年纪 长得还算英俊 不过 他这略有些发胖的英俊脸颊 此时 却是愁容满面 罗莉 我薛颜驼虽然强大 但各部落的实力 也相应增加了许多啊 他们这些部落首领 各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一个两个 凭借着我的兵马 话能控制他们 但如果他们 都反了的话 恐怕就不好收场了 而现在他们 那些小可汗都有野心 你说这该怎么办才好 薛颜驼的部落实力强大 薛颜驼才变得强大 只是 一个小部落强大之后 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不怎么愿意服从 珍珠可汗的管理 有什么好处 他们也想多要一点 这种情况 已经接连发生了好几起 可把珍珠可汗 给弄得有点不安 罗莉是他手下的一个谋士 能力和智谋 都是十分厉害的 如今被问 罗莉沉思片刻 随即说道 可汗陛下 想要让我薛颜驼的 各部落凝结 想要更好地掌控他们 最好的办法 自然是发动战争了 一旦战争爆发 他们就只能跟我们 团团地抱在一起了 而战争开始 他们的力量也会削弱 我们趁机吞并其他部落 渐渐强大 然后就没有人敢对我们不敬了 说着这话的时候 罗莉摸了一把自己的胡须 珍珠可汗听了这话后 觉得挺有道理 于是开口问道 不错 不错 只是我们 对谁发动战争呢 罗莉想了想 道 大唐 说出大唐这两个字的时候 房间的气氛 顿时仿佛为之凝结 珍珠可汗的脸色 变得有点难看 许久之后 才终于说到 大唐实力强悍 连突厥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们薛颜驼 又怎么可能是对他们的对手 你这个办法 恐怕不行吧 罗莉浅笑 若是以前 我薛颜驼自然不是唐军对手 但如今 吐蕃也要对大唐开战了 大唐有多厉害 能够接受两个国家的围攻 在罗莉看来 他们薛颜驼的确不是大唐的对手 但大唐如今正与吐蕃作战 只怕没有多少精力 能够顾及到他们吧 不过 罗莉虽然这样说 珍珠可汗 却还是有点担心 连突厥这般强大的国家 面对大唐都不是对手 他们又怎么可能是大唐的对手 吐蕃的确对大唐用兵了 可吐蕃是大唐的对手吗 只怕也不是对手吧 罗莉 这个绝对不行 你再想个其他主意 珍珠可汗 好不容易当上了薛颜驼的可汗 因为得罪了大唐这个强大的对手 而让自己的虔诚敬毁 大唐的厉害 他还是知道的 罗莉见珍珠可汗这个样子 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思虑片刻之后 才又开口道 如此 那就只能向大唐提亲了 如果可汗陛下 能够娶到大唐的公主 与大唐打好关系的话 那其他部落 自然不敢再基于您的地位 因为那个时候 大唐不会袖手旁观 如果成为了大唐的女婿 自然也就有了更加强大的后盾 要控制其他部落 也不是什么困难 只是 罗莉说完这个之后 珍珠可汗的眼眉 就又凝了起来 你这个办法倒是好 可是大唐从来不和亲 当年土一魂去提亲 使臣的耳朵都给割掉了 我们去提亲 怕也不成吧 大唐不和亲 这个态度 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出来 但也算是让很多国家都知道了 如今 他们明知大唐的态度 可还去提亲 这未免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大唐如果不和亲 那他们 恐怕就要丢脸了吧 罗莉道 可汗陛下 如今大唐的局面并不好 我们去提亲的话 他们答应的可能性很大 而且 如果他们不答应的话 我们也正好以此出兵 那个时候 可汗陛下的目的都能达到 说到这里 罗莉声音微微一沉 道 可汗陛下 有些事情 就算明知道困难 还是要做的 因为不做 其他部落的人 如果杰族先登 那可汗陛下觉得 还能保住自己的位置吗 听到这话 珍珠可汗 脸颊顿时就抽搐了一下 如果其他部落与大唐联手的话 那他还真的要失去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不安 不安 但随之 就是坚定 好 罗莉你说得不错 既然如此 那就派人去大唐提亲吧 不如就你去怎么样 其他人本可汗不放心 初始大唐 而且还是要提亲 这是绝对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但此时珍珠可汗 却要罗莉去 罗莉的心头一沉 突然有点后悔 给珍珠可汗出这些主意 但现在话已经说出口了 他不答应 好像也不行 暗暗骂了一句之后 罗莉便拱手道 请可汗陛下放心 这事就交给微臣吧 微臣这就尽快出使大唐 为可汗陛下娶一个公主回来 夏日炎炎 牛静达带着兵马 已经赶到了松州城 长安的天气 已经热得让人有点承受不了了 魏征仍旧作为阎官 继续着他以前做的事情 讨人厌 讨官员厌烦 也讨李世民厌烦 但他却有点乐此不疲 好像死过两次之后 他已经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 李世民虽然仍旧沉迷温柔 但也算是有所克制 朝中事情并没有任何的耽搁 时间就这样过着 而就在盛夏来临的时候 薛颜陀的使臣罗莉 带着他的使臣团 终于来到了大唐长安城 长安繁华 绝不是罗莉所能想象的 而当他来到长安城 看到长安繁华之后 是生出了一些野望来 如果有一天 他们薛颜陀的铁骑 可以冲到这里来的话 那这里的黄金和美人 都将属于他们吧 如果拥有了这些财富 他们将强大到 不用去畏惧任何人 野蛮之心在生根发芽 罗莉再来到长安城的第二天 被人叫到了早朝上 大唐的群臣 望着薛颜陀的使臣 都有点奇怪 李世民则直接问道 你作为薛颜陀使臣 来我大唐 可是有什么事情吗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罗莉 此时他们大唐 正与吐蕃作战 薛颜陀在这个时候来 说实话 还是让他们有点不安的 罗莉神色平静 十分镇定 道 天克汗 我薛颜陀的珍珠克汗 仰慕你们大唐公主 因此 特来我前来提亲 还希望唐皇能够考虑 我们两国之间的和平关系 以此联姻 罗莉是个聪明人 她的这句话 很明显是有一点提醒李世民的意思 如果不嫁公主 给他们珍珠克汗的话 他们两国之间的和平关系 可能就不存在了 而他们两国如果不和平的话 大唐双面作战 怕是压力会很大 他要让李世民 知道他们大唐的危机 李世民是个聪明人 听到罗莉的话后 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只是 虽然明白了 李世民的内心 却满是怒火 他的眼神之中 突然露出了一股杀意 不过很快 他又恢复了冷静 如果是以前 薛颜陀赶来提亲 他非得狠狠地教训一下薛颜陀不可 但现在 他们大唐正与吐蕃作战 若是再与薛颜陀开火 他们大唐的压力 真的会大的承受不住吧 可如今要他嫁公主 也是不能 嫁了公主 他此前所有的努力和坚持 可就白费了 这个时候 朝中一些官员 已经有点愤怒了 想娶我大唐的公主 真是可笑 你以为 你们薛颜陀是什么 竟然敢来 娶我们大唐的公主 我大唐绝不和亲 你白来了 若是执迷不悟 小心我们 留下你的脑袋 快滚回你们薛颜陀去 我们大唐不和亲 激进愤怒的大唐官员 就这样议论纷纷 罗莉站在大殿上 却神色平静 只是望着李世民 李世民眼眸微动 许久之后 挥了挥手 道 此事 我大唐 要考虑一下 你先回一馆吧 有消息 正会派人通知你的 罗莉离开 大殿却并未因此而平静 一众群臣 仍旧在不停地嚷嚷着 圣上 绝对不能和亲啊 就是 就是 薛颜陀虽说是北方现如今 我大唐最大的敌人 但他们 还没有强大到 跟我大唐讲条件的地步 我大唐绝不能让 不错 不错 绝对不能让步 和亲 门都没有 几乎整个大殿之上的官员 都是反对和亲的 有了之前的情况 现如今的大唐 已经渐渐接受了 大唐绝不和亲这件事情 如此 有人要他们大唐和亲 他们自然是不愿意的了 不过 他们这些人嚷嚷的厉害 李世民却是一直都没有开口 他也不想和亲 但现如今 他们大唐的情况不妙 如果双线开战 对他们来说 真的很不利 可如今 群臣都不同意和亲 他就算是想和亲 也不好开口 不然这些群臣 非得说他不可 许久之后 李世民才终于望向李靖道 魏国公 此事你怎么看 李靖站了出来 如今的他 在大唐 已经颇具威望 圣上 薛颜陀此时前来提亲 明显就是要趁火打劫 我大唐若是同意 未免施了颜面 是以臣的意思 不可和亲 薛颜陀若是要站 那便站 我大唐打怕他们 北边自然可以安稳几年 说到这里 李靖顿了一下 后又开口说道 大唐威严 不容侵犯 八个字 却已经说出了他们大唐铁骨 说得群臣心头一震 热血上涌 李世民本来还有担忧 此时听到这话 顿时也是一腔火热 那我大唐与薛颜陀开战 胜算几何 李靖道 至少有六成胜算 六成胜算不算多 但也还算可以 李世民扫了一眼 道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大唐便不与薛颜陀和亲 只是不知那位将军 愿意领兵出征啊 李世民这话落下之后 程咬金立马就跳了出来 道 圣上 我程咬金愿意领兵 攻打薛颜陀 圣上 我于迟宫也愿意领兵 圣上 薛颜陀欺人太甚 我秦叔宝也愿意领兵出征 打仗可以捞军功 对于他们这些武将来说 是很有好处的一件事情 薛颜陀也不算特别的强悍 所以 程咬金他们这些人都想去打仗 反倒是晴天 站在大殿上很平静 并不怎么言语 对他来说 在长安城陪伴家人 比远离京城去漠北之地 要舒服得多了 既然程咬金他们这些人想去打仗 那就让他们去好了 不过 他们这些人嚷嚷得虽然厉害 李世民却并没有发话 而是在思虑之后 看了一眼晴天 道 秦爱卿 与薛颜陀开战的事情 就交给你来办吧 与薛颜陀的一战 至关重要 他们大唐绝不能输 所以让程咬金他们这些人去 李世民还真有点不放心 所以他觉得 让晴天去最为合适一些 有晴天在 这一战断不会输 晴天神色微动 面露苦笑 圣上 不知给臣多少兵马 五万 大唐最近两年 阔兵很厉害 直里市民可掌控的 就有差不多二十万兵马了 不过 如今他们双线作战 吐蕃那边如果出现了情况 这边是要抓紧 吊击兵马过去的 而长安城这边 也要防着那些藩王 所以 能给晴天五万兵马 已经很不错了 晴天听到给五万兵马 虽然有点不乐意 但还是点头硬了下来 五万兵马 应对薛颜陀的十几万兵马 胜算的确不是很大 但如果办法得当的话 也不是没有可能 晴天开始集合兵马 而这个消息 很快传到了罗丽这里 罗丽听闻 唐军并不赞成和亲 而且已经做好了 与他们薛颜陀开战的准备 他不仅没有担忧生气 反而有点欣喜 只要与大唐开战 他们薛颜陀的猛将 就有可能击败唐军 只要击败了大唐 那么他们想要的很多东西 都能够得到 长安城实在是太繁华了 他现在做梦都想拥有长安城 如果他们来到了长安城 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们的 而想要得到这些 就只能通过战争 战争 有时候是重新分配资源 最好的办法 得知唐军情况后 罗丽并没有在长安城 多坐停留 当天下午 他便骑着快马 离开了长安 不过 就在他刚刚离开长安城后 没多久 他就被一群人给拦住了 拦住他的人年纪不大 也就十几岁 绝不到二十岁 不过他们长得 都已经算是十分魁梧了 成出没 他就是薛妍陀的使臣吗 欲吃宝灵拦路之后 用手指了只停下来的罗丽 成出没呵呵一笑 不是他是谁 这小子还真是找死啊 竟然敢让我大唐嫁公主 既然如此 那就让他的狗命留下来吧 也好让他知道 我大唐不是好惹的 成出没 秦怀玉 他们这几个少年 嘀嘀咕咕地说了几句 随后就要动手 罗丽心头一沉 坐在马背上喝道 你们 你们要做什么 大唐也是大国 难道要斩杀使臣吗 成出没呵呵一笑 我大唐可没有斩杀使臣 你是在半路上 遇到了强盗山贼 然后被杀的 跟我大唐朝廷 可没有什么关系 跟他说那么多废话 做什么 直接杀了他算了 欲吃宝灵有点不耐烦 说着 提起兵器就杀了过来 秦怀玉和成出没 他们见此 也没有再耽搁 直接也都杀了过来 那罗丽只是一个使臣 并无多少武艺 那里 是他们这几个人的对手 所以片刻之后 他们就被成出没等人 给杀的一口气都不胜了 临死之前 他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自己还想着 入主长安城的美梦呢 可怎么突然之间 就这样死了呢 死得未免也太突然 太意外了一点 而杀了罗丽之后 成出没哈哈大笑 就这样一个废物 竟然还敢来我大唐提亲 好了 如今任务完成 我们也是时候 回去向秦大哥交差了 真不知道 他让我们杀罗丽做什么 秦福 秦天很快就等到拉城出没 他们几个人的消息 秦大哥 那个罗丽 被我们给杀了 听到罗丽被杀 秦天点了点头 好 你们做得不错 秦怀玉却是神色有点疑惑 道 秦大哥 两国交战 不斩来使 那罗丽是血炎陀的使臣 我们就这样杀了他 恐怕不好吧 以后其他使臣 怕是不敢来我大唐了 使臣有时候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杀使臣这种事情 在战事最为紧张的时候 都很少发生 可是 在战事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秦天就把罗丽给杀了 这实在有点不符合规矩 要知道 如果罗丽没死的话 薛严陀可能不会对他们大唐用兵 可如今薛严陀的使臣 死在了大唐境内 这就等于是 打了薛严陀的脸啊 如此一来 薛严陀怕是必定会出兵的吧 秦怀玉不解 秦天却是浅笑 薛严陀明知道 我们大唐不和亲 可还是要派使臣前来 显然他们早已经有了 与我大唐一战的准备 人杀或者不杀 薛严陀都会对我们开战 杀那个使臣 一来是我觉得这个人 城府很深 让他回去之后 对我们大唐十分不利 再有就是 我要让人知道 想要挑衅我大唐 就要付出代价 而且是写的代价 秦天稍微解释了一下 秦怀玉他们听完之后 虽然仍旧有点不明白 但他们却也觉得 杀了罗丽 更能够让他们觉得爽 毕竟 他们大唐不容人侵犯 秦大哥说的是 这次打仗 秦大哥把我们也待上吧 是啊 跟着秦大哥 肯定有军功 可捞啊 几个人说完罗丽的事情后 便想跟着秦天去打仗 对于这个 秦天苦笑 带你们去打仗也行 首先给你们的父亲同意 战场是无情的 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不好向 程咬金这些人交代 不过 他这么说完 程出墨就笑了起来 秦大哥放心好了 我们的父亲都是同意的 而且 这也是 他们要我们这样做的 有军功可捞 程咬金他们这些人 自然不会傻傻着不要 他们渐渐上了年纪 再过几年 可能连兵器都拿不起来了 他们的儿子 虽然能够继承他们的爵位 但没有军功傍身 他们到底是不放心的 而且 作为男子汉 他们都觉得 应该在战场上历练才行 秦天一听这个 顿时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既然你们的父亲都同意 那你们就跟着我去吧 李远景的府上 秦天要与薛颜驼开战的消息 很快传了过来 听到这个 李远景的眉头 微微明了一下 一开始 他的确是想让温柔想办法 让秦天去打仗的 不过却是想让秦天去松州 跟吐蕃打仗 不曾想半路杀出来个薛颜驼 把秦天给弄走了 他得考虑一下 是松州危险 还是薛颜驼危险 相比较下 吐蕃的实力 要更为强悍一点 而且 松州的实力也弱 秦天去的话 肯定要危险一点的 薛颜驼最近几年崛起了 不过他们的实力如何 却是不知 再有就是 秦天带领的五万兵马可不少 击败薛颜驼的可能性很大 事情多少出了一点意外 不过李远景对于这种情况 也能接受 战争嘛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秦天这边召集兵马 很快 他便带着五万堂军 浩浩荡荡地向薛颜驼赶去 就算薛颜驼不准备 对他们大唐用兵 他也是要去的 防范于未然嘛 若是等薛颜驼开战之后 他再带着兵马赶去镇守 那恐怕就要晚了 而就在秦天带着兵马 向薛颜驼赶去的时候 珍珠克汗已经得到了消息 薛颜驼王城 一名探子急匆匆地跑了回来 克汗陛下 克汗陛下 大事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啊 探子急切 珍珠克汗一听这个 脸色顿时就变得有点难看 这几天他一直都在等罗莉的消息 可是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 他就有点不放心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克汗陛下 大唐拒绝了和亲 而且 而且罗莉大人在离开长安城之后 被杀了 什么 罗莉被杀了 大唐拒绝和亲这事 珍珠克汗有预料 所以还不是很震惊 他震惊的是 罗莉竟然在大唐境内被杀了 怎么回事 是李世民派人杀的吗 不知道 反正罗莉大人就是死了 薛颜驼的使臣死在了大唐境内 这对薛颜驼来说 简直是沉重的打击 甚至 这就是啪啪啪的打脸啊 这种情况 让他有点不能忍受 可恶 大唐未免也欺人太甚了一点 就算他们不同意和亲 也不用杀我使臣吧 想到他需要 发动一场战场 来削弱其他部落的实力 然后的好掌控其他部落 他的心顿时又生出一股杀鸡来 好 好 好你个大唐 既然这般对我薛颜驼 那也就别怪我薛颜驼不客气了 来人 立马召集各个部落的首领 我要与唐一战 本来和亲不成 他们就是要与大唐一战的 如今又发生了使臣被杀的事情 他们就更需要与唐一战了 珍珠克汗的命令下达之后 没过多久 薛颜驼各部落的首领 便急匆匆地赶了来 这些部落首领 现如今 手里都有不少兵马 所以也都生出了野心 平日里相互之间 明争暗斗的事情 可没少发生 如今齐聚亡成 他们心里多少都有点紧张 毕竟之前珍珠克汗 派人向大唐提亲的事情 他们都知道 而他们很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发生 如果珍珠克汗去了大唐的公主 那他们就算有野心 也不敢轻易反了珍珠克汗 他可是有大唐撑腰的人 一众人聚齐之后 一名部落首领开口问道 克汗陛下 这么着急宣找我们前来 不知道有什么事情 这名部落首领问出来后 其他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珍珠克汗 他们真的很怕听到 珍珠克汗要跟大唐公主完婚这事 薛颜驼王成大殿 一众部落首领望着珍珠克汗 珍珠克汗宁眉 道 大唐欺人太甚 杀了本克汗派去的使臣 而且 大唐已经派兵前往我薛颜驼来 要与我薛颜驼一战 如今 我薛颜驼面临着生死的抉择 我要与大唐一战 而等速速调击兵马前来 听到珍珠克汗这话之后 一众部落首领相互张望 事情跟他们担心的不一样 大唐不仅没有同意和亲 还要与他们薛颜驼一战 只是面对这样的一战 他们是应该响应呢 还是不响应 如今发生了这种事情 他们现在要推翻珍珠克汗 可以说是非常有理由的 不过 想要推翻珍珠克汗 却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珍珠克汗的实力强悍 拥护他的部落也有几个 而如今大敌当前 如果他们先行内斗的话 反而真的会灭国 而 战士若是真的起了 那个时候薛颜驼生灵涂炭 只要度过了这一截 他们要推翻珍珠克汗 应该就会更加的容易一些吧 这些部落首领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野心 战士对他们薛颜驼来说是不利的 但对他们来说 却是带来了机会 而他们需要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 在珍珠克汗这样说完之后 他们便没有怎么犹豫 大唐真的有点欺人太深 既然他们领兵前来一战 我们应战就死了 没错 没错 大唐杀我薛颜驼使臣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薛颜驼的厉害 现如今 我们薛颜驼 可不是任由人宰杀的 我们要打败唐军 没错 杀到长安城去 一众部落首领气氛高涨 不停地高声嚷嚷着 珍珠可汗 看到他们这个样子 心里顿时就有了底气 万一这些人不同意 与唐军开战 那他接下来的情况 怕就要不妙了 不过这些人同意开战 那他倒可以与唐军一战 如果击败了唐军 那他们薛颜驼 就可以从大唐那里 得到他们想要的一些好处 好 既然诸位都觉得 大唐有点欺负人 那我们就与大唐一战 如今大唐双面作战 我倒要看看他们 能支撑多久 珍珠可汗这样安排下去之后 便命人调集兵马 以便能够与唐军一战 报仇血恨 而就在唐军向薛颜驼方向赶来 薛颜驼也向唐军这边赶的时候 松州城这边 松赞干部带着五万吐蕃强兵 终于来到了松州城外 吐蕃兵马很是强悍 再加上松赞干部亲自领兵 他也基本上完全掌控了其他各部落 所以吐蕃的气势看起来也十分的强悍 不像是松松垮垮的 吐蕃兵马来到松州城后 先在松州城外 屋里休息了一个晚上 次日一早 松赞干部才终于带着兵马来到松州城下 要与唐军一战 此时松州城内有四万兵马 虽然没有吐蕃的多 但在牛静达看来也是不少了 他觉得自己有强悍的兵刃 要击退吐蕃兵马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 就在吐蕃兵马来到松州城下后 牛静达也已经带着兵马 与其兵风相对 看到唐军出了松州城 松赞干部心下大喜 他们吐蕃的将士 擅长在平面上战斗 不怎么会攻城 要他们攻下松州城 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 如今唐军出城一战 他们的信心顿时就足了许多 两国兵马相对而望 牛静达看了一眼松赞干部和他的兵马 嘴角就露出了一丝冷笑 你们吐蕃好不知量力 竟然要与我大唐为敌 真是找死 现在给你们一次机会 如果肯向我大唐投降 俯首称臣的话 我大唐还可让你们幸免 牛静达很是高傲地说着 松赞干部听完之后 却是哈哈大笑 可笑 实在是可笑 你还真把你们大唐当回事了呀 拜你大唐 一如反掌 松赞干部年纪并不算很大 也就跟成畜莫他们差不多 此时他说出这样的话来 让人听了之后 气得不行 牛静达眼眸一鸣 顿时迸发出无尽杀气来 而这个时候 松赞干部已经哼了一声 挥手命令自己的兵马杀了来 唐军这边 立马把大唐神奴给拉了出来 发射 一声令下 立剑如雨 仿佛要把整个天空都给覆盖 立剑一只接着一只地飞来 很快 吐蕃这边就有一些将士中了立剑 发出阵阵的惨叫声 不过 立剑虽然很多 吐蕃这边也是不少 双方很快就立剑相接了 在吐蕃的立剑 也在射程之内后 唐军的立剑就被压制了许多 很快 两军兵马就相碰在了一起 顿时 杀戮迸发 鲜血喷洒 杀 牛静达带着唐军在吐蕃的阵营之中冲杀 双方杀得越来越激烈 整个天地都有着极其浓郁的血腥味 唐军很强悍 不少唐军还拿有唐刀 他们与吐蕃的兵马接触之后 一开始还是占据有一定的优势的 不过 吐蕃的骑兵很多 他们五万兵马里面 有三万都是骑兵 这些骑兵的速度很快 作战能力很强 他们冲进唐军大营之后 很快就把唐军的阵营给冲散了 冲散了唐军大营 唐军就算有唐刀这样锋利的武器 但想要击败吐蕃 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唐军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 牛静达带着兵马冲杀 也感觉到他们的阻力越来越大 时间慢慢 杀戮和战士还在继续 一个接着一个的将士倒了下去 有唐军的 也有吐蕃兵马的 唐军的情况 却是越来越不妙 不是吧 吐蕃竟然这么强悍了 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 牛静达的内心 就开始有点紧张起来 如果再继续这样杀下去 他们可能会败的 而他牛静达不能败 松州城也绝对不能被吐蕃攻破 一旦松州城被攻破 整个大唐都将呈现在吐蕃的铁击之下 末刀队掩护 回城 本来想要直接击败吐蕃的 发现击不败后 牛静达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退回城内 坚守城门 以便寻找其他机会 牛静达带着兵马 开始退回城内 而这个时候 一支末刀队 却是迎着敌人杀了过去 他们现在的任务 就是掩护其余部队 退回城内 末刀队出 带着千军之力 让人无可抵挡 他们仿佛一堵墙一样 拦住了进攻的吐蕃兵马 末刀一下又一下地挥杀了过去 冲过来的吐蕃兵马 很快就被砍杀 末刀队气势辉宏 虽然他们人少 但却拦住了一波又一波的吐蕃兵马 松赞干部 看到唐军末刀队的威力之后 眼眸顿时就凝了起来 真没有想到 唐军的末刀队 竟然这般地厉害 不过 虽然有点震惊末刀队的威力 但末刀队的人数 到底太少了一些 所以 松赞干部并没有因此 而生出丝毫的退意 不仅如此 他还更加地疯狂 杀 给我杀 怒吼声在战场上响起 那些吐蕃兵马听到之后 便如同疯子一般地杀了进来 而就在吐蕃兵马疯狂杀来的时候 牛静达终于带着大部队进入了松州城 让末刀队退回来 命令下达 末刀队便杀边退 退回护城河后 转身便也跟着进了松州城 城门紧闭 城楼之上 历剑仍旧在不停地扫射着 吐蕃虽然强悍 但这个时候 想要攻下松州城 却已是不能 可恶 如今唐军退回城内 他们想要灭掉唐军 就只能攻下松州城了 但是他们并不是很擅长攻城 退兵 明日再战 吐蕃兵马退回了军营 看着吐蕃兵马退去 牛静达河才算是终于松了一口气 随之 他便把一众将领召集了来 诸位 没有想到吐蕃竟然这般强悍 我们出城与他们一战 显然不是对手 接下来怎么做 你们可有良策啊 一众将领相互张望 他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打仗的猛将先锋 让他们用兵打仗可以 但要他们出谋划策 却是有点难为他们了 将军 如今我们这种情况 出城 于我们不利 只能坚守松州城啊 这句话等于没说 现在谁都知道坚守松州城 是他们唯一能做的选择了 不过 牛静达真正想要的是 是有人能够想出一个好的办法 让他们击退吐蕃兵马 他们大唐并不想守城 而是想要击败敌人 只有击败敌人 才能够带给他们成就感 但他们这些人 显然没有更好的办法 牛静达也没有 所以思虑过后 牛静达也只能一声轻叹 道 吩咐下去 严守城门 把所有能够守城的办法 都给我用上 唐军这边 为守城做着准备 松赞干部回到军营之后 还算欢喜 赞扑 大唐也不过如此嘛 跟我们一战 他们的唐刀 也奈何不了我们 不错 不错 大唐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 要灭掉他们 应该不难 不错 攻下松州城后 我吐蕃可直逼长安城 兴奋 兴奋 吐蕃的这些官员啊 部落首领什么的 都很兴奋 经过这一战后 他们突然有点侵蚀大唐 觉得大唐也不是很厉害 只有松赞干部 眉头微醋 大唐的兵马 的确没有想象中的强悍 不过他们的末刀队 也的确是厉害 我们想要真的击败他们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说着松赞干部望了一眼众人 道 我们既然来了 就要击败大唐 夺了他们的松州城 所以明天 我们要攻城 把我们所有的攻城力气都准备一下 明天 攻下松州城 不错 松赞干部觉得 大唐的末刀队很厉害 但就算如此 他却仍旧充满了斗志和信心 只要他们能够攻下松州城 他们必定能够沉重地打击大唐 他觉得 大唐太过不可一世了一些 但其实呢 大唐远没有他们自己想象的强大 四日一早 松赞干部带着兵马 再次来到了松州城下 这一次 唐军没有出城 他们不仅没有出城 他们还在城楼上严阵以待 等着吐蕃兵马的到来 松赞干部 抬头看了一眼牛静达 嘴角露出了一丝不屑的情笑 大唐 也不过如此嘛 怎么 昨天输了一场 现在便不敢出城一战了 松赞干部在羞辱大唐 他要激怒牛静达 逼牛静达出城与他们一战 不过牛静达还算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 并不会因为松赞干部的几句话 就不顾一切 他也只是呵呵一笑 说什么废话 你有本事 就来攻下 我松州城 攻不下来 那就是你们吐蕃不行 听到这话 松赞干部也没威宁 紧接着也不多言 直接挥手 杀 一声令下 一众吐蕃兵马就蜂拥着冲了过来 唐军这边立马用利剑压制 利剑覆盖了整个天空 整个松州城前都仿佛变成了暗色 冲在前面的吐蕃兵马 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了下来 不过很快 吐蕃这边的弓箭手也开始射箭 唐军压制 吐蕃掩护 双方你来我往地杀着 各有伤亡 战事持续 下午的时候 天气燥热地让人有点难受 吐蕃兵马已经折损了不少 但他们仍旧没能攻下松州城 赞扑 再这样杀下去 我们非得损失严重不可 不如暂且退兵 等我们做出好的工程器械之后 再行工程吧 唐军还是很善于守城的 如今有松州城在 他们的兵马 也不必吐蕃少多少 那么想要守住松州城 自然也就不算什么困难的事情了 至少现在还不是很困难 松赞干部宁眉 思虑片刻之后 才终于点了点头 明经收兵 吐蕃兵马退去 很快 夕阳来临 松州城外的尸体被夕阳罩着 越发看得有点触目惊心 这些尸体 有吐蕃的 也有他们唐军的 牛静达望着松州城外的 吐蕃兵马 再一次松了一口气 速去京城 请求圣上加派兵马前来 牛静达感到了一股压力 如果没有后援的话 他们只怕击退不了吐蕃兵马 晴天带着五万兵马 向薛岩驼赶去 这样到盛夏时节的时候 他们已经跟薛岩驼的兵马 在草原上碰面了 薛岩驼也是游牧民族 他们的兵马特别擅长马上作战 所以他们把战场拉到了草原上 而这草原 以前是突厥的领地 但现在是大唐的 不过在珍珠克汗看来 很快 这片草原 就会成为他们薛岩驼的领地 双方在草原上碰面 太阳有点毒辣 大家都感觉到了一股热意袭来 风是热的 吹在脸上 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珍珠克汗坐在马背上 望了一眼晴天 道 你们大唐好生可恶 就算不准备和亲 为何要把我薛岩驼的使臣也给杀了 晴天神色平静 露出了一丝浅笑 非也 杀你们薛岩驼使臣的 可不是我大唐朝廷 哼 还说没有 你们都把兵马派了来 还说不是 晴天怂怂间 现在好像是你们薛岩驼 在我大唐境内 所以 分明是你们薛岩驼 要对我大唐用兵马 我大唐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罢了 见晴天巧舌如簧 珍珠克汗怒不可接 喝道 本克汗懒得跟你废话 今天你大唐的五万兵马 都要给我死在这里 我要你们永远回不到家乡 说着 珍珠克汗一声令下 随之 薛岩驼的兵马 便向唐军杀了过来 薛岩驼的部落很多 每一个部落的将士 都有自己的标志 在战场上很好辨认 晴天看到这些之后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然后吩咐下去 给我击中兵力 击杀其中一个部落的兵马 说着 他便带着自己的人冲了过去 晴天的兵马十分强悍 而且很大一部分都装备有唐刀 这样冲过去后 他们只杀其中一个部落的将士 所以 就算整体他们略显弱了一些 但如果只杀其中一个部落将士的话 他们又占据绝对的优势 杀戮在草原上展开 鲜血喷洒 血腥的味道弥漫开来 一些突就站在已经有些枯的树枝上 等着战事的结束 那个被晴天盯上的部落 被唐军杀得 有点落花流水的感觉 相比较下 珍珠克汗的兵马 几乎没有受到唐军的冲击 一开始 那个部落首领 还没有怎么察觉 可是 随着自己的兵马越来越少 他便发现有点不对 唐军似乎有意 杀他部落的兵马 以至于战事开始到现在 他的兵马 已经折损了一半 一半兵马折损 这对他们整个部落来说 几乎算是灾难了 剩下的一半部落 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被其他部落给吞并了 明白怎么回事之后 这个部落首领就产生了退役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自然是不能当逃兵的 但他却让自己的兵马后退了一些 莫要冲的靠前 与唐军直面冲突 这个部落避免与唐军接触 擎天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紧接着就又找另外一个部落杀了过来 而且情况跟之前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很快 他们把第二个部落的兵马也杀了许多 这个部落的首领反应过来之后 也不敢上前死战了 他们与唐军死战 反而让其他部落占了便宜 这样的事情 他们才不会去做呢 战事持续了一天 唐军并不占据多少优势 但相比较下 薛严陀的十几万兵马 也没能把唐军给怎么样 黄昏来临 双方兵马各自退去 唐军大赢 秦大哥 今天这一战 我们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啊 照这样杀下去 与我们十分的不利 秦怀玉说了一句 他多少分析了一下战据 他们人数不多 如果按照这样杀下去的话 他们的兵力削弱的速度 要比薛严陀更快一点 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恐怕无法扭转局势 不过这个时候 程处默却是笑了笑 秦大哥肯定是有主意的 不然今天他也不会让我们 逮住一个部落杀了 秦大哥你说是不是 程处默这个人 城府和智商都不及秦怀玉 不过他有一些优点 却也是秦怀玉所没有的 比如说 看事情简单 有些时候 越是用简单的心态去看事情 反而越能够看到本质 程处默这样说了一句之后 秦天就笑着点了点头 薛严陀是由几个部落组成的 他们的实力差别 也不是特别的大 如此那些部落首领 肯定都会有野心的 想要争夺克汗的位置 可如果他们的兵马越打越少 而珍珠克汗的 却没有多少变化的话 那你说 这些部落的首领 还愿意跟着珍珠克汗打仗吗 秦天简单地说了一下 秦怀玉顿时明白过来 秦大哥是要挑拨他们的关系 让他们心不齐 那些部落首领 为了保存实力 只怕在接下来的战斗里 就会用心了 不仅不会用心 他们甚至还想要 尽快结束这场战斗 那个时候 他们要击败这么一支薛颜陀的队伍 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困难的了 心不齐 他们就乱了 秦天这边 为明天的战事做着准备 薛颜陀的军营这里 珍珠克汗 已经对各部落兵马的折损 有了一个了解 看到有几个部落折损严重 他并没有多想 只是有点兴奋 因为 这些兵马的势力弱了之后 他们也就没有了反抗 他珍珠克汗的实力 等一个合适的机会 他甚至可以将这些部落给吞并 他对于接下来的战事 越来越想完了 不过 珍珠克汗 想要把这个战事继续下去 那些兵马折损的部落首领 却是有点不大情愿了 再这样打下去 我们的部落非得全军覆没不可 就这 回去之后 只不定还会被其他部落给吞并呢 我们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 部落之间 永远都存在利益 也永远都存在争夺 这种事情千古不变 所以他们很清楚 自己弱了之后 会发生什么 所以 这场战事 他们不想打了 而其他部落首领 也多少看出了一些情况 他们知道 如果战事继续 他们只怕也会遭遇 跟其他部落一样的命运 薛延陀的部落首领 各怀心思 一夜过去 次日一早 珍珠克汗再次带着兵马前来 要与唐军一战 珍珠克汗不是笨蛋 打仗能够让其他部落的实力削弱 那他自然是很想看到这种结果的 如此 就算最后没能击败唐军 只要唐军帮他消灭了威胁 那对他来说 也是很不错的一个结果 他要借刀杀人 两军再次对峙 擎天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今天都给我打出威风来 莫 一众唐军高声喝着 珍珠克汗也没微微一凝 随即先发制人 带着兵马就杀了过来 草原广阔 薛延陀的骑兵速度很快 唐军这边大唐神弩发射 一只又一只的利剑飞射而去 薛延陀的兵马倒了下去 但他们的骑兵 很快就冲进了唐军大营之中 唐军这边也立马展开了厮杀 这一次 不仅唐军杀得厉害 就是唐军之中的莫刀队 也提前出手 与薛延陀杀了起来 一时间 血腥的味道弥漫开来 薛延陀人数众多 只是 他们由好几个部落组成 而这几个部落 以前就没有一条心 不想对珍珠克汗效忠 发生了昨天的事情后 他们就更加的离心了 所以他们打得都不算特别的激情 以至于 薛延陀人数众多 但因为心不齐的缘故 他们并没有占据多少优势 唐军这里 却是越杀越疯狂 擎天更是身先士卒 带着兵马不停地冲杀 胡适八的大刀 在战场上飞舞 所到之处 薛延陀的将士 立马伸手一触 唐军越杀 士气越是如虹 那些薛延陀的兵马 渐渐感到了害怕 本来一些部落就不怎么想打仗了 如今看到 唐军这个样子 他们就更加地害怕起来 当一个部落的首领 带着自己的兵马 开始后退的时候 其他更多的部落也开始后退起来 这个时候 一名唐将突然高声喊道 薛延陀败了 薛延陀投降了 给我杀 这话本来没什么用 但有一些部落溃逃之后 其他还在厮杀的薛延陀将士 看到他们 很快就信了那名唐将说的话 他们以为 他们真的输了 而既然输了 他们肯定也就没有心思 再继续杀下去了 他们所能做的 就只有跟着一起逃 很快 其他薛延陀的将士 也都跟着逃命起来 珍珠克汗正带着兵马冲杀 见自己的薛延陀男儿都在逃走 不由地慌了神 回来 都给我回来 给我杀 给我杀 珍珠克汗高声喊着 但是将士们都在逃命 那个听他的话 他自己的兵马都不怎么听话了 更别说是其他部落的将士了 薛延陀溃逃 唐军这边 在晴天的一声大喝下 立马便都替着兵刃杀了起来 薛延陀大败 珍珠克汗没有想到 第二天的战争竟然是这个样子 这样一来 他们薛延陀折损严重 想要再与唐军一战 恐怕就很难了吧 只要唐军继续追杀 真的有可能灭了他们 可恶 这些部落首领实在是可恶 珍珠克汗心里骂着 他觉得 如果不是这些部落首领溃逃 他们绝不至于败成这个样子 可现在正式战时 他也不能把这些部落首领怎么样 珍珠克汗回到了军营之中 他的将士都有点垂头丧气的 没有了一点昨天的兴奋 珍珠克汗在大仗之中坐着 脸色极其的难看 这些部落首领 真是可恶至极 若没有他们的潜逃 我薛延陀何至于这般惨白 对于那些部落首领 珍珠克汗气的不行 而这也让他越发地想要掌控其他部落 甚至是吞并其他部落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够彻底地掌控整个薛延陀 而这些将士 都听从他一个人的调动 那今天的事情 以后也就不会发生了 有其他部落首领在 他所能控制的东西 实在是太少了 而心不齐 这个仗就不好打呀 必须想办法才行 珍珠克汗想着 而就在这个时候 让珍珠克汗套牙的那些部落首领 一个个地跑了来 克汗陛下 唐军实在是厉害 我们只怕不是他们的对手 再打下去 我们部落就没人了 所以还是回去吧 是啊 克汗陛下 这一仗不好打 我们先回去 等仰精蓄锐之后 再与唐军开战得好 克汗陛下 退兵吧 这些部落首领 都不怎么想打仗了 打仗会让他们的部落越来越少的 而珍珠克汗的实力 却会越来越强 他们陛下在自己 还有话语权的时候 尽可能多地保存自己的实力 珍珠克汗看到这种情况 眼眉就凝了起来 他知道 如果这些人不想打仗的话 就算他坚持打仗 也没有用 他们还是会输的 再输 他在薛岩陀的威望就不行了 如今很多部落实力减弱 他不妨回去之后吞并他们 等自己掌控一切后 再与唐军作战 念着 珍珠克汗便点了点头 好 回去 这边 唐军已经得胜归来 今天这一仗 打得真是爽啊 把薛岩陀打得落花流水 再来一次这个 我看基本上就能够把薛岩陀打得 向我大唐投降了 没错 没错 再打一次 真的能够打得他们投降 甚至直接灭掉他们薛岩陀 就是 我看我们直接灭了他们薛岩陀算了 这样回去之后 也是灭国之功 秦大哥 你少说 也得被封为国公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 对于接下来的战事 都充满了信心 秦天浅笑 他自然也是这样觉得的 秦天一战击败了薛岩陀 薛岩陀士气受损 各部落也无法团结联手 只要再发动战争 说不定就能够灭掉薛岩陀了 不过 就在秦天他们这样想着的时候 一名探子突然急匆匆来报 将军 薛岩陀的兵马开始后退了 看样子 他们不准备与我们继续作战了呀 听到薛岩陀的兵马后退了 秦天有点意外 失败了一次 他们就不准备打了吗 但就这样的一战 只怕无法震慑到薛岩陀吧 唐军大营 军杖之中 一众人望向了秦天 将军 薛岩陀就这样退兵了 看来我们的任务是完成了呀 是啊 他们战败了 逃回去了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将军 什么时候班师回朝 看到薛岩陀要回去 一众将领都很兴奋 秦天却是摇摇头 先不要急着回去 告诉将士们 让他们给我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一早 追击薛岩陀的兵马 听到要追击薛岩陀的兵马 与薛岩陀再战 众人都是一愣 他们的目的 无非就是教训一下薛岩陀而已 何以如今达到了目的 还要不依不饶 但秦天的命令 没有人敢质疑 很快 就有人把这个命令 传达了下去 唐军将士在军营之中 休息了一个晚上 次日一早 便集合兵马 向薛岩陀逃走的方向 追了过去 薛岩陀逃得早 而且他们骑兵众多 速度还是很快的 唐军的速度虽然也不慢 但却好像总有那么一段距离间隔着 怎么追都追不上去 很快 薛岩陀的兵马 而回到自己领土内后 各部落并没有再聚集在一起 而是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地盘 他们很清楚他们的情况 特别是兵马变少的那些部落 如果他们跟其他部落待在一起的话 很容易就会被吞并 最好的办法 就是回到自己的地盘上去 也许 他们的实力 相比较其他部落弱了一些 但在自己的地盘上 他们还是拥有一定的优势的 而就是这么一点优势 对他们而言 有时候是能够救命的 薛岩陀各部落四三去 晴天的兵马入境之后 并没有继续追杀 而是安营扎寨地停了下来 秦大哥 如今薛岩陀各部落分散开来 他们的实力就弱了许多呀 我们可以逐个破支 秦怀玉很快就分析出了他们的情况 薛岩陀一个部落 也就一两万人 他们几万唐军杀过去后 肯定是能够直接灭掉他们的 像这样的好处 不要就可惜了 秦怀玉说完 陈畜莫和御池宝林他们 也都觉得的确如此 秦大哥 我们就先抓住一个部落 跟他们玩嘛 灭了一个算一个 就是 就是 跟他们斗 斗死他们 陈畜莫他们 这几个人兴奋地说着 晴天却是沉默细思 许久之后 摇了摇头 一个一个地去杀他们 与我们来说十分不利 听到这个 秦怀玉他们 有点不解了 秦大哥 我们逐个破支 怎么就不利了 晴天道 如果我们只有薛岩陀一个敌人 而且我们有足够时间的话 自然是可以一个一个地灭掉他们的 但问题是 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们在这里耗费的时间越长 我们需要的粮草就越多 朝廷的压力也就越大 一旦朝廷供应不出足够的粮草 我们孤军深入 可就要麻烦了 他们来的时候 朝廷是给了粮草的 但并不算特别的多 后续也许会给 但他们必须考虑互布的情况 如果没有那么多粮草 他们就支撑不了那么久 而且 松州城那边的几万兵马 也是要吃饭的 朝廷一下子供应这么多将士的粮草 真的会吃不消的 能够快速解决战斗 就要快速解决战斗 而如果他们一个一个地 解决薛岩陀的部落的话 那么明年 他们都不一定能够灭掉薛岩陀 真正用这样的武力 去灭掉一个国家 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而且 最为重要的是 如果他们灭掉一个部落的时候 其他部落只怕很快就会抱团的 一旦逼急了薛岩陀 他们团结一致 区区五万堂军 还真不一定能够击败他们 上一次 他们能够击败薛岩陀 主要就是因为 薛岩陀各部落心不齐 可真的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 他们怕是会牢牢地抱在一起 人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需要的时候就团结 不需要的时候 就各自为敌 而是团结还是各自为敌 就看他们遇到了什么情况和危险 所以 程出墨他们说的 一个一个地 灭掉薛岩陀的部落这个主意 显然不行 晴天把情况 跟程出墨他们几个人说了一下 程出墨他们一听这个 都有点傻眼 秦大哥 逐个击破不行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追都追到这里来了 不能就这样回去吧 当然不能这样回去 不让薛岩陀亲口承认 投降我大唐 向我大唐俯首称臣 送上将表 我们这算什么啊 就是 不让薛岩陀承认称臣 我们就不算立功 击败薛岩陀 是击败薛岩陀 但要薛岩陀向他们大唐俯首称臣 他们才算是立了大功 只是 想让薛岩陀称臣 就得击败他们 可如今他们这样分散 想要击败他们也不容易 而就算他们不分散 他们又聚集在了一起 而他们团结一致的话 他们也无法击败薛岩陀 他们现如今 变临了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秦天 将军 如何才能够 让薛岩陀俯首称臣呢 秦天想了想 许久之后 才终于开口 不 想让薛岩陀俯首称臣也容易 他们不是想与我大唐和亲吗 如果我们大唐肯嫁公主给薛岩陀的话 那珍珠克汗 自然会向我大唐称臣 如果能和亲 珍珠克汗的目的 也算是达到了 而俯首称臣 也不过就是面子功成罢了 从来对很多国家来说 都不算什么 珍珠克汗 如果能够娶到大唐公主 他自然也就不会介意这个东西了 不过 秦天刚说完 秦怀玉他们的脸色 就变得有点异样了 他们看秦天的眼神都不一样 秦大哥 你说的是真的 你不是一直都不赞成和亲的吗 是啊 要不是你不赞成和亲 我大唐也不会有现如今的态度 秦大哥到底是什么意思 莫非另有深意 大家望着秦天询问 他们实在是不明白秦天的意思 他到底是要做什么 战事不宜拖延 秦天想要的 也只是薛颜陀的俯首称臣 等大唐缓过进来之后 再对薛颜陀用兵 而他的计策是和亲 可是他以前一直都是反对和亲的 陈楚墨等人很是不解 秦天并没有过多解释 而是直接找来了几个口齿伶俐的人 充当使臣 你们速去与薛颜陀其他部落的首领见面 要他们臣服我大唐 只要他们肯臣服我大唐 我大唐可以给他们很多好处 甚至是帮他们夺得薛颜陀克汗之位 但是记住 行动要隐秘一点 但又要让珍珠克汗给知道 这话 陈楚墨以及那些充当使臣的人都有点不解 但秦天没有要解释的意思 他们也就没有多问 只是连忙按照秦天说的去办 这样吩咐下去之后 秦天便什么也没有做 只是在薛颜陀边境处 安营扎债 他要比珍珠克汗来找他 使臣四三而去 向薛颜陀各部落赶去 这些部落首领 对于秦天给出的承诺存有质疑 不过 他们对于克汗之位 也有着迫切的欲望 所以 哪怕他们怀疑 秦天是骗他们 他们也并没有完全拒绝秦天的条件 他们很清楚 如果有大唐支持的话 他们说不定是真的能够当上克汗的 所以 这些部落首领 对秦天派去的使臣 态度还不错 虽然没有把话说绝 但也都留有了余地 秦天的使臣 在薛颜陀的领土上来回窜动 很快 他们的行踪 就被珍珠克汗给察觉了 而且 对于秦天的使臣 跟那些部落首领说了什么 他也多少知道了 而得知这些之后 珍珠克汗顿时大怒 可恶 实在是可恶 这些部落首领 还真是贼心不死啊 他们真的想跟大唐联手吗 蠢货 一群蠢货 大唐乃狼子野心 与大唐合作 能有好吗 珍珠克汗嘀嘀咕咕骂了一通 但很快 他又想到 那些部落首领 都没有拒绝秦天 如果秦天真的付出了一些行动 那些部落首领 铁定是会跟大唐合作的 面对高高在上的权利 不会没有人动心的 他们肯定会动心 那个时候 他这个克汗的位置 只怕就要不保了 他觉得 秦天的这个计谋 实在是太毒了 不行 不行 必须尽快想个办法才行 绝对不能让那些部落首领跟唐军合作 绝对不能 珍珠克汗眼眉宁着 许久之后 他才想出了唯一的办法 想要保住自己的克汗之位 怕是只能跟大唐投降了 投降大唐 向大唐上响表 如此的话 大唐自然不会再对他们薛颜驼动手 那个时候 也不会去联络其他部落首领了 本来 不投降大唐 也灭不掉他们 但现在 为了保住自己的克汗之位 他只能投降了 这样想过之后 珍珠克汗立马找来了一个人 让他充当使臣 向大唐递交降表 天气已经热得有点不成样子 晴天在军营里等着 这天 一名侍卫急匆匆地跑了来 小公爷 薛颜驼派出使臣前来了 薛颜驼派出的使臣 自然是珍珠克汗派来的使臣 听到这个之后 晴天嘴角露出一丝淡笑 终于来了 说着 晴天点点头 让他进来吧 侍卫领命退去 不多时 把薛颜驼的使臣带了进来 这个使臣长得有点肥胖 笑起来的时候 很是和蔼可亲 给人的感觉 就是 人畜无害 薛颜驼使臣 见过晴晓公爷 使臣来了之后 就先给晴天行了一个大礼 这个其实是不需要的 但他还是败了 这就能够让人看出他的态度 对于此 晴天很是满意 他点了点头 问道 珍珠可汗派你来所为何事啊 使臣笑道 我家可汗陛下 身为之前与大唐的战士感到内疚 因此特来请罪 这是我薛颜驼的响表 我薛颜驼愿意臣服大唐 每年向大唐上供 希望我们两国 能够和平相处 珍珠可汗递交了将表 晴天接过将表看了一眼 看过之后 也没顿时就又宁了起来 你们珍珠可汗 还真是好算计啊 投降是投降啊 但还想娶我们大唐的公主 是不是啊 响表上 的确有这个意思 但也只是试探 因为珍珠可汗很清楚 只是投降 还不能完全得到大唐对他的支持 只有让他娶了大唐的公主 哪怕是一个郡主也行 他珍珠可汗 就可以与大唐暂时和平相处 等他把其他部落都给解决了后 就可以向大唐报仇血恨了 没有公主 他心里不安心 不过 晴天这么一问之后 那个使臣顿时就浑身颤抖起来 连忙说道 请小公爷息怒 这个娶公主的事情 也只是我们可汗陛下随口一说 如果你们大唐真不同意 我们也不会强求 我血缘陀现在是真的想与大唐和平相处 使臣担心 大唐又不守规矩 对他动手 只是 他这么说完之后 晴天却是浅浅一笑 道 你不用紧张 本大人也只是说一下 你们家的可汗陛下 要真想娶我大唐公主 也不是不行 不过有条件 听到真的可以娶大唐的公主 血缘陀使臣 却并没有欣喜 反而有点犹豫 他不知道晴天说的是不是真的 万一是试探他呢 他若是同意了 晴天突然变脸的话 那可就不好了 血缘陀的使臣 有点支支吾吾 对于晴天的话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晴天这里 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担忧 于是浅笑 道 放心吧 我说的是真的 只要你们血缘陀答应我大唐的条件 就是嫁公主 给你们 又有什么不可呢 见此 血缘陀的使臣才知道 晴天说的都是真的 这才终于露出了一丝浅笑 如果大唐真的愿意嫁公主的话 那我们血缘陀与你们大唐 必定是可以世代修好的 只是不知道 你们大唐的条件是什么 血缘陀使臣说 这话的时候 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 他知道 大唐的条件 肯定是很难实现的 血缘陀的使臣 紧紧地盯着晴天 仿佛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漏听什么 晴天却是浅浅一笑 道 我大唐要嫁公主给你们 自然是要聘礼的 你们血缘陀不给点聘礼出来 我大唐的公主 岂不是很委屈 普通人家嫁女儿 也还是要聘礼彩礼的 自然也不会少了聘礼 晴天现如今要聘礼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血缘陀使臣听到这个之后 脸颊微微抽搐了一下 大唐嫁公主要聘礼 的确是很正常的事情 只是这聘礼之多 不是他们轻易能够承受的吧 不过 虽然明白这一点 血缘陀使臣 却也没有表露出来 很快仍旧浅笑道 不知大唐要多少聘礼呢 晴天笑了笑 不多 不多 牛羊各五万匹 马三万匹晴天嘀嘀咕咕地说了一下 他们大唐要的聘礼 他这样说完之后 血缘陀使臣顿时冷吸了一口气 这还不多啊 就大唐要的这个聘礼 他们珍珠可汗 要是能拿出来 那就算他眼瞎了 大唐明显是在狮子大开口 血缘陀使臣神色微动 许久之后 才终于开口道 大唐的聘礼不少 我们血缘陀是不是能够拿出来 还真有点不好说 我需要回去请示一下我们家可汗陛下 不知小宫也觉得怎么样 晴天道 这个自然没有问题 你回去请示吧 有了消息就立马来报 我也好跟我们大唐天子说 血缘陀使臣连忙领命退下 而他刚走 秦怀玉他们就赢了上来 秦大哥 你要这么多 那血缘陀只怕是拿不出来吧 成初莫觉得 晴天有点狠 要的这个聘礼 未免太多了一点 秦怀玉他们 也都觉得有点多 秦天却是耸耸肩 多吗 我看一点都不多 那珍珠可汗 还是拿得出来的 说到这里 晴天又露出一丝浅笑 道 就算珍珠可汗拿不出来 但他整个薛颜陀各部落 却是拿得出来的 晴天并没有过多解释 不过他们几个人 却是在那一刻 突然懂了 薛颜陀使臣 急匆匆地赶回了薛颜陀王城 珍珠可汗 一直都在等消息 可汗陛下 珍珠可汗见使臣回来了 连忙问道 怎么样 大唐可有接受我们的降表 可汗陛下 大唐接受了我们的降表 而且 他们也同意嫁公主给陛下 听到这话 珍珠可汗先是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就有点兴奋 娶大唐的公主这事 只是他试探性的一提 大唐同意或者不同意 他都不确定 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大唐竟然同意了 这就有点让人惊喜和意外了 不过 就在珍珠可汗兴奋不已的时候 那使臣又道 可汗陛下 大唐虽然同意嫁公主 但他们有条件 而且这条件 对我们来说有点失利 此时的珍珠可汗 并没有在意这些 只要大唐愿意嫁公主 给他们 就是条件不好完成 也没什么 大唐要什么条件啊 他们要聘礼 而且聘礼很多 牛羊五万头 使臣把晴天说的聘礼清单 给珍珠可汗说了一遍 这样说完之后 珍珠可汗也不由得冷吸了一口气 这么多啊 他是可汗陛下 算是见过很多财富的人 只是如今听到大唐要的聘礼后 他也觉得有点多 使臣站在旁边 苦笑道 可汗陛下 如果不多的话 他们有怎么愿意嫁公主呢 不过在属下看来 如果不娶大唐公主的话 大唐应该也会接受我们的降表的 毕竟大唐双方面作战 他们在我们这里耗不起 大唐肯定会接了他们的降表 不过 珍珠可汗在考虑之后 还是摇了摇头 不 大唐的公主是一定要娶的 如果不能娶大唐的公主 那他珍珠可汗 就和其他部落首领没有区别 得不到大唐真正的扶持 大唐说 支持其他部落首领 恐怕就支持其他部落首领了 只有娶到了公主 真的有事情发生了 大唐也才会更偏向他 珍珠可汗 大唐要的聘礼有点多 但他自认还能够筹集到 也许 他这里的不够 但其他部落首领那里 却是有的 他可以从其他部落里征集 如此 也可消耗其他部落的实力 这样想好之后 珍珠可汗便安排了下去 一边让使臣去跟擎天 把情况说一下 一边 派人去各部落征集牛羊马等等 使臣跟珍珠可汗说好之后 便又急匆匆去了大唐的军营 把他们家珍珠可汗陛下 同意的事情 跟擎天说了一下 擎天听完之后 点了点头 好 既然你们同意了 那我这就跟我大唐天子通病 你们可以放心 我大唐天子 一定会同意的 薛颜图的使臣 对于擎天的这句话 并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他很清楚 擎天在大唐的地位 如果擎天支持和亲的话 大唐的很多人 基本上都是会支持的 再有就是 就算李世民不支持 也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影响 他们的聘礼 肯定是要李世民同意之后 他们才会送过来的 而李世民只要同意了 这事就算是成了 难不成李世民还能毁婚吗 所以 他们可有万全之策 薛颜图使臣跟擎天说完后 就又急匆匆地赶了回去 擎天这里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随即 他写了两个奏折 这一封奏折 按正常情况递交上去 另外一封奏折 给我送给英国公 让他拿着亲自送给圣上 有些奏折 是其他人能够看到的 有一些就较为私密 是其他人不能看的 而擎天给李世的那一封奏折 就是其他人不能看的 擎天这样吩咐下去之后 立马有两个姓氏 拿着不同的奏折 快马加鞭地向长安城赶去 按照他们的速度 八百里加急 大概几天之后 就能够回到长安城了 而擎天的姓氏 拿着奏折回长安城的时候 薛颜图这里 珍珠克汗的人 已经开始一个部落 进行搜刮了 这对于那些部落来说 绝对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可论实例 他们不是珍珠克汗的对手 而且 珍珠克汗 还是他们的克汗 他有这个权利 所以恨 也只能是暗中的恨 给李继送信的姓氏 名叫阿文 他是长安城人 家就住在长安城 他从薛颜图急匆匆地 赶回到长安城后 并没有去找李继 而是先回家了一趟 他已经离开家很长时间了 他很想念自己的家人 又想到薛颜图那边的战事 基本上算是结束了 他也就不用太过着急了 他觉得自己手里的这封信 可能并不是特别的重要 如此晚一点早一点 也没什么吧 毕竟离开的时候 晴天也没有特殊安排 就只是让他把这封信 给李继就行了 阿文回到家后 跟自己的妻子一番缠绵 紧接着又困顿不已 所以很快就睡着了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后半夜了 整个长安城已经宵禁 想要去找李继送信 也是不能 看来只能明天去找英国公了 对于此事 他仍旧觉得不着急 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次日 早朝开始了 长安城的天气有点炎热 虽然已经快到夏末时节 群臣站在大殿之上 有人很快拿着奏折站了出来 圣上 松州那边传来急报 听到松州那边传来急报 李世民顿时眼神一宁 问道 松州那边 情况如何 回圣上话 松州城情况有点不妙 牛静达将军与吐蕃一战 但是战败了 如今正在松州城那守城 不过按照现如今的情况 他们只怕支撑不了多久 而且 他们的粮草 已经没有多少了 他请求圣上加派元首 并且运送一些粮草过去 听闻牛静达战败 松州城也几乎快要守不住 整个大殿顿时一片喧嚣 这 这怎么可能 我唐军那么厉害 怎么可能战败 就是 就是 吐蕃也不过比我们多了 一万兵马而已 我大唐难道就不是对手了 现如今 我大唐竟然这般被动 这可如何是好 群臣一个接着一个地说着 他们都觉得 牛静达这个人 当先锋没有问题 但当主帅 未免能力有点不足 当时他去守松州城 是个失策 但如今这种情况 他们也只能尽快挽救 李世民的脸色有点难看 道 诸位爱卿 你们觉得松州城的情况 该怎么处理 圣上 牛静达战败 应该受到惩罚啊 不错 战败就要受罚 一些文官觉得 牛静达未免过于激进了一些 他们都想要惩罚牛静达 不过一些武将 却是呵呵一笑 胜败乃兵家常事 若是战败就惩罚的话 那试问那个将军 以后还敢去杀敌 就是 就是 圣上 牛静达战败 策略并无问题 只是实力的差别罢了 现如今对他惩罚 未免过早了一点 我们还是尽快想办法 击退吐蕃兵马才行 要知道我大唐 现如今还在与薛颜陀作战 我们实在拖延不起啊 战争打的时间越长 他们所需要的粮草也就越多 虽然小麦成熟的时候 他们弄来了不少粮草 但很多都让擎天 带着去攻打薛颜陀了 现如今 若是再拖延下去 他们的粮草 恐怕会不够 群臣就这样议论纷纷 颇有争议 一些文官要惩挚牛静达 一些武将不愿意 双方这样说着的时候 一名官员站了出来 道 圣上 擎天那边 也派人送来了一封急报 听到薛颜陀那边也有消息了 李世民连忙问道 怎么样 薛颜陀那边怎么样 如果薛颜陀那边的情况 也不容乐观的话 那他们大唐的压力 恐怕就是真的很大了 我大唐与薛颜陀一战 击败了薛颜陀 如今的薛颜陀 已经躲回了老家 薛颜陀甚至向我大唐上了响表 愿意归向我大唐 年年上贡 听到晴天击败了薛颜陀 薛颜陀甚至上了降表 整个大唐顿时又一阵喧嚣 赢了 我大唐赢了 这是好事 我就知道 秦大人一定能够击败薛颜陀 没错 没错 这么快就打赢了 而且还让薛颜陀上了响表 小公爷可以说是打出了 我大唐的威风啊 如今薛颜陀那边的战事结束 我大唐总算可以松一口气 不用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就是 就是 看来我们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 牛进达也不用接受惩罚了 官员兴奋地议论着 李世民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薛颜陀那边的战事结束了 那他们大唐也就不用担心双面作战 后续补给供应不上了 不过 就在众人这样说着 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那个官员又继续说道 不过 秦天答应了薛颜陀的提亲 我大唐要嫁公主给薛颜陀的珍珠可汗 这个出口 众人顿时有点猛逼 简直不敢想着 这个是秦天的主意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天竟然同意嫁公主给薛颜陀 不可思议 这怎么可能 秦天一直都是反对和亲的 谁说不是 要不是他 我们怎么会反对和亲 现如今 他竟然同意了和亲 真是令人百思不解 难不成薛颜陀上想表 是因为秦天的这个条件吗 大家质疑 不解 而就在这个时候 高世连已经站了出来 圣上 秦天这简直就是 对您的欺骗啊 他根本就没有祭拜薛颜陀 他肯定是拿和亲的事情在做交换 圣上必须严惩他才行 是啊 圣上 和亲这事 绝对不行 必须对秦天进行惩罚 迎合高世连的人不少 毕竟朝中 对秦天有恶毒之心的人 也不在少数 这么多人要求惩罚秦天 李世民的眼眸也凝了起来 秦天的这一番作为 真的让人觉得很失望 不过也让人觉得很费解 事情怕是有古怪 但朝中群臣 却仍旧气愤的不行 李世民思虑片刻 就在这些人仍旧高声嚷嚷着的时候 他挥了挥手 道 好了 诸位爱卿的意思 朕已经明白了 秦天做出这件事情 实在是太过奇怪 吩咐下去 让他带着兵马 直接去松州城救援 和亲的事情 等他回来之后 朕在找他算账 和亲的是很奇怪 退朝之后 程咬金和秦叔宝他们 就走到了一起 义国公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天以前一直很反对和亲的 说什么 我大唐绝不和亲之类的话 可这一次 怎么突然就又和亲了呢 程咬金很是奇怪地望着秦叔宝 秦叔宝苦笑 我那知道 虽说秦天是他的义子 但对于自己的这个义子 他还真说不上特别的了解 这件事情 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秦叔宝不知道 程咬金就又把目光投向了李继 李继撇了撇嘴 我也不知道 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秦天的亲自解释 就这样 让他们猜测 他们还真的猜不出来 几个人毫无结果 只能不欢而散 李继沉眉回府 刚到府上 一个下人便急匆匆地跑了回来 老爷 秦小公爷的一个信使来了 说 秦小公也有一封信要交给你 听到这个 李继有点意外 秦天怎么派人给自己送信 可就算是送信 怎么这么晚才送过来 不过 他并没有多想这个 挥了挥手后 便命人把那个信使叫了来 阿文见到李继之后 连忙行礼 然后把秦天的那封信 递给了李继 李继看完那封信后 顿时大呼了一声 误事了 误事了呀 说着 望向阿文道 为何这个时候 才把信给送来 如果是昨天送到的话 他昨天就可以去找李世民 如此 也就没有今天早朝上的那种情况了 原来整件事情 秦天早有算计 秦天早有算计 阿文还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脸的疑惑 属下回了一趟家 结果睡过了头 因国宫 该不会属下耽误事了吧 李继瞪了一眼阿文 道 耽误事倒是其次 你有可能把秦天 给害得有危险 打仗本来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本来秦天攻击薛岩陀 击败薛岩陀后 他就可以班师回朝了 结果现在李世民 又要派他去松州 松州的松赞干部很厉害 秦天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办 阿文吓得傻眼了 这 这可如何是好 李继哼了一声 然后也没有来得及多说 直接转身 骑着快马 便向皇宫赶去 他只希望 自己去的还不算晚 皇宫 御书房 李世民明眉眉头 秦天派人送来的奏折 实在是太过奇怪了 他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 怎么会这个样子 秦天怎么会赞同和亲呢 他想不明白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工人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圣上 英国公有急事求见 听到李继有急事 李世民便知道 事情只怕不小 于是也来不及多想 连忙便点了点头 命人把李继给带进来 不多时 李继便进了御书房 圣上 错怪秦天了 我们都错怪秦天了呀 一进御书房 李继就说了起来 李世民也正为这个疑惑 听到这话 便知道 李继可能是知道了内情 英国公 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继把秦天的另外一封奏折拿了出来 道 圣上 这是秦天命人送给微臣 让微臣亲手送给圣上的奏折 可惜因为信使途中耽搁了 所以知道 现在才送到臣的手里面 而在秦天的这封奏折里 他详细地说了一下他的计划 我们都错怪他了 这封信知道的人不能多 更不能在早朝上被其他人知道内容 这可以说是他们几个人的机密 李继这样说着的时候 李世民已经打开秦天的那封奏折看了起来 这样看完之后 李世民的神色微微移动 紧接着说道 好计谋 好计谋啊 没有想到 秦天原来是这个用意 李继点点头 是啊 圣上 薛炎陀各部落分散 我们想要击败他们可不容易 可是我唐军如今正与吐蕃作战 战时拖延不得 必须尽快结束 薛炎陀虽然递交了响表 但显然是迫于局面 等珍珠克汗掌控其他部落之后 还是会成为我大唐北边之患的 所以 我们必须想办法 削弱薛炎陀的实力 挑拨珍珠克汗 和其他部落首领的关系 以嫁公主要聘礼的名义 来让薛炎陀大出血 便是其中一个办法 再有就是 珍珠克汗拿不出那么多的聘礼 肯定是要向各部落要的 如此要各部落出血 那些部落跟珍珠克汗的关系 怕就要不一样了 李基这样说着 李世民点了点头 这个计谋的确不错 那英国公觉得 朕应该嫁那个公主好呢 圣上 我大唐最好是要毁婚的 等我大唐缓过境 薛炎陀那边又矛盾重重后 我大唐就要毁婚了 这可能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所以这公主的年龄 肯定不能大了 要臣说 不如就将常乐公主 嫁给珍珠克汗吧 常乐公主年纪不过十来岁 真要下嫁 那也得再等两三年才行 其他公主 要么年纪太大已经嫁人 要么年纪太小 说了那珍珠克汗 也不一定性 常乐公主 最为合适啊 常乐公主是长孙皇后的女儿 可以说是 深得李世民宠爱 要真把她嫁给珍珠克汗 她还真有点不舍的 不过这只是一个明面的婚约 后面是要毁婚的 李世民在思虑过后 也就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点点头后 便硬了下来 好 那就常乐了 明天早朝 朕就颁布 与薛颜陀和亲 见李世民同意和亲 李继连忙又道 圣上 这晴天并非是真的要和亲 而是要出个主意 削弱薛颜陀 那这让他派兵去松州的事情 是不是就可以撤回了 松州城危险 虽说晴天很会打仗 但能不去还是不去的好 这个想法有点自私 但很多时候 面对真正关系好的人 人都还是会自私一下的 不过 李继这样说完之后 李世民却是摆了摆手 派去的人已经走了 追怕是不好追 松州城情况危机 也的确需要一个人去解围 薛颜陀那边的事情既然解决了 那就让晴天去松州吧 那里需要他 对李世民来说 他可能更在乎边境的安危 次日早朝 李世民望向群臣 再次询问与薛颜陀和亲的事情 朝堂之上的官员 仍旧有很大一部分 十分的激烈反对 不过 李继早已经和李世民商量好了 所以他是有站出来支持晴天的提议的 他支持 程咬金等人顿时就愣了一下 不由的都向李继投来不解的目光来 怎么李继也跟晴天一样 开始支持和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程咬金等人 还算是有点聪明的 虽然他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他们知道 这其中肯定是有一些原因的 李继肯定是知道了什么 而李继支持 他们自然也连忙站出来 表示支持 他们要迎合晴天 这些人支持就行了 李世民见有人支持 假装思虑了一番 道 既然你们觉得 和亲对我大唐来说更为有利 那就和亲吧 让嫦乐公主去和亲 等过两年他年岁长了 就嫁过去 李世民并没有在意 那些反对人的意见 直接就这样同意了下来 而他同意之后 朝中不少官员都十分的痛心 魏征更是哭嚷不已 圣上 万万不可呀 和亲先例一开 此后再难阻止 请圣上收回成命 不然 不然老臣 就一头撞死在这里 圣上 和亲不可呀 不然魏大人可就要撞死在这里了 圣上赶紧收回成命 反对的人很多 而大殿之上 李元景的神色 却是微微一宁 但他却是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暗暗咬了一下嘴唇 事情的发展有点突然 有点对他不利 李世民望着群臣 却是大手一挥 根本就没有搭理他们 直接就退朝了 长安城的天气 还有点炎热 李继刚离开皇宫 程咬金他们几个人 就追了上去 英国公 你这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怎么突然 就又支持和亲了 你是不是明白了 秦天的意思 程咬金一脸的狐疑 而他一脸的胡须 让他的狐疑 看起来颇有点可爱 李继笑了笑 昨天我收到了 秦天的一封信 他的意图 我已经明白了 不过还不能告诉你们 此事保密 你们等着就行了 李继不肯说 程咬金等人 见李继卖棺子 顿时心里就有点不适滋味 这秦天分明是区别对待 好小子 他这是什么意思 信不过我们吗 说着 程咬金突然抓住了 李继的衣领 道 今天你不说也得说 不然 我跟你拼了 玉池公等人 也都围了上来 李继苦笑 连忙向秦淑宝求救 秦淑宝可是个正直的人 应该不会看他 被撑腰等人欺负吧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秦淑宝却假装没有看到 一双眼睛盯着其他方向张望 自己的义子 没有给自己送信 却给李继送了一封信 他也有点小情绪 几个人很快闹作了一团 皇宫 常乐公主很快就得知了 自己被作为和亲对象的事情 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有点猛 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他们大唐此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而以前这种事情 他的父皇都会特别生气 不管是那个公主 都是直接把人家使臣的耳朵 给割下来的 她是他父皇最喜欢的公主 可是遇到这事的时候 他父皇竟然就这样同意了 这让他突然很委屈 有一种错觉 一种他根本就不受他父皇待见的错觉 为何偏偏是他 常乐公主年纪虽小 懂的事情却已经很多了 他很生气 就在李世民下朝后没多久 他便直接来到了御书房 父皇 我不想嫁到薛颜妥去 常乐公主很生气 所以态度不是很好 李世民见自己的公主这个样子 心里也一阵心疼 忍不住想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可他又担心 常乐公主年纪小 守不住秘密 万一这是被其他人给知道了 再传到薛颜妥去 那珍珠可汗 只怕会动怒吧 如此 晴天的计划 怕是要泡汤了 想了想 李世民也就强行忍了下来 此事父皇自有安排 你就不用管了 好好待着就是 说完 李世民不忍看常乐公主的哀怨 挥手就让他退了去 常乐公主虽然年幼 但作为公主 他是很少撒娇的 他也知道自己父皇的脾气 天子 不管是谁 都得罪不得 心里虽然很不痛快 但他也只能信心然地离去 常乐公主离开了 李世民望着他的背影 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众多公主当中 他最宠爱的 就是常乐公主了 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伤害得最深的 竟然也是自己最喜欢的公主 可如今这种情况 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等一段时间 事情尘埃落定之后 再告诉常乐 或者 等他明白事情的严密性后 再告诉他也不迟 人总会慢慢长大的 年龄大了 自然知道有一些事情 是一定要藏在心里 绝对不能够说出来的 李世民摇了摇头 常乐公主离开之后 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他回来之后 越想越伤心 越想越委屈 忍不住就哭了起来 他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伤心难过过 他以为自己作为公主 自己的一生 应该是十分灿烂的 可结果却是这个样子 他心有不甘 许久之后 他突然擦干了眼泪 不行 绝对不行 我的命运必须掌握在我的手里 我绝不嫁给那个珍珠克汗 想到珍珠克汗 都快可以当他爹了 他忍不住就浑身要起鸡皮疙瘩 他这样的一个少女 应该嫁一个 配得上他的人才行 那个珍珠克汗 虽说是薛颜头的克汗 但也绝对配不上他 他常乐公主 也和大唐的其他百姓一样 有一种骨子里的优越感 非他族类 都是低等人 这样想着 常乐公主就开始思索 自己应该怎么办才行了 去找自己母后 只怕也不行 她的母后最听自己父皇的话了 她怕是不会赞同 而且 正处于叛逆期的她 突然想让自己的父皇后悔一下 而不只是取消这个婚事 一念起 常乐公主站了起来 我要逃婚 常乐公主不见了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最先反应过来的 就是常乐公主失踪了 但随之 大家又都很快明白过来 常乐公主怕是逃婚了 作为李世民最宠爱的公主 她的自由一向很少受到限制 所以 她要逃离住处 并非什么难事 她离开的时候 并没有任何人阻拦 只是 天晚后 常乐公主还没有回来 那些人就有点担心了 于是纷纷向李世民禀报 圣上 常乐公主今天离开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天色已晚 外面的庭院 隐隐能够听到一些虫鸣的声音 李世民的眼眸凝了一下 很快就察觉到不妙 找 给朕 把整个长安城找遍 也要把常乐给朕找回来 李世民的话十分坚决 不管如何 都一定要把常乐给找到 工人领命之后 退去 很快 夜色下的长安城 一批又一批牙役和侍卫 开始搜寻起来 而城门是早已经关闭的 只要常乐公主没有离开长安城 这些人 是一定能够把她给找到的 夜已经深了 全废之声不绝 李远景是已经睡了的 但是听到外面的动静 她就又从床上醒了过来 怎么回事 王爷 常乐公主失踪了 圣上派人寻找呢 常乐失踪了 李远景愣了一下 紧接着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李世民想和亲 但那个公主愿意和亲 更何况是常乐公主这样的公主 她怕是更加的不愿意 如此一来 常乐公主逃婚 也就不奇怪了 常乐公主逃婚 和亲的事情不成 势必激怒薛颜陀 那个时候 大唐与薛颜陀的战士 怕是又要起了吧 想着 李远景立马吩咐道 来人 找到常乐公主 找到之后 杀之 只要常乐公主死了 和亲的事情 只怕就不行了 就算李世民可以考虑再换一个公主 她也要杀了常乐公主 让她后悔 让她痛心 而那个时候 她只怕会把自己公主的死 全部发怒在薛颜陀和秦天身上吧 如果不是他们的和亲 常乐公主又怎么会逃婚 又怎么会在逃婚的途中遇到不幸 她就是要让李世民后悔 要让李世民痛心 李远景吩咐下去后 她的人也立马展开了搜索 虽然她李远景的实力不如李世民 但在朝廷的人之前 找到常乐公主 也并非没有可能 长安的夜是混乱的 李世民和常孙皇后 都急得毫无睡意 圣上 怎么会这样 常乐会不会出事啊 长孙皇后有些担心地问着 李世民的心里 也是七上八下的 但看到长孙皇后担心 她也只能连忙安慰到 皇后放心 常乐肯定是生气了 所以故意跑出去的 很快我们就能够找到她 等她回来 正把事情跟她说清楚 现在的李世民 真的有一点后悔了 早知道常乐公主会逃婚 她就提前告诉她了 如此 也可少一些事端啊 万一常乐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她李世民这一辈子 都不会心安 东宫 李承前正在休息的时候 听到了外面的动静 怎么回事 太子殿下 常乐公主逃婚 现如今失踪不见了 听到常乐公主不见了 李承前的神色微微一宁 她的父皇要与薛颜陀和亲 她是反对的 要常乐公主去和亲 她更是反对 只是 这是她父皇和擎天都支持的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如今常乐逃婚 她觉得这对常乐来说 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至少 比嫁到薛颜陀要好多了吧 古往今来 和亲的人有几个是有善果的 最著名的昭君出赛 那王昭君去到匈奴之后 日子过得也不好吧 他们的公主去了 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只是 李承前又担心 常乐公主出什么事情 所以来回走了几趟之后 他便吩咐道 来人 把小段给我叫来 小段是东宫最厉害的一个侍卫 不仅武艺高强 而且十分的聪慧 不多时 小段就来了 太子殿下有什么吩咐 李承前道 你去找到常乐公主 但是不用现身 只暗中保护她就行了 说到这里 李承前又犹豫了一下 然后才说道 如果是父皇的人找到了她 就让常乐回来吧 虽然她觉得 逃婚对常乐来说不错 但让常乐就这样流落在外 她到底也还是不放心的 她很纠结 小段是个聪明人 她很快就明白了李承前的纠结 但她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连忙硬了下来 作为一名侍卫 她知道自己的职责 她也知道自己 可以做什么事情 应该做什么事情 她只需要服从命令就行了 长安城内的夜 是不安的 长安城外 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安静 安静 安静地仿佛不起一丝波澜 而这样的安静 让人突然生出一股恐惧来 特别是 从来没有在外面走过夜路的人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更是不安 长乐公主的侍女 叫悠悠 而此时 悠悠已经吓得 跟在长乐公主身后 生怕离她有两步的距离 反倒是长乐公主 比她要强那么一点 但也只是一点而已 公主殿下 我们 我们真的要离开吗 悠悠突然抓住了长乐公主的手臂 紧紧地抱着 她整个人的脸上 都带着一些惶惶不安 长乐公主翻了个白眼 她是个聪明人 她知道自己失踪之后 她的父皇肯定会派人来找 所以 她一早就偷偷出了长安城 如果轻易就被她父皇给找到 那还有什么意思 悠悠 你胆子也太小了吧 早知道你这个样子 我就带其他人出来了 正说着 夜色之中 突然有一只乌鸦 从旁边的树上飞了起来 并且鸣叫了一声 长乐公主本来还在说 悠悠胆小 结果这个乌鸦叫了一声之后 她立马吓得 就抱住了悠悠 她到底也还是害怕的 在这样的夜里 她这样年纪的少女 又怎么可能不害怕 这一夜不好过 夜是让人觉得害怕的 但黑夜总会过去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一切的恐惧毒会 随之烟消云散 长乐公主和悠悠两个人 在太阳升起之后 突然又变得欢快起来 公主殿下 这里的景色好美啊 比皇宫有趣多了 公主殿下 快看那是什么鸟 好漂亮啊 公主殿下 面对这样的自然景色 悠悠的画匣子打开之后 就再也和不上了 长乐公主也正是贪玩的年纪 她的兴奋 一点不比悠悠差 两个女孩子就这样一路走着 不知不觉间 下午的时候 她们来到了离长安城 很近的一个小县城 青山县 这是一个被青山绿水 所环绕的县城 因为环境不错 离长安城又近 所以 这里还是很繁华热闹的 当然 这里的热闹 比不上长安城 不过 这里又有一些东西 是长安城所不具备的 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 小地方也有小地方的好 长乐公主她们走到大街上后 很快就被这里的一些东西给吸引了 两个女孩子就这样玩着 有点乐此不疲 转眼间 已经到了黄昏前 黄昏前 夕阳将临为临 西边美帝不成样子 这是她们在皇宫里面 所不常见的 就算见到 不一样的地方 也有不一样的感觉 两个女孩子 仿佛被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不过 就在她们望着西边的天空 一脸陶醉地看着的时候 街上不远处 一名男子带着几个手下 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这个人出现之后 街上的很多人都立马四散去 他们好像很害怕这个人 一个小贩逃得慢了 直接被那个男子伸手给抓了来 那男子看了看小贩卖的东西 都是一些胭脂水粉 他嫌弃地翻了个白眼 但还是挥手让自己的下人 把那些东西都给包了起来 他有十八个小妾 那些小妾每天所需要的胭脂水粉 还是很多的 这些东西虽不是上好货色 但让他们用也还凑合 男子拿了东西要走 那小贩却是欲哭无泪 想要喊着给自己留一点 可又害怕挨揍 只能不停地求饶着 那男子却是一脚把小贩踹开 根本毫无搭理他的意思 更无丝毫同情他的心 小贩被男子一脚踹在地上之后 忍了许久的眼泪 终于一下子爆发了出来 他哭得伤心 哭得可怜 但周围的人都躲闪着 根本没有人对他的哭喊表示同情 而那男子却是又一脚踹了过去 本公子拿你东西 那是看得起你 你竟然还敢哭 你是几个意思 小贩被男子的这话说的 一下子整个人都崩溃了 连忙止住了眼泪 想哭又不敢哭 整个人看起来更加地可怜了 常乐公主一直都在看着 而当他看到这个的时候 他终于忍不住了 本来他和悠悠是偷跑出来的 并不想招惹是非 毕竟他们一出头 很快就会有人找上来 但看到这个人这般的可恶 他是怎么都忍不住了 所以就在那个男子 拿着抢来的东西 准备离开的时候 常乐公主顿时大喝了一声 你给我站住 声音清脆 男子扭头之后 就看到了常乐公主 而他看到常乐公主之后 整个人的眼神里 都仿佛能够发出光来 漂亮 实在是漂亮 男子说着 口水紧跟着就流了出来 他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漂亮的美人 虽说常乐公主还未成年 但他的模样是真的好看 让男人看了之后就喜欢得不得了 但很多男人只是喜欢 并没有起色心 但现在这个男人 却是起了色心 而且还是很邪恶的色心 这样的美人 本公子还没有玩过 这要是放在家里养两年 那绝对是倾国倾城色 男子说着 就有点迫不及待地要扑过来 不过 就在他飞奔着 想要把常乐公主 搂进怀里的事情 一直跟着常乐公主的悠悠 突然一脚踹了过去 这一脚力道很大 直接把男子给踹飞了去 这一幕 看得众人都有点不敢置信 一个小姑娘 竟然把一个男人给踹飞了 这怎么可能 旁边还没有来得及躲闪的人 都露出了惊叉神色 而常乐公主对于这个 却并无什么反应 好像习以为常 她身边的侍女有很多 而她之所以把悠悠带出来 就是因为她会武艺 而且武艺还不错 几个人根本进不了她的身 当然 会武艺是会武艺 胆子小 还是胆子小的 男子被踹飞之后 扑通一下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她整个人 都吐了一口血出来 好 好厉害的小娘们 两个本公子都要了 给我 给我抓起来 躺在地上的男子 有点愤怒 但同时却也越发地 想要得到这两个女人 这是她以前 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那种想要得到很强烈 直到这个时候 她才终于体会到 那种想要征服的渴望 她也需要征服的快感 这样喊了一声之后 她的那几个喽啰 立马就向常乐公主 扑了过来 不过 他们这些人刚扑过来 就被悠悠给 很快 地上就躺着一群 嗷嗷直叫的人 还敢对我有非分之想 你还真是找死呢 常乐公主气愤不已 一脚踢在了 那个男子的脑袋上 她也是气愤 所以就一脚踢了过去 本来也只是想教训一下她 只是让她 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 她这一脚 刚好踢到了太阳穴上 而且还很重 直接把那个男子 给踢得口吐白沫 抽出了一下之后 便一命呜呼了 男子死了 周围的人顿时四散而去 就算现在有热闹 他们也不敢看了 把他们这里的 小霸王给杀了 那这小霸王的 爹不得愤怒地 到处发泄杀人 小姐 杀人了 怎么办 悠悠也担心起来 常乐公主也有点傻眼 这还是她第一次杀人 还能怎么办 跑呗 常乐公主说完 立马撒腿就跑 悠悠片刻后 才终于反应过来 紧接着 也连忙跟着跑了去 虽说杀人了 于他们也没有什么 但他们还是有点杀人心虚 常乐公主和悠悠逃跑了 他们很快离开了青山县 不过 他们的事情 却是很快在整个青山县传开了的 听说了吗 有两个女人 把赵献猴的儿子 赵开给杀了 什么 赵开死了 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 嘿嘿 谁说不是 这的确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只是赵开死了 赵献猴会罢休吗 那两个女人 还真是胆大 管他呢 赵开死了就行 这个顽固可没少欺负我们 就是 就是 仗着他老爹是个献猴 就在我们这里为所欲为 死了活该 那两个女人 不是已经逃了吗 百姓议论纷纷 又庆幸赵开死的 觉得这是报应 老头的报应终于来了 也有担心 常乐公主安危的 不过对于这些百姓来说 担心别人的心情是淡的 兴奋的心情是浓的 而就在百姓议论纷纷的时候 夕阳终于落尽了 赵献猴的府上 一名下人瘸着腿 跑了进来 老爷 老爷 公子 赵献猴也没拧了一下 公子他怎么了 公子 公子被人给打死了 赵献猴本来以为自己的儿子 又在街上闯祸了 不曾想 却是听到自己儿子 被人打死的消息 这个消息来得突然 他蹭的一下就跳了起来 怎么回事 他还有点不敢相信 在这青山县 谁敢对他儿子动手 从来都是他儿子教训其他人 那有其他人教训他儿子的 今天公子上街 遇到了两个女人 那两个女人好生厉害 把公子给打死了 下人把情况说了一下 这个时候 后面的人 也已经把赵开的尸体抬了进来 看到自己的儿子真的死了 赵献猴突然急火攻心 一口鲜血 忍不住就喷了出来 他的儿子 竟然真的就这样死了 痛心 痛心 他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可这么一个儿子竟然死了 他怎么受得了 我二 是谁杀了你 是谁杀了你 近乎咆哮的嘶喊 带着无尽的悲痛 愤怒 愤怒 他的眼神之中带着杀气 让人顿时感觉到 一股说不出的寒意来 找 给我找 一定要把那两个女人给我找到 找到之后 立马给我杀了 我要为我儿子报仇 仇恨 特别的仇恨 他要杀人 疯狂地杀人 赵献猴这样吩咐下去后 立马就有人分散开来 去找长乐公主和悠悠两个人 不过他们这些人开始找的时候 长乐公主和悠悠 他们已经离开了青山县 不过 就算他们离开了 赵献猴也仍旧没有放过他们的意思 他的人一夜不作停歇 开始疯狂地寻找他们的踪迹 而长乐公主和悠悠两人 在逃离之后 倒是没把这个当回事 虽然是第一次杀人 但他好像并不觉得 有什么担心的 作为高高在上的公主 一条人命对他来说 有时候真的是很低贱的 他从小就接受的这样的教育 没有办法 而且 那个赵献猴也的确该死 杀就杀了 两个人离开青山县后 便继续往南走 他们准备去江南 听秦天说 江南的景色不错 他们也想去领略一番 只是 就在他们两个人这样走着的时候 他们终于被赵献猴的人给追上了 一共13个人 而且各个都是武艺不错的高手 他们出现之后 就拦住了长乐公主 他们的去路 你们两个女娃 还真是好生大胆 杀了我家公子 就想这样逃走吗 领头的男子一脸愤慨 虽说他也不是很喜欢他们家公子 但作为赵家的杀手 有些事情该做还是要做的 嫦娥公主他们虽然被人包围 但并没有丝毫胆怯 你们才是大胆 别说一个你们家公子了 就是你们家老爷 我家小姐想要他性命 那也是一句话的事 狂 很狂 那些杀手突然有点听不下去了 原来是两个傻子 怪不得这般肆无忌惮 老爷说了 要他们性命 待会下手的时候 谁也别对我怜香惜玉 两个女子的样貌都不错 领头的男子 担心她的人不舍得下手 所以特别吩咐了一下 而他这么说完之后 其他人毫不迟疑 拎着兵器就杀了过来 他们杀来之后 悠悠也立马就杀了过去 悠悠很厉害 一刀就解决了一个人 不过 她再厉害 也是一个人 而对方是十几个 所以就在她杀了片刻之后 她已经突然感觉到了 一股莫大的压力 嫦娥公主在旁边 更是成为了累赘 两个人的情况十分的不妙 大哥 这两个小美人 还真是惹人怜爱啊 要不我们完了之后再杀如何 见悠悠已经没有了 多少招架之力 一些杀手顿时就起了色心 他们平日里 也是不缺女人的 但像常乐和悠悠这样的美女 他们却还是第一次见 不由的 就想要玩动一番 男人嘛 那种事情的欲望来得很快 而一旦这个欲望来了 就会让他们渐渐失去理智 领头的男子也有点异动 而这个念头一旦来了 就再也抑制不住 他奶奶的 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美人 老子先完了 等老子完够之后 再给你们 你们都有份 领头的男子说了一句之后 紧接着就要上前控制常乐公主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利剑突然飞射而来 利剑很快 那个领头的男子 还没有反应过来 已经被那只利剑穿猴而过 与此同时 一只又一只利剑飞射而出 只片刻功夫 那十几个人就都一个接着一个地倒在了地上 鲜血的气味开始弥漫 利剑的破空之声停了下来 常乐公主和悠悠两个人相互望了一眼 还有点惊魂未定 是谁救了我们 请出来相见 常乐公主问了一句 但是四周很安静 根本没有一点有人要出来的意思 好像根本就没有人 可那些插在尸体上的利剑 却又说明了一切 刚才的确是有人救了他们的 他为何不现身 有人暗中在保护他们 发现这点的时候 常乐公主有点意外和震惊 因为他不知道是谁在暗中保护他们 而保护他们的这个人又有什么目的 他们年纪虽然不大 但却绝不是傻子 公主殿下 现在怎么办才好 悠悠望着常乐公主问了一句 常乐公主想了想 道 这个人可能没有恶意 我们先不管他 继续去江南 现在的常乐公主 好像没有选择 这个人肯定不是他父皇派的人 可不是他父皇 又是谁呢 他实在想不清楚 但这个人肯定没有杀他的意思 不然也不用救他们了 这样决定之后 常乐公主和悠悠两个人继续赶路 青山县的赵献猴 很快得知了 自己派去的人没有一个回来的消息 得知这个消息后 赵献猴气得不行 可恶 可恶 怎么会这个样子 十几个人 连两个女娃都杀不死吗 赵献猴很愤怒 愤怒地想要发狂 派人 继续给我杀 我一定要杀了那两个人 赵献猴还想派人继续去杀了常乐公主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群侍卫突然找上了她 这张画像 是赵献猴发出去的吧 为了寻找常乐公主的踪迹 赵献猴派人画了很多常乐公主的画像 这些画像 也有很多流落到了百姓手里 对于这些突然来访的侍卫 赵献猴有点猛 不知道怎么这些侍卫找了上来 他们可都是长安城天子的亲卫 不错 这的确是我的画像 这画像上的女子 杀了我的儿子 我要找到他们 侍卫听到这个之后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你可知这画像上的女子是谁 是谁 当今天子的常乐公主 你是不是派人去杀她了 听到这个女孩是常乐公主后 赵献猴顿时吓得整个人都瘫坐在了地上 公主啊 她有多大的胆子 竟然敢去杀公主 她是献猴 是有爵位的 但她的这个爵位 却是一点都说不上高 公主比她厉害多了 可她竟然要杀公主 只怕当今圣上 不会饶了她吧 特别是在公主出了意外的情况下 没 没有 侍卫显然并不信赵献猴说的话 不过 他们也并没有急着 对赵献猴做什么 询问了一下常乐公主离开的方向后 他们便立马出发了 对于他们来说 惩罚赵献猴那是李世民的事情 他们现在最需要做的 就是找到常乐公主 确保常乐公主的安全 侍卫走了 赵献猴的心却仍旧悬着 他的命运是未知的 他突然有点恨自己的儿子 得罪谁不行 怎么偏偏得罪了常乐公主 这不是要害他们赵家吗 毁不该伤了这个儿子啊 可恶 可恶 常乐公主和悠悠两个人继续走着 两天后 他们没能赶到前面的辅舟 因此 他们决定找一个地方 休息一个晚上 他们所在的地方 有一个小村落 村落不大 也就几十户人家 他们走过去的时候 村落里有炊烟燃起 一些土狗还在嬉戏风跑着 不时地因为陌生人的到来 而发出几声犬吠 一些母鸡 已经飞到了树枝上 等着休息 一切的一切 都是那样的安详 让人看了之后 整个人都觉得很舒服 公主殿下 这里还真是一片祥和啊 住在这里的百姓 肯定过得很幸福 对于很多人来说 幸福也许就是这么的简单 平平淡淡的 就是幸福 当然 也许常乐公主 他们并不知道 这里百姓的辛苦 他们可能 要为了一天的食物 而做出很多的劳动 但现如今的情况 真的让常乐公主 他们觉得 这里的百姓很幸福 而这种幸福 不是他们以前 所能拥有的 常乐公主和悠悠两个人 绕着村落走了一圈 几个孩童可能是觉得 他们很漂亮 在他们后面 不停地跑着玩 嬉笑着兴奋着 他们在村落周围 玩了一圈之后 才终于去找地方借宿 他们找到了这里的村镇 给了村镇一些钱 然后就得到了 村镇家里 最好的一间房子 夜渐渐来临 夏末的天气 还有点炎热 天上的星星很多 月亮也很圆 月光透过窗帘洒下 让屋里有一地的月光 常乐公主躺在床上 看着那些月色 突然有点想家了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会突然想家 她本来是很坚决的 也许 这世上的所有人 看到月色的时候 都会想家吧 常乐公主翻了个身 可就在这个时候 屋外突然传来一些响动 紧接着 她的房门 便被人给推开了 门开之后 月光透了进来 一个人影随之闪入房内 而且 这个人面露凶色 进来之后 提刀就要杀了常乐公主 不过这个时候 睡在旁边的悠悠突然醒了 就在刺客冲过来的时候 悠悠一个飞身 一刀刺中了那个刺客的心脏 鲜血喷洒 刺客还没有反应过来 已经丢失了性命 常乐公主松了一口气 可她这一口气 还没有松完 几个刺客就又冲了过来 很显然 刚才的那个刺客 只是来探路的 刺客很多 多得悠悠 根本抵挡不住 常乐公主以为 这还是赵献猴派来的人 看着悠悠手臂都受伤了 她突然有点后悔 招惹那个召开 以至于现在 他们竟然有了这样的麻烦 就在悠悠有点抵挡不住的时候 一个人突然从外面冲了进来 这个人一袭白衣 手里的刀并不算很长 但在她的手里 却十分地灵活 出现之后 便砍杀了几个人 看到她之后 常乐公主顿时认出了她 小段 是你 作为里程前最信任 和最欣赏的侍卫 常乐公主自然是认识的 而她现在总算知道 上次救他们的是谁了 肯定是小段 而小段来救她 也肯定是受了里程前命令的 小段并没有回答常乐公主的话 她在与那些刺客拼杀 这些刺客 显然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而且 他们的武力十分地惊人 小段出其不意 杀了一两个人后 便被他们给围了起来 她的处境 也变得不好起来 可为了救常乐公主 她也只能拼死一战 常乐公主的处境很不妙 小段和悠悠两个人 还在奋力地拼杀 不过 他们的压力很大 悠悠的手臂已经受伤了 小段也受伤了 而且是浑身上下都是伤 她的武力很高 比悠悠要厉害多了 但有常乐公主这个累赘在 她要救人 还要杀人 所以根本就顾不过来 鲜血顺着她的身上流了下来 血腥的味道扑鼻 常乐公主的脸色 不由得有点苍白 他们越来越危险了 小段已经杀得有点筋疲力尽 她现在还能继续拼杀 全靠着一股子抑制 她要确保常乐公主的安全 而常乐公主 看到小段这般不顾性命地保护自己 心头突然一暖 这个时候 一名刺客找准时机 突然一刀向常乐公主劈了过来 眼看 那一刀就要把常乐公主给劈杀 不过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 小段突然飞扑而来 挡在了常乐公主前面 那一刀并未收手 直接就劈了过来 紧接着 便看到一条手臂飞上了天空 鲜血直接喷洒在了常乐公主的脸上 痛 痛 小段的手臂断了 疼痛地感激直击她的心 但她硬咬着牙 什么都没有说 反而用另外的一只手 一刀截过了那个刺客 不过这个时候 其他刺客也已经杀了过来 她已经无力再杀 她再也不能救常乐公主了 她的内心突然感到一阵悲凉 刺客围了上来 要杀人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几只利剑突然飞射而来 何人大胆 竟然敢对公主殿下动手 声音落下 那几个刺客已经被射杀了一大半 剩下的几个刚反应过来 已经被冲来的侍卫给飞扑而来斩杀 小段扭过头 就看到了长安城里市民派来的侍卫 看到那些侍卫之后 小段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就因为疼痛而昏厥了过去 那些侍卫冲过来控制局面之后 领头的侍卫便连忙向常乐公主行礼 道 公主殿下 请随属下回宫吧 常乐公主脸颊仍就是苍白的 她还有点惊魂未定 她只是看着躺在地上的小段 突然吼了一声 给我救她 她要是死了 你们都得陪葬 领头的侍卫并没有在意小段 他们甚至不在乎小段的死活 但如今常乐公主发话了 他们也只能连忙想办法救助小段 而直到小段的伤口包扎好了 确定没有生命危险之后 常乐公主才终于跟着那些侍卫回长安城 她已经被找到了 她别无选择 只能回去 不过 就算是回到了长安城 她也没有去见李世民和长孙皇后 而是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面 她很伤心 她谁也不想见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两个人 看到这种情况 都不由得苦笑 圣上 常乐还真是小孩子脾性 自己犯了错 现在竟然还耍脾气 说着 长孙皇后叹了一口气 李世民苦笑 是真的决定伤害了她 放心吧 很快我就会把情况跟她说一下的 可她现在不肯见你 怎么办 天子要见谁 没有见不到的 但常乐公主不肯来 死都不肯来见 那李世民也无能为力 不过 李世民并不着急 道 放心 朕有办法 圣上想怎么做 东宫的小段 不是救了常乐吗 是的 要不是小段 常乐只怕 就要出大事了 李世民点点头 吩咐下去 让人 把那些刺客的来历调查清楚 那个小段 明明一早就发现了公主踪迹 却不肯来报 将她给我押入大牢 秋后问斩 听到这话 长孙皇后愣了一下 调查那些刺客的来历 这没有什么问题 可把小段这个救命恩人问斩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她正要开口 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紧接着就全然明白了李世民的用意 她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点了点头 常乐公主的住处 悠悠虽然受了伤 但并没有特别的严重 当时 小段也是有保护她的 常乐公主待在房间里哭了许久 现如今 整个人的眼眶都是红的 悠悠从外面急匆匆跑了进来 公主殿下 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听到这个 常乐公主哼了一声 问道 什么大事不好了 悠悠道 圣上要问斩小段 常乐公主一愣 道 小段救了本公主 父皇为何还要杀她 常乐公主有点猛 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段救了她 应该受到嘉奖才是 而且 小段为了她 可是不惜性命的 说实话 她内心对小段充满了感激 悠悠道 圣上说 小段早知道公主殿下的行踪 但是却没有通知朝廷 她有隐瞒之罪 常乐公主神色微微一动 她知道 当时用利剑救他们的 肯定也是小段 随之 她又觉得自己父皇的决定 真是昏庸 怎么是非不分 公主殿下 现在怎么办 圣上马上就要杀了小段 常乐公主 拧了拧眉头 随之 便直接向御书房走去 她来到御书房的时候 李世民正在批阅奏折 她看到李世民后 也没有行李 直接就问了起来 父皇 为什么要杀小段 她是而成的救命恩人 常乐公主仍旧是生气的 不过为了小段 她也只能来了 李世民浅笑 她就知道 常乐公主回来的 常乐啊 父皇这样做 只是为了见一见你 放心吧 小段不会被杀 而且 父皇已经派了最好的御医 去给她治疗 朕之前的事情 做错了 没有顾及你的感受 不过你放心 这是父皇有分寸 一切都不过是 为了迷惑薛颜驼 削弱他们的实力 李世民把情况 跟常乐公主说了一下 她觉得自己 不能再隐瞒下去了 她是真的不忍心 看自己的这个公主 伤心难过 而李世民这样说完之后 常乐公主顿时傻眼了 原来后面 还是要毁婚的呀 她明白了她父皇的苦心 突然间 她也为自己的冲动而自责 因为自己的任性 差点害死了小段 小段并没有真的 被押入大牢 她在东宫进行休养 常乐公主 从御书房离开之后 就有点急不可耐地 赶往东宫 现在的她 很想见一见小段 哪怕明知道 小段就自己 是因为李承前的命令 但她还是忍不住地 对小段有好感 小段单独住在一个庭院里面 这是她受伤之后 李承前专门给她安排的 常乐公主来的时候 她正在庭院里坐着休息 她恢复得很不错 看到常乐公主 小段连忙要行礼 但却被常乐公主给阻止了 你有伤 就不必行礼了 以后没有外人 也不用这么客气 常乐公主说着 但小段还是行了一礼 她似乎并不想跟常乐公主 这般随意 这让常乐公主的神色 微微一变 礼节不能废 说了一句后 小段又突然问了一句 公主殿下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常乐公主 本来是有很多话 想跟小段说的 甚至包括她内心的许多秘密 以及对小段的好感 可是 看到小段这样的反应后 她内心的那些话 却是怎么都说不出来了 她突然觉得有点索然无味 许久之后 才终于开口道 我来是谢谢你的 要不是你 本公主可就危险了 不必 这都是属下应该做的 常乐公主看了一眼小段 犹豫了一下后 才终于点了点头 看你的伤也没什么大碍 那本公主就放心了 你好生养着吧 我会派人来看你的 说完这些 常乐公主便转身离开了 感激仍旧是感激的 可是除了感激之外 那一丝情愫 也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常乐公主走了 小小的庭院里 已经有落叶飘零 小段望着常乐公主 离去的方向 许久之后 终于叹了一口气出来 她知道自己的身份 她只是一个 东宫的小侍卫而已 一个小侍卫 就应该有自己的觉悟 很多人不是她能够高攀的 这个世上 像晴天这样的人 以后 只怕都不会再出一个了 她了解自己 她知道自己 不是晴天那样的人 所以 很多事情 最好是能够扼杀在萌芽里 李远景的府邸 她派出去的人 失败的消息 她已经知道了 知道这个消息后 她很气愤 自己派出去了那么多高手 去杀常乐公主 结果这么多人 连一个女孩子都杀不了 她突然觉得 那些杀手都是废物 他们能办成什么事情 她觉得 这些人什么事情 都办不成 而 李世民正在派人 调查那些刺客的事情 她也知道了 所以说 那些杀手都是她精心训练的 朝廷的人 想要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然后联系到她 似乎不太可能 但有些事情 谁又说得准呢 所以 在朝廷加大力度 调查那些刺客的时候 她也有一点紧张 王爷 那青山县的赵献猴 可是想杀了公主殿下的 甚至已经派了人 不过被小段给救了 要我说 不如我们把所有的事情 都推到赵献猴身上算了 有人背黑锅 李世民就绝怀疑 不到他李远景身上 想了想后 李远景便点了点头 好 这件事情你们去安排 一定要做得天衣无缝 不留下丝毫线索才行 王爷放心 常乐公主在明白怎么回事后 就没有再继续闹别扭 而是安心地继续当自己的公主 这两年 她只怕就只能顶着薛妍陀 可汗的未婚妻的名义了 不过 只要她父皇的计划成功 这个婚约是肯定要取消的 而常乐公主安分的时候 李世民派去 调查那些刺客的人 终于有了一些线索 圣上 那些刺客是谁派的查到了 说 那些刺客十分的神秘 不过我们在那些刺客身上 找到了一些跟赵献猴有关的线索 而常乐公主殿下 曾经杀了赵献猴的儿子 赵献猴为了给自己儿子报仇 曾经派出过一只杀手 去截杀常乐公主 不过被小段所救 失败了 第二只刺客 可能还是赵献猴派出去的 常乐公主多年来一直居住在长安城 并没有什么仇人 唯一的仇人 可能就是赵献猴了 探子把情况跟李世民说了一下 李世民听完之后 觉得那个赵献猴 的确可能是派出刺客的人 毕竟只有他有动机 想了想后 李世民问道 那赵献猴 现如今在什么地方 把他给阵压入大牢 严加盘查 李世民说完 探子却是面露难色 道 圣上 属下找到赵献猴的时候 他已经服毒自杀了 为罪自杀 探子点点头 是的 赵献猴派人刺杀公主 这可是大罪 灭九族的大罪 这样的大罪放在谁身上 都是无法承受的 赵献猴服毒自杀 并没有丝毫怀疑的地方 李世民哼了一声 道 就这样死了 还真是便宜了他 说着 李世民挥了挥手 道 既然赵献猴已经死了 那这件事情就算了吧 探子领明退去 李世民对整件事情 并没有疑心 而就在李世民 结束了这件事情的调查的时候 李元景的府邸 李元景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 看到这个结果后 李元景才算是终于松了一口气 刺杀常乐公主这件事情 他要嫁祸给赵献猴 不过 既然要嫁祸给赵献猴 那就不能让赵献猴活着 只有死无对证 李世民才会确信 那些刺客就是赵献猴杀的 赵献猴必须死 所以在那些探子 调查到赵献猴的时候 他便先人一步 派人解决了赵献猴 现如今 李世民认定 赵献猴是派人刺杀 常乐公主的幕后主使 那他也就可以放心了 当然 这一次刺杀常乐公主失败 让他很是不爽 本来 如果常乐公主死了 薛妍妥可能会找他们大唐的事情 那个时候 两国继续交战 只要大唐与其他国家交战 他就有机会夺取皇位 逼李世民下台 可战事不起 他就要继续忍耐了 可如今 常乐公主已经回京 一切都晚了 薛妍妥境内 唐军大英 晴天一直都在等长安城那边的消息 他最先等到的 是让他带着兵马去松州的消息 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晴天还有点疑惑 他要等的并不是这个消息 圣上可有同意与薛妍妥和亲的事情 宋姓的人摇摇头 圣上并没有同意 朝中群臣还很生气 也正因为小公爷你提出和亲 圣上才要你去松州 听到这个 晴天撇了撇嘴 按理说他 把信送给了李继 有李继在 李世民肯定会同意和亲的 为何没有同意 事情有点古怪 晴天看了一眼宋姓的人 又问道 英国公对于此事怎么看啊 英国公并没有说什么啊 李继什么都没有说 这显然不太可能 只要李继接到了自己的那封信 他便肯定会说点什么的 晴天拖着下巴想了想 随即点了点头 好 我明白了 你回去告诉圣上 我会带着兵马去松州的 信使领命之后退去 并没有在这里多做停留 晴天并没有急着离开 城出墨有点不解 晴大哥 圣上要我们去松州 解牛叔叔的威绝 那边耽误不得啊 我们怎么还不走 晴天道 圣上肯定会同意和亲的 和亲不成 我怎么能走 英国公可能没有及时 接到我那封信 所以我们还是等一等再说吧 得知李继没有说什么后 晴天便猜测 李继可能没有接到自己的信 而一旦李继接到了自己的信 他必定会劝说李世民和亲 所以晴天觉得 很快会再来一个信使 他要再等等 只有这边的事情彻底解决了 他才安心去松州城 松州的局势 的确有点危险 但他相信 以牛静达的本事 只要不出城一战 应该是 能够撑到他领兵前往的 晴天并没有等多久 第二天的时候 李世民后来又派出的信使就赶了来 并且把和亲的事情 跟晴天说了一下 见李世民同意和亲 晴天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随之 便连忙派人跟薛颜陀的 珍珠克汗联系 要他派人去长安城 夏聘礼 以及其他等等 除此之外 还要给他们的这些兵马 筹集一些粮草 珍珠克汗已经从各部落那里 搜刮够了取长乐公主的聘礼 不过他并没有急着送给大唐 他要等 等这件事情成真之后 他才会把聘礼送过去 晴天的人来的时候 珍珠克汗却是事先得到了一个消息 一个他的探子 从长安城那边送来的消息 克汗陛下 那李世民同意嫁公主了 这是他自己的人得到的消息 所以珍珠克汗是非常确信的 听到李世民同意嫁公主了 珍珠克汗顿时就兴奋起来 只要李世民同意嫁公主了 那他珍珠克汗就等于 有了一个很大的靠山 其他部落轻易是不敢对他不满的 而仗着大唐这个靠山 他可以慢慢地掌控薛岩陀各部落 那个时候 他就可以找大唐报仇了 想到大唐的公主都很漂亮 他顿时又有点兴奋 不过这个时候 旁边的一名大臣突然说到 克汗陛下 大唐十分地狡诈 他们大唐一向是不和亲的 而此时却对我们薛岩陀和亲 实在是有点说不通 怕事有诈 我们必须要谨慎小心才行啊 这个官员说了这么一句话后 珍珠可汗微微明媚 随后又点了点头 你说得不错 这件事情 我们的确不能大意 说着 他又妄想了那个探子 问道 李世民要嫁给我那个公主 克汗陛下 李世民要嫁常乐公主 常乐公主 我记得 她好像是长孙皇后的公主吧 而且深得李世民的喜欢 那李世民会把常乐公主嫁过来吗 一名大臣立马说了一句 随即又加了一句 克汗陛下 此事怕事有诈 这个人说了一句之后 珍珠可汗也觉得有问题 不过这个时候 旁边的探子连忙补充了一句 克汗陛下 这是可能是真的 因为李世民做出这个决定之后 常乐公主还有点不情愿 一怒之下要逃婚 后来经过了许多波折 才终于把她给找回来 如果这是有假的话 常乐公主不必要如此 听到这个 珍珠可汗的自尊心 有点小受伤 她好歹是薛炎陀的克汗 薛炎陀的那个女子 不想嫁给她 结果大唐的常乐公主 竟然还不愿意 甚至要逃婚 不过 想到常乐公主 做的这些事情后 她又觉得 大唐可能真的是 想要和亲的 不然常乐公主 真的没有必要这样做 而且还差点送掉性命 大唐既然同意和亲 那这事就好办了 我们就等着吧 旁边的大臣仍旧坚信 大唐此举有诈 不过 珍珠可汗 现在极其需要大唐的支持 所以并没有再听那个大臣说什么 他并没有等多久 很快 晴天派去的人 就来到了薛炎陀王城 把情况 跟珍珠可汗说了一下 珍珠可汗听到 要他们派人去长安城送聘礼 他就越发地兴奋起来了 好好 回去告诉亲小公爷 我会很快 派人去长安城的 他要的那些粮草 也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些粮草 其实是聘礼中的一些东西 只不过晴天要打仗 先行用了一些罢了 所以晴天要 珍珠可汗就会给 整件事情 异常的顺利 比晴天想象的 要顺利很多 珍珠可汗说到做到 很快 他便把晴天需要的粮草 给送了过来 当然 他之所以送得这么积极 除了因为大唐同意和亲外 再有就是他们想 尽快送走晴天这尊温神 虽说两国已经和亲 不会再战了 但晴天这种人 他还真把握不了 所以只有晴天离开 他们薛炎陀 他才会真的放心 晴天想要粮草 那就给他们粮草 他就不信晴天得到了粮草 还不离开 毕竟松州城那边的局势 很不妙呢 晴天拿到珍珠可汗 送来的粮草之后 并没有在薛炎陀 多坐停留 带着他的几万兵马 便直奔松州而去 他希望自己去的 并不算晚 松州城 自上一次 唐军出城一战 败退之后 牛靖达便变得 十分谨慎起来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都只是镇守松州城 丝毫没有一点 要出城的意思 唐军善于守城 吐蕃攻城的本事 并不是很强 所以双方就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 不过 随着吐蕃第二路兵马的到来 使得吐蕃的兵马人数 一下子增加到了十万 十万兵马不间断的攻城 唐军的情况越来越不妙了 松州城十分的危险 仿佛随时都会被吐蕃兵马给攻破 牛靖达带着自己的兵马 日夜不停地防守着 但越是这样不停地防守 他们的实力 就削弱得越发厉害 他们休息的时间变得很短 而短暂的睡眠 让将士们都十分地疲惫 这天一早 松赞干部带着兵马 再次来到了松州城下 吐蕃兵马显得有些浩浩荡荡 气势不凡 相比较下 城楼上的唐军 却是有点疲惫 而且 整个军队的状态 都不是很好 松赞干部 抬头看了一眼牛靖达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你们唐军 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吧 今天只要我吐蕃拼死一攻 这松州城必破 不过 在此之前 本赞谱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愿意投降我吐蕃的话 把这松州城拱手相让 我倒可以饶你一条性命 如何 松赞干部信心满满 似乎在他看来 松州城破 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 他们吐蕃赢定了 而显得有点疲惫的牛靖达 在这一刻 突然哈哈大笑 我大唐拿尔 向来热血 从来不知道 投降是何物 你要攻下松州城 除非从我们的身上踩过去 牛靖达说完 又高声喝道 誓死保卫松州城 他这么说着 他后面的将士 也都连忙跟着喊了起来 誓死保卫松州城 誓死保卫松州城 唐军将士高声怒吓 气势顿时未知一阵 整个松州城 都仿佛一下子 变得肩不可摧起来 声势浩大 松赞干部也没微宁 他没有想到 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唐军竟然还这般的切而不舍 不过 随之松赞干部 就露出了一丝轻笑 实力不济就是实力不济 喊再大声也没有用 今天 我偏要攻下 你松州城 说着 松赞干部一挥手 他身后的吐蕃兵马 便蜂拥着 向松州城攻杀而去 他们已经在这里攻打了许久 对于攻城 也都有一点驾轻就熟 所以现在攻城起来 他们感觉比以前要顺利许多 当然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也跟唐军想必之前 虚弱了许多有关 不过 吐蕃兵马虽然攻城迅猛 唐军这边却并没有丝毫的懈怠 杀一声怒喝之后 牛静达带着唐军就杀了起来 历见 巨石 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守城工具 现如今都派上了用场 一个接着一个的吐蕃兵马 被他们打了下去 但同时 他们也有人伤亡 双方就这样不停地杀着 虽然唐军很疲惫 但真杀起来的时候 他们也仿佛有一口永不松懈的气 杀戮 杀戮 血腥的味道 很快在松舟城弥漫开来 而且这一股味道 浓得仿佛都有点 要化不开 战事还在继续 松舟城的情况越来越危险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被攻破 可却又怎么都攻不破 时间慢慢 夕阳快要来临 甚至这里都吹起了晚风 凉凉的晚风 松赞干部站在松舟城下 看着那个在家把劲 就能够攻下 可现如今 怎么攻都攻不下的松舟城 忍不住就拧起了眉头 可恶 一个小小的松舟城 难道我们就真的攻不下来吗 给我继续派人攻 谁能够最先攻下松舟城 本赞不赏白银千两 给他封关加绝 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松赞干部这样激励了一番之后 那些吐蕃将士冲杀的 就越发疯狂起来 松舟城眼看要破 牛静达站在城楼之上 与冲上来的吐蕃兵马 进行拼杀 鲜血喷洒的到处都是 但牛静达却并无丝毫退缩之意 正如他之前所说 想要攻下松舟城 除非从他们的尸体上踩过去 沙唐君硬咬着牙拼杀 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人 最后一滴血 他们也要守住松舟城 黄昏终于来临 松舟城的温度下降 不知不觉间已经入秋了 今夜的夜色并不算很好 吐蕃久攻不下 松赞干部望着一弯星月下的松舟城 脸色有些苍白 眼神之中还带着不甘 如果 如果太阳再晚落山一个时辰 他一定能够攻下松舟城 可惜太阳落山了 夜幕来临 他们攻城变得十分不利 继续攻下去 他们的折损会十分的严重 想要攻下松舟城 只怕只能等明天了 在心里暗骂了一句之后 松赞干部只能明经收兵 明天再战 吐蕃兵马有序地退了回去 星月狠星 牛静达站在城楼上 突然觉得浑身酸痛 但同时又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吐蕃兵马终于退去了 虽说他们明天可能还会来攻城 但对他们来说 这毕竟是一线生机 如今的他们 哪怕只有一线生机 他们也要紧紧地把握住 只有这样 才有希望 吐蕃兵马退去 牛静达立马命人开始休息 也许明天会有更加残酷的战斗 将士们都很疲惫 回去之后便很快入睡了 但牛静达这里 却并没有休息 而是拖着疲惫的身躯 来到了军中大仗 把一众将领叫了来 晴天还需要多久 才能够赶到我们这里 凭借着他们的实力 只怕是守不住松州城了 所以他只能寄希望于晴天的兵马 只要晴天的兵马来了 他们说不定就能够击退吐蕃 而晴天要来这里救援的消息 他牛静达很久之前 就已经知道了 回将军的话 可能还需要两天时间 请小公爷的兵马 才能够赶到松州城来 牛静达脸色微微一鸣 道 也就是说 我们还要抵挡敌军两天 是吗 回将军的话 是的 晴天还要两天 才能够赶到松州 这对牛静达来说是个很不好的消息 如果是平时的话 两天时间真的是短的不能再短了 谁也不会把这个当回事 可现在 一分一秒对牛静达来说 都十分的重要 也许 半天时间 就有可能决定 松州城是不是能够守住 晴天要两天才能够赶来 对他们来说 实在是太长了一点 不过 这个他们也没有办法 很快 牛静达便镇定了下来 诸位 在晴天来之前 我们必须想办法 守住松州城才行 你们可有什么两策 牛静达询问 其他人相互张望 如今 他们疲惫成这个样子 想要守住松州城 还真有点不太容易 不过很快 就有一名将军站了出来 道 将军 我们可以炸营啊 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吐蕃明天肯定没有精力来与我们一战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多出一天时间了 炸营 顾名思义 就是让吐蕃以为 他们要袭营 进而引起吐蕃军营大乱 军营地方不大 如果大乱之后 肯定会相互践踏 造成一些伤亡 而炸营会让吐蕃的兵马不得休息 他们如果休息不好 又有了一定的折损 那他们肯定不会贸然攻城 炸营就要出城 他们唐军自从上次一败之后 就没有出过城 久而久之 那些吐蕃也定然认为他们不会出城 不敢出城吧 如此 他们炸营反而容易成功 这名将士 出了这么一个主意后 刘敬达思虑片刻 然后便点了点头 好 就这么办 今夜派几千兵马去炸营 等炸营成功之后 再用热气球 把吐蕃的军营给我烧了 无论如何 我都要硬撑下来 他们必须撑到擎天 带着兵马赶回来 刘敬达这样吩咐下去之后 很快就有人硬了下来 并且去安排 大唐的军营喧嚣了一阵 但很快又归于平静 刘敬达并没有休息 他在等 等今夜炸营的结果 午夜过后 四周更近了一些 一只唐军 悄然出了松州城 没过多久 他们便来到了 吐蕃的军营外面 吐蕃的军营也是安静的 篝火已经烧得只剩了灰烬 几只火把来回地晃动着 一些将士在巡逻 不过他们可能也都有点困 来回走着的时候 整个人的眼睛 都仿佛是眯着的 唐军并没有冲进去 而是把他们带来的 一些牛牵了出来 并且在牛的尾巴上 绑了一些容易点燃的东西 这样做好一切之后 他们突然抽刀 朝着牛的屁股上砍了下去 这一刀下去之后 那些本来十分温顺的牛 突然变得十分狂暴 他们长叫一声之后 便疯狂地冲进了军营之中 而他们在冲进去的同时 他们尾巴上的易燃物 也已经被点燃了 这些牛变得很狂 他们冲进军营之后 立马就把整个军营给撞弯了 与此同时 军营外面的唐军 并没有离开 而是做出了一些吸引的动静来 比如说呐喊 比如说马蹄声响 他们要给军营内的那些吐蕃兵马错觉 让他们觉得 唐军习营来的人很多 只有这样 他们才会变得慌乱不堪 嘶喊声不绝于耳 军营内的吐蕃兵马 顿时慌了神 巡逻的将士 忍不住就高声喊叫起来 不好了 唐军习营 唐军习营 鼓声与嘶喊声 就这样交替进行着 本来正在休息的吐蕃兵马 听到这些之后 急匆匆就冲了出来 他们有点慌乱 冲出来后 有的被牛马给撞到在了地上 而一些人倒地之后 后面的人看不清情况 立马就又被扳倒 军营很乱 不停地出现踩踏事件 很多吐蕃兵马 还没有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被牛马以及人给踩死了 松赞干部正在休息 听到外面的动静之后 他飞身就坐了起来 怎么回事 外面怎么回事 很快 一名将士急匆匆跑了来 赞卜陛下 唐军习营 我军陷入惊乱的不成样子了 习营 松赞干部愣了一下 他们已经把唐军打得 只能归缩在松州城内 他们怎么敢习营 松赞干部觉得奇怪 他跑出大仗之后 稍微观察了一番 很快便发现 并非是唐军习营 而是乍营 虽然是一字的差别 但却有很大的不同 习营 是唐军有主力兵马来的 乍营 纯粹就是要扰乱他们 可恶 这样的伎俩 也敢在 我的军营中使用 骂了一句之后 松赞干部 连忙派人前去安抚将士 既然是诈营 只要将士安静平定下来 那么一切事情都好解决了 松赞干部吩咐之后 很快就有人 在军营之中进行安抚 本来看起来 已经乱得不成样子的军营 竟然真的有了一丝 平静的势头来 军营外面的唐军 看到这个之后 隐隐觉得有点不妙 不过这个时候 有人立马吩咐下去 热气求行动 把吐蕃的军营给我烧了 这样吩咐下去之后 唐军并未做任何迟疑 立马带着兵马 向松州城退去 他们很清楚 既然诈营 已经被吐蕃的兵马识破 那么很快松赞干部 就会派出兵马来围剿他们 他们的人数不多 战斗力也不算特别的强 跟吐蕃的兵马硬拼 不过是自找苦吃罢了 唐军退去 夜空之中 突然出现了几个亮点 紧接着 一支又一支的火箭 从夜空中飞射而下 片刻之后 整个吐蕃军营 就仿佛是置身在一片火海之中 可恶 唐军实在可恶 竟然敢烧我军营 等我攻破松州城后 定要图成三日 我要让他们后悔 做出今天晚上的举动 松赞干部暴跳如雷 但此时军营大火弥漫 他就是再生气 也不能把唐军怎么样 救火 快点救火 军营很乱 火势冲天 松州城这边 牛静达一直都站在城楼上观望 当他看到那冲天的火光之后 嘴角才终于露出了一丝浅笑 看来 是成功了呀 成功了 事情就有转机 守住松州城 也就有希望了 吐蕃军营的火势 烧了整个一个后半夜 直到黎明来临的时候 才终于熄灭 火势熄灭 浓烟仍旧是不散的 吐蕃的兵马为了救火 弄得有点灰头土脸的 而且 他们没有怎么休息 现在都疲惫得不行 一些战士 直接躺在地上就睡着了 另外一些战士 站着都能闭上眼睛 他们实在是太困了 松赞干部待在大仗之中 有人在上报 昨天晚上的折损情况 而当详细的清单上报之后 松赞干部的脸色 就变得十分猙獰恐怖了 他的拳头紧紧地握着 可恶 可恶 昨天晚上的折损 比他想象中的要多 不仅仅是兵马的折损 还有一些粮草啊 兵器什么的 粮草的折损 会让他们在接下来的战事中 变得很被动 赞普 唐军实在是太过分了 竟然耍这样的阴招 末将提议 我们现在就领兵攻打松州城 一举将松州城攻破 然后图城掠夺 图城掠夺 能够给他们带来快感 那种他们击杀唐军 所带不来的快感 不过 这名将军说完之后 立马就有一些部落的首领 站了出来 赞普 唐军的确可恶 不过我们的将士 忙碌了一个晚上 都没有怎么休息 就这样去打仗 恐怕不行啊 是啊 我们的将士这样去打仗 简直就是在送死啊 不如让他们休息一下 明天再行攻城吧 明天 我们一定可以攻下松州城 所以现在 也不用急于一时 我军士气不稳 不移攻城 部落的首领 都有点反对攻城 他们的将士真的很疲惫 如果就这与攻城的话 于他们而言 会折损很大 虽然他们都听命于松赞干部 但他们 还是想要最大限度地 保存自己的实力 他们不想有太大的牺牲 特别是一些无所谓的牺牲 部落首领说着 松赞干部也没威名 他想要立马攻城 因为拖一天 就会有一天的危险 大唐那边 已经派出了援军来 如果他们不能 尽快攻下松州城 等大唐的援军来了 他们想要攻下松州城 恐怕就不容易了 只是 这些部落首领的意见 他又不能不听 虽然现如今 他是吐蕃的赞谱 掌控着吐蕃的一切 但他很清楚 吐蕃的这些部落首领 也都是有野心之人 他们现在没有动手 只是没等到合适的时机 而且 这一场战斗 他还要仰仗这些部落的兵马 不然他们若是不积极作战 接下来的战士 怕就无法打下去了 他很清楚 这些部落首领是什么意思 但就算他清楚 他也要考虑他们的情况 思虑片刻之后 松赞干部 只能咬了咬嘴唇 道 说得也对 将士们太困了 那就让他们休息一天吧 明天一早 我们再行攻城 不过 我们今天晚上 一定要做好防范 昨天晚上的事情 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如果还让唐军乍赢 那他们明天 怕也是没有办法攻城的 这样吩咐下去之后 很快就有人硬了下来 虽说昨天诈营成功 但今天一早 牛静达就醒了过来 他要时刻注意吐蕃动向 如果吐蕃仍旧攻城的话 那他也只能带着兵马 拼死一战了 不过 等到太阳已经升起老高的时候 吐蕃军营那边 也没有什么动静 看到这些后 牛静达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 吐蕃今天不会攻城了 他们守住松州城的希望 又多了一分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过得很安静 不过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牛静达等一众唐军 就显得有些沉重了 昨天吐蕃没有作战 今天 他们肯定是要攻城的 而吐蕃攻城 他们的压力就会很大 时间慢慢 黎明破晓 松赞干部 带着一众吐蕃兵马 快速地飞奔着 来到了松州城下 牛静达看了一眼松赞干部 紧接着就呵呵一笑 前天晚上的滋味 不好受吧 怎么这么快就恢复过来了 松赞干部冷哼了一声 不要得意的太早 今天带我攻下松州城 必要你们好看 两个人各自说了一句 紧接着 愤怒的松赞干部 便有点等不及的挥手 让吐蕃的将士冲杀起来 吐蕃的将士是愤怒的 所以他们冲过来的时候 很有气势 牛静达本来是想拖延一段时间的 不曾想松赞干部 直接就攻打了来 很显然 愤怒之火 已经在松赞干部的心里 燃烧了起来 他已经愤怒地等不及了 又或者 他知道大唐的援军很快就要到了 他必须在大唐的援军到来之前 攻下松州城 他的时间不多了 牛静达也没威宁 随之抽出了兵器 喝道 保我大唐 给我杀 利剑从松州城上飞射而下 巨石已经不多了 但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地 被唐军给扔了下去 吐蕃的兵马虽然强悍 但想要立马就攻破松州城 也不太可能 杀戮起 血腥的味道很快弥漫开来 双方就这样不停地厮杀着 不停地有将士死亡 从城楼上跌落 有唐军的 也有攻上去的吐蕃兵马 时间慢慢 双方的伤亡越来越大 快到中午的时候 松州城已经有了快要守不住的迹象 看到这个 松赞干部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松州城 我是一定要破的 等我破了松州城 我要你们大唐的人好看 说着 松赞干部立马又目吼道 给我冲 给我杀 吐蕃的兵马疯狂地冲杀着 他们已经看到了希望 所以他们更要一鼓作气 他们知道 他们是一定能够攻下松州城的 松州城危机 牛静达的额头有血 也有汗 怎么办 死战之心已起 而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突然黄沙飞扬 马蹄阵阵 紧接着 便见写着唐和秦的旗子 迎风飘扬 援军 援军到了 秦小公爷来了 松州城有救了 松州城有救了呀 大唐万岁 大唐必胜 大唐万岁 大唐必胜 大唐必胜 松州城上 唐军忍不住高声呼喊 而他们在呼喊着的时候 松赞干部 也已经察觉到了 大唐援军的到来 他的眼眉微宁 暗道不好 早知道大唐援军来得这么快 他昨天就不应该拖一天 他以为 明天大唐援军才会赶到 如今 大唐的援军来了 不过 松赞干部 也只是稍微紧张了一点而已 他并没有太过害怕 甚至丧失斗志 一来 他对自己 吐蕃兵马的实力很自信 二来 大唐的援军并不算很多 也就五万兵马而已 他手里还有差不多八九万兵马 如此 与唐军一战 绝无任何问题 松赞干部 很快放弃了攻城 进而调转马头 直接向 秦天的兵马 冲上而来 秦天看着冲来的 吐蕃兵马 嘴角只是露出了一丝冷笑 随即 他便身先士卒 拿着兵器就冲了过去 杀 唐军气势如红 双方交战之后 唐刀以及末刀队 就开始发挥他们的威力来 而除了兵刃上的优势外 秦天的兵马 还善于利用阵法 如此一来 虽然唐军在人数上 不及吐蕃兵马 但真的杀起来的时候 却是也不落下风 而就在这个时候 松州城内的牛静达不作迟疑 立马命人打开城门 与城外的唐军会合 杀 给我杀 牛静达提着兵器杀了过去 城内的兵马 也还剩下一些 末刀队也都还在 这样 在加入一支末刀队后 吐蕃兵马 顿时就像是被一阵风 给掀翻似的 一片接着一片地倒了下去 胡十八拿着大刀 在军中左右冲杀 而且直逼松赞干部所在 擎贼擎王 拿住了松赞干部 这场战事 自然也就结束了 不过 松赞干部是个极其聪明的人 他早提防着 秦天手下的猛将 就在胡十八 向他杀过来的时候 他便连忙派人前去阻挡 而他 他更是丝毫不做停留 带着兵马就突围而去 他知道 自己如果逃了 肯定是会影响军心士气的 但那个胡十八的厉害 他也听说过 若是他被胡十八给杀了 那后果恐怕会更加地严重 两种情况 他要选一个对自己最为有利的 同时也是 伤害最轻的 松赞干部突围而去 胡十八又被缠着 自然无法取松赞干部手机 不过 松赞干部逃去之后 吐蕃的士气 果然大受影响 那些部落首领 见松赞干部逃了 他们那还会傻着继续拼杀 也都很快带着自己的兵马逃窜起来 唐军越杀越勇 很快 便扭转了局势 吐蕃渐渐露出溃败的趋势来 杀 给我杀 晴天一边冲杀 一边怒喝 唐军受到鼓舞 更是一鼓作气 杀伐起来 很快 吐蕃溃败 那些吐蕃兵马四散逃去 唐军并未做丝毫停歇 一连追出好几里后 才终于回转 晴天带着兵马进了松州城 牛静达兴奋地等着他 好啊 你小子来得实在是太及时了 要是再赶晚来半天 这松州城就守不住了 惊险 今天的情况十分的惊险 好在晴天及时赶到 并且打出了大唐的威风 一举击败了吐蕃兵马 晴天也是松了一口气 如果不是长安城那边出了一点情况的话 他只怕早就赶来了 松州城这边断不会这么危险 不过好在 他还是及时赶到了 牛叔父 我们今天虽然击败了吐蕃 但这场战事 怕还没有结束 今天 他们的确击败了吐蕃 并且杀了不少吐蕃将士 但吐蕃还有五六万兵马在呢 以松赞干部的情况 只怕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们还会来战 牛静达自然也清楚这点 想要结束一场战争 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只有让他们觉得 没有了胜利的希望 他们才会退去 这场战争也才会结束 但现在 吐蕃显然还没有绝望 你说的不错 那么在你看来 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大唐的援军到了 继续作战 他们也是不怕的 但这一仗如何打 怎么打 还得好好考究 一下才行 擎天思虑片刻 道 想要结束这场战争 其实是很容易的 办法很多 比如 我之前攻打血烟驼的时候用的办法 可以分而化解吐蕃的部落 其他部落不肯战 松赞干部也没有办法 不过 吐蕃与血烟驼不同 我们让他们退兵不难 但让他们对我大唐产生畏惧之心 不敢轻易来犯 却不容易 所以我们要让他们退兵 就要用更为霸道的办法才行 吐蕃相比较下 要比薛烟驼更为强大一些 而那松赞干部 也比珍珠克汗 更有头脑一点 他们能够一时分化吐蕃部落 但只要松赞干部回去 只怕很快就又会把那些部落的力量 给凝聚在一起 如此的话 与大唐而言 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 既然要打仗 那就要打怕他们才行 打得他们轻易不敢 与大唐一战 秦天这样说完 牛静达的眼神微微移动 他此前只想着击退吐蕃 结束这场战事就行了 以后再开战 那是以后的事情 但是他没有想到 秦天却考虑得更为长远一些 他明白了两个人的差距 那我们应该如何做呢 秦天道 与吐蕃应战一场 彻底地击败他们 让他们知道我大唐的厉害 如此 他们才会对我大唐产生敬畏之心 才不会轻易对我大唐用兵 秦天的办法 有些过于冒险了一点 而且 有一点舍意求难的感觉 万一失败 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 牛静达听完之后 却是并没有丝毫的犹豫 点头就同意了下来 作为大唐男儿 他们就应该 有这样的气魄 吐蕃厉害又如何 他们还是要击败吐蕃的 他们要让吐蕃知道 他们大唐的威风 知道他们大唐 不是谁 都敢轻易招惹的 牛静达同意之后 双方便又商量合计了一番 这样说完之后 他们才让将士下去休息 等着接下来的一场应战 只要接下来的这场应战 能够取胜 这场战事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吐蕃兵马 仓皇逃窜 回到军营之后 他们的士气 显得十分低落 松赞干部的脸色 更是变得有些争鸣恐怖 本来 他们已经快要攻下松州城了 就差那么一下 可结果呢 大唐援军来了 他们所有的努力 都功亏一篑了 这种快要成功 却又突然失败的情况 让他很绝望 也一下子有些提不起 惊奇神来 重新开始 弹劾容易 大家都有点失去了斗志 大仗之中 气氛十分的垂丧 赞普 大唐援军来了 我们想要攻下松州城 几乎没有可能了 要不退兵吧 一名部落首领站了出来 今天一站 他的部落兵马折损了一半 他有点心疼 再这样打下去 他就守不住自己的部落了 他的部落 很快就会被其他部落给吞并的 他不想再打下去了 而这个部落首领 说了这么一句话后 其他一些部落首领 也都纷纷站了出来 是啊 赞普 这仗没法再打下去了 我们退兵吧 没错 退兵吧 打下去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打不过大唐 那就不打 只是 他们这些人这样说着的时候 松赞干部的脸色 却是突然变得有点坚毅 我知道你们都不想打了 但我吐蕃此战 若是就这样回去了 我吐蕃以后还有 和面目立足 说着 松赞干部看了他们这些人一眼 随即就又站了起来 报 我吐蕃已经崛起 已经强大 如果因为一点小小的挫折 就不敢勇往直前的话 那我吐蕃何来更加的辉煌 我们就是要击败大唐 让他们知道 我们吐蕃的厉害 只有击败了他们 我们才可以 获取更多的好处 然后快速发展 最终一统天下 那个时候 你们都可以分到很多的领地 难道你们不想要吗 松赞干部的话 很具有煽动性 而且十分的鼓舞人心 让人不由地生出斗志 想要在这天地间 做出一番丰功伟业来 花音落下 那些部落首领 就相互张望起来 随之 便有人开口说道 赞浦既然这样说 那我们就与唐军决一死战 就是 就是 我们还有五六万兵马 数量与唐军差不多 要击败唐军 也并无不能 没错 与唐军一战 击败唐军 让他们知道 我们吐蕃的厉害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都表现得十分积极 松赞干部看到这种情况之后 这才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好 吩咐下去 让我们的将士好生休息 后天 我吐蕃兵马 再与唐军一战 到时候 你们一定要打出我吐蕃的威风来 莫 吐蕃兵马休息了一天 第三天的时候 松赞干部带着自己的兵马 再次向松州城赶去 他们要再次攻城 不过 就在他们觉得 他们需要攻城的时候 却发现松州城外 唐军早已经列阵等待着他们了 看到这种情况 松赞干部愣了一下 有点意外 在他看来 唐军虽然来了援军 但继续镇守松州城 才是最为安全的吧 可现在 他们竟然出了城 这未免有点奇怪了一些 而很快 松赞干部的脸色 就又微微一变 心头一沉 唐军放着更为安全的办法不要 却要出城与他们一战 那么 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 唐军对自己很自信 觉得他们一定可以 击败他们吐蕃 所以才要这样做 第二 就是唐军有诈 如果只是牛静达的话 松赞干部还不会觉得这有什么 可如今擎天 来到了松州城 那他就不得不多移一下了 要知道 擎天打仗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败过呢 而且更为要命的是 擎天打仗 很少按章法来 反正只要能取胜 明谋 按谋什么的 他都会用 今天这般不按常理 只怕擎天有什么阴谋诡计吧 相比较下 松赞干部 倒不怕与唐军拼死一战 就怕唐军有什么诡计 因为诡计难防啊 不过 来都来了 他们断没有退去的道理 很快 两军对阵 松赞干部看了一眼擎天 冷冷一笑 原来你就是擎天 也不怎么样吗 他本来以为 擎天是大唐的长盛将军 应该长得十分魁梧的 不过看了之后 才发现 擎天更像是一个文弱书生 而擎天坐在马背上 却是耸耸肩 不怎么样 前天还把你们吐蕃给击败了 这么说 你松赞干部离不怎么样 还不怎么样 而不怎么样的我 今天要让你们吐蕃 后悔今天的决定 后面的话 突然加中了语气 并且变得异常冰冷 仿佛带着无尽杀气 松赞干部本来就怀疑 晴天有其他阴谋诡计 此时听到这话 更是深信不疑 不由的 心头一沉 越发又谨慎起来 松赞干部成福很深 虽然已经有所戒备 但神色之间 却表现得十分轻松 可可笑了两声之后 冷冷道 是吗 那倒要看看谁 让谁后悔了 两个人这样说完 松赞干部看了一眼 自己的将领 问道 何人上前 杀杀唐军的威风 因为谨慎 他并没有急着开战 而是想先试探 一下唐军 话音落下 一名拿着一柄 大铁锤的猛将 就站了出来 赞谱 末将愿望 看到站出来的猛将之后 松赞干部颇有些自信地点了点头 因为这个人 是他目前军中 最为强悍的一员猛将 他有万夫不当之勇 他叫四罗 有四罗出战 必能够击败唐将 先行挫败一下唐将士气 好 四罗出战 必胜 松赞干部说完之后 四罗拿着大铁锤 就来到了阵前 他有些不屑地 瞥了一眼唐军 随即喝道 而等唐将 何人前来送死 吐蕃要阵前对决 擎天嘴角露出一丝浅笑 像这样的对决 对战局来说 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吐蕃叫阵 他们唐将若是不去 未免就要被人小看 也会影响他们唐军的士气 所以吐蕃叫阵 他们必去 公子 我去吧 不等秦天开口 胡十八已经提着大刀走了出来 他看得出 吐蕃派出的这个猛将 真的很猛 其他人根本应付不来 所以想要取胜 还得他去 秦天点了点头 杀了他 吐蕃既然赶来挑衅 那就杀了他 让他后悔 胡十八汗手硬下 而后来到了四罗面前 两个人望了一眼 本能的都开始谨慎起来 胡十八 我听说过你 不过 今天我要打败你 让大唐知道我吐蕃也是有猛将的 胡十八呵呵一笑 可惜 我没有听说过你 四罗宁眉 有一种被人轻视的感觉 不过很快 他便又呵呵一笑 今天 我会让你认识我的 两个人这样说完之后 便突然冲向了对方 铁锤与大刀 都是很霸道的兵刃 两个兵刃相碰之后 两个人都忍不住后退了两步 好气恋 虽然早已经猜到 四罗是很猛的猛将 但真的交手之后 胡十八才惊觉 这个四罗比他想象中的 要更为迅猛一些 他的力道跟自己差不多 不过 虽然知道 四罗跟自己的力气差不多 但胡十八并未有丝毫胆怯 很快便又提着大刀杀了过来 四罗这边 是早有防备的 对于胡十八 他早已知晓 毕竟胡十八名声在外 不过真的跟胡十八对打了一阵后 他觉得 胡十八并没有想象中的厉害 两个人就这样不停地拼杀着 谁也奈何不了谁 两个人的每一次出手都仿佛要把浑身的力道给全部使出来 兵戈之声不绝 众人看得触目惊心 如果是他们面对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 只怕都过不了他们的一招吧 霸道 他们打得太过霸道了一些 他们好像根本不讲究什么技巧 就是在拼死力 双方就这样不停地厮杀着 狂战 狂战 一刀 一锤就这样拼杀 两个人的嘴角都被震得出了血 这简直是自残式的打法 两个人好像永远都不可能分出胜负来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胡十八突然变换了招式 他不再与四罗硬拼 而是虚晃一刀 迷惑住四罗之后 再直接一刀劈来 跟着晴天久了 再笨的人也会慢慢学得聪明一点 哪怕不是很聪明 但肯定脑子的转动要更为灵活 胡十八发现自己 跟四罗的力气差不多后 便知道拼力气的话 他不太可能击败四罗 所以 他便想到了虚晃一刀 不过 他的虚晃一刀想要成功 就要让四罗以为他只是想跟他拼力气 所以 前面的那几招 他拼着被震伤 也要迷惑四罗 直到找准时机 一刀 胡十八一刀劈了过去 四罗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 已经晚了 他想要阻挡那一刀 但那一刀却直接劈了下来 紧接着 四罗就被胡十八给劈成了两半 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两半 鲜血流了一地 甚至可以看到四罗的心脏 以及肚子里的肠子 战争是残酷的 这些东西很常见 但此时看来 却还是有点触目惊心 胡十八横着大刀 鲜活地站着 四罗已经死了 松赞干部 眼睛瞪得很大 他有点不敢相信刚才的一幕 他这里最强悍的武将 就这样被杀了 而刚才的那一幕 对他吐蕃将士 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吧 士气受损 松赞干部眼眉一宁 随之挥手喝道 杀 越耽搁的话 士气就越发地低落 他要趁着唐军没有行动之前 冲过去 而就在吐蕃兵马冲过来的时候 唐军这边 擎天一挥手 大唐神弩便嗖嗖嗖地发射起来 一只接着一只的利剑飞射而来 冲在前面的吐蕃兵马 还没有反应过来 已经中了利剑倒地 这件遮天蔽日 让人感到一股说不出的恐怖 松赞干部站在后面 看着那如同被覆盖了的天空 也没顿时就凝了起来 大唐 好厉害 一直以来 他都觉得他们吐蕃强大了 强大的可以比肩大唐 甚至比大唐还要厉害 可看到大唐神弩的威力之后 他才惊觉 他们吐蕃与大唐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至少他们吐蕃 就射不出这么多的利剑来 没有敌人的利剑迅猛 他们在对战的时候 就已经失去了先机 杀 可松赞干部 还想再拼杀一下 他不信他吐蕃就不是唐军对手 随着距离的靠近 吐蕃的利剑也开始发射起来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唐军这边 除了大唐神弩外 还有一个接着一个的投石机 巨石从天而降 利剑的杀伤力 其实不算很高 因为只要穿着盔甲的话 利剑就射不透 这些利剑 要么阻拦敌军的速度 要么就是射中了马 马中箭了 对于敌军也是有杀伤力的 相比较下 巨石从天而降 直接就把一些吐蕃士兵的脑浆 给砸了出来 巨石一个接着一个的飞来 很快就砸死了一大片的吐蕃兵马 双方还为短兵相接 吐蕃的伤亡已经开始增加起来 很多吐蕃的部落首领看到这个 脸色顿时就变成了铁青 这简直就是在找死啊 不过 战士一起 断无后退之理 杀 松赞干部又嘶喊了一声 紧接着 吐蕃兵马冲得更快了一些 骑兵的速度很快 只片刻功夫 他们便冲到了唐军阵前 而他们冲得靠近之后 大唐神弩和投尸机都失去了射程 杀 给我狠狠地杀 这个时候 擎天拔出了自己手里的刀 紧接着 身先士卒地就冲了过去 擎天冲了过去后 一众唐军再无丝毫顾虑 也都拿着兵刃杀了去 而且 他们杀得士气如虹 杀得望生望死 战士起 杀戮起 血腥的味道 很快在松州城前弥漫开来 唐军望我的杀着 他们今天就是要与吐蕃决战 要杀得吐蕃想起松州一战 就心有余悸 杀 杀 杀 不停地杀戮 不停地鲜血 不停地死亡 秋风吹来 忽而一阵凉 杀 杀 杀 唐军在晴天的带领下 奋勇杀敌 这场战事从早上开始 一直到下午的时候 才终于见了分晓 吐蕃兵马溃败 一名吐蕃的部落首领 来到了松赞干部跟前 道 赞普 我军折损严重 根本不是唐军对手 当务之急 还是赶紧离开吧 说完 那个部落首领 也顾不得听松赞干部说什么 直接带着兵马 就向前面突围而去 现如今这种情况 继续杀下去 只怕是会全军覆没的 最好的办法 自然就是突围了 一个部落首领开始突围 紧接着 其他部落首领也不做迟疑 纷纷也都跟着突围起来 松赞干部是有点不甘心的 但当他看到眼前的情况后 他知道自己不甘心 也没有用 不走 就是死 所以 不做迟疑 他也连忙带着自己的兵马 开始突围而去 吐蕃要逃 唐军看到这个之后 杀得越发振奋 杀 杀 唐军对吐蕃的兵马 进行了最后的收割 不过 吐蕃到底也是强悍的 松赞干部手下 也多有猛将 在这些猛将的护卫下 松赞干部 以及一些部落首领 还是突围逃了出去 他们逃走的时候 夜幕已经降临 整个松州城前 却仍旧是一片喧嚣 赢了 我们赢了呀 没错 这一战 吐蕃只有两万多兵马逃走了 他们损兵折将 这次可算是打痛他们了 就是 就是 看他们以后 还敢不敢跟我们大唐作对 今天真是杀得爽啊 大家在战场上兴奋地说着 庆祝着 牛静达却是直接找上了晴天 现在 我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击败了吐蕃 而且还让他们长了记性 他们的确可以松一口气了 不过 晴天却是摇了摇头 不 打得还不够痛 听到这话 牛静达愣了一下 他们把吐蕃兵马杀的 只剩下了两万多兵马 这还杀得不够痛啊 只怕吐蕃他们 都快要痛死了吧 那你的意思是 集合兵马 给我连夜追击 一定要让吐蕃感到绝望才行 他们已经胜利了 完全没有必要再冒险 他们的目的 多少也算是达到了 吐蕃短时间内 肯定不敢与他们为敌 晴天还要继续追击 让很多人觉得没有道理 毕竟 穷寇莫追啊 但晴天却十分坚定 牛静达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决定 按照晴天说的去办 他点了点头 好 我这就吩咐下去 夜已经健身了 秋风也有点凉 很快 牛静达就聚集了 一万多兵马出来 这一万多兵马集合之后 晴天便带着他们 向松赞干部他们逃跑的方向 追了过去 这一次 他们非得打得吐蕃绝望才行 夜 松赞干部带着兵马仓皇逃窜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最后的结果竟然是这样的 他以为这一次出征 他肯定能够击败唐军 攻下松州城 可现在 他却在逃命 这是他第一次 这般落魄的逃命 吐蕃的将士都很颓废 他们已经毫无斗志了 兵马就这样跑着 一直跑到了后半夜 他们也不曾有丝毫的停歇 将士们很累 累得都有点跑不动了 赞普 要不我们休息一下吧 一名将军看到将士们 都有点疲惫不堪 于是前来请命 而他开口之后 其他一些人 也都纷纷跟着附和 赞普 我们实在是走不动了 不如歇一会再走吧 是啊 我们都没有休息过 再这样下去 我们的双腿就要废了 赞普 休息一会吧 松赞干部也很累 他也很想休息一下 但他又有一点担心 万一唐军追上来怎么办 在攻打松州城的时候 他便已经出现过一次失误 如果这一次再失误的话 那情况可就不妙了 此时 我们还在大唐境内 这里很不安全 等回到我们吐蕃境内后 你们想怎么休息 就怎么休息 给我继续赶路 这一次 松赞干部 绝不容自己再出现失误 他这样说完之后 便带着兵马继续赶路 而这些兵马 已经困得不行 很多人甚至走着路 都能睡着 同时 一些人也有点怨言 都已经这个时候了 唐军怎么可能追上来 就是 就是 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 唐军不会追来了 我们应该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赞普的胆子 未免也太小了一点 吐蕃的将士抱怨着 可还是拖着疲惫的身子走着 他们的速度并不是很快 而就在他们这样走着的时候 一名探子突然急匆匆跑了来 不好了 不好了 唐军追上来了 唐军追上来了 探子一边跑一边喊 吐蕃的那些将士 听到这个之后 都有点不敢置信 怎么会这样 唐军 真的追过来了 他们已经赢了这场战争 怎么还不依不饶 现在怎么办 我们还有精力与唐军一战吗 他们已经很疲惫了 疲惫的根本就没有体力 再去战斗了 而前面 松赞干部也很快得到了这个消息 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也愣了一下 虽然他担心唐军会追上来 但他并不是很肯定 如今唐军真的追来了 他反而有一点不安 可恶 唐军实在可恶 难道要有我吐蕃不死不休吗 松赞干部骂了一句 很快就又把一众部落首领 以及他带来的武将谋士 聚集在了一起 大家都聚集在一起后 松赞干部把情况给说了一下 然后问道 诸位 如今这种情况 你说 我们应该怎么办 才好唐军不依不饶 他们想要 活着回到吐蕃王城 只怕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们必须想办法活下来 松赞干部问了一句之后 其他人相互张望 紧接着 就有一个人站了出来 赞普 现如今的情况 我们只能留一部分兵马断后啊 只要支撑一天 甚至半天的时间 我们就能够赶回去了 只要有人能够牺牲自己 来为他们的逃跑争取时间 他们就能够活着回到吐蕃 只是 当这个将领 把自己的主意说出来的时候 一众部落首领却都是闭口不言 他们都很清楚 谁断后 谁就只有被唐军灭掉的份 可他们这样的人 谁愿意被唐军给灭掉 他们都是要为自己的部落着想的 让他们断后 根本就不可能 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松赞干部 他是吐蕃的赞普 在这个时候 他有责任保护他们活着 不然的话 他们凭什么 听赞普的命令 大家的意思不言而喻 松赞干部 也是个聪明人 他自然明白 这些人是什么意思 必须是他的人来断后才行 不然 这些部落首领 怕是要做出其他事情来 松赞干部宁媒 他也不想自己的兵马牺牲 但如果自己的兵马不牺牲的话 他只怕是无法让这些部落首领 再为自己效命了 但目前的情况下 他不宜 与这些部落首领闹矛盾 想要继续做自己的赞普 而且值得让这些部落首领 继续跟随 他就要 有一个做赞普的样子 从来领导人都不是好当的 作为老大 有时候就要贡献一些东西出来才行 松赞干部犹豫了一下 随即吩咐到 留下两千兵马 阻挡唐军 其余兵马 随我继续赶路 两千兵马不算很多 但在松赞干部看来 也并不是很少 这两千兵马 若是抱有必死之决心 说不定能为他们争取半天的时间 而对他们来说 半天时间差不多够了 很快 松赞干部的两千兵马 被留了下来 其余的人跟着松赞干部继续赶路 夜色越来越色 也越来越冷 两千兵马在原地休息 等着唐军的到来 现在的他们 为了能够有更好的精力 他们准备以以待劳 大约一个时辰后 已经是黎明前的时候 唐军终于赶了过来 休息了一个时辰 对吐蕃的两千兵马来说 并不算很多 但这一个时辰的休息时间 却是让他们的精神 多少好了一点 夜有点昏暗 四周不时地有火把晃动 唐军看到这两千兵马之后 就明白了吐蕃的意思 不过 晴天却只是露出了一丝冷笑 随即挥手道 给我杀 一声令下 唐军的弓箭手 立马向这两千吐蕃兵马 进行扫射 这些吐蕃兵马 没想到大唐会用利剑 大唐的兵马很多 利剑也很多 两千吐蕃兵马 根本招架不住 几轮利剑扫射之后 一半的吐蕃兵马都中剑了 他们要么死了 要么直接就丧失了杀伤力 剩下的人 还能继续战斗 就在利剑停止的时候 他们蜂拥着杀了过来 不过这个时候 唐军却也是直接杀了来 唐军并没有休息 他们也有一点疲惫 但他们胜在人多 胜在兵器锋利 所以 双方短兵相接之后 唐军便以一种碾压式的方式 结束了这场战斗 在晴天看来 吐蕃用两千兵马来断后 不过是毫无作用地举措罢了 他们正好分而灭之 如果是五千的话 他们就不好轻易灭掉 但两千 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 灭掉这两千兵马后 唐军并没有再继续追击 而是休息了一个时辰 等天亮之后 他们才继续赶路 这一次 他们不把吐蕃打得怀疑人生 他们是不会把休的 松赞干部带着兵马继续逃走 一直到中午的时候 才终于停歇 他们已经累得实在走不动了 再不休息的话 他们没有被唐军给灭掉 就先自己累死了 亦或者饿死了 所以 他们现在必须休息 吃饭 很多将士在停下来之后 直接就倒在地上呼呼大睡起来 他们已经困得 哪怕有人踢他们一脚 他们都不怎么想起来的程度 赞普 我们已经逃了很远了 想必唐军不会追来了吧 肯定不会追来了 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两千兵马断后呢 就算他们追 也追不上我们了 没错 再过三天 我们就到吐蕃境内了 那个时候 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在休息的时候 一些部落首领 跟松赞干部说着 松赞干部也希望唐军不会继续追杀 不过 就在他们这样说的时候 一名探子又急匆匆跑了来 大事不好了 唐军追来了 听到唐军又追来了 一群将士顿时苦恼不已 他们还没有怎么休息 唐军怎么就又来了 照这样下去的话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活着回到吐蕃去啊 那些部落首领 刚才还松了一口气 可现在突然又都紧绷起来 怎么回事 不是有两千兵马断后吗 唐军不可能这么快的啊 就是 唐军怎么阴魂不散 非得一直这样追杀我们吗 可恶 这些唐军太可恶了 这些人不停地骂着 但却没有一个是愿意与唐军一战的 更别说把自己的兵马单独留下来断后了 松赞干部看着他们这个样子 内心十分的愤怒 他以为自己掌控吐蕃已经很不错了 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样子 他们吐蕃这样的部落形式 实在是太不利于他们打仗了 各自为营都为自己的利益而斗 他们吐蕃怎么强大 回去之后 他非得慢慢解决这个问题不可 但现在 他必须想办法活着回到吐蕃王城才行 他也没有料到 唐军竟然会这个样子 在这一刻 他是真的感觉到了绝望和无奈 还有后悔 他后悔不该轻易对大唐用兵 现在这种情况 派兵马断后是行不通了 我们只能投降 与唐军议和 在那些部落首领说着的时候 松赞干部把自己的主意给说了一下 唐军奈何不了他们 至少灭不掉他们吐蕃 那么议和 也肯定是唐军想要看到的结果 无非就是 他们吐蕃赔偿一些钱财罢了 高傲的松赞干部 要与唐军议和 这是他成为赞谱一来 第一次这般的第三下四 不过 现如今的情况 他也是一点办法没有 如果不议和的话 他们恐怕很难活着回到吐蕃去 就算他们能够活着回去 以后的日子也肯定不好过 不投降的话 那就等于与大唐断绝了一切来往 而他们吐蕃的很多东西 都是要从大唐进口的 不投降 就没有贸易的往来 他们吐蕃的很多人 只怕都是受不了的 那个时候 吐蕃局势不稳 并不利于他的统治 松赞干部说完之后 那些部落首领相互张望 对于这个 他们有点惊讶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 一向眼高于顶的松赞干部 竟然也会妥协 他们还是不了解 他们的这个赞谱 不过同时 他们的心里 也都终于松了一口气 对他们来说 投降不投降无所谓 反正投降了 上面也有松赞干部撑着 而投降了 他们也就有了活下去的机会 他们真正想要的 就是活着 所以很快 这些部落首领就说了起来 赞谱 如今投降 怕也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了 是啊 我们现在必须韬光养晦才行 等我们再强大一些了 再找大唐算账 没错 一合就一合 部落首领同意一合 松赞干部点了点头 而后 他便留下了一支一合的队伍 让他们在这里等着唐军 而他们则不坐停歇 再次向吐蕃王城赶去 虽说已经准备一合了 但他们却也不敢大意 不敢与唐军在正面相对 万一唐军不同意一合 那他们继续逗留在这里 就太过危险了一些 松赞干部带着兵马继续逃亡 他们逃走了大概一个多时辰后 晴天带着兵马赶了过来 不过晴天他们这一次在遇到吐蕃人的时候 没有遇到断后的兵马 而是遇到了有百十来人的小队伍 他很奇怪 百十来人留下来有什么用 难道这百十来人能拦住他们吗 起码上前 晴天还没来得及开口 一名吐蕃文官模样的男子 连忙上前道 请小公爷切莫动手 我是吐蕃的官员布鲁图 我奉了我家赞普的命令 在此等候小公爷 特来向你们大堂议和 听到是要议和 晴天这才终于明白怎么回事 原来吐蕃自知打不过他们 想要跟他们议和呀 好像人总是这个样子 在没有选择的时候 就会退而求其次 吐蕃知道逃不走了 便想着投降 跟他们大堂议和了 晴天嘴角露出一丝淡笑 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开口 程楚墨突然就把他的鲜花板腹给晾了出来 道 晴大哥 不跟他们议和 这可是灭掉松赞干部的好机会 不然等他们回到了吐蕃 那可就等同于是放虎归山了呀 不错 绝对不能议和 我们要一举灭掉吐蕃 玉石宝林也不赞成议和 在他们看来 如今局势对他们大好 他们没有必要跟吐蕃议和 那吐蕃的议和使臣听到这话 脸色就变得有点难看 自己也开始紧张起来 晴天这里 却是平静地浅浅一笑 随后望向那个议和大臣 道 吐蕃想跟我大唐议和 也不是没有可能 就看你们有没有议和的诚意了 诚意自然是有的 小宫也有什么条件 尽管提便是了 您提之后 我立马跟我家赞幅说 议和大臣并不敢把话说绝 晴天轻声一笑 然后把他们大唐 要的东西给说了一遍 其中 包括一些牛羊 一些粮草和金银珠宝 还有一些 就是吐蕃的一块土地 得罪了他们大唐 如果不出点血的话 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可以说 晴天有点狮子大开口 吐蕃的义和大臣听完之后 都忍不住冷吸了一口气 不过 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满情绪 笑了笑后 道 好 我回去之后 会把这些情况 跟我家赞幅说一下的 不过 还请晴晓公爷在这里等候 他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让晴天在这里等消息 不过 晴天却是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摇了摇头 不 让你们赞幅逃了回去 只怕就算你们同意义和 我刚才提的条件 也要打个折扣吧 想要义和 你们就得留下点什么才行 你什么意思 自然是要围困住你们的赞谱了 晴天也不是笨蛋 义和是义和 但就算是义和 他手里也得有一点筹码才行 而困住松赞干部 便是他想要的筹码 这样说完之后 不等那个吐蕃的义和大臣 再说什么 晴天已经带着自己的兵马 再次向松赞干部他们 逃去的方向追了过去 他们相隔 也才不过一个多时辰的距离 而这点距离 对唐军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一来唐军有很多代替食品 他们不用生火做饭 就可以在马背上补充能量 而吐蕃不行 他们饿了 就得生火做饭 可是这一天多的时间里 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生火做饭 很多将士已经又累又饿了 他们根本就走不快了 再有就是 唐军是以一种胜利者的心态来追击的 他们相对来说 士气更为高涨一点 士气这个东西 有时候真的是很管用的 唐军在后面继续追赶 天色暗淡下来的时候 他们终于追赶了上来 并且把松赞干部 以及那些部落首领 全部围了起来 不过 他们围上来后 并没有立马动手 他们就只是围着 因为 那个义和大臣 也已经跟着赶了回来 接下来 他们是战是和 就看松赞干部的选择了 夜色渐深 风吹来带着凉意 入秋已经有点深了 四周很安静 安静的只能听到一些 虫鸣的声音 程楚墨 一直都拿着自己的喧哗板斧 好像他们随时都有可能 与吐蕃一战 他有点纳闷 有点不解 秦大哥 这可是杀掉松赞干部的好机会 我们干嘛还要跟他们议和 他们如今掌控着局面 完全没有必要议和 而一旦松赞干部死了 吐蕃必定土崩瓦解 那个时候 他们可趁机一举灭掉吐蕃 这个机会 千载难逢 杀掉松赞干部 其他吐蕃的部落 必定会再次混战 吐蕃那个时候的实力 就会再一次地削弱 这对大唐来说 绝对是好的 不能再好的事情了 不过 秦天却是浅浅一笑 道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我大唐现如今 有灭掉吐蕃的实力吗 秦大哥的意思是 吐蕃身处高原地区 我们大唐的将士去了之后 是会缺氧的 那个时候 别说杀敌了 我们自己去了就会头晕 根本灭不掉吐蕃 至于松赞干部嘛 他如今手中还有不少兵马 击败我们不太可能 但他要是想逃回去 还是有机会的 我们不能冒险 如果被他们围困住的 这些吐蕃将士 奋力一搏的话 肯定是能够护送松赞干部逃走的 这个毫无疑问 问题是 这些吐蕃将士 会不会拼死一搏 这个很不好说 所以秦天想要的 是更为保险的一种情况 既然灭不掉吐蕃 那自然是和谈更好一点了 而且 松赞干部若是活着 与他们大唐和谈 对他们大唐来说 也是更为有利的 如果松赞干部死了 其他部落首领 肯定相互征伐 那个时候 吐蕃与大唐的贸易往来 可就要中断了 这会严重影响 大唐的经济发展 要知道 大唐有很多商品出口到吐蕃去 如果这些商品 都不能卖给吐蕃人了 他们赚什么钱 没有钱 大唐就无法支撑 大规模的战役啊 松赞干部是个理智的人 他活着回去 与大唐和谈 大唐与吐蕃的经济 肯定是 能够继续发展的 在大唐没有灭掉吐蕃的实力之前 大唐就应该保持 与各国的贸易往来 只有这样 大唐才能够富足 秦天把这些情况说完之后 成楚墨等人 虽然仍旧有点不以为然 但并没有再嚷嚷着 冲进去 杀了松赞干部 与此同时 吐蕃军营内 吐蕃的将士 已经开始吃饭的吃饭 休息的休息了 而义和大臣 也已经把秦天的意思 跟松赞干部说了一下 义和大臣说完 那些部落首领 顿时凝眉起来 大唐 这简直就是敲诈勒索 竟然要这么多东西 赞仆 不能给他们 我们就算是义和 就是 就是 大唐这是要发战争才啊 实在是不要脸 他们竟然还想要 我们吐蕃的土地 坚决不给 部落首领虽然想要义和 但他们并不想赔偿 毕竟真的要赔偿 这么多东西的话 那就是 他们所有部落 来承担这些东西了 这就等于让他们出钱啊 他们自然是不愿意的 赞仆 我们的将士 现在也得到了休息 如今完全可以 与唐军一战 就算既不败他们 但逃回吐蕃 肯定没有问题啊 是啊 我们明天一早 我们还就不信了 大唐 能把我们怎么样 这些部落首领嚷嚷的厉害 松赞干部却是宁媒 想要逃回吐蕃 并不是什么难事 关键是如此的话 义和的事情就黄了 他不信在他们突围之后 大唐还会同意跟他们义和 而不义和的话 两个关系破裂 他们不能与大唐进行贸易往来 他们吐蕃也强大不起来 作为帝王 他们都很清楚 只有经商才能够富国强国 闭关锁国是不行的 钱财流通 他们才可富强 而松赞干部是个有野心的人 他不仅仅是想当一个吐蕃的赞谱 他还想与大唐一决雌雄 争议争着华夏天下 而要争着华夏天下 那他们就要与大唐 有正常的贸易往来 所以 思虑过后 松赞干部摇了摇头 我们还是要与大唐一和 赔偿给大唐的这些东西 经过后期的经商 我们都能够赚回来 他们要有长远的目光 松赞干部 把情况跟他们这些人说了一下 他们听完之后 也只能妥协 这样商量好后 第二天一早 吐蕃的一和大臣 就再次来到了唐军大营之内 把他们吐蕃赞谱的决定 跟秦天说了一下 秦小公爷 你说的那些条件 我们家赞谱都答应了 听到松赞干部同意了 他提出的那些条件 秦天嘴角露出了一丝浅笑 心想这个松赞干部 还真是聪明人 不答应 双方一战 结果难料 而此后吐蕃 恐怕想再发展就难了 当然 大唐也会因此而后退一些 如今的情况 可以说是互赢的 而大唐得到了这么多赔偿 显然赢得更多一些 好 既然你们家赞谱同意了 那等你们吐蕃 把我们要的这些东西拉来之后 他们就可以回去了 如今困住他们 自然是要拿到好处后 才能够放他们走的 吐蕃的一和大臣苦笑了一下 但他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点头硬了下来 松赞干部 派人去吐蕃 筹集钱财 牛羊等等 大概半个月后 这些东西全部给拉了过来 秦天他们拿到了这些赔偿 这才终于放松赞干部 他们离开 而吐蕃因为这一场松州大战 可以说是元气大伤 不仅兵马折损严重 经济也十分地受伤 毕竟赔偿了这么多东西嘛 一时半会 想要恢复过来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而这样的吐蕃 只怕几年时间内 都不敢与大唐为敌了 事情解决 秦天带着兵马 拉着那些一和的胜利品 回到了松州城 这些事情 牛静达已经知道了 而对于秦天的选择 牛静达并不怎么看好 你小子 明明有机会杀了松赞干部的 干嘛跟他们一和 不等秦天开口 牛静达就又一声轻叹 道 你就算要一和 也得跟朝廷商量一下 现如今你就这样 放松赞干部回去了 朝堂上的那些人 会不会对你有什么怀疑 你这件事情 做得不够稳当 一和这种事情 从来都不是战前将军 可以决定的事情 是必须由朝廷来决定才行的 秦天这样做 有点不符合规矩 他在朝中 又有那么多的敌人 只怕那些人 肯定会趁着这个机会 对他进行一番弹劾的 这次 李世民都帮不了他 对于秦天的所作所为 牛静达是有点担心的 秦天这里 不由地发出了一些苦笑 他自然知道 自己做得不对 但当时情况 他那来得及 派人去长安城征求意见 这一来一回这么长时间 是很有可能生出变数来的 而且 朝中的人如果不同意一和 那就更坏了他的大事 要知道 不是谁都有他这样的元件的 要是有人觉得 那是一个杀了松赞干部 毁掉吐蕃稳定的大好机会 他们肯定是会选择让他出兵 灭掉松赞干部的 而一旦李世民同意了 就会出现变数 所以最好的办法 自然是他先一和 等回到长安城后 再把情况跟李世民说一下 让李世民知道当时的情况 他是只能这样做 秦天把情况跟牛静达说了一下 牛静达自然也理解秦天 毕竟 他是亲历过松州一战的 不过他理解归理解 长安城那边的情况还是要尽早解决的 所以 他们并没有在松州城多做停留 拿着那些一和所得的胜利品 他们便向长安城赶去 他们希望 李世民看到这么多东西后 能够明白秦天的用意 兵马浩浩荡荡地向长安城赶去 虽说是得胜回朝 但有一些人的心情并不算特别的兴奋 长安城 已是秋天的长安城仍旧是繁华而热闹的 长安城外秋景如许 但长安城内却仿佛看不到丝毫秋色 这里的秋已经被来来往往的人给全部掩盖住了 哪怕偶尔飘零的落叶也不会让人察觉到秋的到来 长安城 热闹 还是热闹 而这个时候 秦天擅自做主与吐蕃议和的事情终于传了来 大殿之上 一名官员把情况给说了一下 圣上 秦天带着兵马赶到了松州城 一举击败了吐蕃大军 这个官员刚说了一句 整个大殿顿时就喧嚣起来 好啊 击败了吐蕃 秦小公也好生厉害 谁说不是 先是败了薛颜驼 现如今又击败了吐蕃 接连战胜 秦天不错 击败了吐蕃 我大唐就又安稳了呀 看以后 谁还敢对我大唐不敬 众人兴奋着这场胜利 也对秦天毫不吝啬一美之词 李世民坐在上面 也有些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们大唐的危机 就这样解除了 好像有秦天在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李世民有点庆幸 大唐有秦天这样的能臣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官员就又继续说了起来 圣上 秦天击败吐蕃之后 带着兵马继续追击 最后把吐蕃的赞谱松赞干部一等人 给围困了起来 但在这个时候 秦天并没有杀他们 而是与吐蕃议和了官员 把情况说完之后 本来喧嚣的大殿 突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刚才那些称赞秦天的人 顿时有点傻眼 或者说 他们有点后悔刚才的一美之词 沉寂 沉寂 但大殿上的沉寂 并没有持续太久 很快 高氏联就站了出来 圣上 秦天此举 实在是令人费解啊 明明有机会杀了松赞干部 让本来已经团结起来的吐蕃 再次进入到混乱之中 可是他竟然跟吐蕃议和了 只怕秦天另有意图啊 圣上 秦天很有可能收了吐蕃什么好处 不然他怎么会这样做 圣上 秦天可能有狼子野心 场面变化得有点快 刚才还是对秦天的一片一美之词 结果现在 却成为了弹劾 而且还说 秦天狼子野心 这两种情况 完全就是相反的呀 对一个人的态度 竟然有这样的变化 简直世间少见 弹劾的人一个接着一个 因为他们都觉得 秦天做的这件事情 太不正常了 明明有机会杀掉松赞干部的 为何要一和 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李世民坐在笼椅上 明着眉头 他也觉得 秦天做的这件事情 有点奇怪 而且最重要的是 秦天既然要一和 为何不先跟朝廷说一下 自己怎么就决定了 朝中的官员 现如今也在揪住这个问题不放 他秦天眼里 可还有他李世民这个天子 一和没什么 不给他李世民面子 就有问题了 李世民突然觉得 会不会是秦天自己的功劳太大了 所以不把他李世民当回事了 他这是要功高盖主了 功高的 都不把他李世民放在眼里了 朝堂有点混乱 这个时候 李继等人连忙站了出来 圣上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可能当时的情况特殊 不如等秦天回来之后 再仔细询问一番吧 是啊 圣上 秦天对圣上对我大唐 那可是忠心耿耿啊 从来就没有过二心 说他有狼子野心 简直是无稽之谈 圣上 秦天这样做 肯定是有原因的 圣上一定要相信秦天 为秦天辩护的人也不少 李世民看着这些情况 犹豫了一下 许久之后 才终于开口道 此事等秦天回京之后 再做论处 虽然觉得奇怪 但李世民对秦天的信任 还是很重的 而且 秦天接连立功啊 如果他不听秦天解释 就对秦天处罚 怕是有点说不过去 会让人觉得 他李世民要杀功臣 而古往今来 但凡杀了功臣的天子 在史书上有好名声吗 那可都是 要留下污点的 他李世民要做千古一地 他不想留下任何的污点 而且 秦天很快就回来了 就算要处罚 晚几天也没什么 他不妨等一等 这样对他来说 更为保险一点 李世民这样说完之后 高世联这些人 虽然有点不太高兴 但也无可奈何 不过 他们内心还是充满了希望的 因为秦天这一次做的事情 实在是有点不符合规矩 就算他这样做 真的有一些原因 李世民怕也不会轻易饶了他吧 天子的面子 从来都是最重要的 这一次 秦天再劫难逃 早朝就这样结束了 众人离开大殿的时候 还在讨论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在惋惜 惋惜秦天没有趁着那个机会 一举杀掉松赞干部 敬香秦更欠 秦天现在是敬长安 心更忧 虽说接连立了两次大功 但与吐蕃一和的事情 到底有点不符合规矩啊 到了长安城 不知道李世民会怎么处置他 他很清楚 就算李世民想原谅他 可规矩不能废啊 不然以后别人都学 那可就不好控制了 所以 为了所谓的规矩 李世民也肯定是要惩罚他的 而正是因为这个惩罚 让他秦天有点不安 回到长安城的时候 已经是深秋时节了 这个时候 长安城内除了热闹之外 也可见秋色 落叶 秋风 秦天带着队伍回来的时候 街头站着很多百姓 他们并不知道 秦天做的那些事情 他们只知道 秦天接连击败薛炎陀和吐蕃 立了大功 他们都是来看热闹的 军队之中 有一车有一车的胜利品 百姓看到之后 顿时就兴奋了 秦小公爷厉害啊 击败吐蕃之后 让吐蕃赔偿了这么多 谁说不是 这些金银珠宝 可比我们大唐一年的赋税还要高吧 那可不 不过我们就应该这样教训吐蕃 谁让他们竟然敢对我大唐用兵 即是 即是 就应该这样 秦小公爷真厉害 百姓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不停地兴奋说着 偶尔有一些话传到秦天的耳朵里后 秦天也只是一声轻笑 秦天带着队伍继续走着 来到了朱雀大街 来到了皇宫门前 但这一次 没有人在皇宫门前迎接他 他苦笑了一下 看了一眼牛静达 而后两个人翻身下马 直接进了皇宫 皇宫大殿 群臣都在等着他们 每个人看秦天的眼神都怪怪的 有的人担忧 有的人幸灾乐祸 秦天一步一步地走着 大殿由安静变成了喧嚣 他的脚步声也渐渐不闻 来到前面 秦天跪地 将一份奏折地交了上去 陈秦天 信不辱命 得胜归来 一名工人拿着奏折地交给了李世民 李世民瞪了一眼秦天 心想 什么信不辱命 白白放走了松赞干部 还是信不辱命吗 不过 他又很好奇 秦天奏折上写的什么 所以就打开来看了一眼 这样打开看了一眼之后 李世民的心跳突然加速 好多钱 看了一眼之后 连他这样的天子都觉得好多 这可都是财富 这样多的钱 他李世民心动了 而这个时候 他才终于明白怎么回事 原来这都是吐蕃 为了义和赔给他们大唐的钱了 这些钱很多 只怕一下子就把吐蕃 给耗费得差不多了吧 李世民慢慢地镇定了下来 将奏折合上之后 他看秦天的眼神 就有点不一样了 多少柔和了一点 不得不说 钱是个好东西 连李世民这样的天子都不能例外 他很清楚 有了这么一笔钱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而且眉头都不用眨一下 秦天 你的确信不辱命 击败了薛颜陀和吐蕃 但你可知 你犯了什么错吗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秦天 秦天应声道 回圣上 臣知道 臣不该在没有跟圣上说明的情况下 就与吐蕃议和 只是这些吗 秦天刚说完 高世连就站了出来 紧接着哼了一声 你带着兵马 明明已经把松赞干部给围住了 为何要与他议和 杀了他之后 让吐蕃大乱 对我大唐更有好处吧 高世连说了这么一句话后 朝中其他 反对秦天的人 也都陆陆续续地站了出来 不错 你是不是受了吐蕃什么好处 肯定是的 吐蕃肯出这么多的钱财 那么收买你秦天 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吧 讨伐之声不绝 秦天没想到 反对他的人竟然这么多 当然 这么多人当中 有一些是跟自己有恩怨的 有一些可能纯粹就是愤青 觉得 没有杀了松赞干部 实在是太过可惜了 而此时的李世民也望向了秦天 他也要知道原因 秦天苦笑 道 圣上 当时的情况 臣是杀不死松赞干部的 而且 现如今 我大唐没有灭掉吐蕃的能力 与其与吐蕃老死不相往来 倒不如暂时与他们和平相处 等我大唐积攒了实力 再一举灭掉吐蕃 而松赞干部 是我们与吐蕃和平的关键 秦天把情况给说了一遍 他说的 也都还是很有道理的 李世民听完之后 才终于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他的话 他也会选择跟吐蕃一和 而不是冒险去击杀松赞干部 毕竟 吐蕃若与他们大唐不死不休 他们大唐 只怕就没有多少时间来发展了 吐蕃的敌人不多 他们大唐却是不少的 所以 在没有一举灭掉一个敌人的实力前 最好不要跟这个敌人经常斗争 李世民认可了秦天的解释 不过秦天一和不跟朝廷说 却是不容原谅的 高氏连他们那些人 见到这种情况后 立马把问题集中在了这上面 不给李世民面子 他们倒要看看李世民怎么做 李世民眼眸宁着 他知道 所有人都在等着他对秦天的处罚 而如果不处罚的话 就坏了规矩 一个朝廷之所以能够有序地进行 就是因为有规矩约束着 如果没有的话 那岂不是要乱套 规矩不能废 许久之后 李世民才终于开口道 秦天一和这件事情 的确有点擅自做主了 不过念在他有功的份上 就功过向底了 但是 正要集去他在上书省的职务 贬他到金陵城做刺史 这个惩罚出来之后 不少人都不怎么乐意 比如说程咬金等人 都已经功过向底了 怎么还要把秦天给调离京城啊 秦天离开了京城 他们会无趣很多的 但同时也有一些人 忠于得偿所愿 比如说 高世联这些人 要知道 刺史的官职并不算低 但到底是外派官员 跟秦天在上书省的官职比起来 他这已经算被贬得很厉害了 秦天听到这个之后 愣了一下 怎么是金陵城呢 听到要自己去金陵城当刺史 秦天是有点奇怪的 当然 对于这样的安排 他并不觉得有什么 刺史的官职也不小 而且他还有县公的爵位在身 谁也不敢轻视他 而秦天仔细思虑了一番后 多少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 早朝结束的时候 长安城的天气 突然显得有些阴沉 好像好下雨的样子 秦天刚准备离开 却被一名工人给叫住了 小公爷 圣上让你去御书房 秦天并没有觉得意外 李世民让他去金陵城 肯定是有深意的 如此 少不得要跟他说一下 而秦天也正有事 要跟李世民说 因此也没有多耽搁 跟着工人 就直接去了御书房 来到御书房的时候 李世民已经在等着他了 今天阵惩罚了你 隔去了你的官职 还把你贬离了京城 你可有怨阵啊 秦天刚进来 李世民就问了一句 好像对于秦天是不是怨他 有点介怀 秦天见李世民如此 连忙说道 圣上说那里话 臣的确做错了事情 圣上处罚臣 那也是理所应当 臣能明白 秦天知道李世民的用意 但他并没有说 作为一名臣子 有的时候要学会装奔才行 太过聪明的人 一般都活不久 特别是在天子面前 李世民轻声一笑 他以为秦天会说出一些其他话来 没有想到 只是说了这个 如此的话 有些事情 就只能他自己提出来了 不愿朕就好 其实朕也知道 你与吐蕃一合 是为了我大谈好 朕不应该再罚你去金陵城 不过淮南那边出了点事情 怕是 只能你去解决了 李世民说了出来 秦天这才露出惊讶神色 道 淮南出了事情 可是淮南王要反了 当初在江南道的时候 秦天破获了一桩谋反案 只是与谋反案相关的淮南王李安 却平安无事 因为当时的证据不足 李世民又不好贸然动手 所以只能放过他 但现在李世民要他去金陵城 那只怕是淮南王有所行动了 李世民点点头 朕一直都有派人注意淮南王的动向 最近一段时间 淮南王频繁调动兵马 怕是有要反的迹象 但除此之外 又找到他一些真正谋反的证据 所以 朕要派去金陵城 帮朕解决这件事情 有藩王谋反 李世民派兵镇压很正常 并不会让其他藩王 觉得他有削藩之意 可如果淮南王不动手 那李世民也不好对他下手 可淮南王有反心 终归让李世民不放心 所以 他才想着派秦天去 不管怎么样 总是相对保险一点 听到李世民的这些话后 秦天已经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 不过 他并没有立马就硬下来 圣上 淮南王一时半会间 怕也不会谋反 所以臣想延迟一个月 去金陵城任职 秦天离家 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这刚回来就又走 未免有些不称职 不算是一个好丈夫 也不算是一个好父亲 不管怎么样 他都想在家里陪陪家人 至于淮南王嘛 今年他肯定是反不了的 所以不用急 而且 让淮南王知道他去 还可以 让淮南王着急一些 说不定他就露出马脚了呢 见秦天竟然要延迟一个月去任职 李世民就有点生气了 不过想到秦天刚回来 若是就这样让他走了 那九公主 不得找自己闹 最多给你半个月的时间 淮南那边的情况 正不放心 李世民的话就是命令 他说完这句话后 已经不容秦天再讨价还价了 秦天一脸的委屈 可也只能硬下 君臣两人这样说完之后 秦天才终于离开皇宫 而这个时候 天空之中突然传来一声惊雷 紧接着就哗啦啦地下起秋雨来 秋雨向来迅猛 秦天望着这瓢泼大雨 有些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因为李世民的宣兆 让他现在不能立马回家了 他只能等于小了之后 再回去 他站在皇宫外的屋檐下避雨 朱雀街上少有行人 甚至两旁的很多商铺都关门了 若是以前东西两室那边 必定十分喧嚣 但现在却是什么都听不见 秋雨一直下着 秦天微微凝眉 秋雨迅猛 来得急 去得也快 但今天却持续的时间有点长 秦天犹犹豫豫了一番 才终于骑马冒雨回去 他有点归心似箭 不想再等下去了 万一这雨意直下个不停呢 快马在雨中急奔 很快秦天的衣服 就被雨水给打透了 而就在他骑着马刚走了半炷香后 这场看起来要一直下的大雨 突然就停了 此时正是午后 不时有秋风吹来 秦天坐在马背上 有点丧气 他觉得自己的运气 未免太不好了一点 怎么自己不走 雨就一直下 自己走了 雨又停了 现在弄得他 浑身都湿透了 可能自己有点流年不利 秦天心里想着 今年打仗 败了薛岩驼 败了吐蕃 这可都是大功劳 要是其他人 只怕立马就升为国公了 可他倒好 不仅爵位没有升迁 还被贬了 这不是流年不利是什么 秦天苦笑 又觉得自己想多了 于是不作迟疑 快马加鞭向府上赶去 一场大雨过后 空气显得很是清新 秦天刚进府门 唐蓉一众人 就立马赢了出来 相公 你可算是回来了 听说你立了大功 圣上怎么赏赐你的 击败了薛岩驼和吐蕃呀 圣上给你升官加绝了没有 大家兴奋地问着 秦天倒是突然不知道 该说点什么好了 自己的情况 怕是要让他们失望了 秦天怂怂间 把情况跟他们说了一下 他这么说完 唐蓉和卢花娘他们 都有点傻眼 紧接着就有点生气 圣上怎么能这样呢 相公你立了大功 挽救了大唐啊 圣上怎么不奖赏你 还要把你给贬官呢 就是 就是 圣上这样做 太不公平了 秦天越发地无奈起来 只能连忙把情况 跟他们几个人说一下 听得李世民 让秦天去金陵城 是为了解决淮南王 谋反的事情 唐蓉他们几个人才 终于松了一口气 原来圣上是这个意思啊 我说呢 相公这么大功劳 怎么可能被贬去 金陵城当刺史 要真当刺史 那可是要当三年的 这谁受得了 就是 就是 只是去解决淮南王的事情 那就不用那么久了 事情办完 相公就能回来 这个时候 秦天他们已经回到了 房间里来 而他们这样说着的时候 秦天突然把他们几个女人 搂在了怀里 这么舍不得你家相公在外面多待 是不是很想念你们家相公啊 秦天跟唐蓉他们打情骂靠 紧接着就直接扑到了床上去 因为是有过大被同眠的经历的 所以这一次 唐蓉和卢花娘他们 倒也没有羞涩 反倒是九公主 因为是第一次跟他们这个样子 反而有点不好意思 而秦天看到九公主 不好意思的表情后 却是越发心动起来 回来之后 一连几天 秦天都没有怎么出府 就只是在家里不停地耕耘 没有办法 在外面憋了好几个月 马上又要离开 在这半个月里 她觉得自己 每天都能来那么几次 日子过得颇为倡议 只是 就在秦天天天天在家 陪着自己夫人玩乐的时候 福伯却是急匆匆地跑了来 而且一脸地着急 公子 出事了 出大事了 秦天已经很久 没有听到福伯说这句话了 此时听到 他有点意外 怎么了 福伯急得满头大汗 道 公子 我们的铺子出事了 铺子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 他们的铺子 生意一向很好 而且 因为他们的铺子 有人撑腰的缘故 已经很久 没有出过事了 在这整个长安城 就没有人敢招惹他们 福伯擦了一下 额头上的汗水 道 公子 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的铺子 开门营业 给了一个客人找钱 那客人拿到我们的钱 后掂量了一眼 然后说 我们的铜钱是假钱 说我们用假钱骗他们 非要拉我们铺子里的人 去见官 可那些铜钱 都是我们做生意 从其他客人手里收来的 怎么会是假钱 结果双方 就闹了起来 虽说他们的铺子 有人撑腰 但遇到了这种事情 他们也不好仗势欺人 做生意吗 讲究和气生财 你仗势欺人了 以后其他人不买你的东西 你能把别人怎么样 所以 如今发生了事情 福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能来找晴天 晴天听了福伯的叙述后 眉头就凝了起来 他们竟然还能收到假的铜钱 事情有点严重 不仅仅他们的铺子 牵涉到欺骗顾客 对他们的铺子影响很严重 还有就是 假钱的出现很严重 他只希望 那假钱只有一枚或者几枚 不然整件事情的严重性 会超出他的想象 来不及多想 晴天便立马带人 向铺子赶去 铺子在长安城西市 因为铺子有纠纷 再加上西市的人本来就多 所以现在铺子周围里里外 外围了好多的人看热闹 而这些人中 各有各的看法 我看 肯定是这老板店大欺客 以为他们店铺 背后有人撑腰 就用假钱骗我们 以为我们都是好欺骗的吗 就是 就是 他们竟然敢用假钱 这事就是传到圣上那里 他们也没有理 非也 非也 这家店铺的老板 可是个好人 再者说了 他们的铜钱也是从其他人手里收来的 可能是其他人的假钱 他们没有察觉而已 谁说不是 他们的生意做这么大 应该不会为了一点利益 就用假钱欺骗人吧 周围的百姓议论纷纷 晴天刚到 就有人喊了一声 晴小公爷来了 让开 都让开 声音落下 很快有人让出了一条路 晴天从容走来 然后就看到了那个发现假钱的顾客 这个顾客大概二十几岁年纪 长得普通 甚至可以用丑来形容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此时却十分的气定神闲 看向晴天的眼神 也十分的平静 好像并不惧怕晴天的气势 要知道 晴天经历过战场 见过庙堂之高 江湖之远 他的气势 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可眼前的男子 却不为所动 晴天好奇 而后 他又看了一眼这个男子 想从这个男子身上 发现一点这个男子的消息 只是看过之后 连晴天自己都不确定 这个人是做什么的 他有一些文质彬彬 像的读书人 可他身上又缺少了一点 读书人那种特有的气质 让人有点琢磨不透 秦小公爷 您这店铺用价钱来糊弄人 是不是有点太不厚道了 看着晴天走来之后 男子便说了这么一句话 晴天意识神色平静 道 把你说的假钱拿来我看看 晴天并没有承认 也没有反驳 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 也就是说 在他没有看到假钱之前 他是不会妄下断论的 那男子伸手把两枚铜钱递了过去 一枚是你们家的老板找给我的 另外一枚是我自己的 两枚铜钱那个真那个假 想必秦小公爷掂量一下 就能够知晓吧 晴天拿着两枚铜钱看了一眼 从色泽上来看 两枚铜钱的色泽差不多 只是有一枚铜钱 稍微显得暗淡了一些 不过有的钱用的时间长了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过 上手之后 晴天很快就察觉到 两枚铜钱的不同 一枚铜钱的重量明显要轻一些 而这个轻一些的铜钱 正是他们店铺找给那个顾客的铜钱 但如果是真钱的话 应该不会这么轻 晴天的脸色微微有了变化 他们的铺子竟然真的有假钱 不错 这一枚铜钱的重量轻了一些 显然是假的 不过我可以打保票 我的铺子里面 从来不会故意用假钱来欺骗大家 我会补偿你的 说着 晴天就让人拿出十倍的价钱 来补偿这个顾客 不过这个时候 店铺老板却苦着脸 道 小公爷 这个人说出情况之后 我已经发现 这一枚铜钱是假的了 当时我也说要赔偿他 可是他非得不同意呢 哦 不同意 听到那男子竟然不同意赔偿 晴天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要知道 这个世上很少有人得理不饶人的 特别是面对他秦家的铺子 这样有背景的 应该没有人会 想要得罪他们 可是 眼前的男子 就是不肯接受赔偿 晴天眼眸微动 随之笑道 既然不接受赔偿 那我们就去里面谈谈吧 说着 晴天转身进了店铺后院 那男子见此 并无犹豫 直接就跟了进去 两个人一前一后 来到了后院 后院的秋色有点浓 木叶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 树下的石桌上 更是洒落着一些落叶 晴天坐下后 看了一眼那人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男子浅笑道 回小公爷的话 在下张书生 名字很普通 晴天也并未在意 道 说一说你的目的吧 这个人不肯接受十倍的赔偿 那么他的目的 肯定不只是钱这么简单 他肯定有其他的用意 张书生见自己的用意 被晴天看了出来 倒也不急 道 在下并无什么目的 只是觉得 我大唐官员颇有些无能 连我大唐假币泛滥都发觉不了 是以想要用这种办法 来引起晴晓公爷的注意罢了 他张书生只是一个平民百姓 平日里想见到官员 根本不可能 如此 就算他发现了大唐有假币出现 可想要通过某一个官员上报朝廷 都有点困难 没有办法 他只能找晴天的铺子 来把晴天给引出来 而已 他对晴天的了解 只要事情闹大 晴天必来 如今看来 他的计划果然没有错 只不过 张书生说完之后 晴天的眼眉 却是微微一凝 这个人 有羞辱朝廷官员的嫌疑 你说大唐假币泛滥 这是从何说起 虽然回到京城没有多久 但这几天内 晴天并没有听说过 有假币的事情 今天也还是第一次 所以张书生说 大唐假币泛滥 他有点不以为然 觉得这个人是在哗众取宠 不过 张书生却十分平静 我知道小工业是不幸的 不过 你可以把你们店铺里的铜钱 拿来查看 我敢肯定 你能够从你们的铜钱那里 找出很多的假币 听到这话 晴天心里顿时就泛起了嘀咕 他最担心的 就是真的有假币泛滥 而不是特殊情况 而如果真的假币泛滥的话 那很多事情 恐怕就不好办了 片刻后 晴天派人把他们店铺的铜钱 拿了一些过来 这些铜钱都是随机拿的 并没有什么刻意 铜钱拿来后 晴天便来回地翻找 而随着他的翻找 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只短短的半炷箱时间 他就找出了几十枚假币 而如果他继续找下去的话 还能够找出更多来 他们店铺每日来往的钱财很多 这些假币混入其中 倒也不是很明显 但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张书生说的都是真的 大唐真的有假币在流通 这些假币倒也是用铜铸造的 只不过其他合金不一样 如此的话 这些假币制作容易 成本很低 而且能够在市面上同等流通 那么制造假币的人 可就因此赚了不少的钱啊 当然 假币的流通 是很不利于大唐的经济发展 以及市场稳定的 毕竟 这些假币会冲击市场 扰乱整个市场的秩序 甚至造成通货膨胀 这些问题 对于大唐来说都是十分严重的事情 必须谨慎处理才行 秦天在发现这件事情是真的之后 脑海之中就随之想了很多 而不管他想了多少事情 反正最后的结果是 假币对大唐很不利 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他看了一眼张书生 问道 你既然发现了这件事情 想必对于铜钱这方面 也有研究吧 张书生点点头 不错 在下很喜欢收藏铜钱 从秦朝时候的半两 汉朝的方孔钱等等 我都有了解 对于他们 我可以说是十分熟悉的 说到这里 张书生画风一转 轻声一笑 不过 这些铜钱都很容易伪造 而且成本很低 他们用半文钱的成本 就可以制作出两文钱价值的铜钱 而这些铜钱流入市场之后 他们可以赚好几倍的钱 别人制作假币的目的 可能就是为了赚钱 而且是好几倍的赚 这可比做生意 要来钱快的多了 大唐很大 只要这些假币流通出去 需求量真的是很巨大的 而这种情况 会一直持续到 大唐经济的崩溃 晴天有点愕然 他只是没有想到 张书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竟然觉得 铜钱会容易伪造 哦 那在你看来 什么样的铜钱 才不容易伪造呢 铜钱都是铜合金的产物 不同的合金 会有不同的颜色 想要铜钱不容易伪造 自然要看这个颜色 不容易被人给伪造了 我觉得 红铜相对来说 更不容易伪造一些 而且 我大唐的红铜产量很高 制作成本的话 会很低 张书生对于铜钱 是真的有了解的 对于铜钱的成分啊什么的 可以说是娓娓道来 晴天听着他说的 连他这个后世人 都有点震惊 而这也让晴天知道 张书生对于铜钱 是真的深入研究了的 只有真的深入了 才会对某一样东西 这般的熟悉 张书生说完之后 晴天嘴角露出一丝浅笑 道 你说得不错 等我上报朝廷 将制造假币的罪犯解决之后 我会向圣上举荐你的 张书生这样的人 有自己独特的才能 这样的人 对于大唐的建设来说 也是很有帮助的 既然有用 那肯定是要用的 而晴天知道 张书生搞了这么一出 并不仅仅是想让他 晴天知道假币的事情 还有就是 他想要借机步入官场 来让自己飞黄腾达 世上之人 不都是为了利益 全事而来吗 这个张书生也不会例外 晴天这样说完之后 张书生的神色 就微微有了变化 随之向晴天拱手道 如此 那就多谢秦晓公爷了 他果然是 想要步入官场的 跟张书生说完之后 晴天并没有急着进攻 把这事告诉李世民 而是派人去长安城各处调查 看看贾同钱 是指在他的店铺出现 还是整个长安城 都已经出现了 他做事 但求稳妥 这种事情 相对来说 还是很好调查的 所以黄昏左右的时候 晴天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小公爷 假币各处都有 很多商铺都有收到假币 甚至一些普通百姓的手里 现在也出现了假币 连百姓的手里都有假币了 如此可知 假币的流通 是有多么的迅速了 事情比晴天想象的 要更为严重一些 晴天在客厅来回地走了几步 随后 他便直接去了书房 这件事情 必须尽快解决才行 所以 他明天准备上早朝 而他现在要写奏折 夜幕降临 李远景的府上 王爷 假币的事情被人发现了 而且晴天已经得知 只怕 后面的话下人并没有说出来 但什么意思 李远景都清楚明白 他有点不喜地哼了一声 似乎有点愤怒 要知道 晴天很厉害的 这件事情被他发现 只怕早晚要被曝光 这个晴天 真是可恶 李世民已经派他去金陵城了 他直接去不就行了 干嘛还要在长安城逗留半个月 就因为晴天逗留的这半个月 他精心策划了许久的事情 就这样出现了意外 他要造反 而造反就需要钱财来支撑 他的封地收入的钱财是不少的 但相对于造反大业来说 那点钱却是不够的 所以 他就想到了假币的事情 而且 价钱的流通 会让李世民的帝国变得很不稳 这个大唐不稳 那他李远景就有机会了 假币制造出来之后 他本来是应该去其他地方流入市场的 毕竟离长安城越远 相对来说就越安全 不过 前段时间 他极其地需要钱财来筹击兵马 需要快速地得到钱财 而整个大唐 钱财流通最多最快的地方 莫过于长安城了 当时情况紧急 他便只能铤而走险 在长安城流通假币了 而假币流通后 一直都没有被什么人察觉发现 他没有想到 晴天刚回来没几天 就被晴天给发现了 此时的李远景是有点愤怒的 怎么晴天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了 而且他怎么偏偏 就在长安城逗留了半个月 此事一旦被李世民所知晓 他在长安城的买卖 就做不成了 李远景来来回回地走着 许久之后 才终于下定决心 道 立马吩咐下去 让我们的人带着货物 尽快离开长安城 去其他地方 把假币流通出去 还有 长安城内 所有知晓本王跟此事有关的人 都给我处理掉 这个买卖在长安城 肯定是做不下去了 而晴天还在 那么以晴天的本事 少不得顺藤摸瓜找到他 如此的话 所有跟此事有关的人 就都得死 李远景必须保护好自己才行 只要他在 一切就都还有希望 而他这样吩咐下去之后 很快就有人 按照他说的去做了 次日早晨 秋风微冷 群臣站在大殿上 都能够感到嘶嘶寒意 而大家都有点意外 因为自从归来之后 便没有上朝的晴天 晴天竟然来上早朝了 他是要去金陵城的 李世民给他宽限了半个月时间 是让他在家好好休息 陪陪公主夫人的 他来早朝做什么 对于晴天 朝中不少人都没有什么好感 李世民见晴天来了 也有点意外 但他知道 晴天既然来 肯定有事 所以 在看到晴天之后 李世民就问了起来 秦爱卿 你来上朝 可是有什么事情吗 晴天把奏折递交了上去 道 圣上 臣发现 最近长安城假币泛滥 这已经严重影响了我 大唐秩序的正常发展 也会让我大唐的稳定受到破坏 有人在背后撕造假币 这简直是对我大唐的摧毁 这是阴谋 因此 臣请求圣上 派人彻查此事 晴天嘀嘀咕咕地说了一通 而他这么说完之后 朝中群臣顿时大惊 什么 竟然有人敢撕造假币 谁这么大胆 竟然敢造假币 要知道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啊 谁说不是 这样的事情也有人敢做 货币关乎着朝廷的运行和稳定 所以从古到今 都是掌控在朝廷手里的 不然其他人也可以制造货币的话 那他们岂不是有了跟朝廷相抗衡的财力 任何朝廷都是不想看到这种事情发生的 所以 撕造假币是大罪 是要被灭九族的 可如今 竟然有人敢做这种事情 大家都很震惊 李世民看完晴天的奏折之后 眼神之中已经露出了杀意来 做这事的人 是要颠覆他整个大唐啊 大唐开国不过十几年 还是很稚嫩的 如今发生这种事情 对他李世民来说是个严重的考验 处理不好 真的会让他大唐这十几年的努力 复之流水 啪 李世民气得直接把奏折摔在了桌子上 整个大殿顿时安静了下来 大家看李世民的眼神 都带着恐怖摔奏折这个动作 此前李世民可从来没有做过 显然他气坏了 大胆 真是大胆 我大唐开国十几年 敢打假逼主意的 这还是第一次 幕后之人 真把朕当成了傻子不成 愤怒的李世民 有点惊呼咆哮地吼着 随之 他的眼神之中 顿时露出杀起来 铜钱能够假造 必定是模具被人偷偷留了出去 所有负责铸造铜钱 有机会接触模具的 都给朕杀了 此后再出现此事 所有与之有关的人连坐 一个都别想活 天子一怒 整个大唐都要为之变色 血流必定是要做增加的 李世民的话音落下 朝中群臣虽然觉得 这样做有点残忍 但却并没有人站出来求情 像这种事情 就应该震慑一下 让负责的人明白 只要敢做 后果就是死 李世民也知道 这会错杀无辜 但相比较下 这是损失最小的一种手段 李世民要杀人 没有人敢阻拦 他这样吩咐下去之后 很快就有侍卫动手 把李世民要杀的那些人 全部都给杀了 哪怕他们有很多人是无辜的 但谁让这件事情牵涉太多 影响太大 他们也只能被殃及到了 怪只怪 那模具流了出去 人杀了 事情并没有结束 李世民望向群臣 问道 诸位爱卿 如今假币流通 对于此事 你们可有什么良策啊 群臣相互张望 随之就有人站了出来 圣上 必须派人尽快彻查此事啊 是啊 圣上 如果任由假币流通 那对我大唐来说 十分的不利 站出来说话的人很多 但他们说的 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毕竟这种事情 他们都没有什么经验 让他们说出一个可行的办法来 还真有点难为他们了 秦天站在大殿上 却是一语未发 李世民本不想询问秦天的 毕竟他有自己的事情 几天后 他就要去金陵城了 但其他官员的办法都不堪用 那他也就只能问侧秦天了 秦爱卿 对于此事 你怎么看 秦天出列 道 圣上 此事不好办 臣推荐马周解决此事 秦天也没有出什么主意 就只是 推荐了自己的姐夫 这让李世民撇了撇嘴 心想 秦天还真会给自己人捞好处 不过 马周的本事 他也是知道的 的确是国之栋梁 可堪大用的人物 其他人又没有办法 他也就只能点了点头 好 那这件事情 就交给马周去办吧 李世民说完 马周心里暗暗叫苦 这是他 可是一点办法没有的 秦天让他负责此事 未免也太看得起 他了吧 但李世民都开口了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硬了下来 莫 李远锦站在大殿上 看到秦天没有负责这件事情 却是突然松了一口气 虽然马周也很厉害 但秦天不管这事 那差不多在事情爆发之前 他的人 应该能把铜钱给转移走了 早朝结束 天气是有些阴沉的 群臣陆续离开 回家查看自己家里有没有假钱什么的 毕竟这种事情 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 他们必须尽快查明情况才行 秦天漫步走着 他在等人 很快 马周从后面追了上来 秦小公爷 你 你怎么把这事推给了我啊 如何解决假逼的事情 我可真是一点头绪没有 马周是真的有点犯难 秦天却是浅笑 这可是立功的大好机会 你怎么还不乐意 马周苦笑 白了一眼 秦天这里却是不以为然 继续说道 好了 办法我都已经替你想好了 这立功的事情 少不了你 而且交给其他人 我能放心吗 很快 他就要离开长安城去金陵城了 这假逼的事情交给其他人 他还真不放心 让马周来做 是再好不过的了 一来 他信得过马周 二来这是做好了 那是有大功劳的 至少可以让马周的官职再有提升 这样的好处 他肯定是要留给自己人的 听到秦天已经想到了办法 马周这才松了一口气 算是接下了这个任务 秦天这里 又把事情结束后 需要马周做的事情给说了一遍 这样叮嘱的差不多了 秦天才终于放下 觉得自己可以安心地离开了 假逼在长安城泛滥的事情 很快传开 而这件事情传开之后 长安城的百姓顿时就慌了 什么 竟然有人撕造假逼 在长安城流通 而且已经流通一段时间了 那我有没有收到假逼啊 哎呀 我平日里可是很省吃俭用的 结果还是收到了假逼 这 这可如何是好 我一天的功又白干了呀 谁说不是 太亏了 太亏了呀 钱财是一个流通的东西 而且流通的速度很快 这个世上 就没有什么东西 是比钱流通最快的 因此 钱财在人的手里 不停地换的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 假钱真的这样流通开来后 几乎很多百姓手里 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价钱 也许这些价钱并不是很多 也就他们几天的饭钱而已 但人遇到了这种事情 还是跟吃了苍蝇一样的恶心 所以 这么多人心里不爽 长安城也就显得颇有怨气了 而且是很重很重的怨气 百姓不爽 民怨沸腾 长安城的情况 看起来十分的不妙 事情很快传到了朝堂之上 李世民听完之后 也没就凝了起来 这些不稳定的因素 对他大唐来说是个挑战 也是个威胁啊 而明白之后 李世民便把马舟给交了出来 马爱卿 正让你负责此事 怎么几天过去了 你却一直没有动手啊 事情有点奇怪 李世民询问之后 马舟的脸色变得有点难看 整个人也显得支支吾吾的 显然是 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办法来 毕竟这种事情 谁都是第一次做 完全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平日里 马舟挺聪明的 但现在 却显得有点笨拙 李远景看到马舟这个样子 越发地松了一口气 觉得 就凭马舟这样的人 肯定是不会坏了他的大事的 马舟没这个能力啊 圣 圣上 臣马上就能够解决这件事情 必定不让百姓再起动乱 马舟只能这样说 李世民有点失望 哼了一声 道 此事必须尽快解决 正给你的时间不多 莫 莫 马舟因为紧张 竟然有一点结巴起来 朝中群臣想笑 但想到这件事情十分严肃 便都强忍了下来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 挥手让马舟退去 他就纳闷了 怎么晴天就把马舟给举荐了来呢 这是马舟能行吗 他当时脑子也是犯抽 怎么晴天举荐马舟 他就用了马舟 他决定再给马舟几天时间 要是还没有效果 他就换人 这种事情 拖延不得啊 李世民心里想着 对于接下来的一些朝政 反倒没有了兴致 长安城的百姓 因为假钱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晴天走了 他带着自己的五千兵马 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长安城 直接向金陵城赶去 对于长安城的事情 他好像一点都不怎么关心 晴天的离开 让李远景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就在这个时候 马舟却开始动手了 李远景的府上 一名下人急匆匆地跑了来 王爷 王爷 李远景眉头微宁 略有嫌弃 问道 何是这般匆忙 王爷 那马舟动手了 听到马舟动手了 李远景顿时有点紧张 问道 怎么动得手 他 他命人在长安城设了一个假币兑换处 长安城的百姓 如果谁手里有假币的话 都可以去兑换成真钱 长安城的百姓有怨言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价钱 觉得心里不平衡 几天的饭钱 没有了 白干了几天活 如果他们手里的假钱 可以换成真钱的话 那他们还会有怨言吗 如此一来 长安城不就稳定了下来 不得不说 马舟的这个主意 还是很能解决问题的 就是有点费钱 也就是说 朝廷承担了所有百姓 拿到假钱的损失 这对朝廷来说 也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李远景本来还有点担心 以为马舟想出了什么妙计来呢 结果听到只是用真钱换假钱 他顿时就忍不住 哈哈大笑起来了 这个马舟 果然无用 没有了晴天的帮忙 他什么都不是啊 这么笨的办法 也亏他能想得出来 这样说着 李远景的神色 却是微微移动 我们还有多少假钱没有出手 还有很多 至少几万贯钱呢 听到还有这么多 李远景就摸了摸下巴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很不错的主意 可以让他们在撤走之前 还能够再大赚一笔 几万贯钱啊 不要白不要 吩咐下去 让我们的人尽可能多地分散 然后让他们拿着那些价钱 去兑换真钱 真钱到手之后 立马离开 以前他们想把这些假币流通 还要想办法花出去 亦或者从他们的一些地下钱装出手 但现在有直接兑换的好办法 那可就省了他们很多事情了 像这样的好事 不换白不换 李远景打定了主意 下人也觉得 这是个好机会 于是不做迟疑 领命之后便退了去 很快 他们的人便开始在假币兑换处 进行假币兑换起来 一开始 他们不敢多换 就先拿了很少的一部分去换 先探探路 他们去了之后 把假币拿出来 兑换的人 确定那些都是假币之后 并没有任何的扭捏 直接就把那些铜钱 换成了真钱给他们 这些人换到真钱之后 都有一点抑制不住的兴奋 于是便有点不可收拾 立马便开始了他们的疯狂换钱之路 与此同时 马周这边 却是稳如泰山 怎么样 最近两天换钱的人多吗 办公的地方 马周望着自己的几个属下询问 他的那几个属下 脸色都不怎么好 他们现在做的可是赔钱的生意 万一案子没有破 他们又出了这么多钱 李世民能饶了他们才怪 马周背靠勤家不怕 他们可是没有什么靠山的呀 多 太多了 多得简直有点人山人海的意思 从大早上开始 到宵敬之前 人就没有断过 谁手里没有几个假币 哪怕只是一文钱 他们也想拿来换了真钱 如此一来 换钱的人自然是很多的 来来往往 几乎比东西两世都要热闹 那几个属下说 这话的时候 颇有怨言 马周想知道的 却不是这个 可有人拿着很多的假钱来换 这些人的行踪 可都有人跟着 这才是马周换钱的真正目的 而这也是晴天给他出的主意 要知道 就算假钱流入市场的很多 但手里真正有很多假钱的百姓却不多 他们手里能有一贯钱两贯钱 已经超出天际了 所以 如果真的有人拿着很多的假钱来换 那他们肯定十分的有问题 说不定 他们就是制造假钱的人 面对着假钱换真钱的诱惑 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抵挡 而只要他们来换钱了 马周就可以派人顺藤摸瓜 找到他们的老巢 然后抓住他们 有几个人来换钱 他们拿的很多 几乎都是十罐 二十几罐 甚至有一个人拿了五十罐钱来换 大人吩咐我们 派人紧盯着 所以他们 现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内 听到真的有人拿着大钱来换 马周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这是晴天出的主意 而且晴天又离开了长安城 万一这个主意不行 那他可就要完蛋了 毕竟他对这个办法 也没有绝对的信心 不过现在看到 真的有人拿着巨额假币来换 那晴天的办法就是可行的 很快 他们差不多就可以收网了 好 派人紧盯着 一有消息 立马来报 大人 既然已经有了目标 那这假钱还换吗 自然是要换的 都已经开始了 岂能结束 那几个人撇了撇嘴 但也只能按照马周说的去办 一切都是按照晴天安排的去做的 甚至在晴天离开之后 开始这个计划 也是晴天受益的 如今 马周所需要做的 就只是等待鱼儿上钩 次日 马周刚来到办公的地方 就有探子急匆匆地跑了来 大人 那些来换大钱的人 果然是一伙的 他们换了钱之后 便去了同一个地方 而那个地上十分隐蔽 他们出来之后 手里又拎了一些假币 那个地方 怕就是他们藏假币的窝点啊 听到探子的这么一番话后 马周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兴奋不已 问道 可有把那个地方给监视起来 大人放心 都已经监视好了 那里的人一个都跑不了 好好 秦小公爷的办法果然有效 找到那伙人了呀 来人 集合兵马 随我端了那些人的窝点 破获这桩假币案 说完 马周便带着兵马 直奔贼人窝点去 秋色更浓了一些 长安城某处 这里十分的隐蔽 周围也十分的荒芜 几乎没有什么人烟 而就在这一片荒废的宅子里面 几个人正坐着喝酒 酒是上好的最美人 菜市现如今最火爆的几样下酒小菜 好啊 实在是太爽了 我就没有见过来钱 这么快的买卖 谁说不是呢 假钱换真钱 还真是爽啊 我们还有很多没有换呢 喝完这几杯后 我们再去 有了钱 今天晚上我们 嘿嘿 可以去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 其他人心照不宣 都知道更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 毕竟作为男人 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明白的呢 几个人哈哈大笑了起来 紧接着就又喝起酒来 在这样的深秋时节 喝醉美人再好不过了 几个人的兴致不错 可就在他们喝着酒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阵阵脚步声 他们相互张望 眉头微宁 刚要开口 一群牙医突然踹开大门 就冲了进来 不好 被发现了 怎么会这样 朝廷的人怎么会找来的 他们这几个人有点猛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他们猛的时候 马周已经将他们给团团包围了起来 你们还真是好大胆子啊 竟然敢撕造假币 扰乱大唐稳定 来人 将这些人全部缉拿归案 牙医这就要出手 这几个人心知不是对手 连忙嚷道 冤枉 真是冤枉啊 我们那里敢撕造假币 绝无仅有的事情 你们要抓我们 也得有证据才行吧 他们撕造假币的地方 以及那些假币藏得十分隐蔽 他们再赌 赌马周找不到那些证据 没有了证据 马周能把他们怎么样 他们这么嚷嚷了一下后 马周却是冷哼了一声 证据 你们想要真证据 那本官就给你们找出证据来 说着 马周一挥手 很快有人牵着几条警犬冲了进来 给我搜 一声令下 那些警犬立马四散着寻找起来 那些人看到马周把警犬都给带来了 脸色顿时就变得苍白起来 他们在长安城的时间不短了 对于大唐警犬的厉害 他们也有所耳闻 警犬都出动了 要找出他们的那些东西 应该不难吧 他们开始紧张害怕起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牙医很快地跑了出来 大人找到了 那个房间下面有个地穴 打开之后 立马有撕造铜钱的模具 还有很多假的铜钱 证据找到了 马周看了一眼那几个人 本来很安分的几个人 在这个时候突然动了 撕造假钱可是死罪 他们现在逃走的话 兴许还有活命的机会 不过 马周早防着他们 这几个人呢 就在他们要逃的时候 旁边的牙医立马就冲了过去 没几下 就把他们全给抓了起来 刘伙口 这件事情 深着呢 只是他们这几个人 还不敢做这样的买卖 在马周看来 或者说在晴天看来 幕后之人只怕野心勃勃 实力不凡 毕竟 模具可不是随便 什么人都能够得到的 如此的话 他们还要从这些人嘴里 知道更多的线索来呢 抓住这几个人后 马周派人把那些模具啊 假铜钱什么的 全部给找了出来带走 而后 他便急匆匆地进攻 向李世民通病起来 虽然这个时候 案子还不算彻底地破了 但他也算是解决了一件事情 他得进攻 让李世民稍微安心一点 皇宫 御书房 李世民听到马周来了 神色不由地微微一动 让他进来 不多时 马周从外面赶了进来 圣上 撕造铜钱的窝点 和剩下的铜钱 找到了 微臣还抓了几个人 马周把情况跟李世民说了一下 李世民听完之后 顿时大喜 道 竟然就这样找到了 他有点不敢置信 不过马周的办法 也的确精妙 好好啊 抓住了这些人 缴获了那些假铜币 这件事情 总算可以安心地结束了 马周苦笑 道 圣上 只是缴获了那些假铜币 整件事情 还没有结束呢 哦 还没有结束 马周点点头 只怕还有幕后之人 而且我大唐现如今的铜钱 太容易伪造 我们必须改革壁制才行 不然抓了这一次 后面还有人仿造 那我们 岂不是要一直忙下去 李世民是个聪明人 马周这么简单地一说 他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说得不错 这件事情就全部交给你去处理 一定要把幕后之人给我找出来 对了 你说改革壁制 如何改革 制造出一种新的铜钱来 而且这种铜钱得是 其他人仿造不出来的 每个朝代更新之后 铜钱都会相应地换一下 隋朝灭亡后 唐国的铜钱 立马就换成了他们大唐的铜钱 不过 这里说的换 是把铜钱上面的字给换了 并不是换了铜钱的材质 但听马周的意思 却是要把铜钱的材质给换了 听到这些 李世民神色微微移动 随即便又询问起来 马周这里 把晴天临走之前说的那些话 都跟李世民说了一遍 包括 换成什么样的铜钱 举荐张书生等等 都跟李世民说了说 李世民听完之后 就陷入了沉思 换铜钱的材质 是一件大事 不可随意马虎 他必须仔细考虑清楚后 才能够做下决定 贸然决定的话 会产生一些很不好的后果 这件事情 李世民没有立马决定 他让马周先去忙 他要再考虑考虑 马周也知道这是一件大事 所以点头之后就硬了下来 他要去询问那几个犯人 从他们嘴里知道 幕后之人是谁 而就在马周离开皇宫 去询问那几个犯人的时候 这个消息 已经传到了李元景的府上 王爷 王爷 大事不好了 我们的人被抓了 都是那个马周 他设计 抓了我们的人李元景 本来正欣喜 他们用假钱换了真钱 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后 他顿时一下子就猛逼了 哎呀 上当了 李元景一脸地懊悔 他突然觉得自己有点笨 那马周是晴天的人 晴天既然举荐了马周 能不给马周出主意吗 可笑他竟然还觉得 马周并没有什么本事 根本不可能调查到他 更觉得 马周用真钱换假钱 是一件特别可笑的事情 而现在 他的人却被马周给抓了 可恶 可恶啊 这次损失 恐怕就大多了 李元景来来回回地走着 随后又连忙问道 所有跟本王有联系的人 都除去了吗 王爷 都除去了 剩下的 就算被马周询问出来 也绝牵扯 不到王爷身上 剩下的 都只是一些小喽啰 他们根本不知情 听到这话 李元景 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刑部大牢 那几个被抓的犯人 很快被人给提了上来 他们都显得有点害怕 但眼神之中 又能够看出一些狡猾来 马周看了他们一眼 道 我知道 你们只是一群小喽啰 幕后肯定是有人的 你们若是老实回答 本官兴许奏命圣上 还可饶你们一命 如若不肯说的话 那这刑部大牢的刑具 我一个一个地 在你们身上试用 说到这里 马周又露出了一丝轻笑 这刑部大牢的刑具 本官还没有怎么见过使用 今天不如 就在你们身上 用用吧 很随意的话 但听来却让人觉得 浑身血液都是冷的 刑部的刑具 虽说在李世民 改革刑狱的时候 减少了不少 但还是留下了几个 十分让人难以忍受的刑具的 甚至晴天发明的 什么水落石出啊 刮骨撩毒什么的 也都还在 这些刑具 他们此前也有听过 而只是听听 他们都觉得头皮发麻 现在马周 要在他们身上用 他们还真有点担心害怕 不过 要他们被恐吓几句 就把他们背后的人给捅出来 未免也有点不太可能 几个人紧咬着嘴唇 并无丝毫要说的意思 马周见此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紧接着随手指了一个人 道 救他吧 先在他身上试验 被指的那个人 心头猛然一沉 有点抗拒 甚至觉得有点不平衡 被抓得有很多人 为什么偏偏让他受苦 他很不喜欢 而这个时候 牙医已经把他给拉了出来 拿着烧红的铁片 就在他身上烙了起来 疼痛的感觉传来 他整个人都仿佛要被抽干了一样 紧接着 整个审讯室里面 就闻到了肉被烧焦的气味 啊 那个人惨叫了一声 紧接着 他就有点受不了了 饶命 饶命 我说 我都说 他是真的有点不甘心 其他人都没事 救他挨打 那他凭什么帮着守秘密 马周见此 又是轻声一笑 他就知道 没有人能够忍受多少刑部的酷刑 说吧 你们幕后之人都是谁啊 那人也不敢隐瞒 连忙把他们上面的人给说了出来 他们上面的人 有一些地下钱庄的老板 也有一些商人等等 毕竟他们这些人 货币流通的最快 让他们出手是更好的 马周听到这些人后 眉头微宁 他觉得 这些人虽然有钱 但并不足以谋划整件事情 只怕他们上面还有人 不过现在需要做的 是先把这些人给抓住 不作迟疑 马周连忙派人去抓捕这些人 很快 一些地下钱庄的老板啊 商人什么的都给抓了来 马周利用同样的办法 从他们的嘴里又问出了一些人 而这些人 就是朝中的官员了 不多 但他们的身份 的确有这个能力策划这些事情 好 马上去把这些人给抓来 马周吩咐下去后 那些牙役便出动了 只是很快 这些牙役 却都空手回来了 怎么回事 他们拘捕吗 马周有点奇怪 想到这些人的官职都不低 他忍不住便有了这样的猜测 牙役却是摇摇头 大人 您让我们去抓的那些人 都死了 都死了 马周心神一动 有点不敢置信 怎么刚要去抓他们 他们便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牙役道 听那些人的家人说 那些人都是服毒自禁的 服毒自禁 马周也没威宁 这个时候 旁边的一名下属说道 大人 他们可能是 察觉到事情败露 所以畏罪自杀呀 服毒自禁 就是畏罪自杀 这种解释倒也不是不行 马周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 可又找不出那里不对劲 最后一番思虑 才终于叹了一口气 道 既然幕后之人 已经畏罪自杀 那这件案子 也算是结案了 所有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人 都已经被他掌控了 而他再也找不出 另外的线索来 如此 这件案子也只能结束 当然 只是这件案子结束 有关货币的改革 却还是要继续的 而这个 却是要等李世民的决定 御书房 李世民宁媒 对于马周说的货币改革的事情 久久下不了决定 如果这是晴天说的 他兴许还能够坚定一下选择 但马周说的 他就得好好考虑一下了 可考虑许久 却也没有出一个结果来 来人 去把长孙无忌 给朕叫来 工人领命退去 不多时 就把长孙无忌叫了来 圣上 宣臣进宫 不知所为何事 李世民把马周说的货币改革的事情 跟长孙无忌说了一下 然后问道 福基亚 这货币改革不是小事 影响甚广啊 你觉得这是时候做吗 货币改革的确是大事 做好了有利于大唐的稳定 做不好 会制约大唐的经济 所以这事 长孙无忌轻易也不敢断论 他只是想了想 道 圣上 那马周不是说 有一个叫张书生的 对货币很有心得吗 那何不宣他进宫询问一番 若他说的真的有道理 我们也可以试着做一下 如果他说的没有道理 我们就不做 聪明如长孙无忌 很快把难题给抛了出去 这样 就算最后出了事情 那也跟他长孙无忌无关 而是跟张书生有关 张书生被一名工人宣进了宫 他很意外 同时内心又十分的忐忑 他第一次进宫 对于皇宫的东西都很好奇 可又不敢抬头张望 只是跟在宫人的后面走着 生怕走得快了 又怕走得慢了 这样不知道走了多久 他才终于来到御书房 御书房内有两个人 一个坐着 一个站着 两个人的气势都很不凡 他以为自己是那种很镇定的人 可看到这两个人的时候 他还是忍不住 有点双腿打软 草民 张书生 拜见圣上 张书生连忙向李世民行礼 李世民看了一眼张书生 忍不住撇了撇嘴 丑 很丑 李世民觉得张书生有点丑 不过撇了嘴后 李世民还是点了点头 道 免礼吧 郑宣你进攻 主要就是想问问有关货币的事情 马周说 你有改革货币的办法 张书生点点头 回圣上话 我大唐现在的货币 铜合金太过普遍 随便一个人就能够造假 如果有模具的话 只要有这些东西 就可以自己弄出来假的铜钱 说白了 我们大唐现在制造铜钱的手段 太没有难度了 想要避免假币的事情再次发生 只能进行货币改革 发行新币张书生把之前跟秦天说的那一套 又跟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两个人说了一遍 而且说得十分详尽 李世民听完之后 神色微动 按照张书生说的 货币改革势在必行啊 而且 按照他说的去做的话 还可以减少制造铜钱的成本 这无疑是对朝廷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又思虑了一番后 李世民看了一眼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心里暗暗叫苦 但还是说到 圣上 货币改革 陈觉得可行 显然 李世民动心了 如此 他也只能按照李世民的心意来 而李世民想要的 也只是长孙无忌的一个态度 有长孙无忌支持 这件事情自然会顺利很多 这样决定之后 李世民他们只等明天早朝 把这件事情给提出来 说完 长孙无忌便离开了皇宫 而他离开皇宫之后 眼眉就立马凝了起来 货币改革 只怕会牵动很多人的利益 想要实行下去 并没有那么容易啊 他是没有办法 只能支持 他也相信 这其中背后的难度 李世民比谁都清楚 可李世民最终还是执意要做 显然 他这次是下了大决心的 长孙无忌倾笑摇头 连忙回府 做了一些安排 次日 长安城的天气 越发显得潇洒起来 早朝上 长孙无忌把货币改革的事情 给说了一下 李世民昨天让他表态的意思 就是为了这个 有他长孙无忌挑头 肯定能够减少一部分阻力的 当然 也只是减少一部分 此事牵涉到了一些人的利益 那么这些人肯定是要为自己的利益争取一下的 所以 就在长孙无忌说完之后 立马就有人跳了出来 长孙大人 发行新币 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会动摇我们大唐国本的 就是 就是 一开始的压力太大了 我们大唐承受不起啊 圣上 长孙大人之言 绝不可行 我大唐现在的货币 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吧 是啊 虽然出现了假币事件 但这是不是解决了吗 以后肯定不会再出现了 反对的声音很多 而且 他们的理由 也是五花八门的 李世民望着他们 也没就微微凝了起来 这件事情做起来有难度 主要是因为 朝中的一些人 肯定都有私藏的财产 或者说 他们很多人都有偷税漏税 这种事情本来就杜绝不了 朝中做生意的官员更多 他们偷税漏税的那些钱 可都藏得私密着呢 可一旦发行新币 他们的酒钱就不能用了 可他们又不能拿来换新币 如此一来 那些钱岂不是就等于作废了 那些钱可不少 作废的话 与他们的损失是很大的 他们很不愿意 看到这种事情发生 而新币发行 可以把那些偷税漏税的给率一遍 于朝廷而言 是大有帮助的 当然 不仅朝中这些官员 有偷税漏税 就是其他一些商人 也都是有的 真要发现新币 反对的声音会更多 看着朝中这些反对的人 李世民的心里就有点发火 明明是对朝廷有帮助的事情 可这些大臣为了自己的利益 竟然都反对 他们还是大唐的官员吗 他们一心还是为大唐吗 可人人都是自私的 这点谁也改变不了 李世民也奈何不了他们 事情有点难办 这个时候 马周突然站了出来 道 圣上 货币是需要改革了 我大唐也需要发行新币 不过这些官员说的也有点道理 一下子就发行新币 回收就币 实在是一个很耗大的工程 给我大唐造成的压力 不容小觑 真的有可能形成一些紊乱的局面 马周既然听那些反对的人说话 李世民就有点不解了 当初让推行新币的 不就是他马周吗 不过 李世民并没有急着询问 马周这里 则继续说了起来 所以圣上 陈以为此事不可操之过急 当徐徐作之 李世民冷着脸 问道 该怎么徐徐作之啊 马周道 可慢慢替换 新币发行之后 就币同时也可以使用 等百姓手里的新币多了 就币少了 那个时候 再全面发行新币就行了 马周的办法 自然也还是晴天给留下来的主意 晴天在听完张书生的叙述后 就知道 新币的发行 会触碰到很多人的利益 而这件事情想要做 就必须缓一缓 至少不能太过刚硬 马周说完 朝中刚才反对的那些人 突然松了一口气 就必也能用 就可以给他们时间进行处理了呀 所以很快 他们这些人 就又跳了出来 圣上 臣觉得马周说得不错 这是不能操之过急呀 是啊 圣上 新币的确好 但也不能太快 臣觉得 按照马大人说的去做 可以稳定我大唐局面 李世民看到这种情况 权衡了一番 最终也只能拍板决定 长安的事情 是长安的事情 秦天在离开长安城后 长安的事情 便与他无关了 秦天带着自己的兵马 向金陵城赶去 走了一半路后 改走水路 水路无法大军前行 所以也就胡适八 罗黄他们几个人走水路 其余大军仍旧走汉路 向金陵城赶去 本来秦天他们也是 可以继续走汉路的 但走汉路有点忙 而且秦天他们想早点 去金陵城 微服私访一下 不然等大军到了之后 很多金陵城存在的问题 都会躲藏起来 那个时候 他想要解决金陵城的问题 可就麻烦了 再有就是 走汉路太累了 骑马骑的 秦天的屁股 都有点受不了 坐船的话 会相对好很多 一行几个人 与大队伍分开之后 便向河边赶来 走了半天来到河边 但是河边并没有什么船只 他们现在所在的河 还不是秦淮河 只是跟秦淮河相连的一条河 不过从这里出发的话 是可以直接进入秦淮河的 公子 这里并没有什么船只 看来我们 还得去前面多走走啊 前面兴许有船 罗黄急目遥望 并没有见什么船只 晴天见此 倒是苦笑了一下 道 如此 那就往前再走走吧 一行人沿着河面向前走 很快便到了天晚 天色晚时 这里的天气突然阴沉起来 好像随时都有可能下雨 这会起天气 偏偏在我们准备 坐船的时候下雨 出门没看皇帝啊 丹木骂了一句 隐隐有点担心起来 如今已经是秋末时节了 下雨的天气还是很冷的 而且越是这个时节 下的雨就越发的大一些 公子 这里不知道有没有避雨的地方 要是没有 又没有船 我们怕是要遭殃了 罗黄也担心起来 晴天苦笑 他们连伞都没有拿 我们再往前走走吧 公子 天都快要黑了 再走 只怕有点危险吧 吴邦 真的走不动了 我们再停下来休息 晴天心里想骂人 他们这样的人 晴天竟然也有受困的时候 真是没有想到 几个人说好后 便又继续前行 不过刚走没多远 天空之中突然传来一声惊雷 紧接着就下起雨来 初时的雨并不是很大 并不怎么影响他们前行 可是又走了一会后 雨就大得有点没边了 哗啦啦的声响 让人有点受不了 晴天他们再走不动 只能在河边停下来 好在旁边有一个凉亭 可以让他们暂时避雨 喊寒风苦雨 他们待在凉亭里面 也颇不是滋味 他奶奶的 什么时候能有搜船过来啊 我都快饿死了 他们捎带的食物 也吃得差不多了 其他人苦笑 这个时候 这种天气 那会有什么船 你就别做梦了 忍忍吧 今天晚上肯定是没戏了 明天雨停之后 再说吃的 大家嘀嘀咕咕地说着 都觉得今天晚上 他们只能忍着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突然飘来亮光 亮光越来越大 等他们离得近了 才发现 那是一艘很大的船只 船只前面 一盏灯在前面引路 看到有船 胡适八和罗黄他们 顿时兴奋地 差点跳起来 公子 有船啊 太好了 有船 几个人都很兴奋 可是那艘船 却好像根本没有看到他们 仍旧向前面走着 很快就要把他们 给饶过去了 看到这个 几个人有点着急了 船家 停一停 船家 停一停 有人 这里有人 胡适八他们不停地喊着 风雨之中 他们的声音显得很弱 但那艘在风雨中 飘摇的船只 却还是停了下来 紧接着向他们这边游了过来 看到船只游了过来 一众人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渴望有一艘船的 船只很快靠了进来 接着那个引路灯 他们看到了船头甲板上的人 那是一个船夫 船夫全身披着缩衣 雨水冲刷到他身上后 很快就又流了下来 但是 船夫在船只快要靠岸的时候 停了下来 那是一个安全距离 只有心存戒备的人 才会这样停 显然 船夫对他们并不信任 船家 我们被大雨困在了这里 想借船一用 不知可否 说到这里 晴天又加了一句 费用什么的 不成问题 船夫看了一眼晴天 道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不是商船 就是私家船 我们不在客的 要不是我家小姐 让过来看看怎么回事 我们就直接走了 这场雨的确下得有点大 但现在 你们在亭子里面 想来也不碍事 等天明之后 这雨就停了 你们那个时候 找其他商船吧 船夫对他们 还是有点不信任 而且也并无丝毫要再客的意思 胡适八一听这个 顿时就怒了 正要发作 船舱内突然传出来一个声音 吴叔 让他们上船吧 他们不像坏人 声音清脆悦耳 一听就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而且很有可能是个很漂亮的女子的声音 那吴叔就是船头的船夫 他听到这话后 也没拧了一下 道 小姐 我们现在的情况也不好 万一这几个人是坏人的话 怎么办 在这个时候等船的 肯定居心不良啊 我们的船上人不多 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吴叔并没有很听话的样子 说的时候 还瞪了一眼 晴天他们 满是戒备 见此 罗黄必要表明身份 有他们家公子的名号在 谁敢说 他们是坏人 不过 罗黄也还没来得及开口 船舱内的女子 就又开口了 吴叔 我说过 他们不像是坏人 这个时候 又冷又饿的 你让他们等到明天什么时候 让他们上船吧 这个声音 带着不容人拒绝的态度 这个时候 吴叔才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将船只靠岸 看了一眼晴天他们 道 你们命好 遇见了我家善良的小姐 上来吧 不过雨停之后 我立马送你们下船 很可气的一个人 但晴天他们也只能忍了 谁让他们有求于人呢 船只很大 船舱里面的房间也有几个 晴天他们上船之后 就有一名侍女 领他们去了其中一个房间 房间不多 你们也不常待 这个房间 你们将就一个晚上吧 这里有我们家小姐 给你们换的衣服 衣服都是 很普通的衣服 但胜在是干的 晴天等人顿生感激之意 他们的衣服 在赶路的时候已经湿了 在这样的天气 穿着是很不舒服的 如今有干衣服可以换 实在是有着 说不出的舒服和幸福 如此就多谢你家小姐了 晴天他们进来之后 就没有见这船的主人出面 显然这个小姐 并不是很想见他们 人家也许就只是 看他们可怜 所以让他们上船 因此 晴天也只是 口头表达了一下谢意 并无去见面答谢的意思 那丫鬟见晴天等人识相 倒也满意地点了点头 丫鬟出去后 晴天他们连忙换了衣服 船只还在河面上继续走着 外面不时传来风雨之声 晴天他们都有点困 于是在那个小房间里 将就着睡下了 一夜很短 第二天一早 他们还觉得有些困乏的时候 就有人来敲他们的门了 晴天等人没有办法 只能强打起精神 几位 我家小姐为你们准备了饭菜 如今雨已经停了 吃过饭菜 无数会把船只靠岸 你们就去找其他商船吧 吃了饭就赶人 这有点伤人心 但晴天他们 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点头硬下 几个人整理了一番后 才终于上去吃饭 雨已经停了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的时候 有着一股说不出的美来 饭菜是很普通的饭菜 不过在船上能够吃到这些 已经很不错了 无数仍旧站在船头掌舵 他看了晴天等人一眼 道 吃饱了就走啊 船只我很快就会靠岸 他好像担心 晴天等人死赖着不走 所以故意提醒一下 晴天浅笑 胡十八却是有点看不惯 下去就下去 但这船夫 至于不停地提醒吗 说的他们 好像多想做这船似的 不过 胡十八刚要发作 就被晴天给示意拦住了 放心 船只靠岸之后 我们就走 既然人家不怎么欢迎他们 昨天收留他们一晚 已经很不错了 他们自然 也不必再麻烦人家 无数听到晴天这话后 才算是作罢 几个人狼吞虎咽地 把一桌子的饭菜给吃完了 然后便只等船只靠岸 可就在无数开着船的时候 四面河面之上 突然驶来几艘快船来 这几艘快船的速度很快 而他们的目标 显然就是晴天他们所在的船只 虽然不知道 那些船上是什么人 但看他们从四面包围而来 便知他们来者不善 胡十八想要起身 但被晴天给拦住了 不急 先看看情况再说 胡十八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又坐了下来 而那无数却是眼眉一眠 叹道 哎呀 不好了 还是被他们给追到了 说着 他便要开船 躲开那些船只的包围 不过 那些船速度很快 而且很多 没过多久 就把无数他们的船只给逼停 并且给团团包围了起来 这个时候 晴天他们才看得真切 一共有八艘船 每艘船上大概十来人 也就是说 他们一共有八十几个人 这八十几个人 逼停无数的船后 便见其中一艘船上的男子 从船舱内走到了甲板上 这男子身材略有点肥胖 留着短短的胡须 手里拿着一把刀 早已经告诉过你们了 你们是绝对逃不出 我吞金帮的手掌心的 就算你们能逃一次 但绝对逃不了第二次 如果实相 乖乖把那烟红姑娘叫出来 她做了我们吞金帮帮主的夫人 你们的性命就都好说了 如若不然灭了你们这些人 那烟红姑娘 还是要做我们帮主夫人的 领头的男子这样说着的时候 晴天他们已经听明白怎么回事了 原来这些人是吞金帮的 而且要抓那个 昨天晚上帮了他们的那个小姐 去做帮主夫人 当然 这帮主夫人肯定是被抢获的了 这样听着 晴天他们仍旧没有轻举妄动 这个时候 那吴书却是突然横起了船讲 段小短 别太嚣张了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做出这种事情来 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听到吴书这话 晴天他们忍不住差点笑起来 本以为吴书要亮他们的身份 然后震慑住段小短他们 没想到 却是把震慑的事情交给了老天 真是有点可笑 这人做了坏人 那个有怕天打雷劈的 不过 想到吴书好歹给了他们住处和食物 虽然态度不是很好 但晴天他们还是忍了下来 没有笑 不过这个时候 段小短他们 却是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了 不仅笑得肆无忌惮 而且还笑得差点把眼泪给流出来 他们好像从来没有遇见过 这么可笑的事情 吴书 我们就做这种事情了 你能怎么样 你倒是 让我们天打雷劈啊 哈哈 没想到世上竟然有你们这样天真的人 我告诉你们 我们吞金帮想要的人 还从来没有人敢不给 段小短说着 已经有点失去耐心 他看了一眼甲板上的人 道 是你们家小姐自己出来 还是我们上去抢人啊 说着 段小短等人就要上来 很显然 他们也知道 那烟红是不会自己走出来给他们的 不过 他们要上来的时候 船上的几个下人 已经拿着武器 站在船头进行防御了 虽然人不多 但他们也不能什么都不做 双方的情况很是不妙 眼看就要打起来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突然从船舱里面传了出来 吞金帮未免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声音落下 一名红衣女子从里面走了出来 这女子出来之后 整个甲板都仿佛一下子艳丽了起来 她很美 美的像一朵火红的玫瑰 晴天看了一眼 便仿佛有什么东西被偷走了似的 这就是昨天晚上留宿我们的那个姑娘吗 烟红是美的 但晴天在那一刻之所以对她充满欣喜 主要还是因为昨天晚上的事情 这个女人不仅长得好看 同时也富有爱心 相比较下 一个女人如果充满了爱心的话 更能够吸引男人 而此时 这个女人却表露出了一些伶俐之气 面对恶人时候的伶俐之气 烟红并非那种软弱的女子 她走出来后 段小短就哈哈笑了起来 烟红姑娘 你出来了 那就太好了 跟我们走吧 我们帮主自从看了你第一眼后 就喜欢上你了 去了我们吞金帮 什么好东西都有你的 哼 你们把事情也想得太美了 我告诉你们 我烟红就是死 也绝不会去你们吞金帮 听到这话 段小短眉头威名 道 那可又不得你 说着 段小短他们突然飞身就像船头越来 他们的身手很是不错 无数几个人跟他们这么一比 就有点相形见绌了 眼看 一鸣喽啰一刀就要把吴书给砍杀当下 就在这个时候 一柄飞刀突然飞出 直接把那个人给射杀 吴书惊魂 扭头向晴天这边看了一眼 只见晴天手中还把玩着一把飞刀 而他的表情却十分地平静 好像根本没有被当前的事情所影响 吴书心头一震 那飞刀显然是晴天发出去的 刚才若不是晴天 他恐怕就要死了 不过 不等吴书有所表示 那些吞金帮的人已经越发地疯狂起来 刚杀我吞金帮的人 真是找死 杀 给我杀了他们 除了烟红姑娘 其他人都得死 段小短疯狂地咆哮着 而这个时候 晴天只是挥了挥手 紧接着胡十八、罗黄他们就立马动手了 他们人不多 但有胡十八在 一切都不是问题 找死 胡十八一声大喝 紧接着大刀横扫 那些想要冲上来的喽啰 立马被斩杀了五六个 人头一个接着一个地落入了河水之中 很快把河水染成了红色 其他人也不弱 都在片刻之间杀了好几个人 不多时 吞金帮就被杀的只剩下了二十来人 段小短站在甲板上 却是有点傻眼 本以为烟红这边也就有几个人而已 他们只要拦住了烟红的船 抓住烟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可怎么突然冲出来了这么多高手 你们 你们是什么人 段小短有点紧张了 而这个时候 晴天漫步走到了船边 他看了看段小短 道 你刚才不是说不怕天打雷劈吗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晴天怂怂间 你不用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因为你永远都没有机会知道 段小短眼神一动 按道不好 转身就要躲回船舱 不过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晚了 晴天的飞刀破空飞去 直接射中了他的后颈 把他给射杀当下 这一切都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 等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段小短已经扑通一下 倒在了甲板上 剩下的那些人 看到段小短被杀之后 顿时都吓得不敢再做停留 连忙驾驶着他们的船只四散逃去 风平浪静 血腥的味道也渐渐散去 这个时候 燕红和吴叔他们 看晴天的眼神已经很不一样了 他们好像怎么都没有想到 昨天晚上稍微帮了一下的人 今天竟然救了他们的性命 多谢公子相救 昨天是我无礼了 公子莫怪 吴叔颇有点不好意思 连忙上前赔罪 晴天却是笑了笑 你们收留了我们一晚 是帮了我们 何来无礼这一说啊 这 吴叔越发有点不好意思了 倒是燕红 并没有太把这个当回事 道 公子说笑 今天的事情 也多亏了你们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吞金帮在这 秦淮河一带可是一霸 今天我们杀了他们那么多人 吞金帮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们必须尽快赶回 金陵城才行 听到燕红这话 晴天却是有点奇怪 道 燕红姑娘 和吞金帮 就这么厉害吗 你是怎么跟他们结怨的 还有 为何去了金陵城 就不危险了 晴天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 燕红扎舌 但还是一个一个地回答道 公子有所不知 在这秦淮河流域 虽说有很多帮派存在 但实力最为强大的 就是吞金帮 他们有两千多兵马 专门在这秦淮河流域 做打家劫舍的事情 招惹了他们 在这秦淮河附近 就别想友好 至于我怎么招惹了他们 这说来就有点话长了 半个月前 我乘船去醒清 被那闲逛的吞金帮帮主 陈金给碰到了 他看到我后 便要掳掠了我去 不过他当时就只是 乘坐了一艘小船 也没有跟多少手下 所以一直追不上我们 那一次 我们逃走了 不过他后来就一直派人追我们 今天要不是公子出手 我们只怕就已经 遭了他们的毒手 我家在金陵城 家父是金陵城通判 官职虽然不大 但多少能够保卫我周全 再有就是 金陵城局势复杂 各种势力突起 金陵城的地盘 基本上被他们给瓜分了 就是吞金帮 也不敢随便去金陵城闹事 他们是秦淮河上的霸主 但还不是金陵城的 燕红把情况 一个个的说了一下 晴天他们听完之后 都愣了愣 他们对燕红说的 前两个倒不怎么在意 他们真正在意的 是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 燕红说 金陵城局势复杂 这是他们来之前 从来没有料到的 而金陵城各种势力突起 那他们去了金陵城后 怕是有的忙了吧 不知公子怎么称呼 还有不知 你们要去那里 如果同去金陵的话 我们可以顺路一起去 其实得罪了吞金帮 公子跟我们一起去金陵 是更为安全的 去了金陵城 我父亲肯定能保我们 燕红询问 晴天笑道 在下秦友道 正是要去金陵城的 既然顺路 那再好不过了 此时的晴天 并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而有道是他的字 不过知道的人不多 他在这里 还是可以用一下的 秦淮河上 有一座孤岛 孤岛并不算很大 但却十分陡峭 甚至可以称之为险 而在孤岛之上 有一些喽啰 在四周不停地巡逻 就在这个时候 几艘船 快速地向孤岛方向驶来 那些巡逻的人 很快看到了他们 不过等巡逻的人 发现是他们自己人后 也就放松了警惕 不多时 船只靠近孤岛 船上的人急匆匆地 从船上走了出来 怎么只有你们 段爷呢 段小短在吞金帮的地位不低 所以这些人都喊他段爷 只是没有看到段小短 这些巡逻的人有点奇怪 船上的人脸色难看 道 别问那么多了 帮主可在岛上 在岛上 其他几个岛的岛主来访 我们帮主正陪他们聊天呢 在这秦淮河上 有不少岛屿 其中有几个岛上的岛主 跟吞金帮的沉金关系不错 时常在一起喝酒 不过 那些人并没有在意这个 听闻沉金在岛上 他们便急匆匆地寻了过去 吞金帮 会客厅 几名男子正在饮酒 旁边坐着几个漂亮的女子 几个男人的手不拾的 还有点不老实 那些女子 倒也十分迎合 我说陈老弟啊 你这小日子过得舒服 听说你看上了一姑娘 到手了没有 哎呀 这么说来 我们又要参加陈老弟你的婚礼了 那我们在这里 就先祝福你们了 其他几个岛主不停地恭维着 毕竟他们年龄虽然大一点 但实力却是没法跟吞金帮比的 而那陈金 则是一个身材略有些肥胖的光头汉子 听到这几个岛主的话后 陈金也是兴奋地哈哈大笑 因为一想起那个烟红 他就忍不住一阵激动 想要把他压在身下快活一番 几个人正这样说着的时候 一名喽啰急匆匆跑了进来 帮主 大事不好了 陈金等人正在兴奋地说着 突然听到大事不好了 他们几个人都觉得有点扫兴 那陈金更是宁眉 喝道出了什么事情 段爷带着人去抓捕烟红姑娘 不曾想半路杀出来一伙人 把烟红姑娘给救了 段爷 段爷也被杀了 听到这话 陈金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什么 段小短被杀了 想比较下 美人虽然重要 但对于他这样的男人来说 也不过是个附庸挺 他真正震怒的 是段小短被杀了 段小短是他的兄弟 曾经陪着他出生入死 才打下了现如今的基业 可段小短 竟然被人给杀了 到底怎么回事 那楼楼不敢隐瞒 连忙把他们如何拦截烟红的船只 又是如何被船上的一伙人 给杀了的事情说了一遍 陈金听完这些之后 又是震怒不已 好啊 真是胆子够大的 在这情怀和尚 竟然有人敢杀我的人 抢我的女人 我要你们碎尸万段 女人被抢 属下被杀 而且还是在几个岛主面前被说了出来 陈金的面子很没处搁放 如果他不把这个面子找回来 以后在这些岛主面前 他就没法立威了 而陈金这样怒吼了一声后 其他岛主连忙站了出来 陈老弟 要不要我们帮忙 是啊 只要你一句话 我们立马 把我们岛上的弟兄拉出来 说完 他们便都看着陈金 不管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但现在该这样说 还是得这样说的 不过 陈金却是摇摇头 不需要你们把兄弟拉出来 对付那几个人 我吞金帮还是能够解决的 你们要做的 只是帮我打听他们的行动就行了 我亲自带人去解决了他们 情怀河很大 要找一艘船的踪迹可不容易 所以 陈金只能借助这些岛主的力量 而这些岛主听闻之后 心里松了一口气 只要不让他们出人打杀就行 那一伙人 能够轻易杀了段小短 只怕也不好对付 只是让他们找到那艘船 这对他们来说太容易了 陈老弟要这样说 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吩咐 明天肯定能给你消息 就是 我们这么多人出动 要找到那艘船很容易的 陈金也没微微跳动了一下 随即说道 如此 那就有劳诸位了 说完 那几个岛主随即离开 而他们离开之后 陈金嘴角就露出了一丝冷笑 在我面前耍心眼 也真有你们的 要不是你们几个抱团 我早弄死你们了 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 有其他一些势力存在 这对陈金来说 是一件让人很不放心的事情 他自然是有要灭掉这些人的心的 只不过时机未到罢了 那些岛主离开吞金邦的岛屿之后 陈金就来到岛上 派人把自己的兵马召集了一些 兵马聚集在一起后 他亲自挑选了三百人 然后便让他们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 这一次 他要用这三百人 把那个杀了段小短的人给碾压死 三百人 在他看来 已经十分强悍了 没有什么是他们 做不到的 在这秦怀河上 当然 之所以选择三百人 一来因为他们的岛屿 也是需要人看守的 不然他相信 那些岛主真的做得出 在他离开的时候 突然袭击他的岛屿 再有就是 他们的船只并不算特别的多 一次也只能做几百人 所以选择三百人 是很合适的一个人数 这样说完之后 他又派出了一些人 去寻找燕红等人的踪迹 毕竟 他是不会把所有希望 都寄托在那些岛主身上的 万一那些岛主有异心 并不帮他呢 等燕红的船只靠岸之后 进入金陵城 那时他在想动手杀人 可就晚了 平静的秦怀河上 突然出现了很多船只 这些船只在四处飘散 只为寻找一艘船 很快 他们便有了结果 这天下午 一艘船快速地来到了 吞金邦的孤岛上 把他们发现的情况 跟陈金说了一下 陈金听完 不作迟疑 立马集合兵马 船只下水之后 便直接朝着燕红船只 所在的方向 追了过去 他要报仇 他要把燕红掳掠了来 秋已深深夜 甚至马上就要入冬了 而此时的秦怀河 却最是富有诗意 秋雨稀里里地下着 远处可见烟雨朦胧 晴天站在船头 望着远处 心头不由地舒服了许多 这里的美景 在长安城 是绝对看不到的 仿佛视入了仙境一般 晴天在船上副手远跳 忍不住想赢一首诗 银烟笼含水月笼沙 不过 他刚要赢 突然想到这首诗 是有点不合时宜 因此 也就又咽了下去 而这个时候 甲板之上突然传来了脚步声 晴天没有回头 就知道是燕红姑娘来了 因为他的脚步声 相对更轻一些 要是胡适八义 或者其他人 就要中许多了 秦公子在做什么 燕红询问 晴天浅笑 看这烟雨 燕红姑娘怎么出来了 细雨还在下着 风吹来 也有一点清冷 燕红笑了笑 待在船舱里有点烦闷 所以出来透透气 不曾想 秦公子也在 说着 燕红突然又问道 秦公子一表人才 气宇不凡 不知去金陵城所为何事 这个等到了金陵城 燕红姑娘就知道了 晴天卖了个关子 燕红倒也没有追问 两人正说着 远处烟雨之中 突然出现许多船只来 这些船只快速驶来 在烟雨之中 倒有千帆之感 只是 看到这些船只之后 晴天他们 倒是没有怎么想到失忆 而是心头一沉 他们还在秦淮河内 这里还是吞金帮的底盘 他们上一次杀了 吞金帮那么多人 只怕吞金帮 不会善罢甘休吧 这些船只 怕就是他们的 船只越来越快 离他们也越来越近 透过薄雾 晴天和燕红他们 看到了船头的人 那是一个光头 一个略显得 有点肥胖的男人 看到这个男人之后 燕红忍不住破口而出 吞金帮沉金 得知那个人 就是沉金后 晴天的眼眉凝了起来 心里 隐隐也有点紧张 如果只是百十来人的话 他还不怎么害怕 他们人虽然不多 但有胡十八和他晴天在 解决百十来人不成问题 可对方有差不多三百多人 而这又是在水面上 他们还真没有把握 能够阻挡住这些人 这个时候 胡十八他们已经发现 情况不对 从船舱里面跑了出来 公子 吞金帮的人来报仇了 怎么办 胡十八将自己的大刀 抽了出来 一副如灵大敌的样子 罗黄凝着眉头 盯着远方 晴天的神色也有点凝重 许久之后 开口道 不急 我们静观其变吧 晴天的身份 可以说是一个很厉害的武器 如果真的解决不了这些人 那他可以选择亮明自己的身份 虽然不清楚 这些人会不会忌惮 晴天的身份 但至少有一线希望 毕竟 杀了他晴天 对吞金帮来说 并不是什么好事 那个时候 朝廷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吞金帮虽然厉害 但跟朝廷的兵马比起来 那就算个球 烟雨仍在 秋风却变得浓烈了许多 天上的乌云密布 似乎这雨有下大的意思 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 很快 吞金帮的船只 就把烟红的那艘船 给团团包围了起来 而包围之后 船头之上 顿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人来 晴天的光头 在这样的船只之间 尤其的耀眼 杀我吞金帮的人何在 给我站出来 晴天怒吼 他现在的愤怒 有些难以控制 而就在他这么吼了一声之后 晴天站在甲板上轻声一笑 原来你这个秃顶就是吞金帮的陈金啊 真是文明不如一见 见了之后 还真让人觉得不怎么样 没错 杀你吞金帮的人 就是我 看到杀死段 小短的人竟然是一个白衣男子 陈金有点不敢置信 这样的男子能杀人 不过 这是想来也假不了 他把手中大刀一挥 喝道 杀我吞金帮的人 就是与我吞金帮为敌 就要付出代价 是你自己送死 还是我娶了你的狗命 晴天撇了撇嘴 怂怂间 怎么你们吞金帮的人都这么天真无邪吗 那段小短也说过 你这样的话 可惜他死了 你说这话 恐怕你也要死 可恶 听到晴天竟然这般调侃他 陈金顿时怒不可接 也在懒得废话 挥手就让他的兵马冲了过来 烟红的船只要稍微高一点 他们想冲上来 肯定是要付出一点代价的 不过四面八方的冲 他们要冲上来 也不难 毕竟晴天他们的人少 挡得了这边的 他们挡得了 那边的吗 吞金帮的喽啰开始攻传 晴天和胡十八他们这边 已经开始了杀伐 胡十八大刀一挥 几个人头就直接落入了水里 那些冲过来的喽啰 面对胡十八这样的猛人 根本就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 杀戮顿起 鲜血在烟雨之中 毫无血腥之气 但就算如此 却也让人有点触目惊心 陈金站在船头 看到胡十八杀人之后 才终于明白 段小短为何会被杀了 这样的猛人 简直就是一个杀人机器 谁碰上他不得死 就算冲上船头甲板 他们也奈何不了这个人吧 不过 事情也并非没有转机 要么就耗费这个人的力气 要么就冲上去 控制住其他人 逼这个人停手 念头起 陈金便连忙吩咐了下去 给我冲上去 抓住烟红 抓住了烟红 这些人都得停手 陈金这样吩咐了一声后 其他人便连忙冲了起来 虽然胡十八和秦天他们 在不停地阻拦这些人 但他们很清楚 只要冲上来的人多了 烟红就必定会有危险 他们要保护其他人 也肯定不如现在 这般顺利 他们不能让这些 吞金帮的喽啰冲上来 但如今的局面 对他们来说越来越不利 想要防止他们冲上来 似乎已经变得不太可能 一个接着一个的吞金 帮喽啰冲上了船头甲板 虽然他们很快被秦天 他们给杀了 但越来越多的人 却是他们怎么都杀不完的 情况有点不妙 烟雨又浓了一些 河面之上的天空 乌云蜜蜜 更大的雨 随时都能够倾斜而下 冲上来的吞金帮 喽啰越来越多 秦天和胡十八他们 怎么杀都杀不完 他们杀得了这边的 杀不了那边的 而随着冲上来的人越来越多 烟红的情况 也变得越来越危险 有好几次 他都差点被那些人给控制住 再这样下去 局面对他们会越来越不利 船头 陈京望着秦天他们这几个人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得罪了我吞金帮 就得死 他很自信 今天一定能够杀了秦天 可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突然嗖嗖飞来几十只利剑 利剑在河面之上飞来 那些吞金帮的喽啰 还没有反应过来 便直接重剑倒进了河水之中 这些利剑来得突然 陈京愣了一下 在这秦怀河上 还有谁敢跟他作对 还有谁敢救他陈京要杀的人 可恶 陈京暗骂了一句 秦天这里 却是一喜 急目望去 直见不远处 十几艘大船 正在向这边驶来 看到那些船后 秦天又是一喜 因为他认的那些船 那是沈家船帮的人 好事 沈家船帮的人来了 我们有救了 秦天跟沈家船帮的关系不错 甚至还跟沈家船帮 有生意上的往来 沈家船帮五湖四海的 做水上生意 出现在秦怀河 也不足为奇 而他们的到来 更是救了秦天 好好 秦天继续拼杀 心头顿时生出了希望来 而就在秦天 他们这样拼杀着的时候 沈家船帮的船头上 一名很是英姿飒爽 穿着男装的女子 临风而立 小姐 前面的人的确是吞金帮的 他们在秦怀河上 很是霸道 经常扣押船只 有一次还扣押了我们的船 不过 他们的势力庞大 我们如果还想在 秦怀河上做生意 还是不要招惹 他们的好 在看到吞金帮的人 欺负人的时候 沈碧君 已经命人发射了利剑 不过他们并没有太过靠近 吞金帮的人 也不一定就知道是他们 所以现在 如果他们要走的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也不会得罪吞金帮 不过 沈碧君却是嘴角 露出一丝冷笑 道 我们做水上生意的 早晚都是 要走秦怀河的 只要我们走 不管我们有没有得罪吞金帮 他们都不会放过人马 既然如此 倒不如趁着这次机会 教训他们一下 说到这里 沈碧君又露出了一丝冷笑 道 我沈家船帮 有朝廷撑腰 我倒不信 那吞金帮 能把我们怎么样 之前扣腰我们的船只 这笔账 我还要好好跟他们算一下呢 说着 沈碧君一挥手 他们的船只 便快速地向这边驶来 而他们离得近了之后 弓箭手就又嗖嗖地发射起来 吞金帮的人 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下 可恶 沈金又骂了一句 紧接着 他挥手指挥了百十来人 丢弃晴天他们 转而向沈家船帮这边驶来 沈家船帮的行为 已经激怒了他 现在他要先解决了 沈家船帮的人再说 百十来人抽身去对付沈碧君他们 晴天和胡十八他们这边的压力 顿时就小了很多 他们在甲板之上来回冲杀 显得很是游刃有余 而这边 沈碧君带着人冲杀而来 那些吞金帮的喽啰 面对他们这般的气势 倒是有点胆怯 杀得不是特别凌厉 而就在双方这样杀着的时候 沈碧君一抬头 看到对面甲板上与人拼杀的 竟然是晴天和胡十八他们 沈碧君顿时就有点意外 怎么是小公爷 他实在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晴天 他更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要救的人 竟然是晴天 如果他没有来救的话 晴天岂不是很危险了 杀 给我杀 得知对面的人是晴天之后 沈碧君就高声喝了起来 晴天对他们沈家是有恩的 他必须得报 所以晴天肯定要救 沈碧君吼了几声之后 沈家船帮的人立马就杀了起来 而且杀得十分奋勇 一个接着一个的吞金帮喽啰倒在了河水之中 鲜血在河水之中扩散 很快染成了一片血红 吞金帮的势力越来越弱 眼看就要被人碾压 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之中突然响起一声惊雷 紧接着 瓢泼大雨就倾泻而下 风雨很大 吹打得厉害 帮主现在怎么办 他们不是对手 而且下这么大的雨 他们的攻船变得很是困难 沈金看着眼前的一幕 很是不甘心 怎么沈家船帮的船只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在这个时候来了 犹豫了一下 沈金立马做出了决断 退 虽然不甘心 但他们现在不退的话 可就有可能全军覆没了 他还不想死 所以只能先保命 等以后找到了机会 再来报仇 吞金帮的喽啰乘船离去 大雨却还在哗啦啦地下着 这个时候 沈家船帮的船只已经驶了过来 秦公子 靠近之后 沈碧君忍不住喊了一声 秦天看到船头站的 竟然是沈碧君 倒也愣了一下 他知道是沈家船帮的人 只是没有想到 会是沈碧君 原来是沈姑娘救了我们 真是太感谢了 船只相遇之后 沈碧君就跳到了燕红的甲板上 燕红见秦天对沈碧君关系不错 眼眸微微凝了一下 但很快便舒展开来 原来我们的救命恩人是个女的 秦公子要是不说 我们还真没有看出来 今天真的多谢沈姑娘了 这个时候 沈碧君才发现燕红的存在 他没有想到 秦天乘坐的船上竟然有女人 而且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在那一刻 他突然生出了一股醋意来 不过沈碧君也是一个有城府的人 心里虽然不爽 却并未说出来 只是浅浅一笑 而后向秦天问道 秦公子这是要去那里 去金陵城 秦天并没有把话说清楚 沈碧君这边笑了笑 这要巧 我们也是送一批货到金陵城去 如此 倒是顺路了 秦公子可要乘坐我的船一起去 美人相妖 而且是一个秦天 曾经看光了他身体的美人相妖 这对秦天的诱惑有点大 秦天不假思索的 就同意了下来 当然 之所以同意 除了因为沈碧君是个美人外 再有就是 燕红的船箱比较下太小了一点 晚上秦天要跟其他好几个人 挤在一个房间里面 实在不舒服 但沈碧君的船 却是要大很多的 他去了之后 可以单独享用一个房间 反正他们也顺路 只是从燕红的船上 搬到了沈碧君的船上而已 秦天倒没有觉得这有什么 秦天答应之后 沈碧君露出了一丝浅笑 这个时候 燕红的脸色微微变了变 但并没有说什么 对于此 秦天倒是有注意到的 而他注意到之后 以为燕红这是有点吃醋 舍不得自己 所以反而生出一股子得意来 女人在被其他好几个男人追求的时候 会得到虚荣心的满足 男人在被其他女人吃醋的时候 也会得到虚荣心的满足 这证明 他这个男人 还是很有魅力的 不过 就算燕红有点吃醋 秦天还是要去沈碧君的船上的 他想 晚上睡一个人的房间 他想有自己单独的空间 这样说好后 秦天他们便上了沈碧君的船 燕红的船只 蹲着沈家船帮的船 继续向金陵城赶去 上了沈碧君的船后 沈碧君就派人给秦天他们安排了房间 秦天的房间 就安排在了沈碧君的对面 时已下午 天气阴沉昏暗 风雨淒淒 秦天刚在自己的房间躺下 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 秦天打开方面 见沈碧君站在外面 屋内的灯光有点昏暗 沈碧君的模样 看起来却是有些俏理 小公爷在这里住的 还习惯吧 进来之后 沈碧君就问了起来 秦天点点头 自然是习惯的 沈姑娘安排得很周到 沈碧君笑了笑 道 刚才在上面 很多问题没敢询问 小公爷在长安城好端端地待着 怎么突然跑到这里来了 而且还得罪了吞金帮 见沈碧君问 秦天倒是没有任何的隐瞒 将自己如何 被圣上安排来调查淮南王的事情 以及如今 如何陆遇烟红 杀了吞金帮的断小短的事情 跟沈碧君说了一下 这样说完之后 沈碧君已经了然 原来如此 不过这也 幸亏我刚好遇到 不然小公爷可就麻烦了 这吞金帮是秦怀和一霸 杀人不眨眼 就算他们知道了小公爷的身份 怕也不会太过在意的 已经把人给得罪了 在陈金他们看来 杀不杀 应该都是一样的后果吧 如此 倒不如杀了 秦天听到这话 倒是没有反驳 如果不是沈碧君的到来 他们可能真的危险了 对了 秦小公爷 那烟红姑娘 好像对你颇有点不舍呀 是不是你到我这里来 她有点吃醋了 说着 沈碧君露出了狡黠的一笑 她也就是突然想到了烟红的神情 所以来逗弄一下 随便说说 不过 她这样说完之后 就突然察觉到一股危险 因为此时秦天看她的眼神有点不对 沈姑娘这般在意烟红姑娘 对本公子的态度 该不会沈姑娘 也有点吃醋吧 可能是因为看到过沈碧君的全身 所以秦天在她这里 倒是少了一些正人君子的模样 就像两个已经做过房事的男女 在床上 肯定是要比在其他地方 更放得开的 秦天虽然没有跟沈碧君 真的发生点什么 但那种谨慎心态 却是弱了许多 见沈碧君拿她玩笑 她便也忍不住跟沈碧君心好心好起来 而秦天这么一说 沈碧君的脸颊顿时就羞红了 整个人更是显得很不好意思 你 你不要胡说 谁 说着 沈碧君越发着急起来 不跟你玩了 说完 沈碧君起身就要离开 不过船舱有点小 她起来得有点过猛 脚下一个不慎 直接就倒了下去 而且不偏不倚 刚好倒到秦天的怀里 秦天顺势搂住了她 还说没有 故意倒我怀里 胡说 沈碧君刚要反驳 秦天却是直接就稳了上去 美女自动投怀 秦天觉得自己 就不用再客气了 沈碧君一开始挣扎了一下 可随着秦天的深入 她最终放弃了抵抗 夜幕来临 外面的风雨之声大作 秦天和沈碧君结束的时候 四周只有风雨声 沈碧君脸颊仍旧是红的 刚才的她 一开始是反抗的 后来却变成了银河 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 竟然是这样的女人 现在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该怎么办才好了 来不及多说什么 沈碧君穿上衣服 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船舱的走廊里 十分安静 一个人都没有 秦天躺在床上 想着刚才沈碧君的情况 却是突然回过未来 哎呀 不会吧 哎呀 这 这可如何是好啊 她发现自己 竟然欺负了一个女孩子 那沈碧君 分明没有投怀送抱的意思 是自己强行 哎呀 秦天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虽然她觉得沈碧君很漂亮 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但她秦天还从来没有想过 用墙来得到一个女孩啊 可今天 她却做出了这般畜生的事情 秦天啊 秦天 暗骂了自己一句后 秦天连忙去找沈碧君 想要道歉 沈姑娘 船舱附近还有其他人在休息 所以秦天不敢大声说话 她这样轻声喊了一句 但是并没有得到回应 隐隐地 只能听到振振抽气之声 想来 自己欺负了沈碧君 可又不好给她名分 定然让她十分的不安吧 沈姑娘 秦天又喊了一声 但是仍旧没有得到什么回应 整个晚上 秦天都没有得到回应 发生了这种事情 她让沈碧君 怎么回应她 秦天突然想抽自己 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呢 现在发生了这种事情 可怎么办才好 秦天一宿未眠 次日显得很没有精神 沈碧君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并没有出来 秦天有点担心她的情况 只是去敲门询问 却也得不到回答 唯一可以让秦天放心的是 沈碧君的侍女告诉秦天 沈碧君并没有寻短见的意思 船只继续向金陵城的方向进发 这一路上 秦天本以为可以跟沈碧君一番畅谈 结果没想到发生了那天晚上的事情 以至于这一路上 秦天都没有再见到沈碧君的面 她有点不知所措 到底成了自己的女人 该负责还是要负责的 她怎么能让一个女人这样担忧呢 她能够感受得到 沈碧君现在肯定是担忧的 她担忧自己的未来 可她又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秦天 船只这样走着 沈金带着自己的兵马 回到了她的孤岛上 这段时间 倒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其他几个岛的岛主 并没有攻打她 可恶 没有想到 主书的鸭子都让飞了 早知道这样 就把其他岛主也给叫去了 一开始 她觉得凭借着自己的兵马 还杀不了十几个人吗 所以就没有让其他岛主跟着去 可如今败北归来 她才有点后悔 帮主 如今那烟红跟着沈家船帮 只怕很快就要赶回金陵城了 我们要对付他们 可得尽早啊 一名当家的向沈金提议 沈锦却是凝着眉头 她的人最多能够调动五百 再多就没有船只了 五百人去追击烟红他们 她现在没有绝对的胜算 思虑了一番 她便吩咐到去给各岛主写信 要他们都调集一些兵马出来 随我一同击杀沈家船帮和那个人 为我吞金帮报仇 如果有其他岛主的兵马 那他们这一战的胜率就很高了 陈金吩咐下去后 他的人很快便去往各岛上 把陈金的话跟那些岛主说了一下 不过 这些岛主接到陈金的命令后 却是没有立马动手 而是先把自己的谋士找了出来 这秦淮河是我们大家的秦淮河 结果却被陈金给霸占了 有好事就得先紧着他们 实在是可恶 如今他要我们去帮他报仇 你说我们帮还是不帮 这个岛主一头红发 样貌有点瘦 看起来颇有点猙獰 他说完 一名谋士模样的男子 就摸了一把自己的胡须 紧接着说道 岛主 如今吞金帮势力还是很庞大的 不帮他们的话 只怕得罪了他们 那个时候 大家怕是要闹矛盾 可帮吞金帮吧 又实在觉得憋屈 让他报了仇 白白报得美人归 您说是不是 红发岛主点点头 你说得极是 不过 你倒是说说我们该怎么办 不如答应下来 但是行动的时候迟缓一些 那燕红等人已经快到金陵城了 等他们到了金陵城 陈金也就无可奈何了 我们正好让他得不偿所愿 他们跟燕红倒也没有什么 反正就是 看不管陈金 不想让他报得美人归 看他损兵折将 他们这些岛主 还觉得挺过瘾 谋士说完 红发岛主就点了点头 好 就按照你说的做 陈金在孤岛上等人 等其他岛主 带着兵马来集合 按照他的推算 两天时间 那些人差不多应该到了 但是 直到第三天晚上的时候 他们这些人才终于赶到 这些人赶来之后 陈金的脸色就有点难看 诸位怎么来得这么慢 陈金质问 这些岛主 此时倒也没有 跟陈金闹不合 连忙就解释起来了 听闻陈帮主失利了 我们想着对方肯定很厉害 所以就多 集结了一些兵马 您是知道的 人多了 很多事情相对就会麻烦一点 这走得也就慢了一点 我们不敢休息 这才敢来啊 是啊 我们已经用了最快的速度 但是这船上人多了 就走不快 我们这边是逆风 也走不快 大家都有理由 而陈金看了一眼后 发现这些人带的兵马 果然很多 而看到这么多兵马 陈金内心倒不是感激 而是忍不住的厌恶和愤怒 这些人只怕故意耽误自己的事情 可又害怕自己发飙 所以就多带了一些人吧 他们这些人要是联手 他吞金帮也占不到便宜 在心里安骂了一下 陈金也就懒得跟他们多说了 毕竟都这个时候了 跟他能闹翻了 对谁都没有好处 情怀和尚 他虽是一霸 但这些人的联手 也制衡着他 好了 你们既然带来了这么多兵马 那再好不过了 我们今天就出发 陈金说完 其他人相互望了一眼 陈帮主 今天就出发嘛 我们这一路赶来 可是连口热水都没有喝啊 是啊 要不等我们休息一晚上 明天再走如何 反正也不急于这个晚上 即是 即是 还是休息一下吧 他们就是要拖延时间 不过他们都来了 陈金呢会让他们得逞 不 今天必须走 几个岛主相互望了一眼 也只能苦笑摇头 连忙硬了下来 这样稍微寒暄了一番之后 他们便在陈金的带领下 再次向秦天他们所在的放心追去 如果他们速度够快的话 兴许还是能够追到秦天的 不过 这行驶途中 那几个岛主故意找是拖延 不是两个岛上的船只碰撞 发生了矛盾 就是有人故意打架之类的 如此停下来规劝 就耽搁了不少时间 等他们快要追上来的时候 秦天他们的船只 已经靠近秦淮河岸边了 再追也追不上了 得知情况之后 陈金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如果不是那些岛主故意拖延时间 他肯定是能够追上的 可是这些人 竟然要坏他的事情 可恶 早晚有一天 我都要想办法弄死你们 得罪了他陈金 他就会想办法 把得罪他的人给付出代价 而这代价 就是死亡 鱼儿已经入海 鸟儿飞向了天空 再想去抓他们 已经不太可能了 陈金最后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想着 等以后有了机会 再去辱略烟红 找那个秦友到报仇 秦天等人的船只 终于在秦淮河岸靠岸了 秦淮河四通八达 所以 贸易相对来说 是十分繁荣的 秦天他们到的时候 正是下午 天气不冷不热 岸边搬运货物的人 络绎不绝 黑压压的一片 而岸边 更是停靠着 一眼望不到头的船只 不过 秦天看到这些之后 也很快明白过来 这里快速的繁荣 带来的也是毫无规矩的紊乱 从这里势力丛生 便可见一斑 他来到了这里 要做的 就是在保证 这里的繁荣的前提下 除去那些 不利于金陵城稳定的那些因素 让这里可以良好的繁荣下去 秦天心里想着这些的时候 沈家船帮的一些工人 已经开始寻找苦力 来搬运货物了 秦天他们 则要去往金陵城 秦天来到沈碧君的门外 道 沈姑娘 我要去金陵城了 如果你不急着走的话 不如随我一同进城如何 直到现在 沈碧君都没有怎么搭理秦天 不过秦天总是能想起那天晚上的事情 所以要他不辞而别 还真有点难为他 沈碧君在屋内听到秦天的话 心头却是五味沉杂 自己是身于秦天 如今秦天没有什么说法就要离开 他自然是有点不一的 可若是跟着秦天进了城 万一再被他欺负怎么办 他很纠结 秦天在外面 却是诱导 沈姑娘 开门一叙可好 沈碧君犹豫了一下 许久之后 还是把门打开了 门开之后 秦天正要进去 却被沈碧君给拦住了 你就站在外面 两个人独处一个小房间里 沈碧君有点害怕担心 秦天苦笑 只能站在外面 屋内的沈碧君 显得比之前风韵了许多 而他有点羞涩的模样 让秦天看了之后 忍不住又生出一股子冲动来 沈姑娘 那天晚上的事情 实在是 实在是对不起 话还没有说完 沈碧君顿时就拧起了眉头 问道 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他很讨厌秦天的这种态度 做了错事 以为承认错误 一句对不起 就能够弥补对他的伤害了吗 不由的 他的内心对秦天 生出了一股子厌恶 秦天连忙说道 当然不 我会对沈姑娘负责的 沈碧君的心 突然又扑通扑通直跳起来 只是他的眼眸在这一刻 却是一鸣 对我负责 你怎么负责 你家中已经有三个夫人了 那个允许你再娶一个进门 若秦天的夫人之中 没有世家女 没有公主 那他沈碧君觉得自己 还有机会嫁入秦家 可秦天有世家女 有公主 他们会再让一个女人 嫁给秦天吗 用屁股想都不太可能 秦天也是一愣 他自然也想过这个问题 就自己府上的那三个夫人 那个会允许他再娶 此事有点难办 但他又真的不忍心辜负了沈碧君 只能说到 想想 总会有办法的 沈碧君哼了一声 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你走吧 我不想跟你去金陵城 这里的货物卸完之后 我找到新货就会离开 此后 我们再也不见 他的心是有点痛的 他也很想跟秦天长相厮守 这个世上 有那个女人 能够抵挡秦天的魅力 只是 他到底不是那种小女子 他有着自己的倔强和尊严 如果不能娶她 那他宁愿此后再也不见秦天 沈姑娘何必如此 我说过会负责 就肯定会负责 秦天还想再解释 不过沈碧君并没有再搭理她 秦天讨了个没趣 知道多说也是无用 只能信心然地退去 出了甲板 秋末的风凉一席人 胡十八他们都已经在等着了 虽然他们不知道 秦天跟沈碧君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他们肯定知道他们出现问题了 公子 一众人望着秦天 秦天摆了摆手 去金陵城 如果不是有李世民交代的任务 他肯定是要在这里陪着沈碧君的 但现在 有重任在身 他也只能选择离开 一行人骑着快马向金陵城赶去 这个时候甲板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名女子 女子身姿错约 在看着秦天的背影 消失在自己视线之后 突然感觉星空了 秦天等人 还没有赶到金陵城的时候 金陵城内 淮南王府 淮南王李安 已经得到了消息 王爷 计划失败了 眼看就要杀了秦天 谁曾想沈家传帮的人突然赶到 把秦天给救了 吞金帮的人 后来也没有追上秦天 探子把情况跟李安说了一下 李安听完之后 也没救宁了起来 这个燕红 还真是废物 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到 李安身材略显肥胖 长相倒是英俊的 不过发脾气的时候 整张脸显得有点争鸣恐怖 旁边的人 还是吓得浑身抖了一下 这个时候 一名军师模样的男子站了出来 道 王爷 我们本来是要燕红招惹吞金帮 然后搭载秦天 引吞金帮来杀秦天 这是我们的借刀杀人之计 这样 就算秦天死在了秦怀河上 跟王爷也没有关系 没想到秦天命打 竟然没事 军师刚说到这里 李安就瞪了他一眼 道 张青 这些事情 本王不需要 你再附述一遍 你想说什么 直接说就是了 张青苦笑 但还是连忙说道 王爷 虽然我们的借刀杀人计失败了 但金陵城的局势复杂 秦天来了之后想要好 也不那么容易 有燕红和他父亲殷商在 还怕秦天此后没有麻烦吗 殷商和燕红两人 都是淮南王李安的人 而他们两个人 一个在金陵城刺师府做事 另外一个跟秦天关系密切 如此的话 等秦天来到了金陵城 给秦天找一些麻烦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而等以后找个机会 再灭掉秦天 张青把情况说完之后 淮南王李安觉得 事情的确如此 这才终于作罢 只是 让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还没来得及 给秦天找麻烦 麻烦却是先找上了他们 而且还是 一个不小的麻烦 让人有点难以解决的麻烦 金陵城繁华 秦天带人赶到金陵城的时候 已经是黄昏时分了 黄昏的金陵城 看起来更多了一分柔美 街头还有商贩在叫卖 有孩子嬉戏 有行人急匆匆地走着 远处也可见吹烟 可闻鸡犬之声 这里在热闹之中 又带着一丝的安详 只是 就在秦他们这样 继续走了一段路后 这些安详 突然被一阵 喧嚣给打破了 只见前面街头 一名五十来岁的男子 正在打砸一个铺子 铺子里的老板 站在一旁不敢阻拦 只是不停地哀求着 孙爷 我的孙爷啊 您就饶了小的这一回吧 小的真不是有意的 要是早知道您的身份 我那还敢要您的钱 听那老板的话 原来是有人来买东西 结果这个老板要钱了 然后那个人便大发雷霆 开始打砸铺子 而明白怎么回事后 晴天的眼眉 就微微凝了起来 买东西掏钱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为何这个人就不肯掏钱 而且还打砸人家的铺子 难道这天地之间的规矩变了 金陵城的情况 还真是有点超出了晴天的想象 这才来不到半天时间 就见到了颠覆他三观的一幕 公子 这个人欺人太甚了 我去教训他一下 旁边的胡十八 有点看不下去了 想要动手打人 不过这个时候 旁边一个看热闹的 却先开口拦住了他 一听口音 就知道 你们是外地人 这事啊 你们千万别管 知道那个孙爷是谁吗 他叫孙侄 本来就是金陵城的一个无赖 奈何他生的女儿漂亮 被淮南王给看上了 所以 你们懂了吧 这个人话虽然没有说完 但什么意思晴天他们都懂了 既然这个孙侄的女儿 被淮南王看上了 那淮南王李安 就是他的女婿了 淮南王的老丈人 谁敢得罪啊 他拿东西 谁敢要钱 他要打杂人的店铺 给敢去拦着 不过 胡十八却是一点不为所动 仍旧是想要动手的 只是他刚上前一步 就被晴天给拦住了 别急 以后有机会 他们刚来金陵城 对于金陵城的局势 并不是很了解 现在就动手 未免有点操之过急了 很多事情 并不急于一时 胡十八气愤不已 但晴天让他助手 他也只能作罢 只是仍旧有点愤愤然 旁边那个拳的人 见胡十八助手了 这让他又一种 做了好事的自豪感 忍不住就笑了笑 还是这位公子聪明啊 有些人啊 在这金陵城惹不得的 晴天浅笑 老丈说得极是 我们出来金陵城 对于金陵城的情况 也不怎么了解 万一以后招惹了什么人 恐怕麻烦 所以还请老丈多多教诲一番 说着 晴天从身上拿出了半掉铜钱 道 这些就算是请老丈喝酒的 那人见晴天竟然给钱 却是有点意外之喜 他也不客气 直接就收了起来 因为他觉得 晴天这样的人很有钱 半掉钱对晴天来说 应该不算什么 但对他来说 就不一样了 而晴天这里 就只是想打听一下 金陵城的情况 虽然之前在船上的时候 燕红说过 金陵城局势复杂 但他那个时候没有多问 所以这金陵城有什么势力 他也不清楚 船只靠岸之后 燕红就先行离开了 不知道是有事 还是吃自己 做了沈碧君家传的醋 反正就是没有理 自己就走了 如此 想知道金陵城的一些情况 晴天也只能这样打听了 收了钱 那人笑了笑 这金陵城啊 有四个人最是不能招惹 城东的伯爷 城西的佛爷 城南的龙爷 以及城北的十三姐 这四个人各自霸占一方 不仅金钱丰厚 甚至手下的打手 那也是不容人小觑的 连官府啊 都不敢打他们的主意呢 这个人把金陵城的四个人物说了一下 晴天听完 笑着问道 那这打杂的孙侄呢 他不算吗 那人轻声一笑 他算个屁啊 跟我刚才说的那四个人想必 这个孙侄就是个孙子 屁都不是 听到这话 晴天愕然 本来以为这个孙侄感 这一般肆无忌惮的欺压百姓 已经算是金陵城很厉害的恶霸了 没有想到 他跟其他四个人 根本就不能比 如此的话 要解决金陵城的各种问题 对他晴天来说 是任重道远啊 又跟那个人说了几句之后 晴天也没有在这里多坐停留 带着胡适八 他们便离开了 直接向刺势府赶去 本来 他们还想着微服私访一番 好好调查一下金陵城的问题 不过现在看来 金陵城的问题十分的明显 根本就不用他们特意的去调查 如此的话 为了做事方便 他们也只好直接去刺势府就职妇任了 至于那个孙侄 很快晴天就会拿他开刀 晴天他们向刺势府赶去的时候 燕红已经回到了府上 并且把情况跟他父亲殷商说了一下 殷商是个长相和气质 都颇佳的中年男子 听完燕红的叙述后 他立马就拧起了眉头 晴天没死 王爷的计划 就等于是失败了 说着 他露出了一丝担忧的神色 只怕王爷会很不高兴 我们妇女两人怕是要受责罚 殷商胆子有点小 听闻计划失败 顿时就害怕起来 倒是燕红浅浅一笑 道 父亲多虑了 如今晴天活着回到了金陵城 王爷的压力会很大 他更想知道晴天的一举一动 而我们是他目前来说 监视晴天最好的棋子 王爷暂时还不会抛弃我们 不出所料的话 王爷很快就会派人来跟我们说这些事情的 在燕红看来 一个人只要还有利用的价值 就不会被除掉 如今他父亲是赐师傅的通判 他又认识了晴天 就指这两点 对淮南王来说就是很重要的利用价值 他舍得抛弃他们吗 殷商听完 觉得自己女儿说的也有道理 于是点了点头 道 王爷不除去我们就好 那我们就替王爷好好干 这样立功之后 一切就都好了 燕红浅笑 以前的他也是这样想的 但现在 他的内心却出现了波动 在认识晴天之后 黄昏快要落尽的时候 晴天他们才终于赐师傅 金陵城好歹算是一个十分繁华的城池 在晴天看来 赐师傅应该也还算不错的 只是 他来到赐师傅门前的时候 却是有点怀疑 他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门边上写着赐师傅三个大字 只是周边的门墙却有些斑驳 甚至可以用破败来形容 一眼望去 整个赐师傅望去 看不到丝毫威严 这就像是一个 还有人住的破宅子 公子 这赐师傅也太简陋了吧 是啊 还不如长安城周围那些县城的县衙呢 看着这金陵城也挺繁华的 赐师傅怎么这个样子 罗黄和胡十八他们都很不解 晴天却是倾笑道 官府的权威不显 自然也就没有人在意这些东西 如此有这样的情况 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是从赐师傅的情况 晴天便已经看出了一些问题 那就是在这金陵城 官府没有威信和威严 官府的话有时候就是个屁 不然 赐师傅绝不至于落魄成这个样子 摆了摆手 晴天道 好了 先进去再说吧 赐师傅虽破 门前却还是有两个牙役把手开门的 他们看到晴天等人靠近之后 立马就呵问了起来 你们是什么人 做什么的 晴天也不急着点名身份 笑道 告状的 牙役相互张望 随之 一名牙役伸出了手 晴天一脸的茫然 道 这是何意啊 那牙役脸色微微一变 有点不喜 道 你既然是来告状 该不会连这里的规矩都不懂吧 晴天道 什么规矩 不懂 另外一名牙役 有点忍不住了 骂道 不懂这里的规矩 就别告状 该去那里 就去那里 他们遇到要赶人的意思 晴天却是没走 问道 这告状还需要规矩 是赐师傅那个大人规定的 还能那个大人规定的 一直一来 这里都是我们别家大人长事 你要告状 就要懂规矩 不懂规矩 就赶紧滚蛋 牙役说着 伸手要把晴天推开 不过他刚出手 旁边的胡十八 直接就抓住了他 赫道 大胆 敢碰我家公子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说完 胡十八才 直接把他给扔出去 那个牙役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屁股就直接被摔成了两半 哎呀 哎呀 敢在官府门前大人 真是反了天啊 来人啊 快来人啊 被打的牙役嗷嗷地叫着 很快就有几个牙役冲了出来 把晴天他们给包围了起来 这种架势 其他人看到肯定慌了 晴天等人 就跟没事人似的 甚至还露出了一丝轻笑 你们刺师傅的别架是谁 让他出来 晴天冷冷说了一句 那些牙役却是呵呵一笑 你以为你是谁 想见我们别架大人 就能见到吗 打了人 今天你们别想走了 都去大牢里待着吧 说完 几个牙役立马便动手起来 不过他们刚冲过来 就被胡十八三拳两脚的给解决了 一群牙役躺在地上嗷嗷直叫 痛得不行 晴天看了他们一眼 道 去把你们的别架叫出来 不然今天我打不死你们 后面的话有点冷 带着无尽杀气和威严 晴天的气势爆发出来后 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承受的 那些牙役浑身一冷 打了个哆嗦 紧接着也不敢多言 立马有人灰溜溜地跑回了府衙 去跟刺师傅别家报兴去了 不多时 一个身材肥胖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他出来的时候 还有点愤怒 谁 谁这么大胆 敢在刺师傅门前闹事 中年男子养得很白 走起路的时候 脸上的横肉来回颤抖着 越看越像猪屁股 晴天撇了撇嘴 道 我 中年男子望向晴天 道 你是何人 竟然这般大胆 敢在这里闹事 晴天怂怂间 我是晴天 这个名字说出来后 一众人顿时一愣 紧接着 那个中年男子就傻眼了 你 你说 你是谁 这个时候 胡适八鹤道 我家公子的名字 需要说第二遍吗 中年男子额头冒汗 连忙第三下四地跑了过来 哎呀 原来是晴晓公爷 下官不知晴晓公爷来了 还请晓公爷恕罪 这些牙医不懂规矩 得罪了晴晴天 晴天悉怒啊 中年男子赔礼道歉 晴天却是并无丝毫的改变 道 怕是本官不懂这里的规矩吧 忘了 拿东西来孝敬 听到这话 中年男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肯定是那些人又要钱了 他的心里很是不安 道 小公爷 您说的这是什么话 下官完全不懂 真的完全不懂吗 不懂 这个时候 也只能装聋作哑了 只是他在晴天面前做这些 未免太高估自己装聋作哑的本事了 不懂的话 那你以后就不要当这个别价了 该滚那里 给本官滚那里 晴天说着 便直接向刺尸府内走去 这里面跟外面也差不多 都是有点破败的 而那中年男子 却是慌了神 连忙追了上去 道 小公爷 小官错了 下官知错了 还请小公爷饶了我这一次 精灵城官府的权力 虽然不是很险 但别价这个官还是很不小的 而且 以后还有可能升迁 自己在这个位置上坐着 以后就有希望 但如今若是当不成这个别价 那他这一辈子 就都没有希望了 只不过 他虽然苦苦哀求 晴天却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似的 丝毫不为之所动 胡适八更是在那个别价 跟着跨境府衙的时候 伸手将他给拎了起来 紧接着就给扔了出去 我家公子的话 你没有听到吗 按理说你这样的官员不为民做事 连告状都要孝敬的人 把你官押大牢都不为过 现在只是撤了你的官职 已经是便宜你了 再不拾去 休怪我们不客气 胡适八大骂了几声 那别价被摔在地上之后 疼得呲牙咧嘴的 此时的他看到这种情况 也不敢再多言了 只能强忍着疼痛 愤愤地离去 晴天等人进入了刺师府 一众牙役在后面跟着 个个都十分地谨慎小心 生怕那一点 惹了晴天不高兴 他们刚才已经看到晴天的威严 那种霸气 绝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 他们若是得罪了晴天 下场只怕会更惨 小公爷 可要小的给您安排房间 牙役刚才得罪了晴天 现在都担心得要死 所以现在都想要献殷勤 晴天见他们这个样子 倒是十分满意的 那别价只是要孝敬 并不算多大的过错 并不足以革职 不过他还是这样做的 目的很简单 那就是想要震慑一下府牙的人 想要让官府在金陵城 建立威严和威信 首先 他晴天就得在次师傅 有威严和威信 只有这样 他的话才会有人听 他的命令也才算是命令 不然他说什么 别人都荡耳旁风 你这官府的威严和威信 又如何建立 如今这些人 也许只是因为害怕 才这个样子 但至少他的目的达到了 安排一下住处吧 明天本官再重新安排事情 今天太晚了 很多事情都来不及做 而且很快就要宵禁 就算有事情也不能做了 那些牙役 见晴天并无怪罪他们的意思 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于是连忙下去 给晴天他们安排住处去了 却说 晴天在次师傅休息的时候 那个刚刚被隔职的别架 却是纷纷不平地来到了成东 成东是伯爷的地盘 他刚进来 就有人赢了上棋 袁大人 您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虽然已经天晚 是宵禁时候 但成东有一片区域 却是相当的热闹 这里好像根本就不管什么宵禁不宵禁 因为这里是成东伯爷的地盘 这个别架名叫袁一刀 此时他脸色难看 道 伯爷在吗 在 您要找到 对 有大事 听到袁一刀说有大事 那个人也就没有迟疑 连忙领着他 进了一个胡同 然后转身又进了一个宅院 宅院很大 甚至可以 说是别有洞天 在这秋末时节 这里的秋景很是明显 但同时也美得出奇 进入之后 袁一刀并没有左顾右盼 直接来到了一个小院 小院内 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 那是女人的嬉笑声 很显然 伯爷在玩一些 所有男人都喜欢玩的游戏 不过 袁一刀来了 那个人还是连忙进去通病 伯爷 袁一刀来了 里面的男子 身材略有点矮小 旁边的女人 都比他要更为高大一些 不过在这个男人面前 这些女人却是温顺地 像个小绵羊 伯爷听到袁一刀来了 有些厌烦地翻了个白眼 不过按照以前的规矩 除非有大事 所以虽然觉得袁一刀扫了他的哑信 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让他进来 不多时 袁一刀走了进来 伯爷手里把弄着一个女人的胸前 一边望着 袁一刀问道 出了什么事啊 袁一刀道 伯爷 你大祸临头了 这话出口 伯爷眼眸一宁 好似要暴怒 竟然有人敢说他大祸临头 不过 能坐到他这个位置的人 是经历过很多事情的 城府自然也深不可测 所以 他也只是眼眸一宁 随之 就又恢复了过来 袁一刀谦笑 以后别叫我袁一刀了 我已经不是金陵城 别嫁了 听到这话 伯爷神色才有点在意 道 怎么回事 见伯爷上心了 袁一刀才终于开口说道 晴天来了 来金陵城认刺史 而他一来 就把我这个别嫁给踢了 如此 他来金陵城的目的 怕是不言而喻了吧 整治金陵城 而伯爷在金陵城 也算是一霸 那个时候 肯定是少不了他的 袁一刀的话不多 意思却十分地清楚明白 伯爷的眼眸露出了一股沙气来 不过很快 他又看了一眼袁一刀 道 晴天来了 金陵城恐怕就要变天了 这是 我知道了 你现在可以离开了 作为被晴天赶走的人 他伯爷还是不敢 或者不想收留的 至少他不想成为晴天第一个敌人 听到这话 袁一刀就明白了伯爷的意思 不过他也不生气 他知道自己如今的处境 怕是谁都不敢收留他吧 不过 让伯爷知道这是也好 以他对伯爷的了解 伯爷只怕会提防晴天 甚至找机会给晴天下套 弄死他 如此 他也算是大仇得报了 他来这里 本来就不是寻求庇护的 而是要挑起这些人 跟晴天的争端 而他 好看一场好戏 如此 那我就告辞了 袁一刀说完就走 晴天等人在刺尸辅助了下来 这里有点破败 住的地方并不是很舒服 不过他们在船上待的时间挺久的 这一路也算是十分疲惫 所以还是很快进入到了梦想 四日一早 晴天醒来之后 就把罗黄叫了来 我们的兵马 还要多久才能够赶到 金陵城局势复杂 没有他的那些兵马在手 很多事情都不好做 罗黄道 最快也得后天才能到 他们走水路 相对要快一点 所以他们的兵马在后面 就算以最快的速度赶路 也要后天才能够赶到 听到自己的兵马后天才能到 晴天就微微醋眉了一下 随之 就又点了点头 既然后天才能到 那我们就后天再出手吧 今天做些其他事情 说完 晴天把府上的牙翼叫了来 对他们吩咐到 去把通判殷商叫来 对了 还有他的女儿 也一并叫来 牙翼不知道 晴天为何还要把烟红给叫来 但他也不敢多问 生怕惹了晴天不高兴 点点头后就硬了下来 与此同时 晴天又找来牙翼吩咐到 把刺史府所有的卷宗 都给本官拿来 本官要重审这些案子 像金陵城这般混乱的地方 只怕冤假错案是不少的 大牢里面关押的 怕也并不都是犯人 如此一来 他这个刺史 就需要做点什么了 在刺史府的威望有了 但在民间百姓 那里的威信却还没有 他需要做点什么 虽然 他晴天的名头很大 但若不做事 百姓也不会认可 你以前做的那些事情 金陵的天气有点阴沉 风吹来也带着凉意 晴天并没有在刺史府等太久 很快 殷商带着自己的女儿燕红 就赶了来 他们赶来之后 并没有立马见到晴天 而是被人领到了客厅 他们在客厅做了片刻后 晴天才走来 晴天刚进客厅 那燕红就一脸惊讶地站了起来 嘴巴也长得很大 秦 秦公子 你怎么 说到这里 燕红又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 连忙改口道 原来秦公子就是秦小公爷 此前不知小公爷身份 还请小公爷多多恕罪 燕红的一套表情下来 给人的感觉 就好像是突然发现了什么真相 晴天笑了笑 燕红姑娘不必如此 若非你让我们乘船 我们那天晚上 非得挨饿兽雨淋不可 可以让晴小公爷受了一些惊吓 如果不是我们 小公爷也不会遇险了 这事 燕红应该隐瞒才行 但这个时候 他却主动说了出来 这让殷商心头微微一沉 万一晴天发现了什么怎么办 万一他知道这是他们的借刀杀人计 那可就坏事了 不过 他转念一想 晴天那么聪明的人 你若是不说 他反而会怀疑 说了 倒真像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个倒是无妨 本大人来金陵城 就是要整治金陵城的 很多事情 都是要亲身调查一下 如今知道秦怀河被吞金帮霸占 也算是了解民情了 等找个机会 本官就要对他们动手 跟燕红这样叙旧一番后 晴天才将目光投向殷商 而这个时候 殷商才连忙开口 小女无知 若是那里得罪了小公爷 还请小公爷见谅 燕红一脸正气 给人的第一感觉 就像是个好官 晴天笑了笑 这个倒是没什么 本官出来 便发现这次师傅百姓告状 竟然还要收钱 如此的话 百姓有冤情 如何深冤 虽是笑着的 但晴天的话却十分的严肃 而且还带着一骨子冰冷 那种让人冷到骨子里的冷 殷商突然发现 晴天叫他来 不是为了跟他套关系 而是为了找他的麻烦 果不其然 晴天继续说道 殷大人作为次师傅通判 对于此事 应该不会不知吧 殷商却也不急 说道 此事下官是知道的 不过下官就只是一个小小的通判 管一些刑御案件 这孝敬的事情 下官想阻止 却也是无能为力的 这事是袁一刀做的 他管不了 他把事情都推到了袁一刀身上 晴天看了一眼殷商 好像想要看清楚 殷商之言是不是真的 而片刻之后 他又露出了一丝淡笑 道 本官准备调查一下 金灵城的刑御 看看有没有冤假错案 这是殷大人管的事情吧 若是这金灵城冤假错案很多 本官也是不饶你的 听到这话 殷商的脸色才变得有点苍白 原来晴天在这里等着他呢 而知道晴天的意思后 他就有点担心起来 金灵城的冤假错案 只怕还不少呢 晴天发觉之后 会不会对他有所惩罚 他本以为自己女儿 跟晴天有了关系后 晴天应该会对他态度好一点 不曾想 晴天完全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 一点都不念情面啊 秦小公爷 金灵城的冤假错案很多 只要小公爷想复查 下官可以立马把这些冤假错案 全部给您拿出来 殷商并没有辩解 更没有隐瞒 而是直接把金灵城 有冤假错案的事情给说了出来 他知道 只有这样 才能够消除晴天对他的戒备之心 晴天听到这话后 有点意外 道 殷大人这是何意啊 殷商道 下官掌管刑御 对于各种案件的情况 可以说是十分清楚明白的 奈何下官官知晓 处处受冤一刀打压 所以 就算明知道一件案子有冤情 可冤一刀要判 下官也是 一点办法没有 不过那些案子 下官都记了下来 只能找个机会 替那些人翻案 如今小公爷来了 那些人的冤情 终于可以招选了 殷商说的 就好像他是一个处处受冤一刀打压 志向不得伸长的人 不仅让人对他提不起恨以来 反而会同情他 晴天听他这样说完之后 犹豫了一下 而后说道 原来如此 那本官从现在开始 就对那些冤假错案重审一下吧 殷大人对那些案子最为了解 也来帮忙 如何 这个自然没有问题 这样说好后 殷商便连忙把那些冤假错案 给晴天挑了出来 这么一挑之后 晴天发现 竟然真的有很多 而这么多案子 就算他不怎么休息 只怕也好三四天 才能够重审完吧 如果有一些案子有一点的话 可能需要的时间 要更为长久一点 就这 还是殷商把冤假错案给 直接拿出来了 他要是没拿出来 自己不知道要弄到什么时候呢 冤假错案的卷宗拿出来后 晴天他们便开始重新审理案子 这些案子 很多都比较清楚明白 只是前面的官员因为一些原因 故意错判 如今晴天把证据什么的看过之后 给拨乱反证就行了 这样 晴天一整天都在处理这些案子 可以说是片刻没有停歇 而晴天处理这些案子的时候 四十府大堂外面 站着很多百姓 他们有跟案件有关的 有的是看热闹的 当他们看到 晴天为他们老百姓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都很激动 早就听说秦小公也是个好官 不仅能打仗 还能治国 对百姓也好 今天一见 果然如此啊 谁说不是 小公爷刚来第一天 就为我们百姓做这些事情 试问那个官员能够做到 就是 就是 只有欣喜百姓之人 才会迫不及待地 为我们百姓做这些事情啊 百姓议论纷纷 晴天直到黄昏落尽的时候 才终于结束这天的重审 而重审结束 他整个人都感觉十分的疲惫 疲惫的都有点不成样子 不过 看到那些人的冤情 得到张身之后的喜悦 他觉得 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黄昏落尽 殷商回到了 二 他的女儿 早已经在等着他了 父亲 那些冤假错案 殷商笑了笑 都是真的 那些的确都是冤假错案 在这件事情上 他还不敢耍什么花招 谁不知道 晴天很会破案 要真的案件有问题 是难不住他的 而那个时候 被晴天发现了什么 那他 还是要受惩罚 所以 在这件事情上 他说的都是真的 那父亲 可是在这些冤假错案上 做了手脚 听到这话 殷商笑了笑 看来一切都瞒不过你啊 不错 那些冤假错案 我的确都有做手脚 那原一刀 跟伯爷的关系不错 此前可没少帮伯爷 压下一些案子 我的那些冤假错案的 卷宗里面 有一些牵扯到了伯爷的人 晴天要替人申冤 就绕不过伯爷 到时候 晴天跟伯爷 必定起冲突 那时 王爷交代的事情 我们也就可以完成一件了 淮南王早已经派人 送来了消息 要他挑拨晴天 跟其他几个人的关系 烟红听完 点了点头 看来晴天想把这精灵城 给治理好 还真是任重道远啊 也许就是明天吧 殷商点点头 明天差不多 就能够审到那些案子了 明天肯定特别的有意思 对于此 殷商还是有点小期待的 看着晴天跟伯爷过招 肯定特别的有趣 一夜无话 次日一早 晴天他们早早地就起床了 然后便又开始 审理那些冤假错案 不过 他还没有怎么开始审理 一群百姓 突然从外面喊了起来 大人 您可要替我们申冤啊 冤假错案是以前的案子 现在 有人要现场申冤 晴天宁眉 犹豫了片刻 点了点头 道 让他们上大堂来 吩咐下去后 那些人很快就被牙医带了上来 这些人很多 其中有一个晴天 好像还有点印象 但却不知道 在那里见到过 你们有何冤情啊 晴天询问 很快 这些人就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 小公爷 我们要状告孙侄 他仗势欺人 把我们的店铺都给砸了呀 是啊 他来买东西 从来不给钱 而且还经常打我们 请小公爷替我们做主 这个孙侄 欺男霸女 甚至还把我的女儿给逼死了 大人要替我那苦命的女儿做主啊 这些人都是来转告孙侄的 而他们这样开口之后 晴天才终于想起来 原来那个人就是他们来的那天 被孙侄砸垫的那个店铺的主人啊 昨天他为很多人深渊得雪 这些人肯定是以为有晴天在 可以为他们做主 所以才跑来的 而晴天本来就是想对孙侄动手的 他要看看淮南王的情况 如今这些人来告状 可以说是再好不过了 而这个时候 站在旁边的殷商 却是眼眉微宁 本来今天他是要看 晴天和博爷之间的矛盾的 不曾想 却半路杀出来的孙侄 如此的话 晴天岂不是要跟淮南王对决 他把麻烦找到了淮南王身上 那淮南王还不得生气啊 殷商隐隐有一点不安 但在这样的场合下 他却还是保持着镇定与平静 想着看看待会能不能静观其变 这事 最好不要惹到淮南王身上 那孙侄虽说是淮南王的老丈人 但他相信 淮南王应该也不会在意孙侄的生死 百姓还在继续说着 孙侄虽说不是金陵城四大恶人之一 但他的罪行 也是有点庆竹难书的 听的人浑身都要冒火 晴天他们是早知道 孙侄不是好人的 只是如今听这些百姓说完之后 他才发现 孙侄的罪行 比他们想象中的 要恶很多 公子 这个孙侄简直不是人啊 绝不能饶他 胡识早就是想对孙侄动手的 如今又听了这些百姓的话 他就更想教训孙侄了 晴天这里也没微微一宁 道 来人 去传孙侄 话音落下 大殿上的牙役 竟然没有一个动身的 很显然 他们也知道孙侄的身份 作为一个牙役 他们那敢去得罪淮南王的老丈人 看到这种情况 整个大唐都突然变得尴尬起来 晴天脸色有点难看 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威望 还是有点不够 这些牙役也指望不上 他看了一眼胡识八 胡识八明白 之后就站了出来 所有牙役 跟我走 胡识八喊了一声 其他牙役犹豫了一下 如今有人带头 那他们跟着去 好像也没有什么吧 而且 胡识八的厉害 他们都是知道的 相互张望了一下后 他们便跟着 胡识八去了 殷商看到这个 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急切 但随之又恢复了平静 整个大堂内外都有些喧嚣 大家忍不住的议论纷纷 好啊 秦晓公爷就是厉害 连孙侄都敢动 你也太小看秦晓公爷了吧 秦晓公爷可是从长安城来的 什么人没有动过 那孙侄算个毛啊 就是 就是 这一次啊 那孙侄总算要遭殃了 那是 任何恶人遇到了秦晓公爷 都得遭殃 对于晴天 百姓是百分之百信任的 而这个时候 胡识八已经带着那些牙役 来到了孙侄的府上 成为了淮南王的老丈人 孙侄的府邸看起来也气派了许多 甚至堪比金陵城赐石府 胡识八看到孙府之后哼了一声 然后就直接进了孙府 孙侄早已经听到了消息 他有点气愤地冲了出来 什么时候 赐石府的人这么大胆了 竟然敢擅闯 我孙侄的府上 知道我是谁吗 孙侄大骂 胡识八却是呵呵一笑 管你是谁 有人报案 说 你在金陵城无恶不作 新任刺史要拿你问话 跟我们走一趟吧 孙侄并没有太过紧张 这种事情 以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但他连赐石府都不用去 只要搬出淮南王的身份来 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呸 要去跟你们走一趟 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啊 我告诉你们 我是淮南王的老丈人 你们谁敢动我 你们动我一下试试 这句话以前很管用 以前的那些牙医 听到这句话后 立马就怂了 淮南王啊 那可是在淮南地界霸主级别的存在 谁敢动他的老丈人 动了他 就等于打了淮南王的脸 就算淮南王不在乎一个老丈人的死活 但他总得在乎自己的脸面吧 但几天 这句话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 胡十八更是呵呵一笑 道 带走 那些牙医听完之后 就要上前 但这个时候 孙府的家丁却是突然冲了过来 谁敢动手 谁敢动我们家老爷 家丁很彪悍 胡十八宁眉 上前伸手抓住了一人 直接就给扔飞了过去 把那个人给扔得顿时昏厥 谁敢拦着 就是这个下场 把孙侄给我带走 那些家丁 被胡十八的一手给震惊到了 虽然没有被打 却真的不敢动手 那些牙医上前就把孙侄给抓了起来 这个时候 孙侄才算是真的慌了神 你们 你们会后悔的 快去告诉王爷 就说我被人给欺负了前面的话 是对胡十八和那些牙医说的 后面的话 是对他府上的下人说的 不过对于此 胡十八并没有阻拦 他的目的只是孙侄 只要能够带走孙侄就行了 孙侄被带走 他的下人 则急匆匆地向王府赶去 淮南王府很大 大得有点没边 孙侄的下人进去之后 到孙侄女儿的闺房 都走了差不多一炷香的时间 等他把情况跟孙侄的女儿说完后 孙非的眼眉顿时就横了起来 大胆 还反了他们了 连我父亲也敢抓 气愤的孙非急匆匆去找淮南王 而此时的淮南王 正在书房 最近一段时间 孙非有点不得宠 所以平时没事的话 他也不敢来烦淮南王 但如今自己老爹有难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来了 王爷 孙非在书房外面哭哭啼啼地喊着 淮南王的书房 是不允许其他人随便进入的 淮南王在里面 听到外面有人哭 不由的就有点凝眉 何人在外面哭泣 这个时候 一名侍女连忙应道 王爷 是孙非 孙非 淮南王一时间没有想起来是谁 作为王爷 他的女人还是很多的 而这个孙非 更是早被他冷落许久 所以一时半会没有想到 但到底是跟过自己的女人 片刻后 他便有了印象 他来这里哭泣做什么 语气之中 并无丝毫情感 对于已经被自己冷落的女人 淮南王很少会再动感情 听说是他的父亲孙侄 被秦天的人给抓了 他来求王爷 秦天 对孙侄淮南王 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秦天就不一样了 秦天在这个时候 来金陵城任职 就算他不确定 秦天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就秦天之前抓了他姐夫这件事情 他都不能跟秦天算完 仇事一定要保的 他没有想到 这是跟秦天有关系 让他进来 书房的门枝压一声开了 孙妃直接哭着就扑了进来 王爷 您可要替臣妾的父亲做主啊 那秦天太欺负人了 孙妃把情况说了一下 淮南王在思虑之后 将孙妃喊了起来 道 好了 此事本王知道了 我会派人去一趟刺势府的 你可放心 你父亲不会有事 孙侄的死活 淮南王并不关心 甚至孙妃的死活 他也不关心 但秦天在明知孙侄 是他老丈人的情况下 还把孙侄给带走了 这就有点刺激到他了 他可以这样怀疑 秦天抓走孙侄 是对他淮南王的下马威 是想探听一下 他淮南王的反应 自己若是什么都不做 那未免丢人了一点 也太让秦天嚣张了一些 他还没来得及 给秦天下马威呢 秦天倒先给他来了一个 这怎么能行 孙妃听到这话 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他虽然只是一个女人 也知道男人好面子 他在叙述的时候 也多有说 秦天不顾自己父亲 是淮南王的老丈人这件事情 仍旧把他父亲给抓走了 如此一来 淮南王能放过秦天才怪 孙妃起身离去 淮南王这里 很快派人把张青叫了来 你去一趟刺师府 让那秦天放入 怎么做 应该不用本王教你吧 张青是淮南王里安的谋士 他是个极其聪明的人 淮南王的意思 他自然明白 就孙侄不是目的 试探一下秦天才是真的用意 王爷放心 属下明白 这样说完之后 张青便直接抽身退去 而这个时候 胡适八已经把孙侄 给带到了次师府的大堂之上 而他到了之后 还仍旧嚷嚷个不停 好大胆子 你们好大胆子 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孙侄 我是淮南王的老丈人 你们敢动我 你们就等着去死吧 孙侄说个不停 颇有点喋喋不休的感觉 而旁边的百姓却是振奋不已 不是吧 真的把孙侄给抓了来 秦小公爷好厉害啊 以前的牙医去抓孙侄 就没有一次是成功了 谁说不是 秦小公爷是谁啊 会怕一个区区的孙侄 就是 就是 今天这个孙侄要遭殃了 真是大快人心啊 小公爷真是青天 百姓议论纷纷 秦天这边 却是瞪了一眼孙侄 孙侄 有人状告你弃压百姓 甚至还逼死过人 打砸过别人的店铺 这些罪名 你可都认啊 孙侄根本没把秦天放在眼里 如今面对秦天的这一番话 他也不紧张 道 都认 这些事情我都做过 你能把我怎么样 这些事情 瞒也瞒不住 倒不如直接说出来 而且 他对自己的身份 还是很自信的 他料定 秦天不敢把他怎么样 而秦天这里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他本以为事情会麻烦一点 但现在看来 事情比他想象中的要容易一些 这个孙侄就这么承认了 那就好办了 金陵城次师府大唐 孙侄狂傲无比 对于自己做过的事情 供认不讳 秦天眼眸微微一宁 突然喝道 好你个孙侄 竟然如此欺压百姓 甚至还逼死过人 本官若是饶你 大唐律法何在 天理何在 这么一声喝后 现场众人顿时觉得 浑身热血都是沸腾的 而那孙侄 却是身子颤抖了一下 说实话 他被秦天的气势给吓到了 万一秦天真的要惩罚他 该怎么办 就在孙侄担忧的时候 秦天再次开口道 来人 将孙侄给我当堂打五十大板 而后押入大牢 听后发落 声音落下 立马就有牙医 要上前用刑 孙侄额头直冒冷汗 连忙就挣扎起来 你们 你们谁敢 我可是 王爷的老丈人 你们吃了雄心豹子党啊 敢打我 五十大板下去 基本上能把他打残废 不过 不管孙侄怎么挣扎 都没有用 那些牙医 现在受了秦天命令 是肯定要打他的 很快 孙侄就被人给 摁在了一个木椅上 不过 就在牙医准备动手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助手 声音落下 便看到一名男子 带着几个人走了进来 这男子气势不凡 显然不是普通人 后面跟着的人 也都各个精神抖擞 看到这个人后 孙侄顿时欣喜不已 张青 你来了 你终于来了 是不是王爷 让你来救我的 好啊 好啊 我终于可以报仇了 张青的到来 吓得那些牙医 连忙后退了两步 松开了孙侄 孙侄趁着这个空挡 便要站起来 不过 他刚要站起来 旁边的胡十八 一脚把那木椅踢开 孙侄身下没有支撑 扑通一下就扑到在了地上 胡十八 更是一脚踩在了他的后背上 晴天没说话 谁敢走 胡十八一脚踩住孙侄 任那孙侄如何挣扎 都逃脱不得 甚至他越挣扎 胡十八就踩得越近 踩得他浑身疼痛 熬叫不止 张青 快 快救我 孙侄见逃脱不得 只能央求张青 张青瞥了一眼孙侄 并没有搭理他 而是抬头看向晴天 道 晴小公爷 这孙侄乃是我家王爷的老丈人 还请你看在我家王爷的份上 饶了他吧 来了之后 张青便直接说明了来意 而且把淮南王李安给搬了出来 他就是要看看 晴天给不给他家王爷面子 晴天嘴角露出一丝倾笑 按理说 淮南王的人来了 本王应该给这个面子 只是本王给这个面子 我大唐的律法 不给这个面子 你说 这可如何是好 听到这话 张青也没微宁 道 小公爷的意思 是不肯放入了 晴天点点头 放了人 我大唐律法何在 大唐律法若是没有了 我大唐会成为什么样子 本官受圣上之命 来到了精灵城 肯定是要为这里的百姓 做点事情的 晴天 你可要想好了 得罪了王爷 张青话还没有说完 胡十八突然一巴掌抽了过去 直接抽掉了张青几颗门牙 好大胆子 你算哪根葱 竟然敢直呼我家公子的名坏 胡十八暴怒 张青的嘴角流着血 他一下子被人给抽猛了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现在他整个人的耳朵 都是嗡嗡作响的 而这一幕 其他人看到之后 都有点傻眼 不 不是吧 连淮南王的人都敢打 这有什么不敢的 秦晓公爷是什么人 他会怕淮南王吗 就是 就是 这个张青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打得好啊 百姓兴奋不已 张青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个时候 其他牙医已经提着板子 朝孙侄打了过去 张青都被打了 他那里还敢废话 只是不停地哀嚎着 整个次师傅大堂之上 惨叫之声连连 等五十大板打下去后 张青整个人的屁股都被打烂了 他整个人更是接连昏厥了两次 而这个时候 张青才终于清醒过来 握捂着自己的脸 等着秦天 眼神之中满是杀气 好 好 你 你会后悔的 你给我等着 他也知道 秦天不给淮南王面子 他也就不了孙侄 所以他只能离开 不过 他刚说完 秦天就喊住了他 先别急着走 你这般扰乱公堂 也是大罪 要挨板子的 花音落下 旁边的牙医不做迟疑 直接就逮住了他 而后一人一脚 把孙侄踢开 把张青替换了上去 片刻后 整个大堂之上 就又是一声声的惨叫了 大堂外面的百姓 看到这一幕幕后 都震惊不已 也兴奋不已 小公爷好样的 打得好啊 小公爷好厉害 连淮南王的人都敢打 那小公爷肯定是存心 为我们这些老百姓 做主了呀 谁说不是 小公爷是个好官 小公爷是青天大老爷 百姓高呼 青天这边 打完人后 就直接命人 把张青给放走了 至于孙侄 则被押入到了大牢之中 放走张青 自然是要他回去 让淮南王看的 淮南王派他来 不就是想看看 自己的态度吗 那他就给淮南王 一个下马威 让淮南王知道他的态度 若是张青不回去 那淮南王看什么呀 张青离开之后 秦天这里并没有 再继续审理下去 因为他知道 打了孙侄和张青 就等于狠狠地 抽了淮南王一巴掌 如此的话 淮南王肯善罢甘休才怪 现在 他得好好休养一番 等着应付淮南王的 狂风暴雨 这个时候 殷商的脸颊 则微微抽出了一下 如今发生了这种事情 他可真是辜负了 淮南王的重托的 本来想让秦天 跟其他人闹矛盾 结果其他人没有闹成 反而先跟淮南王闹上了 殷商很纳闷 事情怎么就发生到了 这种地步呢 是那个张青不长眼啊 还是他低估了 秦天对待敌人的手段 反正现在 事情有点失控了 淮南王知道张青被打 秦天不给他面子后 他会怎么做 清零刺食府吗 淮南王府 淮南王对于刺食府的事情 并没有多少担忧 在他看来 张青去了之后 很快就能够解决孙侄的事情 虽说他不在长安城 但秦天应该还会 给他这个面子吧 他在淮南之地尊贵惯了 觉得谁都应该给他面子 不过 就在淮南王这样想着的时候 张青被人给抬了回来 作为淮南王的谋士 他还从来没有被人打过 所以现在的张青很忧怨 很委屈 王爷 王爷啊 看到张青的模样 淮南王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问道 怎么回事 不是让你去刺食府救人吗 怎么自己成了这个样子 王爷 那秦天 那秦天好猖狂啊 一点面子不给 属下去了之后 刚说了几句话 就挨了秦天下人一巴掌 张青把他在刺食府受辱 和挨打的事情说了一遍 而且说得有点添油加醋 以至于他说完之后 淮南王李安顿时 有点暴跳如雷的感觉 什么 秦天竟然这般不给本王面子 连本王的人都敢打 可恶 可恶 淮南王震怒 大骂不已 这样骂完之后 他更是气得连忙吩咐道 来人 给本王集结兵马 直奔刺食府 秦天已经彻底地激怒了他 他要用自己的兵马 来震慑一下秦天 让秦天向他服软 此时的淮南王 还没有失去理智 他很清楚 秦天在李世民心目中的地位 所以 让秦天服软就行了 他并不会杀了秦天 几百名侍卫 很快集合完毕 而后跟着淮南王 直接向刺食府赶去 金陵城的百姓 发现这个之后 都很震惊 哎呀 秦小公也要遭殃了 刚才过去的 好像是淮南王啊 谁说不是 秦小公也打了淮南王的人 那就等于是 打了淮南王的脸了 他不生气才管 就是 就是 可怜的小公爷啊 刚我们我们百姓做了好事 然后就遭殃了 百姓们都很同情秦天 在他们看来 淮南王带着兵马去刺食府 秦天肯定是要被欺负的 他们这些百姓 做不了其他事情 只能跟着去围观 刺食府外很热闹 从秦天开始重审案件之后 这里就很热闹 虽然现在暂停重审 但很多百姓并没有离开 他们在等 等秦天重新开审 等淮南王的到来 很快 淮王带着兵马冲了过来 门口早有人盯着 看到淮南王和他的兵马后 那人立马跑了进去 小公爷 大事不好 淮南王来了 而且还带有兵马 听到淮南王竟然带着兵马来了 秦天嘴角抽搐了一下 显然 淮南王这是自知理亏 所以想要用武力来逼他屈服 不过 淮南王把事情想得也太简单了一点 走 会一会淮南王去 说着 秦天起身向外面走去 还没走到外面 淮南王已经带着兵马冲了进来 有淮南王在 刺食府的人倒也拦不住他 看到淮南王后 秦天立马就笑着迎了上去 哎呀 淮南王大驾光临 本官有点有失远营啊 只是不知淮南王来我这次师府 怎么用这么大阵仗 秦天好像根本不知道 淮南王为什么来 他好像转眼就忘记自己 打了张青的事情 而淮南王凝视秦天 眼眸之中杀气很浓 秦天 你好大胆子 为何要打本王的人 你这般羞辱本王的人 可有把本王放在眼里 秦天神色微微一动 道 王爷这样说 就有点不对了 本官 按照我大唐律法行事 何来羞辱一说 王爷说这话的意思 是你淮南王可以不遵循 我大唐律法了 说到这里 秦天声音一沉 又道 那本官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王爷要造反了 这话出口 淮南王整个人都愣了一下 造反两个字 是他内心的顽疾 此时被秦天说出来 真的是让他的心扑通扑通 直跳的 哼 胡说八道 一派胡言 本王只是看不惯你秦天的 所作所为罢了 那孙侄就算有罪 你也不至于迁怒本王的人吧 为何打那张青 秦天怂怂间 张青扰乱大唐 扰乱本官审案 这也算是有罪的 本官打他一顿 好像没什么问题吧 不把他给抓到大牢里去 已经很不错了 此时的秦天 话里话外都是轻视张青的感觉 淮南王听完之后 顿时大怒 秦天这简直就是在故意气他 于是不会有的大声喝倒 秦天 今天本王给你两个选择 一放了孙侄 向张青赔礼道歉 二 本王今天就代替圣上 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个狂妄的家伙 话音落下 淮南王带来的人皆是上前一步 气势逼人 好像秦天若是不放入道歉 让淮南王把这个面子找回来 他们真的会冲上来的 而就在他们上前一步的时候 胡十八突然将大刀插在了地上 紧接着 整个地面都仿佛抖动了一下 谁敢无礼 我的大刀可是不长眼的 一声爆喝 淮南王的人顿时吓得心肝乱颤 不过 淮南王在这里 他手下也有几百人呢 断不会被胡十八的一声大喝就吓到 而此时 淮南王眼眸凝重 杀气逼人 整个次师傅的气氛 显得颇为消杀 仿佛一言不合 他们就真的会动起手来 秦天不想动手 因为他现在势力薄弱 真的激怒了淮南王 他们是要吃亏的 淮南王对于此道无所谓 他是想谋反不假 但打了秦天 也不等于就是谋反 现在 他只是在给秦天选择的时间 直到他等得不耐烦 一阵风吹来凉意 淮南王有点等不下去了 他挥手 紧接着 他的兵马就要冲杀过来 他真的要教训秦天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次师傅外突然传来阵阵脚步声 然后便看到一只兵马 从外面冲了进来 谁敢对我家小公也无礼 话音落下 那冲进来的兵马 直接将淮南王 以及他的几百号人 给团团包围了起来 局势随之而变 秦天的兵马 终于赶到了金陵城 金陵城 次师傅内 气氛鬼绝 秦天神色平静地站着 胡十八等人 将他团团保护了起来 淮南王李安的兵马 将他们给包围了起来 而秦天的兵马 又把淮南王他们 给包围了起来 大家相互张望 谁都没有想到 会是这种情况 本来以为 淮南王带着兵马 前来逼迫秦天 秦天怕是要遭殃 可谁曾想 秦天的兵马 竟然也赶了来 然后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以现在的局面来看 秦天稳居上风 秦天 你敢对本王动手 对王爷动手 绝对不算是一件小事 不过 面对淮南王的贺问 秦天却是神色平静 道 王爷说笑 本官何时对王爷动手了 秦天真的没有动手 就算他的人 已经把淮南王给包围了起来 他们也还没有动手 不过 淮南王若是动手了 他的人肯定也会动手 现在的情况 就看淮南王怎么选择 他若质疑 要用武力来解决这件事情 那秦天也只能防卫了 不过 像这种情况 只要淮南王不傻 他就不会动手 而他现在所需要的 只是一个台阶罢了 一个让他离开很有面子的台阶 在淮南王看来 秦天这样的聪明人 也肯定不想把事情闹大 既然不想闹大 秦天就应该给他一个台阶下 不然他带着兵马来了 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就走了 那岂不是很没有面子 他觉得 秦天肯定会给他一个台阶下 可是 秦天往那里一站 似乎并没有要说点什么 好让他找回点面子回去的意思 就好像 只要他淮南王想站 他秦天立马就会应战的感觉 好像 秦天已经掌控了局面 他就不需要再讨好 他这个淮南王了 淮南王的脸色微微一沉 秦天这个人 有点不上道 秦天 如今这种局面 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淮南王开始提醒秦天 给他一个台阶 秦天却是怂怂间 道 有什么好说的 路就在这里 王爷想走就走 不想走 我也随时奉陪 很直接的话 却是完全不顾淮南王的感受 他这话说完 淮南王就有点怒发冲冠了 不过 在这样的局面下 淮南王还真不敢动手 真的动手 秦天若是伤了自己 那可如何是好 说不定李世民正想杀了他呢 如此的话 就算李世民最后会怪罪秦天 怕也不会把秦天怎么样 如此他若动手 反而划不来了 思虑片刻 淮南王哼了一声 随即带着自己的兵马 离开了刺石府 淮南王来势汹汹 去的时候 却是全无了气势 刺石府外的百姓 看到这种情况 都有点震惊 不是吧 连淮南王也不能把小公爷怎么样 看情况 淮南王还被气得不轻啊 即是 即是 小公爷就是小公爷 足够厉害 那是 有小公爷在 我们有什么冤情 大可以来申冤了呀 是啊 有青天老爷在 我们还怕什么 百姓兴奋地说着 很多有冤情的人 也都想着前来申冤 晴天这边 却是因为天色的缘故 继续暂停重审 一切只能明天 淮南王带着兵马王府上赶 他的脸色 变得有点猙獰恐怖 晴天 好你个晴天 真是可恶至极 总有一天 本王会让你好看 晴天才来金陵城 接下来的日子还很长 淮南王有的是时间 跟晴天好好玩玩 次师傅的事情 很快在金陵城传开 大家对于晴天 都是一番称赞 觉得他好厉害 连淮南王都不怕 而这个消息 也很快传到了 城东博爷这里 一个人把情况 跟博爷说了一下 博爷听完之后 有点意外 连淮南王都没能 把晴天怎么样 那人点点头 是啊 谁能想到 晴天的兵马竟然到了 而且还到得那么及时 淮南王地位虽然尊贵 手中兵马也多 但当时只有几百兵马 还真不敢把晴天怎么样 当时那种情况 谁都知道 淮南王不敢把晴天怎么样 博爷听完之后 眼眸宁着 许久之后 叹了一口气 道 没有想到啊 我精心计划的事情 竟然也失败了 博爷说出这话 那人并没有丝毫的不解 或者惊讶 对于博爷说的事情 他很清楚 自从原一刀来到这里 把晴天的情况 跟博爷说了之后 博爷便居安思危 开始想一些 对付晴天的办法了 晴天这样的人 那在大唐 已经算是传奇般的人物了 从一个小小的地主 成为当今宰相 甚至是小公爷 这对于很多人来说 简直是不敢想象的 这样的人极其厉害 他博爷不到 万不得已的时候 还真不想 跟晴天正面交锋 所以 他便想到了 借刀杀人计 而他要借的刀 就是淮南王李安的刀 淮南王作为淮南之地的藩王 实力斐然 他们这些人都不敢招惹 如此的话 让晴天得罪淮南王 那晴天就要遭殃了 而想要让晴天得罪淮南王 也简单 淮南王的老丈人孙侄 在金陵城无恶不作 若是有人去申冤 晴天定会帮那些百姓 助持公道 如此 也就成功地 让晴天得罪了淮南王 那孙侄是淮南王的老丈人 一般人谁敢他告他的状 所以那些 去县衙告状的人 都是伯爷动用自己的手段找来的人 只是很可惜 最后却没有成功 不过 对于这种情况 伯爷却并没有太过纠结于此 虽然淮南王没有一开始就弄死晴天 但晴天把淮南王给得罪了 而且得罪得很厉害 这事却是成功了的 以后只要有机会 淮南王就不太可能放过晴天吧 他也算是成功了的 一切只要等一等就行了 等淮南王对晴天展开他的报复 伯爷觉得自己现在仍旧是渔翁 他仍旧可以左手渔翁之力 不过 他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这样想着的时候 淮南王让殷商做的事情 也快要成功了 那也是借刀杀人之计 而他们最先要借的 就是他伯爷的刀 他不知道 在他算计别人的时候 别人也在算计着他们 淮南王来闹了一次之后 伺食府倒是一下子平静了许多 现如今 谁都知道晴天的厉害了 如此 那些牙医对晴天 也就更加的不敢忤逆 晴天的命令 就是命令 一夜无话 次日一早 晴天再次重审那些冤假错案 而就在他这样审着的时候 却是又遇到了麻烦 有一件案子是这样的 原告状告一个叫七十三的人 告这个人害死了自己的儿子 还把他的儿媳给掠夺了去 原告是一个妇人 叫孙氏 只是最后的结果 那七十三没有任何的事情 孙氏却是在被打成残废后 给扔出了抚牙 看到这个的时候 晴天的眼眸就凝了起来 孙氏已经六十多岁了 竟然遭受这样的打击 未免太不人道了一些 殷大人 这件案子是怎么回事啊 殷商见晴天审到了这个案子 内心突然一喜 但表面却是表露得有点惋惜 有点愤慨 道 小公爷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那七十三是成东伯爷的一个手下 他负责伯爷在成东的赌场生意 孙氏的儿子孙贤是个赌徒 在七十三的赌方输了钱 结果 那七十三便引诱孙贤借高利的 孙贤一个没忍住 竟然就真的借了 最后越借越多 无力偿还 那七十三便要孙贤拿自己的老婆来抵债 孙贤不答应 就跟七十三起了冲突 结果七十三失守 把那孙贤给打死了 打死孙贤后 他把七十三的老婆也掳掠了去 然后就给卖了 那孙氏家破人亡 便来告状 听到这里的时候 晴天对于整件事情的大致情况 已经有了了解 按理说 孙贤赌博不对 但七十三引诱 他借高利贷也不对 而且 让人家那妻子来抵债 更是有失人和 这件案子打了孙氏 就有点让人愤慨了 这案子是袁一刀审理的 这袁一刀跟成东的伯爷来往密切 他帮七十三压下了这件事情 而且不问青红皂白 就把那孙氏打了一顿 下官觉得 孙贤虽然有错 但殴打孙氏 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抢别人的老婆 也实在不是人能做出的事情来 殷商说着的时候 有点气愤 晴天这里忍不住就拧起了眼眉 伯爷 这是他在进入金陵城之后 所知道的金陵四大势力之一 根据他的打听 这个伯爷在成东权势很大 官府去了那里都没有用 而这个伯爷 主要就是靠赌方 以及放高利贷 来赚取巨额的利润 小公爷 除了孙氏这个案子外 袁一刀帮伯爷压下的事情 也有很多 而且这些案子 几乎每一件都有牵涉到人命 见晴天不开口 他以为晴天不敢对伯爷动手 所以连忙就要把其他几个 跟七十三有关的卷宗拿了出来 这几个卷宗里面 七十三做过的事情 就有点太过邪恶了 不仅有引诱别人做高利贷 然后把其他人弄得家破人亡的 还有一些仗着有钱 以及在成东有势力 强行掳掠别人家老婆的 而且 这样的案子不下五个 晴天听完殷商的叙述后 眼眉就凝了起来 不难看出 这个七十三 有一点特殊的癖好 那就是对别人的老婆 有点情有独钟 很喜欢去霸占别人家的老婆 这样的人 实在可恶 因为他的这些行为 导致了几个妇人的自杀 而这些案子 最后都被袁一刀给压了下去 可恶 就在殷商说着的时候 晴天已经怒骂了一句 他不仅觉得 七十三这个罪魁祸首可恶 他还觉得袁一刀可恶 作为朝廷的官员 不仅不为朝廷办事 还跟黑暗势力勾结 欺压百姓 这样的官员要知何用 愤怒的晴天 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而后吩咐到 来人 去将袁一刀和七十三 都给我抓来 他们两个人 不可轻饶了 不过 晴天这话出口后 殷商却是连忙说道 小公爷 这袁一刀好抓捕 但这七十三 恐怕就不好抓了呀 哦 为何呀 小公爷所有不知 这七十三是伯爷包弟 要抓伯爷的包弟 怕是有点不能吧 说到这里 殷商苦笑 小女之前 想必已经跟小公爷 说过这个伯爷的情况 她在金陵城势力庞大 得罪了她 小公爷以后 在金陵城的事情 怕是不好做 殷商故意这样说 她就是要让晴天 对伯爷更加的厌恶和气愤 只有这样 才能够让晴天对伯爷 也产生一股除之后快的冲动 那个时候 两个人最好能闹得不死不休 伯爷 能够成为金陵城四大恶人之一 本事肯定是不弱的 那个时候 晴天想要逃得好来 也不容易 果不其然 殷商这样说完之后 晴天顿时就哼了一声 是伯爷包弟又如何 就算是伯爷 本官也绝不会饶了他 这个你不用管了 本官想抓的人 还没有抓不到的 说完 晴天就把胡十八找了来 然后把情况跟他说了一下 胡十八听完之后 就跟罗黄兵分两路 罗黄去抓捕袁一刀 他则带着兵马去城东 抓捕七十三 袁一刀被晴天撤去官职之后 这段时间 倒是什么都没有做 就只是在府上敬仰 他也算是个聪明人 他知道晴天的到来 必定要在金陵城 掀起一波风浪来 再加上他挑拨了伯爷 他就更加肯定 金陵城会有一场好戏上演 而他只是很悠闲地 在府上等着好戏的开始 昨天 好戏已经演了一场 而在他看来 好戏还会继续 只是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他在府上 静等着好戏上演的时候 罗黄带着人 却是冲了进来 你们 要做什么 袁一刀隐隐觉得有点不安 他已经不再是金陵城 刺师傅的别嫁了 这个时候 牙一找上门来 怕是不会有什么好事 罗黄看了他一眼 冷冷道 我家公子本来是想饶了你的 只是收孝敬 还不足以让我家公子惩罚你 但你作为别嫁 却做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来 那就天理不容了 跟我们走一趟吧 在罗黄 以及那些牙医的控制下 袁一刀别无选择 城东是伯爷的地盘 所以 城东有什么事情发生 伯爷都能够第一时间知道 刺师傅派人进入城东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伯爷这里 伯爷搂着一名风雨女子 手有点不老实地摸着 他身材不高 所以很是喜欢那些 比他庞大一些的女人 他觉得 这样的女人 在他的膝下成欢 让他有一种征服的快感 听到刺师傅派出了牙医 进入了城东 伯爷的眼眸顿时微微一动 昨天他还算计淮南王和晴天 怎么今天晴天的人 就进入了自己的地盘 伯爷 俯牙只怕来者不善 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伯爷思虑了片刻 道 静观其变 看看他们来我城东 所为何事 伯爷吩咐下去后 很快便有人注意 胡十八等人的动向 而胡十八他们这些人 进入城东之后 便直奔七十三所在的赌方 赌方很大 是整个金陵城最大的赌方 还没有进去 就能够听到各种嘈杂的声音 门口 一些银钱的人喜笑没开 一些书钱的人失魂落魄 也有一些人被人追债 哀求不已 这里有一片众生像 胡十八却无意观察这些 他带着人 直接就冲了进去 牙医的进入 并没有在整个赌方里面 引起什么轰动 这里的人 好像早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 牙医来了又如何 这里可是博爷包第七十三的地盘 牙医能把他们怎么样 曾经有一个新来的捕头部长眼 来这里抓人 结果被七十三的人 给生生剁去了双手 而且那些牙医 还不敢把七十三怎么样 甚至那个被追捕的人 因为在这里赌博 那些牙医 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所以 有牙医来他们也不怕 该怎么玩 还怎么玩 胡十双眼眸瞪得很大 他扫了一圈之后 静止来到这里管事的一个人跟前 问到 七十三在那里 管事的人身材肥胖 面对胡十八的询问 他很不屑 不屑得连头都没有抬 只是露出了一声轻笑 十三爷也是你该打听的 他根本没把胡十八和那些牙医 放在眼里 而就在他说完这句话后 他就后悔了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 胡十八掌抽了过去 他本来是在那里坐的 结果这一巴掌 直接把他给抽飞了 而他在飞出去的时候 几颗牙齿 从他的嘴里吐了出来 外带着鲜血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 跟我说话 你是第一个 所以我要教训你 胡十八淡淡地说了一句 跟他刚才的狂暴出手 完全不一样 这个时候 整个赌方才一下子开来 不是吧 这个人是谁 好狂啊 竟然敢打张管事 谁说不是 在这里得罪了张管事 能有好下场 就是 就是 看来这个人要遭殃了 张管事啊 那可是十三爷的小舅子 这些赌徒都很震惊 而他们 看向胡十八的眼神 也带着同情和惋惜 他们好像在这里赌博的时间有点长 根本就不知道 金陵城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至于现在 竟然还在同情胡十八 他们已经完全隔绝了社会 这些人还在嘀嘀咕咕地说着 胡十八却是直接走了过去 一脚踩在了那个张管事的身上 赫生问道 其十三在那里 说着 他就加重了力道 张管事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你 你会后悔的 而他这话落下 赌方里面的打手 已经冲了过来 他们冲过来后 二话不说 直接就向胡十八动手 胡十八也没一宁 一脚将张管事给踢飞了出去 只怕 要后悔的是张管事 这一脚下去 他整个人就废了 而且 废得刚好是男人最为重要的那个地方 嗷嗷 张管事嗷嗷地叫着 旁边的赌徒听到之后 都忍不住捂住了自己的裤裆 那种疼痛感 他们没有亲身感受 但就只听那个声音 他们都觉得有点 让人起鸡皮疙瘩 打手终于冲了过来 而且 他们手里都拿着武器 冲过来的时候 也都十分地狠绝 他们根本不在乎 杀了胡十八 他们就是要杀了胡十八 但当他们冲过来的时候 胡十八三拳两脚 全部将他们给打得爬在了地上 而且各个哀嚎 胡十八的每一拳每一脚 都十分地有力道 所以 这些人根本承受不住 被打之后 整个人不是骨头碎裂 就是嘴眼歪斜 其实三若是不肯出来 那我就一把火烧了这赌方 胡十八有点失去耐心了 而就在他这句话说完之后 一个声音突然从二楼传来 谁人这么大胆 敢在我七十三的赌方撒野啊 声音亮如红中 紧接着 便看到一个魁梧的汉子 从楼上走了下来 这个人坐下来后 赌方其他人 顿时都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哎呀 十三爷来了 十三爷来了 这个人要遭殃了吧 我可听说 十三爷厉害得很 那可不是 伯爷的江山 有一半都是十三爷 赤手空拳打下来的 七十三走得很慢 他有着一股比灭群雄的气质 他的这种气质 连伯爷都有点比不上 只是 他的这个样子 在胡十八看来 却是十分的可笑 你就是七十三 七十三点点头 不错 我就是七十三 你是何人 可有想过要怎么死 今天我成全你 敢在他的赌方撒野 就等于打了他的脸 若不教训一下胡十八 他的脸面何在 以后谁还敢怕他 这赌方的威严又何在 不过 就在七十三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胡十八突然怒吓一声 找死 话音落下 胡十八的一拳已经打了过去 七十三眼眸威宁 始料未及 但也连忙一拳挥出 两个人的拳头碰撞在了一起 紧接着 整个赌方都听到了苦头碎裂的声音 碎了 那个人的苦头碎了吗 肯定的呀 十三爷很厉害的 你以为会是他的苦头碎了吗 也是 也是 十三爷什么人 这个人的话并没有说完 就在众人都觉得胡十八的骨头要碎裂的时候 刚才还很傲的七十三突然一下子摊坐在了地上 众人看到这个的时候 顿时都明白过来了 而他们明白的时候 个个都很震惊 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不是吧 十三爷就这样 败了 这个人是谁 他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连十三爷都不是对手 次师傅的人 什么时候 来了这么一个高手 不过 这又算得了什么 次师傅就算有高手 他们能是整个城东伯爷的对手吗 看来 次师傅的人要遭殃了呀 大家对伯爷仍旧有着忌惮和坚信 因为他们知道伯爷的实力有多强大 整个城东这么大的地盘都是伯爷的 如果他要跟次师傅做对的话 次师傅是伯爷的对手吗 大家这样说着 而这个时候 已经有人把情况跟伯爷说了一下 伯爷 大事不好 晴天派来的人把十三爷给打了 而且打得骨头都碎裂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伯爷的手突然紧紧 紧紧地抓了一下 紧接着 他依偎着的那个女人突然高声惨叫了一声 因为伯爷的手握得不是地方 在那疯乱之处捏了一下 还是很痛的 女人的脸色带着哀怨 但又不敢声张表露出来 因为伯爷的脾气不好 现在他的脾气只怕会更不好 得罪了伯爷 他只怕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风有点萧瑟 吹来更凉了一些 伯爷站起了身 冷冷道 晴天 未免太不把我伯爷放在眼里了 说着 他便起身向赌方走去 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活动一下了 他也很长时间 没有出现在伯爷的视线之中了 今天 他要让人再次知道他伯爷的厉害 赌方 人声鼎沸 没有人敢再拦着胡十八 胡十八扫了一眼众人 冷冷道 以后 官方的命令就是命令 谁人敢拦 就是这个下场 说着 胡十八挥手 就要让人把七十三给带走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赌方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这个人身材不高 但气势却很是逼人 而在他后面还跟着更多的人 他们的出现 让整个赌方顿时安静了下来 哪怕这些人都很想议论一下 但这个人的到来 让他们都想平住呼吸 因为接下来 事情会更加地刺激 是吗 近来的伯爷 只是轻声一问 他很不认同胡十八的话 哪怕晴天很厉害 但强龙不压地投舌 在这承东 他伯爷才是最厉害的 在承东 他说什么 就是什么 官府的命令 也就是个屁 放了就放了 伯爷漫步走着 他的腿并不薄 他只是有点矮小罢了 胡十八低头看了一眼 呵呵一笑 是吗 你可以试一下 伯爷眼眸突然瞪得很大 紧接着 他身后一名魁梧的男子走了出来 这个男子肌肉十分地发达 简直无法用词语来形容 他是伯爷最厉害的打手 乌金 乌金走出来后 很是不懈地看了一眼胡十八 道 放了十三爷 向我们伯爷道歉 答应此后 永远不踏入城东 今天 我可以让你活着离开 言外之意 如果胡十八 但凡有一点不合这个要求 胡十八就别想活着离开了 只是他说完之后 胡十八却只是呵呵一笑 他完全不同意乌金的话 而胡十八的倾笑 更是让乌金大怒 紧接着 乌金就突然出手了 他是城东最厉害的人 没有人敢这样对他说话 他要让胡十八 后悔自己刚才的态度 一拳袭来 带着万军之力 胡十八也突然出手 双方很快过了一招 紧接着 乌金突然后退了两步 他的嘴角也一下子喷出了血来 胡十八却是跟没事人似的 又问了一句 现在呢 乌金的脸色通红 他想要再出手 可他的手臂 现在竟然不停地颤抖着 根本就握不紧拳头了 所有的人再一次被震惊到了 不是吧 乌金可是博爷手下最厉害的人 连他也不是胡十八的对手 他竟然连胡十八的一招都打不过 这个胡十八 怎么这么厉害 看来官府真的厉害了呀 听说晴天秦小公爷来了 秦小公爷来了 怪不得 当大家听到秦天来了之后 大家就没有再觉得这有什么了 他们之前 只是不知道秦天来 现在知道了 那么发生的这一切事情 也就不让人觉得惊讶了 怪不得 众人说着 只要秦天来了 那发生什么事情 都会变得理所应当 胡十八看了一眼博爷 他知道 现在他是顺利离开 还是拨着一下离开 全看博爷的 我家公子要带七十三 去刺师府一趟 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博爷眼眸之中带着杀气 但是他却犹豫了 本来以为靠着乌精 可以震慑一下胡十八 但现在 却是胡十八震慑住了他们 如果他还要阻止的话 他们之间 少不得仍旧是一场大战 胡十八这样的人太猛了 同时又有点不通事故 跟他耗下去 容易出意外 从胡十八刚才的行为上来看 他觉得 胡十八就是个二愣子 谁挡他 他就打谁杀谁 跟这样的人讲道理没用 用策略也没用 但他觉得 晴天应该不会这个样子 晴天如果不想 金陵城大乱的话 他应该会有所顾虑 想到这些后 博爷突然很想跟聪明的 理智的人打交道 跟胡十八这样的人 打交道太累了 他们有点愚笨 不通情理事故 想着晴天会好一点 从晴天手里救人 比从胡十八手里要容易 博爷的杀气 就又渐渐收敛了起来 十三你可以带走 但是也劳烦你回去 告诉你们家小公爷 有些事情 比他想象的要复杂 很多事情也不是 一意孤行就可以做的 特别是在这金陵城 说到这里 博爷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你回去之后 只管这样说就是了 你家公子会明白 什么意思的 胡十八怂怂肩 放心 你的话我会带到的 说着 他一挥手 那些牙翼压着七十三 就离开了城东 而此时七十三 一脸的哀怨 金陵城 四十福 很快 罗黄和胡十八 就把原一刀 以及七十三给带了来 看到七十三的时候 原一刀就明白 怎么回事了 自己此前帮七十三 压过不少案子 如今晴天重审 怕是查到了那些案子 他帮人训私舞弊 自然是最佳一等的 只是 让原一刀没有料到的是 一向都很傲慢的七十三 今天整个人都显得 十分的贪软疲惫 他的双腿好像站不直 原一刀 作为金陵城的别价 你既然帮人训私舞弊 残害百姓 你可知罪 很多罪行 其实都特别的显眼 证据 要找出来也不难 像这种情况 根本推脱不得 原一刀 更是已经知道了 晴天的脾气 知道自己越是找借口 晴天怕是越不会放过自己 到时候大行加深 那也是痛苦不堪的 只是 自己若是承认了这些罪行 就等于承认了 七十三的那些罪行 到时候 七十三的下场 只怕会很不好 若这七十三是普通人 那倒也罢了 可他是伯爷的胞弟 他若是害了七十三 那他只怕 在金陵城活不过三天 他需要权衡一下 而他并没有考虑多久 因为他很清楚 伯爷 在金陵城的实力 小公爷冤枉草明了 草明虽说当官的时候 贪没了一些钱财 但在刑狱上 却是少有插手 更别说训私舞弊 残害百姓了 这都是污蔑 还请小公爷明察 原一刀决定继续袒护七十三 而他这话说完 晴天就露出了一丝冷笑 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你竟然还敢狡辩 看来不让你知道一下本官的厉害 你是不肯招供了呀 说着 晴天挥手道 来人将原一刀给本官乱棍打死 这话出口 原一刀顿时梦了 就算是用刑具 那也是为了得到口供 而不是直接把人给大死 把人打死了 还如何获得口供 然后为案子定罪啊 要知道 没有活人的口供 就这样打死了人 官员也是要受到惩罚的 可晴天根本不管这些 他这样吩咐下去之后 那些牙医立马就拿起棍棒 对原一刀打了起来 他们下手很重 好像真的要把原一刀给打死 一棍接着一棍地打了下来 原一刀痛得嗷嗷直叫 没过多久 他的屁股就被打烂了 而他整个人也都昏死过去了 好见词 不过 面对原一刀的这些情况 那些牙医 在没有得到晴天命令之前 却也不敢停手 仍旧继续地打着 这样又打了几十棍之后 原一刀直接吐血身亡 他真的被仗毙了 在临死之前 他突然很后悔 他没有想到 晴天说的竟然是真的 要打死他 就真的打死了他 早知道是这样的话 他就选择承认了 可笑 他还想着看别人的好戏 没想到别人的好戏刚上演 他就死了 原一刀的尸体慢慢僵硬 他整个人都变得苍白可怕 浑身仿佛有寒意袭来 而此时最为害怕的 能够感受到那一股寒意的 不是那些牙抑和看着的百姓 而是就跪在原一刀旁边的七十三 他现在 算是彻底地害怕了 原来一言不合 晴天真的就会杀人的 他虽然是伯爷的胞弟 但晴天是不是看伯爷的面子 怕也不好说吧 这个时候 晴天才终于扭头 望向七十三 他刚才之所以要仗毙原一刀 就是为了震慑七十三 让他害怕 让他以为不听话就得死 只有这样 他才能够快速地解决这个案子 七十三 你引诱别人借高利贷 不仅逼死人 还强占别人的妻子 这些罪行 你可都认啊 七十三额头冒着冷汗 以前的他是很傲的 但现在 他却感到害怕 一股说不出的害怕 他的气场在晴天这里 简直什么都不是 我 我认 不过小公爷可要想好了 我是伯爷的胞弟 你想在金陵城好好地活下去 最好不要得罪伯爷 这个时候 他还是要把伯爷给搬出来的 他希望晴天害怕这个 只是很可惜 晴天耸耸肩后 既然认了这些罪名 那就先打五十大板 然后押入大牢 等着被问斩吧 晴天说完 七十三顿时就有点猛了 怎么自己承认了 也要挨打 甚至还要被斩首 要知道这样的话 他又何必承认 晴天 你敢 伯爷不会放过你的现在的七十三 也只能把伯爷给抬出来了 只是晴天根本就没把伯爷放在眼里 自然也就不会被他给吓到 很快 五十大板打完 整个七十三便废得不能再废了 众人看到这一幕幕后 都觉得十分解气 这原一刀和七十三以前 可没少欺负他们 现在他们两个人 一个死了 一个被打残了 这对那些百姓来说 是真的很大快人心的 审讯结束 晴天退堂 他们回去的时候 胡十八才把伯爷的话跟晴天说 不过 他也就只是复述一下罢了 对于伯爷 他也是没放在眼里的 晴天听完之后 这个伯爷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以为这样就能够吓唬到我吗 可笑 胡十八轻笑了一下 他也觉得那个伯爷太天真了 他们家公子什么阵仗没有见过 当朝天子都吓不到他 一个伯爷算什么 公子 那七十三既然已经承认了罪行 为何不直接杀了他 还留着他做什么 袁一刀都被仗毙了 他实在不清楚 留着七十三还有什么用 要知道 七十三才是罪魁祸首啊 面对这个问题 晴天怂怂间 道 杀了七十三并不是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是 七十三背后的伯爷 留着七十三 可以看看伯爷的行动 还是有一点用的 等他没有了利用价值 才解决 他也不晚 人在他们手里 想什么时候杀了他 就什么时候杀了他 听到这些之后 胡十八已经全部明白过来 他点了点头 如此也好 反正最后 一定不能让他活着 胡十八又加了一句话 他很恨七十三这样的人 成东 次师傅的事情 很快传了过来 伯爷听到自己的弟弟 直接被打残了 他一下子跳了起来 晴天竟然把十三打残了 是啊伯爷 那晴天好生残酷 把园一刀杖毙了 把十三爷给打残了 还说过断时间 就杀了十三爷 这可如何是好 伯爷的脸色 变得有点争鸣恐怖 他本以为 晴天是那种很理智的人 应该不会跟他伯爷 硬拼才对 可现在看来 事情根本就不是 这个样子的 这个晴天更加的残忍 更加的直来直往 他做事 也是完全不考虑后果的 他突然有点后悔 让胡十八 把七十三带走了 可恶 这个晴天真是找死 伯爷骂了一句 随后在房间里 来来回回地走着 现如今他弟弟 在晴天手里 他必须想办法 把七十三救出来才行 只是 晴天根本不给他伯爷面子 想通过这个来救人 显然是不行了 他掌控着整个城东 他跺一脚 整个城东都得抖三抖 他可以让城东混乱 来让晴天闹心 如果城东的很多经济 都瘫痪了 那些百姓 只怕会去找府衙闹事吧 还有 晴天这段时间 不是为很多人平云昭雪了吗 那他就把那些晴天平云昭雪的人 全给控制起来 作为筹码 跟晴天谈判 那些人都是晴天救过的人 晴天为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如此 晴天应该不会 对他们不管不顾吧 如此一来的话 很多事情 都会变得好办许多 这样思虑过后 伯爷觉得自己的计划可行 于是再不迟疑 连忙便吩咐了下去 而就在伯爷吩咐下去后没多久 此前晴天所有为之平反的人 都被伯爷的人给控制 带到了城东 随之 城东几大粮铺 以及其他事关百姓生活的铺子 全部歇业 一时间整个城东百姓 人心惶惶 金陵城还是很大的 城东的百姓也是不少 如今他们想买一些东西 都买不到 他们不紧张才管 当然 他们也可以跑到其他地方去买 这的确是个办法 但相对来说 并不四肢钱方便了 金陵城很大 他们买东西 就要用一天的时间 谁受得了 百姓怨言不断 四师府 很快有人 把这些情况 跟秦天说了一下 小公爷 那个伯爷动手了 他让城东的很多商铺罢市了 还有 之前宁平渊昭雪的那些人 都被伯爷给控制了 显然 他是要以此为筹码 来换取七十三的安全和自由 听完探子的消息 听完探子的消息后 秦天下意识地摸了摸下巴 他没有想到伯爷会用这种方式来给他施加压力 不得不说 这个办法还真的有点难办 公子 这个伯爷太狂妄了 要我说 直接带人冲过去 灭他的势力算了 胡十八有点不耐烦 嘀嘀咕咕 说了一句 他这么说完 其他人都撇了撇嘴 显然是不赞同的 对付伯爷 他们都不觉得用暴力能够解决 不够 秦天却是抬头看了一眼胡十八 紧接着笑了笑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众人愕然 小公爷 你不是开玩笑的吧 这算什么不错的主意啊 就是啊 我们要是需要跟伯爷应聘的话 何须做之前的那些准备 就是 就是 大家都不赞成胡十八的这种粗犷办法 可秦天却笑了笑 有些时候 粗暴一点 还是很有效果的 伯爷既然敢跟本官作对 那本官就让他后悔 说到这里 他对罗黄吩咐道 你和胡十八 带上七十三 把那些百姓给本官换回来 等那些百姓回来之后 就是我们动手之时 大家已经明白了秦天的意思 动手是肯定要动手的 但必须确保那些被抓百姓的安全 罗黄连忙硬了下来 然后带着胡十八 以及其他人和七十三 向城东赶去 城东因为罢事的缘故 现在显得有点混乱 他们进入城东之后 就有一些百姓 向胡十八他们 投来了厌烦的目光来 以前 他们虽然也受伯爷等人的欺压 但他们的日子 还能够正常地过 可现在 因为秦天对伯爷的打压 导致他们的日子过得 异常艰难 他们觉得所有的问题 都出在了官府身上 所以现在 他们对官府的人很不待见 不过 他们到底只是普通百姓 再不待见官府的人 他们也不敢对官府的人怎么样 所以 胡十八他们 带着七十三 很快就来到了伯爷所在的地方 对于此 伯爷早已知晓 从他们 进入城东开始 伯爷就已经知道了他们 而伯爷见秦天这般识趣 还是很满意地点了点头的 在他看来 秦天总算是聪明了一会 知道跟他作对 绝没有好下场 很快 双方会面 胡十八将七十三交了上去 然后冷冷道 七十三已经给你带回来了 那些百姓 你现在也可以放了吧 伯爷占据着优势 控制着场面 现在的他神色自如 甚至有点高高在上 他望着胡十八等人 冷哼了一声 道 秦小公爷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把十三打成这个样子了 现在却来让我放人 是不是有点不厚道 七十三欺压百姓 这是他最有应得 稍微承接他 一下也不为过 我家公子耐心有限 那些百姓你最好放了 我们不想在这里 跟你成口舌之便 罗皇开口 他并无丝毫受制于人的感觉 而他的这种态度 让伯爷有点不喜 现在的情况 不应该是他说什么 就是什么吗 可这些人 却还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来跟他说话 他忍受不了 再加上自己的敌人 被擎天给废了 他更是想要擎天付出代价 紧接着 他的嘴角就露出了一丝冷笑 道 那些百姓 你们可以带走 说到这里 他又黑黑一笑 不过 你们恐怕只能抬着他们走了 话音落下 很快就有一些喽啰 把那些百姓给抬了进来 不过这些百姓抬出来的时候 都已经不能够动弹了 他们都死了 被伯爷报复死的 那些百姓都死了 他们被人抬出来的时候 罗皇和胡十八他们的脸色猛然一变 本来 他们想用骑士三的性命 来换回这些人 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伯爷竟然这般轻视性命 把他们都给杀了 愤怒 愤怒 此时 两人心中全是愤怒 而这个时候 伯爷却只是呵呵一笑 这些人都是因为秦晓公爷才死的 回去之后 你们可以告诉秦晓公爷 我想知道他会不会内疚 明明已经警告过他了 却还对十三下手 这是代价 说完 四周突然出现了一群人 他们每个人的手里 都有弓箭 显然 在杀死这些人的时候 伯爷就已经考虑到胡适八他们可能会动手的问题了 所以他早已经派人做好了一些防备 他现在还不会对晴天的人做什么 但如果胡适八敢在这里动手 他也不会客气了 罗黄看到这种场面之后 很快就恢复了理智 他看了一眼伯爷 道 好 很好 你的话 我会原封不动地跟小公爷说的 说完这个之后 罗黄立马带人离开 胡适八虽然有点气愤 想要杀了伯爷后快 但如今这种局面 他也只能选择迎人 一行人离开城东之后 直奔赐石府而去 尽得赐石府 他们把情况跟晴天说了一下 听到伯爷把那些百姓都给杀了 晴天顿时傻眼了 整个人都显得有点异样 旁边的殷商看到这些 却是露出了一丝浅笑 现如今这种情况 晴天和伯爷 怕是要得不死不休了 借着这个机会 他和淮南王的计划 重要要成功了 而这个时候 晴天突然暴怒 可恶 可恶 这样骂了几声之后 晴天不作迟疑 立马吩咐道 集合兵马 随本官直奔城东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杀了那些百姓 伯爷让晴天付出了代价 但现在 晴天也要伯爷失去代价 而且是写的代价 城东那片势力 也该回归朝廷了 这样吩咐下去之后 胡十八他们 很快集合了几千兵马 然后跟着晴天 便向城东赶去 城东仍旧是混乱的 而当这里的百姓 看到晴天 带着兵马冲来的时候 他们都有点猛逼 怎么 怎么回事 晴晓公爷 怎么带这么多兵马 听说 伯爷把那些百姓给杀了 晴晓公爷怕是生气了吧 看这架势 城东要有一场应战 不知道谁更厉害一些 伯爷势力庞大 守住也有两千多名喽啰 但他们比较分散 而且他们那里是晴天 狂魔军的对手 所以肯定晴晓公爷厉害 不好说 伯爷在城东经营多年 也不是好对付的 百姓议论纷纷 同时也都纷纷规避 免得被殃及到了驰鱼 而这个消息 很快传到了淮南王那里 李安听到这个消息后 嘴角就露出了一丝浅笑 好啊 好啊 晴天终于跟城东的人打起来了 我们的计划成功了 这是他们的借刀杀人计 如今晴天要跟伯爷火拼 就算晴天最后胜利了 那对淮南王来说 也是个不错的局面 至少削弱了晴天的实力 伯爷的住处 一名喽啰 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伯爷 大事不好 晴天带着兵马冲来了 伯爷仍旧躺在一个女人的怀里 天气越来越冷 他觉得 躺在女人的怀里 是这个时候最舒服的一件事情 听到晴天带着兵马冲来了 伯爷有点意外 在他看来 晴天得到了教训 就算再生气 他也不敢轻易来招惹他吧 不然 他在杀人 晴天岂不是要更内疚 因为那些人 都是因为他晴天才死的 可晴天竟然带着人来了 带了多少人 他以为晴天只是来质问他 亦或者抓捕他归案 大概 两三千人 听到这个数字后 伯爷冷不丁地吸了一口气 这个数字太过庞大 显然不知 是质问他 亦或者是抓捕他归案那么简单 他突然有一些不好的预感 晴天是什么人 那可是在战场上厮杀拼命过的 他杀人向来伶俐 好不犹豫 自己算是彻底得罪了他 他今天要来做什么 应该很清楚了吧 不安 不安 伯爷从女人的怀里站了起来 随后 他便连忙吩咐道 集合兵马 给我集合兵马 把能找来的人 都给我找来 如果实力足够强大 他觉得自己还有机会 他就不信晴天敢与他拼命 跟他拼了命 晴天还想掌控整个精灵城吗 其他人会很快 把他给吞噬掉的 他知道 虽然其他几个人没有露头 但这里的事情 他们肯定都有关注 城东的打手 很快集合在了一处 双方在城东的 一条大街上碰面了 大街四周 已经没有任何的百姓 一阵寒风袭来 显得萧瑟且冷 大街上黑压压的 一边是晴天的兵马 一边是伯爷的喽啰 晴天站在前面 看了一眼伯爷 紧接着就冷哼了一声 你杀了那些百姓 就是在找死 伯爷怂怂间 在这城东 我伯爷还真就有决定 别人生死的能力 你晴天是朝廷的官员又如何 你能把我怎么样 很狂妄的人 晴天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紧接着说道 死 他只说了一个字 但这一个字 却仿佛带着一股庞大之力 好像这个字就是命 谁也改不了 谁也改不了伯爷的命 他今天必须死 晴天说完 已经懒得跟伯爷多说废话 一挥手 他身先士卒 带着兵马 就向伯爷冲了过去 伯爷这边 自然也连忙回应 很快 城东的大街上 就是一片厮杀 惨叫 鲜血 杀戮 晴天的兵马 都是经过浴血奋战的 他们杀人的手段 不是其他人能比的 他们浑身上下 都散发着杀气 所以 当他们冲过去 与伯爷的人 厮杀在一处的时候 他们的堂刀 只要挥砍过去 就能够砍掉一颗人头 死亡 死亡 一个接着一个的尸体 倒了下去 血腥的味道 开始弥漫 一怒杀人 晴天的兵马 那是面对数倍于他们的强敌 也毫不畏惧的 他们跟着晴天南征北战 由内而外 都能散发出一股子杀起来 他们最不怕的 就是厮杀和战斗了 战争让他们兴奋 他们也已经隐忍了许久 当所有情绪 在这一刻爆发的时候 他们杀得毫无任何阻力 杀 杀 杀 唐军在晴天的带领下 在城东的大街上 与伯爷的人 厮杀在了一处 这场几千人规模的战斗 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持续太久 因为晴天的兵马 实在是太厉害了 差不多一个多时辰后 晴天彻底掌控住了局面 伯爷以及他仅剩的一些兵马 也被晴天的兵马 给前后堵了起来 身材矮小的伯爷 在人群中 显得更加矮小 这个时候 他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气势 他的脸色有点苍白 他有点不安 也有一点后悔 他怎么忽略了晴天的实力 晴天可是以少胜多的名将 跟这样的军人打交道 强硬是一点又没有的 他忘了这一点 而现在 他和他的人 有可能全军覆没 唐军正在慢慢逼近 他们每逼近一步 就要用一些 喽啰的鲜血来开路 伯爷的人马越来越少 晴天的眼神之中 仍旧带着杀气 而就在这个时候 伯爷突然喊了一声 晴小公爷 你可是要赶尽杀绝 他后悔了 他想要寻求生路 他不想像其他人那样 成为冰冷的尸体 晴天带着人 仍旧在往前走 不 我只要你的人头 谁杀了你 我不仅饶了他 而且还给奖赏 一百罐钱 晴天现在完全不需要这样做 只要他杀下去 就能够杀了伯爷 不过那样的话 他的兵马也会有伤亡 如今既然可以结束这场战事 避免更多的伤亡 那他还是想要避免伤亡的 而且 他很喜欢玩这样的游戏 他就是要看着伯爷被背叛 看着他信任的手下 因为忍不住诱惑 而出刀杀了他 伯爷是个聪明人 他很快就明白了晴天的意思 于是忍不住高声喊道 都不要信 晴天在利用你们 伯爷高声喊着 只是他还没有说完 他身后的一名手下 已经一刀朝着他的小腹刺了过去 鲜血喷洒 伯爷的肠子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他瞪大了双眼 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你 那个人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紧接着抽出了刀 刀抽出来后 鲜血又随之喷洒 伯爷的话并没有说出来 然后便扑通一下倒在了地上 他的眼睛瞪得很大 他有点死不瞑目 他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就这样死了 伯爷死了 他剩下的那些人 纷纷丢了兵器 选择投降 没有了为之拼杀的对象 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再拼杀 当然 最为重要的 还是他们不想死 如今的局面 显然就是不投降就得死 而他们相信 晴天做得出这种事情 晴天见他们投降 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能减少伤亡 他还是想要尽量减少伤亡的 把这些人带走 然后分类安排 可用的就用 不可用的 就让他们种地去 晴天吩咐了一下 他的人立马出手 把这些投降的人给带了去 而后 晴天他们才终于折回次师府 而就在他们回去的时候 这个消息已经在城东 乃至整个精灵城传开了 听说了吗 晴小公爷把我们城东一爸 给除去了呀 你说的不是废话吗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我能不知道吗 不过晴小公爷还真够厉害的 就这样带着人杀了过来 直接就把伯爷给灭了 哈哈 那伯爷就是小河坑里的泥丘 他能跟小公爷这样的大鱼比吗 就是 就是 晴小公爷可是从长安城那边来的 谁得罪了他 谁就得遭殃 以后我们城东没有了恶霸 我们的好日子 终于可以来了呀 可不是 那些商铺店铺一听说伯爷死了 立马就开始经营了 他们可都是受伯爷控制的 现在没有了伯爷的控制 他们还是要赚钱 城东的百姓很兴奋 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与此同时 淮南王李安也听到了消息 听到这个消息后 李安的脸色并不是很好看 就这样 就把伯爷给杀了 他觉得有点迅速 不敢置信 怎么着 伯爷在城东的那些势力 也能让晴天掉层皮呀 可现在看来 晴天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啊 他觉得 自己还是有点低估了晴天的实力 而以现如今的情况来看 晴天要是这么厉害了 那其他几个势力 怕也无法单独与晴天一斗 淮南城的几大势力 虽说伯爷是最弱的 但跟其他人也差不了多少 晴天能以这种方式击败伯爷 那要击败其他人 也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 只要其他人不像伯爷那么找死的话 晴天想对他们这样动手 也不容易 这一次 实在是伯爷做得太过分了 竟然那般明目张胆地杀人 淮南王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第一出好戏 就这样结束了 不过事情 却不会就这样结束 承熙 在一座名叫天国寺的寺庙里面 一名光头和尚 正在做着念经 他嘴里不停地嘀嘀咕咕地念着 至于念了什么 没有什么人知道 而在他的前面 跪拜着一群又一群的信徒 这些信徒也学这个和尚 不停地嘀嘀咕咕地念着经文 这样念得差不多了 那和尚才终于停下来 今天就到这里吧 记住 这篇经文每天念一遍 可让你们平生无病无灾 死后得胜天国 和尚说完 其他信徒连忙喊道 佛爷吉祥 佛爷吉祥 这样喊了几声之后 和尚便起身离去 去了寺庙后院 而他刚到后院 就有一名小沙迷跑来 把成东的情况 跟佛爷说了一下 佛爷听完之后 嘴角露出一丝淡笑 既然成东的伯爷 被晴天给消灭了 那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